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威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黎穆涵 回子白 魔音小海 后期制作半只蓝烟 第487集 这是一辆运货车 车上总共有五个人 事情就出在一段 比较偏僻的高速公路上 货车全部已经被压扁了 车子里的五个人 三个死在外面 两个死在车上 死状都是一样的 都是全身骨骼粉碎 全身出血而亡 保存下来 一会儿就要被网警删了 这可是一首突园 比我那个复印件要清楚多了 欧林查看数据摇头 不 这回来不及了 所有经过那条公路上的人 都看到了 网上已经掀起 渲染大波了 音小川文言 立即打开窥天井 进入了 某个分享的APP 果然 整个热搜 全部都是公路碎骨事件 评论直接就炸了 果然天灾人祸 都是人最恐惧 也最关注的事情 完蛋了 事情一旦暴露 所有人都会人心惶惶的 本来就压不住 曝光是早晚的问题 现在咱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将这些妖怪 全部铲除 这么多妖怪 就靠我们几个 得杀到何年何月去啊 不管怎么样 能杀一个是一个 这些妖怪 不管哪个出来作乱人间 对人类而言 都是灭顶之灾 不错 音小川凝重地点点头 敖铃一点一点地 浏览着网络信息 最后果断直接 侵入高速路上的摄像头 原本只是想看看 案发现场的惨状 没想到惊鸿一瞥 竟瞥到了妖怪的一节身影 这抹身影只是一闪即逝 敖铃飞快地截图下来 发给了音小川跟李勉 你们看这像什么 音小川放大图像 仔细地看着 有些模糊 但是她的身上 有纹路 有纹路的妖怪 难道她还没有形成人形吗 没有形成人形 竟然也有这么大的本事 轻风作浪了 这些被改造变异的妖怪 已经不能用修为来判断了 谁知道蝴蝶们 究竟在他们身上 做了什么实验 这倒是 几百年研究下来 活化石都能变成人了 这些妖怪出来作乱 都没有规律 闹事之后又躲起来 谁也不知道 他们下次会出现在哪里 万一是出现在闹事区 那就死伤惨重了 而人沉默下来 殷小川也在心里叹气 他已经做好了决定 到时候 要用妖怪探测仪 去找到这些妖怪 在埃格斯下里解决 但妖怪也确实有些多了 光景城就有这么多 更别说全省 乃至于全国 这让殷小川很头疼 行了 大家最近留个心眼 我们到时候 用妖怪探测仪去找他们 也可以让白板 怕眼线四处侦掌 要是发现有妖怪出没 立刻组队击杀 没问题 最后商讨了 两个小时的三人 走出了咖啡馆 在经过咖啡屋的门口时 听到几个三五成群的学生 聚在一起讨论此事 好可怕呀 你说会不会是妖怪干的 胡说什么呢 哪有什么妖怪 不是妖怪 那就是变异的怪物 俯山行 你看了吗 讲的就是一群变异的怪物 行了吧 我看就是一桩寻常的案子 反正不管出了什么事 咱们前面有警察呢 跟咱们没关系 可是死的都是普通人啊 怪物 又不会挑选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靠你别再说了 被你说得微毛骨悚然的 不是你要真害怕的话 索性就别出寝室了 待在寝室总安全一点吧 嗯 街上寒风飘冷 景城又迎来了一次寒冬 只是不知这一次覆盖在景城上空的这片阴霾 何时才能够彻底地散去 正在睡梦之中的殷小川 驻然之间被屋外一声响过一声的警报声给惊醒 他猛然起身拉开窗帘 窗外明媚的阳光照射进来 跟往常没有区别 但警报声却不是错觉 他仍旧在耳边 一声接一声地响起来 心里滋生出一股强烈的不安 殷小川打开手机果断地登陆网站 果不其然 各大网站的首页都是景城这一次警报的原因 首页的图上是两个巨大的妖怪 正在景城市中心广场内腥风作浪 朋友 你看过奥特曼打怪兽吗 可能这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 就是图片上没有怪兽 没有奥特曼 图上 那两只妖怪 长得奇形怪状 一只似蛇飞蛇 似龙飞龙 另一只长得更加彪悍 明显能够看出是只巨大的狼 但这狼长得不纯粹 看起来又有点像狐狸 这两个怪物 一大早出现在市中心的闹区 破坏了大片的建筑物 人员损伤必不用说了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不行 不能放任他们作乱 殷小川拿起外套打开卧室的门 正要出去 这时候范淑兰跟出电视的 从沙发上站起来 冲到殷小川面前拦住他 小川 外面出事了 都上新闻了 你别出去了 原来范淑兰在看新闻 新闻里 正在直播市区的景象 妈 放心吧 我也看新闻了 我不去市区 就出门去朋友那看看 你看什么朋友 非要在这个时候 现在 大家都在往家里躲 你怎么就要往外跑呢 我 小川呢 范淑兰看着他 眼圈都红了 你能不能不出门了 在家里陪陪我 我很害怕 尹小川这才发现 范淑兰吓得不轻 整张脸都是惨白的 一瞬间 他的心肠就硬不起来 与此同时 内息陷入了极大的天人交战 却好像有两个小人 在不断地撕扯他 一个说去 一个说不能去 留下来是家 出去是拯救世界 尹小川闭上眼睛 半晌之后 他睁开眼 点点头 对范淑兰 无力地一笑 好吧 妈 我不出去了 我哪儿也不去 就在家里待着 陪着你 他终究只是个凡人 没有修炼到圣人的地步 所以他也做不出 当着亲生母亲的面 拒绝他的地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木寒 半指红雀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四百八十八章 范淑兰松了口气 笑着说道 那好 那就好 他轻声呢喃的几句 就倒在了 英小川的怀里 睡着了 嘴角还挂着 一抹满足的笑容 英小川 轻声在心里 说了一句抱歉 然后抱起范淑兰 把他放回了 自己的房间里 关上房间门 准备出门 去处理妖怪的事情 经过客厅时 电视画面里的一幕场景 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线直播的视频画面里面 警察已经驱散了人流 并且出动武器 在攻击那两个妖怪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人类的武器再牛 也无法穿透 这些变异过的妖怪 并且这么大规模的围攻 只会更加激怒妖怪 造成更多的损伤 英小川叹了口气 手指边 临双剑 已经隐隐出动 叙事待发了 他 一定要手刃这两个妖怪 忽然间 英小川睁大眼 看到屏幕里 不可思议的一幕 一个修行者 手持大刀 从妖怪身后一跃而起 迅速地 砍在了他的身上 这一刀 血肉横飞 这一刀 才是真正伤了 妖怪皮肉的第一刀 修行者 是的 他没有看错 这个男人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修行者 他竟然赶在尽头前出现 这就意味着 他彻底把自己 暴露在了阳光下 这是近一年以来 第一位勇士 正在英小川 为此人的壮举 感叹不已时 他很快便发现 抵达第一现场的 不止一位修行者 第二个 第三个 足足来了六位修行者 在六个修行者 共同的努力下 成功斩杀掉了狼妖的手机 但那蛇妖比狼妖 要狡猾许多 竟然趁着修行者 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付狼妖时 不想一息地逃跑了 狼妖一死 胡妖再一跑 市中心终于安静下来 而那几位修行者 也悄无声息地退场了 英小川坐在沙发上 手里握着遥控板 已是一手的冷汗 一场腥风血雨 正在席卷锦城 而此时 网上的论坛里 已经议论纷纷 修 修 修弟姐妹们 早上 市中心里那个 是修行者吗 传说中的修行者 我们也有超级英雄 这是我们的超级英雄啊 大家都搞错重点了吧 重点难道不是 突然出现两个妖怪吗 我真的很担心 这个世界是不是 就要就此灭亡了 只要超级英雄在 人类就不会灭亡 一个小时的功夫 网上各大媒体 社交论坛的评论 都炸开了锅 关于妖怪和修行者 甚至超级英雄的言论 都出来了 修行者们隐居多年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在这等情势之下 英小川自然也想出去 斩妖除魔 可就在他一起风发 热血沸腾的时候 秦广王和太白金星 联合出面 阻止了他 不行 我说现在不行 就是不行 秦广王在书房内 太白金星踱步 走来走去 严厉地拒绝了 英小川 想要主动出击的想法 为什么不可以 之前您跟秦广王大人 不都同意了吗 让我出去斩妖出魔 这个任务 还是你们主动下达给我的呢 此一时彼一时 那个时候 我跟秦广王都没有想到 你的修炼会遇到瓶颈 总之 现在是最不稳定的时期 为了你的安全着强 最好还是打消 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吗 我不会有事的 不行 这个瓶颈跟以往都不一样 说难听点 这可能就是你修炼生涯里面 遇到的最难的关卡之一了 是场节点 你根本不知道 他会什么时候来 万一正好是在你作战的时候 那你就完蛋了 哪有那么巧的事情 就有这么巧 劫难是根据极限 不定期出现的 你能保证你在大战的时候 不用尽全力吗 这谁也没办法保证啊 太白金星 说的是唾沫横飞 这还是他头一回 在鹰小川面前 这么不顾及自己的形象 至于此事的根源 得从两个小时前说起 锦城市区 闹出此等大事 天听地府的人 不可能不知道 鹰小川就打算和秦广王大人 交流一二 结果他的意识刚进入地府 秦广王就脸色难看地对他说 他的一个修炼节点要到了 随后他火速叫来了太白金星 一起开会 两个小时之后 就有了方才那一幕 那个所谓的节点 鹰小川也隐约有些了解 现如今他修炼 已经步入灯仙边缘 节点随时会出现 一旦他跨过节点 实力就能和九重天上的那些神仙 比个高下 同理 要是在冲过节点时 稍有差池 他随时会陷入危险中 因为节点的出现 是不可控制 也不可反抗的 这就是两位大人 说什么 也不肯让他参加大战的原因 那该怎么办 难道我堂堂天官 要眼睁睁地看着妖怪肆虐人间 残害人类不成吗 鹰小川的表情 又是无奈 又是愤怒 不是有其他修行者出面吗 他们会出面一回 就会出面第二回 你暂时安心度过节点 再另想其他的事情 鹰小川张了张嘴 忽然间哑口无言 不知道为何 他在太白金星面前 会自在地说出内心的想法 起码会反抗一下 但在秦广王面前 有一些想法 就会不由自主地压制下去 就好像他天生骨子里就知道 这个人决定的事情 不管他拿出多少理由 都没有用的 太白金星语重心长地说道 小川啊 你也不必泄气 你只要安心修炼 早日冲破极限 很快就能出关了 沉默片刻之后 鹰小川点了点头 认真地说道 哼 这回我就听你们的 没有过节点 就不出来斩药除魔 太白金星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容 事不宜迟 我就先走了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鹰小川 鹰小川说完 便用意识控制灵魂 离开了地府 眨眼间便不见踪迹 太白金星 在身后忍不住地感叹道 长大了 这孩子终于长大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回子白 魔音小海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四百八十九集 从地府回来之后 鹰小川就把自己 关了起来 开启地狱室的修炼模式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他一分钟都停不下来 即便是在 关注时下热点的时候 他也在反复默念 背诵心法 对于他如此疯狂的行径 四妖跟里面等人 全部都看着着急 但是谁也没有 真正地上去劝过一句 因为只要了解 鹰小川的人就都知道 这个人一旦下定了决心 就回不了头 时间一晃三天过去了 眼光明媚的早上 鹰小川站在自己卧室的床前 推开了阳台的门 冬日带着温暖的阳光 照射在他的脸上 他微笑着 握住了拳头 原来杜绝之后 是这个感觉啊 他走下楼 一路上 遇到了河水的清一色 刷牙的白板 薄玉米的发财 以及在室内 飘荡来飘荡去 忙忙然的淘淘 他们看到鹰小川 反映出奇的一致 先是一愣 紧接着 彻底地愣住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鹰小川的身上 发生了变化 但具体是什么 他们又说不出来 只知道 看到他 就忍不住地心生敬意 就在随我的妖怪 迷茫这种感觉的时候 站在门口的敖铃 微笑着说道 小川哥哥 现在真的越来越有 敖龙大人的感觉了呢 为什么这么说 我跟那条臭屁龙 八竿子搭不上关系吧 我不是说脾气上 我是说气质 许是小川哥哥 修为又精进了许多 越来越靠近神仙的感觉了吧 这倒是啊 嗯 对 这就是神的感觉 鹰小川虽然有一些不明白 敖铃口中的神 究竟是什么感觉 不过他知道 现在的他 跟三天前的他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怪不得 太白金星跟金广王说什么 也不肯 在他节点前出手 原来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敖铃 鹰小川 郑重骑士的开口 我在 我们要行动 我知道啊 敖铃语气自然的 就好像他留在这里 就是在等着他 说这句话似的 鹰小川也冲他笑了笑 有些默契 自然而然的 叫培养出来了 老大老大 我们终于要出去 斩妖出谋了吗 带上我 带上我一起 嗯 带你 我也要去 我可以用来帮你侦察敌情 上我也去吧 三妖纷纷表态 鹰小川却道 这次斩妖出谋 非同寻常 任务繁重 所以半山妖的妖怪 不能跟我们一起出动 这是为啥 一方狐狸们的人 突然来袭 谁能保证 在我们的周围 没有眼线盯梢呢 红冲觉得 甚有道理 不住地点头 你说得对 那就 留一把人下来吧 其余人 继续看守我们的大本营 你 黄灵 还有白板 你们三个跟我一起走 其他的人 留守大本营 就这么点人 足够吗 绰绰有余 那行 听到鹰小川这么说 其他妖自然就放下心来 那事不宜迟 黄灵 你去查一查 最近那几只妖怪 活跃最频繁的地区 最近一次看到他们 是在临省活跃 破坏了一处村庄 不过没有伤人 这几日 鹰小川在埋头苦休 其实其他妖 也都在努力地 让自己进步 熬灵亦染 白天修炼 晚上就追查 妖怪活动迹象 故而这些妖怪的行踪 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这些畜生想要伤人 都是看心情的 绝不能让他们酒活 那我现在就去订 飞灵县的机票 那太慢了 这已经是最快的交通方式了 那可未必 说完他看向白板 问道 白板 我前几日 教你的飞行术呢 你练得怎么样了 飞行术 本就是我鸟族 自生的天赋 绣了心经加成 练习是本功呗 没问题了 那就好 等一会儿 就看你的本事了 鹰小川说完 就走到院落里 四妖以及敖铃 也赶紧地跟了出来 由于外头 日头大声 滔滔不敢出来 就躲在屋檐的阴影底下 歪着脑袋看出来 站在阳光底下 鹰小川伸手一摊 凌霜剑在掌心呼啸着 旋转出来 呼吱呼吱 由小变大 最后竟变成了 巨大的一把 横在院子里 悬在板空之中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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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红中看到了这一幕 直接就惊呆了 满脸的诧异 走到凌霜剑的跟前 低头打凉着 这么大 这是 凌霜剑吗 凌霜剑听见了 弯起剑尖 戳了一下红中的屁股 红中哎呦惨叫一声 捂住屁股往后退去 撕了一口气 呦 对 这就是凌霜剑 凋霜捂着嘴 乐不可知的笑 到底是它聪明 也见多识广 撕妖看不明白 它全部都看得明白 凌霜眨了一下眼 笑意见浓 小川哥哥 没想到 你已经掌握玉剑飞行之术了 这玉剑飞行术 可得是登入仙道的神仙 才会得法术 可见 小川哥哥现在的水准之高 他也要好好努力了 不然就要被甩在后面 敖铃在心中不断地鼓舞自己 学术性的 已经滚瓜烂熟了 至于实剑嘛 倒还是头一早 殷小川飞身踩在剑上 回头对敖铃伸出手笑道 你愿意陪我一起吗 有何不可 敖铃俏皮一笑 抬手搭在了殷小川的掌心里 殷小川微微地 往上用力 敖铃也飞身上了剑 坐稳了 殷小川低贺一声 单手掐绝 雷霜剑飞快地 窜住了云霄 速度之快 眨眼不见踪迹 红忠在后大惊道 等等 等等 我还没上去 老大 老大 你回来 他撕心裂肺地低吼 混人之间 感觉脸庞有风闪过 同时一道阴影盖了过来 红忠回头一看 只见一只肥瘦又巨大的麻雀 停在神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 《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林烟 五毛一分钟 后期制作 半只蓝烟 第四百九十章 红忠一回头 就和一只黑乎乎 宛若同龄般的大眼睛 对上了 红忠吓了一跳 脚步往后退去 那只大麻雀 讥笑了一声 口吐人语 正是白板 红忠 你这就不认识我了 白板 红忠反应过来 一脚踩上白板的翅膀 坐了上去 一坐上去 便感觉位置宽敞 白板的背上 起码能坐四五个人 然而 不等红忠反应过来 白板便震翅起飞了 脚踏实地的感觉 和飞在空中的感觉 是截然不同的 红忠只觉得 整个魂 都被牵引起来往上走 他吓得扶下身体 屏住呼吸 双手紧紧抓住 白板背上的羽毛 不知过去多久 只觉得风 刮在脸上生疼 隐隐地 红忠耳边 似乎听见老大的笑声 莫非白板追上了 红忠惊喜地睁开眼 鹰小川和敖铃 遇见站在白板的身侧 他们的身子底下 是不断飞过的云彩 见白板他们追上来 鹰小川笑着说道 哼 怎么这么慢 都特意等你们好久了 白板不服气地说道 其实 我可以飞得更快 只不过 背上这只水老鼠 没有上过天 我怕把它吓死了而已 我才不怕呢 您少胡说 死妖种 想来自称老大的红忠 这个时候 当然不能认输 但下一秒 他便恨不得 抽自己嘴巴子 信以为真的 鹰小川 兴奋地说道 好 那就再快点吧 鹅灵 怕的话就抓紧我 说完便加速往前冲去 眨眼便冲入云层 再次无影无踪 白板的眼皮干涩 欲哭无泪 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试图和白板打商量 白板 我们是好兄弟吧 行 我满足你 好不容易上个天 兴奋了吧 白板俨然会错了意 大笑一声 震动翅膀 继续急速地往前冲去 听着风声呼啸的红忠 只觉得自己 都快要归西了 林省某市的山区 鹰小川 看着落地就狂吐的红忠 皱着没说到 红忠到底怎么了 不知道啊 白板抖了抖翅膀 并没有现出人形 只是缩小了自己的体型 奥林走过去 递给红忠一样东西 红忠吃下去之后 便立刻不吐了 脸色也好看了很多 鹰小川看着稀奇 忍不住问奥林 红忠晕飞了 对 哦 鹰小川神色复杂 红忠抹了一下嘴角 莫名的心虚 奥林 查一下 妖怪现在何处 好 奥林打开窥天镜 搜索系统 不一会儿 她眉头皱了起来 不好 怎么了 我的悬崖系统 监测到这附近 有谁要在活动 但是前面就是公路了 倘若她一路过去 势必要在公路上伤人 那就赶在她伤人之前 灭了她 我也是这么想的 奥林关掉窥天镜 急切地说道 她最多二十分钟 就到公路了 小川哥哥 事不宜迟 我们必须马上赶过去 稍等一会儿 鹰小川从囊袋中 取出三套白色的蒙面符 分别递给奥林和红中 穿上 以免拍进摄像头里 暴露身份 嗯 那我呢 白板眼巴巴地问道 你就躲着吧 别出来 鹰小川抬头 看见白板那张 委屈可怜的表情 顿了一下 重新说道 既然带你来了 就自然有需要你的地方 到时候你会有大用处的 白板听到 终于欣慰地接受了 一人一龙一妖 飞快地换上蒙面符 没耽搁便上路了 迅速赶往公路附近 白板则缩小成正常体型 跟随在他们身后 大约十几分钟之后 鹰小川停下脚步 奥林和红中也跟着停下 无声地看了过来 嘘 鹰小川的手指抵在嘴边 缓缓地蹲下身子 抚摸着地面 地底下有声音 以我们的速度在过去 不到五分钟就能抵达公路了 鹰小川点点头没有说话 骤然间 地面用力地震动了一下 整片山头都围着振扎 白板变了语调 你们看看前面 众人立刻抬起头 只见远处高高地耸立着一条巨马 鹰小川震惊地几乎出声了 该死的蝴蝶们 到底干了什么 竟然妖怪变成了这样 天哪 你们看他在干什么 鹰绫也惊呼道 用手使劲捂住了嘴 只见巨马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低下头去 然后过一会儿便又抬起来 喉咙的部位 隐约有一节凸起 并且那节凸起 正在不断地变大 白板飞到高空 片刻之后 他俯冲下来 大声说道 他在吃车子 原来这条巨马 是在利用自己身长的优势 俯冲下来 吞噬公路上的车子 鹰小川大吃一惊 白板继续说道 有部队在阻止他 但是那些攻击对他完全不见效 他也在屠杀人类的军队 必须马上阻止他 鹰小川二话不说 便加快速度赶了过去 这回他用尽了全力 故而不足片刻 便出现在了巨马的身下 同时也更清楚地 看到了眼前的战况 悲哀的是 尽管军人们 已经想尽办法 用尽全力 可是他们的力量 在这条巨马的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威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五月的木木 千锁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四百九十一集 枪 炮 乃至坦克 人类军队 所有能够拿来攻击的武器 全部都拿过来了 无数的子弹 炮火 高火力枪口 其刷刷地飞向巨马 巨马张大嘴 冲着这些子弹 吐出一道气流 子弹就瞬间 变成了灰烬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幕 看到殷小川 目瞪口呆 这本事 真是逆天了 空中四架飞机 盘旋着靠近巨猛 不断地向它 发出射击 巨猛毫无巨色 直接用头颅攻击过去 飞机受到巨大的撞击 直接追击 惨状一幕幕地在眼前 巨猛却跟身处在自己的流乐园似的 尾巴随意地一甩 两架并列的坦克 就被压成了烂泥 好几个军人同时丧生了 什么攻击都没有 什么样的武器 在怪物看来都是游戏 军神们绝望了 他们头一回 尝到了绝望的滋味 这根本就是一场 没有胜算的战斗 小川哥哥 敖铃赶到 满脸严肃 显然他这一路而来 也看到了不少的惨状 尹小川冲他点了一下头 拿起面罩盖住脸 飞升而起 直接一脚 踹在了巨猛的头颅上 巨猛重重地跌在了地上 地动山摇 坐在行动车上的几位军人 同时愣住了 就在刚刚 巨猛的头 袭向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做好了 为国捐区的准备 甚至已经在心里 准备好了遗言 可是巨猛却被人 一脚给踢飞了 他们全部都清楚地看到 那个腾空飞起的 蒙面男子 如何一脚踹在 巨猛的脸上 再将他给掀翻 子弹没用 炮火没用 飞机坦克全部都没用 他们所有的火力 集中在一起都没有伤到巨猛 一根好发 甚至无法近身 可这个白衣男子 却只用一脚踢翻了巨猛 这是何等的实力 难道 他就是最近被传的 沸沸扬扬的修行者吗 不 这根本就不是修行者的力量 这是神的力量 是神 看到他们陷入绝境 听到他们内心的呼唤 所以派遣战斗的使者 过来拯救他们 这一刻 哪怕这些无神论的军人 也不由自主地相信 神赐的奇迹 真的会出现 而此刻 夜脚踢翻了巨猛的殷小川 也就是众军人眼中的神人 却没有半点掉以轻心 巨猛着实过大 他声量不过他的尾肩 故而只能用速度来去生 殷小川迅速地绕到巨猛的身前 冷冰冰地观察着 他的一举一动 殷小川那一脚 着实把巨猛给踢蒙了 在这以前 一向无往而不利的他 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是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存在 直到那一脚 直到感受到 扑面而来的杀气 你是何人 通灵大的蛇眼 叮住殷小川 竟然张嘴 口吐人语 你别管我是谁 你为什么杀这么多人 他们都只是普通人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你是修行者 就去好好修行 少观闲事 我问你 杀了他们 是能让你的修为得到精进吗 并不能 拿他们添肚子 我都嫌他们割牙 那你吃了他们 是因为他们跟你有仇怨吗 不错 放屁 这么多人 都跟你有仇吗 只要是人类 就跟我有仇 你知道这几百年来 人类在我身上 做了多少实验吗 我会变成这样 也是他们的异手杰作 他们该感到高兴的 因为他们的实验等下 最终把成果应用到了 他们自己的身上 要是没有人类 在我身上 做这么多的实验 我哪来这么大的本事 翻天覆地呢 在你身上做实验的 是狐狸门的人 你要报仇就该找他们 找这些无辜的人做什么 我不管这么多 只要是人类我都要杀 哼 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敢吧 你知道 拿你做实验的 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而是狐狸门的修行者 而你 因为惧怕狐狸门的修行者 所以才会把怒火 都发泄在普通人身上 你根本就是一条 怒弱的蟒蛇 蝴蝶门的人 我要杀 你 我也要杀 人类 我统统要杀 蟒蛇恼羞成怒 大喝一声 直接张口 攻击响殷小川 殷小川则冷笑一声 站在原地 不躲不闪 直到蟒蛇那巨大的 足以一口吞掉 一辆大卡车的嘴 逼着跟前 他才有了动作 凌双剑飞入巨蟒的口中 不断地放大 撑开了他的上下齿关 巨蟒的嘴 想要张 张不开 想逼逼不上 于是改变战略 甩起尾巴 扫向殷小川 狂风袭来 殷小川召唤凌双剑 凌双剑在巨蟒 没有防备时 缩小成正常的大小 划破了他的蛇性子 在巨蟒吃痛时 迅速地冲出来 但不是回到 殷小川的手中 而是直接砍向 巨蟒的尾巴 这一下 只能躲 不能进攻 伸受凌双剑 苦头的巨蟒 当然不敢直接拱击 他立马缩回了尾巴 凌双剑 回到殷小川的手中 好 加油 神仙加油 不远处军人们 纷纷地从车上下来 他们没有选择离去 而是远远地为了 殷小川骨架 你要是撑不住了 就尽管招呼 我们来助你一臂之力 尽管力量微薄 却有一股强大的信念 在他们的声音的激励下 殷小川浑身 生出了一股力量 他没有回头 只是向后摆了摆手 这个手势 是告诉军人们 让他们离去 不用担心 当然他也知道 军人们并不怕死 他们不会离去 所以 殷小川很快就放下了手 并且决定要速战速决 杀死巨蟒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492章 正在这时 敖铃的声音 在耳边虚无缥缈地响起 小川哥哥 巨蟒乃我足下部 此事你就交给我吧 天上霞光万丈 云层之间 涌动着一条 金光闪闪的龙 此龙 虽然没有巨蟒 那么大的身形 但其气质 却比巨蟒尊贵万分 一对比之下 巨龙是神 而巨蟒 则是乌尼 这是龙吗 金龙应日 悬于空中 方圆几里内的人 都能看见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 而那条巨蟒 也留意到了 不对劲的地方 他抬起头 就看到了半空中的凹铃 金龙 他诧异地说着 声音中 隐隐带着一丝恐惧 但很快 他便反应过来 猖狂地说道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是 九重天上的金龙 原来 是这条鳞片 都没有掌权的 黄毛小龙 龙族的修为 是看鳞片的 凹铃身上的鳞片 一看就知道 还很稚难 无足下步 休得猖狂 敖铃一声娇斥 金龙盘旋而落 朝巨蟒击杀而去 巨蟒不甘示弱 出手还击 一龙一蛇 缠斗在了一起 巨蟒力大无比 轻松一脚 便能将任何东西 绞杀个粉碎 敖铃身小而灵活 一时之间 不分上相 但很快 敖铃就显出败迹来 蟒蛇的力量 虽然不能和 真正的龙族抗衡 可这是一条 变异过的蟒蛇 和一条 尚未成年的 幼龙之间的战争 要知道 未成年的幼龙 和成年龙之间的力量 是天差地别的 龙蛇之战 战况激烈 天地都为之变色 逐渐地 敖铃从攻击 变成了抵挡 又从抵挡 变成了躲避 蟒蛇是越战越勇 趁趁追击 敖铃见圣气渐退 便想飞回天上 奇料蟒蛇 也直接追击过来 一口咬住 敖铃的尾巴 幸亏蟒蛇咬住的地方 已经长出了铃片 龙铃 可不是擅长 那几乎是天底下 最锋利的东西 蟒蛇这么一咬 牙齿险些瞌睡了 它顿时暴怒 直接缠住了 敖铃的半个身子 用力搅紧 它要将敖铃 搅成碎片 但敖铃毕竟是龙 它想杀死 可没那么容易 僵持中 鹰小窗看到 敖铃的挣扎幅度 渐渐减少 略太近险 它毫不犹豫 祭出鳞双剑 腾空而起 只见它手持巨剑 凌空飞来 远远地 便往蟒蛇身上 甩过去一股剑气 剑气精准地 打在蟒蛇的身上 蛇身宛如被鞭子 狠狠抽打了一下 劈开肉绽 血就跟下雨似的 从伤口处流下来 蟒蛇惨叫一声 已经顾不得敖铃 急忙松开 但是它忘记了 此刻它在天上 而不是熟悉的地面 敖铃飞离时 已离地面一百多米 故此呢 它一旦松手 就直接从天上掉了下来 原本蟒蛇摔死就摔死 死了最好 但在最关键的时候 鹰小川看到 蟒蛇坠落的地上 还有很多 没有撤退的军人 他们第一时间 便察觉到了危机 急忙要躲开 但却根本来不及 人的反应速度 哪有坠落的快呢 脑子里 根本没有过念头 鹰小川迅速追向蟒蛇 在它离地 只剩下十来米时 它再度一脚 踹在了它的躯体上 为保证所有人的安全 这一脚几乎用出了全力 蟒蛇立刻改变了 坠落的方向 一声巨响 地动山摇 趴在地上的军人 缓缓站起来 就看到 那个蒙面的侠侍 站在他们不远处 微微喘息着 而巨蟒 则掉落在了 一百米开外的地方 下一秒 那白衣侠侍 再度出动了 看不出它究竟使得 什么本事 眨眼之间 它便从眼前 闪身到了巨蟒的跟前 明明看起来 是个寻常人的身形 手里却握着 长达几十米的大剑 喂 你们喜欢吃蛇肉吗 鹰小川回头问道 众军人 再度愣住 不 应该说 这一个小时内的种种变故 全人超出了 他们这辈子的认知 我喜欢吃 我最喜欢吃干烤蛇肉 越肥美就越好吃 一位年轻军人站出来 大声说道 这声音激起了 其他军人的反应 七二连三的 有人跟着喊道 我也喜欢吃 烤得蒸的红烧的 卤的我爱吃 生的我也吃 有军人咬牙切齿地说道 鹰小川说道 蟒蛇肉没有毒 我这就宰了他 给你们尝尝 蟒蛇感觉到死气来临 悲愤无比地说道 人类 这不是好东西 你们自虚正义 其实做着 比妖害邪恶的事情 你们要抓住我 虐待我 还要杀了我 我只是一牙还牙罢了 哪里有错 你杀了这么多人 还觉得自己没有错 我只是吃了他们罢了 我没有折磨他们 人心比我恶毒多了 试对试错 等你入了地府 自有鬼神来跟你清算 蛇妖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是有很多邪恶的人 但是更多的是 心地善良的人 不然人间也不会存在这么久 被你藏害的那些 绝大部分都是这类人 你作多端 不该存于这个世界上 我会将你的蛇肉 分成九十九份 每个吃到你蛇肉的人 都能延延益寿 这就当是问你赎罪吧 英小川说完 拿起鳞双剑 割掉了蟒蛇的头颅 并且挖出了他的蛇胆 这条蟒蛇的蛇胆 和其他蛇的不一样 已经发黑了 所有的妖性毒性 都在这块胆里 英小川毫不犹豫 一脚便踩在蛇胆上 蛇胆被震碎 没入了土中 被蛇胆沾染过的土地 在接下来近百年的时间里 将寸草不生 这是赎罪 也是蟒蛇 留在这人世间 最后的一份执念 带花草重生 也就意味着 蟒蛇的怨念 也就此跟着散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莫浮风 青阳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493集 蟒蛇死后 银小川 依照方才所言 将这条上百米的大蛇 切割成了99块 切割到蟒蛇腹部的时候 挖出了一些坦克的残骸 这些都是刚才 蟒蛇吞噬下去的东西 只可惜蟒蛇的胃酸容量 实在太过于强大 却这么一点时间 就全部消化掉了 只剩下了外壳最坚固的坦克 还能够找到一点存在 银小川 简单地处理了这99块肉 将这些肉摆放到军人面前 蟒蛇肉 可以治愈你们身上的伤口 你们一人领一块走吧 剩下的 就分给那些被蟒蛇伤害过的普通人吧 军神们感激地说的 多谢这位大蛇 要不是你的话 我们全都已经没命了 请我大蛇遵行大名 我们汇报给领头 并对您 表以强章 我们没有想到 这个世界 还存在你们这般强大的存在 铁面英雄和白衣侠士 你们就是现实中的 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铁小川文言只是淡淡一笑 你们就当我从未出现过 也不存在 花音一落 他就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 据说后来 这些军人曾在原地搜索过几个小时 但根本找不到一丝白衣侠客的线索 最终只能遗憾地作罢 而另一边 铁小川 敖铃 横中白板 在杀死骏蟒之后 并没有立即离开当地 根据敖铃调查的数据 此处是 变异的妖怪们最喜欢过来 作恶的地方 于是 他们就在小镇的酒店里 包了四个房间 一旦哪里有动静 就出去执行任务 短短一个礼拜的功夫 他们就杀了十几只变异的妖怪 这些妖怪有的强大 有的也弱小 但是不管他们的力量如何 心性都是极其邪恶的 贱人就杀 无恶不作 故此 铃小川对他们只有一种处理手段 杀无赦 这段时间 敖铃一直在研究 变异妖怪出没的规律 后来就发现 强大的妖怪 不在乎出来的时间 弱小的妖怪 则是会选择在夜外 出来作恶 所以 他们只能随时树立警戒 随时随地都要出门执行任务 但是 随着杀死的妖怪越来越多 他们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沉重 因为他们不知道 这些变异的妖怪究竟还有多少 更加无处或知的是 蝴蝶门的人 究竟对他们用了什么手段 才使得这些妖怪 变成如今的这副模样 又吃完一顿午餐之后 铃小川 起来把东西一收 对姬妖说道 你们已经三天没有睡觉了 这么下去 战斗效率会大打折扣 接下来整个下午 多去睡觉去 其他的事情都不用管 那你呢 我守着妖怪弹测仪 你比我们更累 已经五天没有睡觉了 老大 要不然这样 我跟你 你一人睡两个半小时 轮轮开手 我不需要 你们听我的 不要浪费时间 现在就去休息 吉腰叹了一口气 只能同意 一个个的回房睡觉去了 到底是真的提力到了极限 他们三个 每个都是躺下来沾上枕头 就深睡了过去 铃小川坐在客厅里 一边研究妖怪探测仪 一边打坐修炼 不知道过去多久 忽然之间 妖怪探测仪上显示出深红色的一点 有一只变异的妖怪 出没在一座村庄里 铃小川马上起身 往门口走去 刚打开门 哄中就出现在门口 老大 要出任务了吧 我睡不着 我跟您一起去 铃小川顾不上耽搁 伸手拍了一下他的脑门 一会儿别给我拖后腿 小声点 走 一人一腰飞快地走出了酒店 来到无人的地方 他们换上了一身白衣的行装 急不往村庄赶去 临近村庄口 铃小川跟红中 就听到了清楚的打斗声 交换了一个眼神 红中奇怪的 莫非是有其他修行者 有可能 走 过去看看 一人一腰走进了村庄内 就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打斗在一起的 并非是妖跟修行者 而是变异的妖怪 跟普通的妖怪 变异的妖怪是一只鹿妖 当然他的外表 看起来已经不是一只纯粹的鹿妖 他攻击力经人 而他的对手 则是四只普通的妖怪 分别是狗妖 兔妖 树妖 跟豺狼妖 四只妖怪对抗一只普通的妖怪 从力量上 却叫人瞧不出任何的优势 妖打妖 妖怪也有善良的妖怪 嗯 你们都是善良的妖怪 不能看着他们落下风 我们出手帮个忙吧 红中正有此意 鹰小川刚刚说完 他就一股旋风似的 冲入了战圈 直接顶开了鹿妖 狗妖 兔妖 竖妖 和蚕狼妖 惊讶地看着 加入战局的红中 我也是好妖怪 我是来帮你们的 我们一块 杀了这只 变异的妖怪 好 那四只妖怪 很快就回过神来 点点头 继续对变异的鹿妖 进行攻击 鹰小川没有出手 这只鹿妖力量不算强大 红中一个 足以搞定 战局持续不到十分钟 鹿妖就在红中自创的 霹雳玄罗腿中丧命了 那四妖看到红中露的这一手 纷纷露出了 羡慕惊叹的眼神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大师大师 您可以受我们为徒吗 红中一下子受到 四个小迷地的崇拜 竟有一些受宠若惊 手足无措地挠了挠头 啊 其实我不厉害 真正厉害的人 你们没有见过 谁啊 谁还能比您更厉害啊 对对 您真的是我见过 大家最厉害的怪狐了 自称有一千年修为的狐妖 都没您这么厉害的 这捧得实在是太高了 横中感觉飞上了云端 意识之间下不来了 但是很快 他就不得不清醒过来 一只凌空飞过来的鸡蛋 砸在了他的脑门上 蛋清跟蛋黄打出来 糊满了他一整张脸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涵 伊诺 祖国小龙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494章 要滚 快滚 快滚 离开我们春子 鸡蛋的攻击是最轻微的 接下来是石头 铁块 刀具 甚至有人用打雷用的步枪射击他们 那些原本躲在自己家里不敢出来的村民 现在一个个活跃起来 他们同仇敌忾满脸愤怒 是红中他们为最大的仇敌 红中愣住了 再看那四只妖怪抱着头到处躲 一个劲儿想解释 可根本没有村民听他们的任何解释 妖怪就是妖怪 跟人类是天敌 愣着干什么 走吧 用小船闪身来到红中跟前 用袖子挡住村民的攻击 顺带招呼那四只逃窜的妖怪 你面来 十分钟之后 狼狈的一行人出现在后山 一处无人的空地上 确定后续无追兵之后 那四只妖怪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瘫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气 红中一声不吭 看着他们满身的伤痕和满身的狼狈 忍不住问道 他们知道你们没有恶意吗 知道的吧 兔子妖回道 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帮他们杀变异的妖怪了 你看 我腿上上次留下来的伤口都还没有好拳呢 豺狼腰露出自己干瘦的腿 那上面有一道猙獰 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 红中不忍心的醋眉 鹰小川见此也觉得难以言语 你们既然这么不被人类理解 为什么还要出来帮他们呢 因为我们想跟人类和平相处 以前我的主人就是个人类 他对我很好 所以我也喜欢人类 我知道人类不是故意的 被那么凶残的妖怪伤害 他们害怕我们也很正常 其实这些年来我们妖怪一族在妖王的约束之下 已经可以跟人类和平相处了 妖大都隐藏于人世 逐渐的就会感觉自己除了种族跟他们不同以外 没有其他的区别 可是一切的平衡平静的都在这些变异邪恶的妖怪出现之后不复存在了 这些变异的妖怪抹黑了我们所有的好妖怪 对 其实不光我们几个 还有很多善良的妖怪 为了避免被人类憎恶 也参与到了剿灭变异妖怪的行列当中 实可惜的是 我们的行为始终是得不到人类的理解 四妖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红中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一切 都要怪护天门的人 要不是他们 也不会出现这么多变异的妖怪 人类跟妖怪之间的关系 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一千年的努力啊 竖妖说道 全都白费了 我们也在暗中调查这些变异妖怪的行踪 在那只鹿妖的口中 我们得知好几只变异的妖怪去了寒潭区 因为那个地方 修行者跟对抗的妖怪很少 但那个山区里面又住着很多的山民 足够他们为非作歹的 寒潭区 在哪儿 离这儿不是很远 走路的话 大概三天就能走到 不过我估计你们的修为 大概不用半天功夫 就能赶到寒潭区了 多谢你们提供的这些消息 我们不会放过这些妖怪的 不客气 我们也希望早日除掉变异的妖怪 和我们无辜妖怪一个清白 柴狼妖由衷地说道 英小川从囊袋中取出了一瓶药 递给四妖 这瓶药内服可以织内上 外用可以织外上 拿去用吧 出恶妖 固然很重要 但也要小心谨慎 多谢 多谢你们 柴狼妖感激地接过 这时 树妖拿出手机 逼到红中面前 小心翼翼地问道 偶像 可以加个微信吗 红中看到熟悉的微信界面 爽朗一笑 这有什么问题 于是 也拿出自己的手机 和树妖扫了扫 成为了朋友 其他三妖剑子 也纷纷要说加好友 红中便一个挨一个地 加了过去 英小川看到这一幕 又是新奇 又是好玩 妖怪也在与时俱进 渐渐地融入到自己的世界 会玩手机 会玩微信 也许人世间 已经有很多这样的妖怪了 跟人类成为朋友 甚至更为亲密的关系 只是碍于种族之间的问题 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身份 也许真有那么一天 人类和妖怪 可以真正的和平共处吧 回到酒店之后 英小川和红中 各自洗了个澡 然后回房睡觉 补充体力 这一觉睡到第二天 天大亮 然后起床刷牙 收拾东西 英小川一大早 就给所有人 下达了下一步的指令 前往寒潭区 寒潭区 位于省市的边缘地带 因为比较穷困的缘故 那地区的人 常年与外界 有着与世隔绝的状态 由于援助居民比较多 所以那里人口数量 也十分可观 敖林的地图上 搜不到寒潭区的位置 最后 是靠一个经常来往寒潭区 村镇之间 做生意买卖的人带路 才找到真正的入口 这一耽搁 便是半日的功夫 打发带路的人离开之后 英小川便打开妖怪探测仪 搜索变异妖怪的踪迹 没有踪迹 奇怪了 难道我们来错地方了吗 不急不急 你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 我去四周看看 能不能带回来一些线索 嗯 也好 前面有一处寒潭 我们在那里等你 好 英小川和红中 敖林 则在寒潭边 走了一段路 大家都感觉口渴 而这寒潭里的水 又很是清澈 一看便是可以饮用的 红中率先走了过去 横起水喝了一口 忽然惊叹道 好冷的水 都快冻到我的肚子里去了 寒潭区 寒潭区 这个名字的由来 就是因为这处地方的水 常年累月 比冰镇过得还要冷 哦 那怪不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远山 戴军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四百九十五集 小小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 白板回来了 老大 红中 敖铃 大老远的就听到 他过躁的叫声 白白飞过来 停在一块石头上 兴奋的 我查到了 我全都调查清楚了 怎么样 查到什么了吗 那个山区里 最近来了三个妖怪 琢磨的山民们苦不堪言 就是变异的妖怪吗 嗯 那三个妖怪 结伴为兄弟 四处作恶 但是 没有杀人 不杀人 这倒是信息了 我们一路遇到的 我们一路遇到的变异妖怪 全都以杀人为乐 这三个 很是一种不同 那他们不杀人 来这里做什么 抢东西 偷东西 欺负山民 还不让山民离开这里 白板一下子 说出了四条罪状 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殷小川皱了一下眉 这一路来 经历的古怪事情太多 他并不认为 这个现象 就是正常的 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不管他们什么目的 只要落到我们的手里 还愁他们不着吗 走 那就过去看看再说 一行人继续往前赶路 有了明确的目标 脚步明显快了起来 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 他们就看到了 前面有很多的老式建筑物 显然 已经走入了 寒潭区的居民区了 白板一路在前面带路 看到的事情 都比殷小川他们早 这会儿他又带着消息 飞了回来 老大老大 我看到那几只妖怪了 他们就在前面 在驱赶村民 不知道要把他们赶到哪里去 殷小川闻言 二话不说地往前赶去 前方 远远的距离就听到了吆喝的喊声 一只猪腰手里拿着一根鞭子 跟赶鸭子似的赶着走在前面的村民 村民们聚在一起 黑鸭鸭的一群 亮亮呛呛地往前走 而那只猪精的口中满嘴污秽词 是你妈的 是你妈的 快走 走这么慢 留着吃老鼠的屎吗 不走 打断你的腿 老猪我最喜欢漂亮的女人 你们这些漂亮 老猪我全都抱了 殷小川也看到了白板口中 另外两个妖怪 一个是只猴子 那猴子倒是没有在驱赶村民 而是在挨家挨户的 缩找村民家里的桃子 吃得满脸的毛 都是大师的赠量 这个时候 一群鸡惊恐万分地跑出来 身后一个球染大胡子 满身妖气的妖怪 急急忙忙地出来 不过去抓住一只鸡 一口就咬断了鸡脖子 吸食鸡脖子里的惊血 这一幕一幕 几荒诞又叫人觉得 莫名地眼熟 只看得殷小川目瞪口呆 同时 一股无名之火 从心底窜了起来 妖怪感人 这是在赶鸡 还是在赶人 尹小川 将铃双剑变化成鞭子 直接抽向那只猪金的手 猪金的鞭子脱了手 立马警觉地反应过来 大叫道 猴哥 老扎 小人在偷袭老猪 猴金跟水妖 一个放下桃子 一个放走了鸡 当即冲了过来 尹小川冷笑一声 主动现身 出现在那三只 满身妖气的妖怪面前 怒道 你们都是什么人 竟然敢冒充神仙 我们妖怪当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冒充神仙 你是何人 我叫英小川 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叫孙悟空 我是老大 我叫朱不介 我是老二 我叫沙小静 我是老三 听听这名字 听小川心敌 活气更加茂盛 要知道 齐天大圣 孙悟空 可是他年幼时候的偶像 心里唯一的超级英雄 现在一个妖气冲天的妖怪 竟然玷污了他的偶像 事可忍 孰不可忍 还说不是在冒充神仙 我看你们真是活腻了 英小川动手 直接打向那只猴金 那三腰很是团结 见英小川攻击猴金 二话不说 过来帮忙 当然 英小川这儿 也不是毫无帮手 赶来的敖林 跟红中 看见英小川 一人陷在三腰的大战中 也马上加入了战场 一对一 局面马上分明起来 英小川 原本觉得 这三个冒牌货 能有多大的本事 直接杀了 那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其料这一交手才发现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三腰的平均实力 都比他们之前遇到的 那些便衣妖怪 甚至比那条猛蛇腰 都要强大 当然 同样的 英小川这边的实力 也不会比他们逊色 这三只妖怪 大约也是 头一回遇到 如此强劲的对手 朱金大叫一声 朱金说完 就哇哇大叫着 一通默念 很快 手里就多出了一个钉耙 而那猴金的手中 也多出了一根棒子 水腰则是一把铲子 英小川 看得一脸吃惊 三个不要脸的妖怪 竟然连武器都模仿走了 开死得很 英小川集中火力 攻击前面的猴金 猴金一根棒子 使得灵活至极 再加上天生的猴子属性 竟然在英小川手下 过百余招 而毫不生切 英小川一怒之下 步步紧逼 朝朝使出劲道 很快 面前的猴金就吃不消了 他倒退了几步 是高手啊 然后他棒子往前一挡 整个腰凭空钻入地底下 一眨眼的功夫 却不见了 敖铃跟红猪哪 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那三只妖怪十分通晓 逃逆之术 一个化作一个杀 一个则更加干脆 实际变成了一个球滚远了 英小川上前去追 那三只妖怪 早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不见了踪影 老大老大 不用追了 那三个妖怪 已经跑到对面的山头上去了 英小川脸色凝重的道 此事很是蹊跷 我得去调查清楚 黄庄 黄灵 你们两个人 先去放了山米 询问情况 白板 你去追查一下 那三只妖怪 不管有没有消息 一个小时之内 必须回来 我去问一下 太阪金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木寒 半只红雀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只蓝烟 第496章 敖林和红中 不约而同地点头 然后往山明的方向走去 白板 也往三只妖怪 离开的方向 飞了过去 英小川在原地 私存了片刻 走到一处僻静的地方 因在室外 不是熟悉的环境 英小川 不敢驱动意识入地府 而是选择了 最简单的方式 直接上微信 找到太白金星 小窗口留言 便敲了过去 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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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敲三回 必有大事 果然 神石和亏天静 绑定过的太白金星 不敢马虎 马上有了回应 在在在 刚出林小宝殿 何事啊 我在追寻 变异妖怪的途中 遇到了三只妖怪 那三只妖怪 分别神似齐天大圣 静谈使者 卷连大将 英小川 把自己偷偷拍摄的 妖怪照片 发送了过去 太白金星看后 也很是惊讶不已 奇了怪了 还真像他们三 只是有些复杂 那你稍等老夫片刻 行 几分钟之后 英小川感觉 微信上震动了好几下 打开亏天静一看 系统提示 您的好友太白金星 已经将您 拉入群聊开会 请注意 您跟群内其他好友 俺老孙来也 敬谈使者 南天门小和尚 均不是好友 行物泄露个人信息 以免招着祸患 亏天静版的 微信注视提示 也越来越与时俱进了 基本和警告 没什么区别了 不过敬谈使者 他认识 毕竟在群里见过 也聊过 猜出了 就是猪八戒本尊 俺老孙事也 跟南天门小和尚试试 莫非 英小川的心里 突然间有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 要真的是 他眼不住内心的激动 不等群里有任何消息 便主动询问 请问 俺老孙事也 是大圣爷吗 敬谈使者回道 看来小川 也是他的粉丝啊 没错 那就是猴哥本尊 猴哥本尊 英小川 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 马上点击 俺老孙来也的头像 添加为好友 这时 群内一阵 太白金星说道 小川啊 群里这三位 就是孙悟空 猪八戒 杀和尚本尊了 我知道 只是 你怎么把他们三位 加进来了 你不是说 人间那三只妖怪 正是模仿他们的吗 我就猜测 这件事情 是不是跟他们有关系 胡扯 老孙一进来就看见 你给俺扣了 这么大一个帽子 人间那三个帽牌货 跟俺们没关系 没关系 大圣爷 老夫不是这个意思 老夫的意思是 那三只小妖 既然能够模仿你们三位 模仿的这般想想 其中 定人是有淵源的 那你就好好说 不要说话 说得不清不楚的 谢谢 太白大人 您刚才说那话 是什么意思 太白说话 老是不清不楚 就让老朱来说吧 那行 就让呆子来说 方才太白跟我们 说了此事 我们就在一起 一通分析 最后分析猜测 你在人间遇到的孙悟空 朱不剑和沙小僧 乃蝴蝶门运用卑鄙手段 以我们三位本体 模仿制造出来的妖怪 什么 可是你们三位自从成佛之后 已经没有来过人间了 蝴蝶门的人如何能模仿呢 对 整件事情最关键的部分 就在这里 既然那三个妖怪 是蝴蝶门根据我们的本体 制造出来的妖 那他们就跟我们必有关联 什么关联 哦 这点我们还没有猜出来 你这呆子 一点小事都办不利索 直接说不就得了吗 婴小川 小川是吧 是我 大圣野 此刻打出这几个字的婴小川 内心无比激动 这位可是大圣野啊 俺们怀疑 人间所谓的蝴蝶门 在千年以前就已经布局了 这件事情 十有八九 跟人间灵源失踪一事 脱不了干系 俺跟呆子老杀三个决定 一会儿把自身的惊血交给你 你拿我们的惊血 去帮那三只妖怪开启灵制 说不定能有些收获 没问题 嗯 那就没俺老孙啥事了 俺要闪了 系统提示 俺老孙来也 汇出群聊 敬坛使者说道 我猴哥怎么说走就走了 这疯疯火火的性子 几千年了都改不了 那啥 看来也没有俺老猪啥事了 一起撤了 接着提示 敬坛使者 退出群聊 金神罗汉 你不会要退群吧 嗯 南天门小和尚 只回了一个字 接着也提示 南天门小和尚 退出群聊 小川 不知道为什么 鹰小川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 太白金星 打出这两个字的时候 手都在发抖 心里默默叹了口气 到底 也是勤奋一场 大人 您放心吧 我不退群 那就好 紧接着 系统提示 太白金星 退出群聊 我 我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 鹰小川 犹豫了一下 手指点击窗口 右上角 默默地选择了 退出群聊 谁心里没点小傲娇呢 然而 刚刚退出群 鹰小川心里的那点小阴霾 便立刻消散 并且多云转情 通讯录 敬谈使者 南天门小和尚 请求添加您为好友 接着 俺老孙兰爷 已经通过您的好友请求 现在 你们可以聊天了 孙悟空 猪八戒 杀和尚 这三位传说中的人物 竟然全部添加他为好友 鹰小川的心里 难掩激动 但是 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办正事要紧 在分别收取了 俺老孙来也 敬谈使者 和南天门小和尚的金穴之后 他就退出了微信 此刻 也正好过去一个小时 敖铃和红中 还有白板 全都回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涵 回子白 摩音小海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四百九十七集 老大老大 白板老远地飞过来 有些心虚 妖我跟丢了 无妨 让你跟过去 博士想查出他们的老城 现在就算跟丢了 我们也能用妖怪探测仪 找到他们 跟跟 黄灵 红中 你们那边呢 我们把村民都放了 有些村民受了点伤 我给了他们要 有没有在那些村民的口中 打听出三药的消息 有 那三只妖怪 是半个月前 来到寒潭村的 来了之后 就一直在 奇亚当地的村民 并且 还不让他们走 可有干过什么恶事 有啊 刚才 都不看到了吗 奇亚村民 抢挪粮食 无恶不做 你小船主有所思地 顶了一下头 接着 他就取出腰块探测仪 打开探索 追踪起三腰的下落 不少片刻 屏幕上就出现了 三道深红色的标记 正是三腰 只是奇怪的是 这三只妖怪 一会儿在一起 一会儿又分开 缤分三路 在整座山区里面乱窜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不知道 相比起他们的目的 其实我更好奇的是 他们分开之后距离那么远 又是怎么确定 对方的位置 再迅速会合的呢 可能他们的身上 也带着手机一类的 通讯仪器 那不可能 这三只妖怪 临之未开 智商都没有掌权 怎么可能会用手机 这样的东西 莫非 他们身上有着 某种神秘的联系方式 不外乎这种可能 走 我们去看看村民吧 不找三妖了吗 嗯 暂时不找他们 尹小川带着凹灵红中跟白板 走到一户村民的家中 敲了敲门 这片寒潭区 虽然交通一类不是很便利 但是看起来 也有网络一类的东西 门口就搭建着不少电线杆 尹小川视线在四周围 看了一圈 就有人出来开了门 开门的是妇女 年龄约莫三十五岁上下 真奇怪 这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她看到我们竟然一点也不害怕 我也觉得奇怪 我看 要么是我们长的面善 不过 八成是这个女人心的 竟然直接又请这么多陌生人 走进她家 夫人家中的客厅颇大 但也有一些乱 看起来是刚刚经历过一番劫难 他们进屋之后 夫人就搬出来四把凳子 邀请他们坐下 你们坐吧 凳子干净的 你们家里就你一个人吗 还有我男人跟我孩子 他们在屋子里睡觉 哦 我想跟您打听一下 刚才那三只妖怪的事情 当然可以 大侠 您想问什么都可以 夫人立即倒了杯水 端到了殷小川面前 语气十分诚恳 殷小川又吃了一惊 心想着夫人也太配合了 莫非真如红中所说的 她长了一副天生与人为善的好人脸 不去细想那些 殷小川接过水 谢谢啊 他们在村子里 有做过什么罪恶滔天的事情吗 要说罪恶滔天的事情 那还真没有 他们来这儿有一阵了 但是从来不杀人吃人 不过 他们的到来 也让我们苦不堪言 原本 我们就是个普通的小山村 每天都有要干的活 但是自从他们来了之后 我们就变成了他们的玩具 每天 变着法子地戏弄我们 更可恶的是 他们还明目张胆地 闯进我们每个人的家里 抢我们吃的喝的 我家里养的鸡 全都被他们吃光了 如此说来 这三只妖怪 跟我们先前遇到的那些 竟然不同 还是没有完全泯灭妖性的 身色红中敖林白板文言 也跟着点点头 表达认同 白衣侠 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情 夫人 夫人忽然走到 殷小川面前 满脸诚恳地说道 好 您说 请你们 灭掉这几只妖怪吧 我们真的 快要受不了了 再这么下去 我们不是变成神经病 就是被他们杀了 我在网上 听说过你们 我知道 你们是专门行侠仗义 斩妖除魔的神仙 求求你们了 帮帮我们吧 您放心吧 我们正是因为追踪妖怪 才来到寒潭区的 绝不会放任他们不管的 对 我会收了他们 还你们清静 谢谢 谢谢神仙 你们要是能帮我们杀了那几只妖怪 我们全村的人 都可以给你磕头谢恩 还会把你们建造精神 日日供奉 这倒不必 第一呢 我们不是神仙 第二 我们不是神仙 所以也不需要供奉 斩妖除魔 只是我们修行者的本职罢了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真的谢谢 就在妇人一句一句的道谢声中 一行四个人走出了妇人的家里 走上空无一人的街道 与其说街道 不如说是个村落 这是一个没有街道的小村落 刚才你们觉得奇怪吗 奇怪什么 那个妇人的态度啊 以及她叫我们白衣侠 显然就是认识我们的 这定时早就听说过了 嗯 我只在一个地方听到别人这么叫 就是网上 有道理 尹小春跟奥林奥华不说 就拿出窥天井 打开网络 然后一下子就惊讶了 这几天 热搜一直在爆红 热度直升不降 话题度达到有史以来的顶峰 热搜第一 铁面英雄 热搜第二 白衣侠 见此 奥林点开了铁面英雄 一小川则打开了白衣侠 这下就什么都清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 林烟 五毛一分钟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498章 原来有网友 把他们杀怪物的视频 传到了网上 导致网上 到处流传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当然呢 没有一张是露脸的 因为他们身穿白色衣服 所以网友便称呼他们为 白衣侠 同时 他们也莫名其妙地 拥有了很多粉丝 留言大都是在喜悦 希望和重生 鹰小川简单看了几条 便退出了网络 另一边 敖灵也看完了铁面英雄 和白衣侠的所有消息 不禁感叹道 没想到 我们竟然已经变成 别人口中的神话了 那肯定呀 现在除了我们 还有谁会去拯救世界呢 还有一个铁面英雄 他跟我们一样 已经消灭了好几个便衣妖怪 只不过不同的是 咱们是四个人 而他是单枪匹马 他这么强 红中满脸吃惊 鹰小川点头道 我看了一个他的视频 实力确实很强 说到这里 他不由地叹了口气 乱世出英雄 也算是一桩好事 对呀 平时我们都能 缩手缩脚 生怕暴露能力 被普通人发现 现在不一样了 他们眼巴巴 等着我们去救命呢 我觉得 这对修行者而言 是一件好事情 起码 民众接受度就高了 我看未必吧 暴露身份 又不是一件好事情 行了 是不是并不重要 咱们不能浪费时间了 善来善良 对付三妖的计策吧 其实有妖怪探测仪 跟白板在 追踪上三妖 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难点在于 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们跟三妖交过手 实力每个都不对 着实难以对付 不错 他们一旦组合在一起 就算是加上你们三个 也无法轻易战胜 那该怎么办 刚刚也看到了 他们三个妖怪之间 有着奇怪的默契 想要分开他们 几乎是不可能的 哦 没有一件事情 是无懈可击的 倘若这三只妖怪 真的是根据西游记 师兄弟模拟出来的 那不光是能力 性格上也会相似才对 贪嗔痴恨爱无欲 世人欺苦 三兄弟身上都有 尤其猪八戒 毛病最多 你们说 猪八戒的弱点在哪 美色呀 他喜欢嫦娥 喜欢高小姐 反正见一个就喜欢一个 所以我有时候挺可怜他的 每一个他喜欢的人 都不喜欢他 猪八戒灵之未开 对美色认知应该不大 这点从他对付 敖灵的手段 就能看得出来 除了美色呢 吃 猪都喜欢吃 对 吃 我们在寒潭村 他们不敢过来 但是吃还是要吃的 那怎么解决吃的问题呢 小川哥哥 你是有计划了吗 有计划了 想要击破三腰的组合 就必须逐个击破 咱们先抓了猪不戒 再以三腰之间的互相联系方式 又不剩下两腰 英小川说完 眼神逐渐认真起来 来寒潭村的第一个晚上 他们夜宿在了外面 直到躺在树上 仰头看着满天的星星 英小川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原来有些地方是没有酒店 也没有旅馆的 吱呀吱呀 风吹着 树叶摇摆着 这一晚上 一人一聋 两腰 就在树林里睡了一觉 第二天早上 第一缕阳光刺破树叶的空隙 照射在英小川的眼皮上 他睁开了眼睛 酒壁的眼睛对上强光 普通人先会不适应 眼球里积满泪水 但他不一样 心头的阳光能给他充电 为他积蓄力量 英小川翻身坐起 纵身跃下了十几米高的大树 咔嚓一声 脚踩在一地落叶上 发出轻微的声音 除此之外 风过无痕 悄无声息 英小川往前走去 走到了一处 落叶积蓄丰厚的草地上 这处地方 两步一阵 三步一个结界 有进无出 是他跟敖林 昨天晚上 花费了整整半个晚上功夫 精心布置起来的 现在 该是他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英小川嘴角一勾 从囊带之中 拿出了一条做好的烤鱼 和一只烤鸭 这两样食物上都放了毒虫新自做的配料 当然了 毒虫自从摆脱毒修的身份 入了地府之后 做出来的食物就没有剧毒了 而且据说因为他做出来的食物实在太好吃 地府的几位大人还因此给他免去不少刑罚 毒虫现在已经学会了用食物 换取减轻刑罚了 当然了 偶尔还能兑换一些东西 比方说 他前段时间 就跟人换了一个亏天镜 加了英小川为好友 英小川把食物放在阵法的中心 然后起身 重新回到了十几米的大树上 接下来只需要风一吹 香味就会从四面八方蔓延开来 有句话说得很好 越是吃货 鼻子越灵 英小川就不信 猪不见 会不落套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摆放在阵法里的食物 温度也在下降 可奇特就奇特在 降了温的食物 香味仍然浓郁 白板站在英小川的身侧 咕咚一声咽下了口水 认真地说道 老大 一会儿抓到猪不见之后 吃的能分给我们吗 英小川看着白板 那副没出息的样子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些烤鱼烤鸭 都是你们平时在家里 吃腻了的东西 但是出来大半个月了嘛 白板委屈巴巴地说道 也对 好像从来没有 带他们出门这么久过 等三一的事情结束了 我就带你们去最好 最有名的酒店 好好吃两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五月的木木 千锁 后期制作半纸篮烟 第四百九十九集 那就是一堆的美食 白板顿时感觉 镇里的烤鱼 烤鸭 诱惑力没有那么大了 他脑子里幻想着 一堆美食 摆放在面前的样子 美滋滋地笑了 一阵风吹过来 与此同时 银小川闻到了 一股强烈的腰味 有妖怪来了 一句提醒 让所有的妖怪 都警觉了起来 是猪不见吗 敖里温 他站在银小川 旁边的那棵树上 自然 也因小川之后 听到了来自远处的动静 这么浓郁的猪新闻 除了他还能有谁 约莫过了几分钟 远处席卷而来一抹 飓风生影 那团飓风 裹着满地的泥土跟落叶 不到片刻 就滚到了阵法之中 然后 现出了原形 底下那只蠢笨的猪影 真的是猪不见 老大 看来我们还是高估他的智商了 他竟然一点都没有怀疑周围有陷阱 直接就跑进去了 我早就说过了 他天生蠢笨 再加上灵芝未开 就是蠢上家蠢 不过这阵法 我们也确实不得的精致 修为不在我之上的 根本看不出来 早知道 就不浪费在猪不戒的身上了 树底下阵法之中 猪不戒看到摆在地上 香味浓郁的烤鸡跟烤鱼 眼睛都捋了 立即扑了过去 一手抓着烤鱼 一手抓着烤鸡 狂吃起来 好吃的不断发出哼鸡的声音 白白一份甜鹰 气死我了 这些吃的落在这只蠢猪的嘴巴里 简直就是暴天天物 能用一条鱼和一只鸭 抓到猪不戒 绝对是划算的 太好吃了 实在是太好吃了 这辈子从来就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食物 猪不戒一边狂吃着嘴边的食物 一边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能够吃到这么好吃的食物 就算是死在当下 那也值得 好吃吗 头顶上响起一道 含着笑意的声音 猪不戒一僵 然后抬起头 随后就看到了一张 此刻万万不想看到的脸 死在当下 那也就是说说而已嘛 谁要真的死在当下了 不过 这小子虽然实力强大 可他逃跑的功力 也是不容小觑的 想逃走 还是分分钟的事情 就这么的盘算着 就看见一小川的身后 又出现了几只妖怪 一个个都眼熟 都打过架 朱不记这时候有点慌了 他是背着两兄弟临时改道过来吃饭的 谁知道吃个饭也能够冤家路窄遇到敌人 他真的是运气太不好了 你干什么 这是我找到的食物 你休想 朱不记将烤鱼跟烤鸭往怀里一揣 戒备又愤怒地说道 白板一言难尽地看着朱不记怀里 看得面目全非的食物 终于忍不住暴脾气了 要脸吗你 你吃得这么恶心 谁要抢你的食物啊 你就算想抢 我也不会给你 朱不记 我们不会抢你的食物的 因为这些食物 就是我特地放在这里 给你上钩的 我们的目标 是你 朱不记听到这句话 顿时惊呆了 准确来说 他是吓呆的 满脸呆滞地看着 面前几不知遥的殷小川 这副样子 配着脸上的食物的残渣 以及一脸的油腻 分外可笑 你做梦 他愤怒地咆哮一声 抱紧了烤鱼烤鸭 转身就跑 殷小川不疾不徐地 在身后缓缓开口 正房 骑 猪不戒的头 狠狠地撞在了 透明的墙上 撞得他四仰八叉地 摔倒在地上 食物也飞出去了 这回 大大意识到 不对劲的猪不戒 主要的关注力 终于不在食物上 他摸着额头上 鼓起来的大包 再摸了摸 前面透明坚固的墙 终于知道 他逃不出去了 他很可能 会变成一只烤乳猪 没想到 吃了一辈子的美食 最后 竟然变成了别人口里的一口肉 他越想越伤心 索性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歪歪大哭起来 要知道 看猪大哭并不是一件美观的事情 殷小川正打算着 要不要用点暴力 让猪不戒好好闭嘴 就看见 猪不戒哭着哭着 就坐在了地上 现出了原形 要说他原来是半人半猪的模样 现在就是个纯粹的人样 且是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 长得甚至比陆一阳 还要俊俏几分 这蝴蝶门可真的是变态 不但要靠近 猪不戒的形象 还把猪不戒 前世天鹏元帅的模样 给抄袭过来 这高仿出的真是有益手 别哭了 殷小川道 当然 猪不戒变成人 形象没有那么辣眼睛之后 殷小川对他的态度 也没有那么糟糕了 我要哭 我就哭 猪不戒哭得打了个嗝 他坐在地上 踢着落叶 越想越委屈 索性嚎啕打哭起来 我做错了什么 我到底做错啥了 我就要死了 你们三兄弟为非作胆 为祸相礼 即便死了 也是死有余辜 你胡说八道 你们满嘴胡说 我们三兄弟 从来就没有吃过人 从来没有干过坏事 凭什么死有余辜 我看 真想死有余辜的人 是你们才对 你们老是欺负我 还要杀了我 你们太可怕了 红中嘴角一抽 我们为什么被莫名反咬一口 这只猪真的太讨厌了 猪不戒已经哭抽了 不管不顾的大喊 你们要是 颖下证明自己是好人 就放了我 尹小川蹲在猪不戒面前 笑着道 你放心 放了你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以为我没有设陷阱 又跟你吃的 是为了好玩吗 你们要是不放我走 我猴哥跟沙师弟 一定会杀了你们的 我猴哥手里有金棒 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哦 是吗 可是你的猴哥 和你的沙师弟 他们并不知道你在这里 怎么能及时赶过来救你呢 他们知道的 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等我猴哥到了 定然要你好看 朱不介愤怒的威胁 顿了顿补充道 杀了你 还有 你们三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木寒 莫福峰 青阳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集 鹰小川回过头 正好对上敖铃 哭笑不得的表情 于是跟着摇了摇头 站起身说道 猜得没错 朱不介跟孙悟空 还有杀小静之间 有着心灵相通的能力 一个出事 另外两个就会得知情况 赶来相救 这是怎么回事 新许是蝴蝶门的人 在改造他们的时候 动了一些手脚 红中和白板 都点了点头 忽然间 身后响起了一道 尖叫声 不好 不好了 出息了 发出声音的人 正是朱不介 鹰小川回过头 以为他在耍花招 便说道 你别白费力气了 不管你做什么 说什么 我都不会放你走的 我要把你关在这里 等你的两个师兄弟上的 不是 不是 我后来跟沙师弟出事了 你放了我 我就找他们 出事的人是你吧 总之我说过了 放了你是不可能的 我没有 朱不介的神色 骤然大变 整张脸 包括整个人的反应 看起来都是恐惧惊慌 鹰小川不动声色 敖铃见朱不介如此惊慌 忍不住问道 你说你师兄弟出事了 他们究竟出什么事了 他们知道我出事了 就要赶来救我 结果 他们在途中遇到了危险 我真的没有骗你们 其实我知道 你们几个都不坏 我 我被你们抓住 或许还没事 可我后来跟沙师弟 要是落入那些人的手中 就死定了 鹰小川和敖铃对视了一眼 问道 可是你的师兄弟 都是本领高强的妖怪 这四周还能有妖怪 伤得了他们吗 我不是 我不是妖怪 朱不介言辞闪烁 隐神变得逃避 这顿时令鹰小川胡疑起来 不是妖怪 那是什么 朱不介 你要是不告诉我们 我们恐怕也不能相信你 就是制造我们出来的魔鬼 朱不介只能说到 可是他脸上提起那个魔鬼的表情 却是充满了无限的恐惧 魔鬼 魔鬼 他又要来抓我们回去了 不行 不能被抓走 好不容易逃出来 我们一旦被他们抓回去 之后就人间地狱 我却不复 朱不介说的是语无伦次 可鹰小川这次却相信了 他没有再骗人 因为以朱不介的智商 他要是骗人 是不会那么逼真的 制造他们的魔鬼 那不就是蝴蝶门的人吗 红中惊讶地说道 莫非蝴蝶门的人 也来这里了 鹰小川微微醋眉 斗战圣佛说过 三腰极有可能 是他们血脉的延伸 倘若真有这层关系 那么三腰非就不可 否则 此事牵扯到蝴蝶门 他们已经很久 没有蝴蝶门的消息了 要是朱不介所言属实 那么这回 就是续上线索的最好机会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想到这里 鹰小川毫不犹豫地说道 好 我相信你 我帮你一起 去救孙悟空和沙小静 朱不介愣了一下 你帮我 你为什么要帮我 敖铃等人都知道 鹰小川心里的算板 但是鹰小川 当然不能这么直接地 告诉朱不介 只是说道 我们本来就没有打算杀你们 既然不杀你们 也不能眼看着你们 白白送死 你 你这话真的 朱不介猛地捂住自己的嘴巴 你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我没想到 原来你竟然是个好人 他站起身 走到鹰小川面前 举起小拳头 差点要砸到鹰小川的胸膛 鹰小川机敏地避开 正色道 我打开结界 你带我们过去 但是 我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从此之后 再不许做伤害人类的事情 只要你 帮我 救我侯格师弟 我什么都能答应你 鹰小川文言 松了口气 有助不介的保证 起码可以放下一半的心 他动手打开结界 对朱不介说道 结界之门一开 走吧 此刻 朱不介已经完全相信了鹰小川 他说道 一会儿 你们要跟紧我 没问题 话音一落 朱不介便跟一团旋风似的走了 而鹰小川 敖灵 红中 白板 也立刻各显神通 飞快地追了上去 十几分钟之后 朱不介停了下来 他看着面前的宋悟空和沙小静 大喊道 猴哥 沙师弟 老猪来了 他没头没脑地冲了过去 结果再度落入陷阱中 和宋悟空 还有沙小静一起 陷入了危机之中 呆子 你怎么跑出来了 老猪 必须得来 鹰小川一行赶到时 看到了这一幕 三腰被同一根绳子拴在地上 动弹不得 而他们面前则站着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使其他手里拿着一个葫芦 缓缓抬起手 正要把三腰吸入葫芦之中 住手 眼看三腰有危险 鹰小川一个剑步冲了过去 带铁面的男子 显然没有料到 还会有人冲出来 回过头 这一眼和鹰小川对视 二人皆是吃了一惊 老实说 要是昨天没有因为一时好奇 上网查了一下 鹰小川是不知道 这位铁面英雄究竟是哪位的 可正好 他昨天上网查了一下 于是 一眼便认出 这位就是网络上盛传 且热度比他还要高上一截的铁面英雄 而铁面英雄看到鹰小川 眼中也是飞快地划过了一抹诧异 正是这抹诧异 让鹰小川更加笃定 此人必然也跟他们一样 认识自己 是你啊 不等鹰小川开口 铁面英雄便主动说话了 哦 你认识我 认识 几位白衣侠 大名如雷贯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罕 哲宇 长林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零一集 忽然被人这么夸赞了一句 鹰小川 也就只能这么坦然自若地接受了 面不改色地问道 你来此处为何 我一路追查便宜妖怪 途经此地 察觉有意 故而来找 结果当真让我撞见了这两只妖怪 是吗 鹰小川有一些半信半疑 目光落到了三腰的身上 朱不借感受到危险 午夜起来 眼神十分可怜 铁面英雄道 这三只妖怪生性狡诈 擅长用无辜的表象来迷惑旁人 不过 倒也不是没有破解之法 只要 杀了他们 就可以了 你不要听他胡说 他就是魔鬼 他是魔鬼 鹰小川目光重新放回铁面英雄的身上 魔鬼 一个妖怪的胡言乱语 能信吗 见鹰小川没有完全相信 朱不借继续地说没有骗他 说铁面英雄是蝴蝶门的人 他是来想要带他们回去的 鹰小川皮笑热不笑地扯了一下嘴角 不知道兄台 你听说过蝴蝶门没有 没有 哼 打扰了 鹰小川转过身 像是准备走了 身后 被绳子绑住的朱不借 猛然向前一扑 想要拉住他 可是他手脚皆被束缚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鹰小川 一步步走远 铁面英雄嘴角勾出一抹含笑 呼得出手 喜向鹰小川的脊背 与此同时 鹰小川先一步回头 手中射出一物 正是方才在地上 随手捡起的石头 石头跟暗器在空中碰撞 双双变成粉末 鹰小川脸色一变 你果然是 狐狸门的人 你现在反应过来又怎样 还不是一样被我困在这 玄天五行大阵之中 一样要等死了 鹰小川大惊 他竟然没有察觉 原来暗器只是幌子 布阵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想不到大名鼎鼎的铁面英雄 竟然是狐狸门的人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我是在为名除害啊 白衣霞跟变异的妖怪勾结 想要维护世间被我铁面英雄发现 我必然要除谋未盗 除了你们 我来维护人间秩序 你也太无耻了吧 这么做到底对你有什么好的 图点虚名吗 不 他不是为了图虚名 他是火电门的人 他已就是英雄的角色出场 背后必然有阴谋 所谓的灭妖除魔 也许只是他的幌子而已 你是你们之间最聪明的一个 竟然把什么都猜出来了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你们很快 将会死 我看死的那个人会是你 红中愤怒的大叫一声 现出原形 正要钻地 但是他的猴狠狠地撞击在地上 地面却纹丝不动 原来这个所谓的玄天五行大阵 已经把四周全部严丝合缝地封锁起来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天明英雄冷恨一声 面动咒语催化阵法 只见那阵法越缩越小 越缩越小 原本三腰 跟他们四个之间 剩有一段距离 经过浓缩 现在已经不得不靠近在一起 红中 也被迫变回人形 糟糕 他是想困死我们 殷小川拔出零双剑 在阵法上一阵乱砍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阵法 非但纹丝未动 甚至加固了 缩减距离的速度越来越快 这下 所有的妖怪脸色都大变 一股危险的气息扑面而来 铁面英雄站在边上说道 你们尽管挣扎吧 越是挣扎 就越是加固这个阵法 你们死的速度也会加快 敖铃看向殷小川 小川哥哥 你让我试试看吧 你 殷小川似乎察觉出 敖铃的眼下之意 顿了一下 没有犹豫 行吧 龙之灵片是世界上 最坚固的东西之一 按理说 没有它冲撞不了的东西 敖铃迅速化身成龙 因为空间的缩小 它这回画出来的龙形 远远没有以往来得巨大 但是眨一眼看去 也是条气势磅礴的金龙 金龙一现身 就连铁面英雄的眼中 都闪出一抹惊艳的光芒 不过下一秒 它就冷笑起来 因为它已经猜出 金龙现身是想做什么 金龙龙笑一声 盘旋上空 在阵法不断冲撞 殷小川观察着 阵法被冲撞时的反应 只见敖铃原本 能够撞出一个坑的地方 在多撞了几次之后 变得稳丝不动 而且敖铃的冲撞力度 变得很小 果然是这样 殷小川当机立断 敖铃 下来 敖铃听到呼唤 停下动作 来到殷小川的身边 回趁人行 一脸懊恼地说的 小川哥哥 他说的没有错 这阵法 越是受到撞击 就越是牢固 收缩的速度 也在不断地增快 我也看出来了 不过 经此一探 也没事全无收获 小川哥哥 我已经知道 怎么破开这个阵法了 怎么破 想要打破这个阵法 就必须集结五名实力强大的高手 从五个地方同时攻击 便能破阵 否则的话 我们真的会被困死在阵法中 五名 殷小川 他的目光落在 白板跟红中的身上 白板跟红中 虽然有了妖王的加持 可实力仍然不够 况且 就算勉强加上他们 那也只有四个 阵法约锁越窄 眼看情势危急 殷小川看向不远处的三腰 心中顿时下了决断 向他们大步地走了过去 你想干什么 杀小镜看到殷小川走过来 紧觉得瞪眼 殷小川在他们面前蹲下身 二话不说 用变小的鳞双剑割断了 缠绕在他们身上的绳子 想出去吗 要是想出去 就跟我合作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罕 远山 戴军 后期制作 半纸蓝烟 第502章 这些话 是殷小川 看着三腰之中的老大 孙悟空说的 孙悟空 呲牙咧嘴地说道 俺老孙凭什么 相信你说的话 只有我们联手 才能打破这个阵法 不然的话 我们都会死在这里 俺老孙不相信你 你跟他是一伙的 我不是 英小川正愁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怎么说服这几只妖怪 就听到朱伯介说道 大师兄 莎师弟 我觉得 他是可以相信的 孙悟空和沙小静 都看向朱伯介 朱伯介继续说道 刚才 我也是被他给抓住了 但是我感觉到你们出事了 求他们放了我 他就真的放了我 而且还跑来跟我一块救你们 要不是为了救你们 他们现在也不会被困在阵法里 呆子 人类都是不可信的 我就是觉得 他不会害咱们的 再说 咱们不跟他合作 就要死在这 跟他合作 就能出去 我是觉得不亏 二师兄 你咋开窍了 是啊呆子 你开窍了 老朱伯 不是一向很聪明的吗 那行吧 孙悟空对英小川说道 俺老孙虽然不相信你 但俺老孙相信那呆子 既然那呆子相信了 就表示俺老孙也相信你 你说吧 怎么合作 俺们配合你就是了 很简单 站在英小川身后的凹铃 走出来说道 一会儿 我们五个绕圈展开 然后只顾往前攻击就好了 唯一需要注意的点 就是要对准 正东 正南 正西 正北 东南 这五个方向 一定不能错位 啊 俺们没有问题 三腰起身 走到英小川 和敖林的身侧 他们五个分别对着 正东 正南 正西 正北 东南 五个方位 阵法外 铁面英雄看着他们的举动 不懈地冷哼了一声 哼 枉费功夫 请大家务必出全力 只有这样才能破阵 好 一人一龙三腰 认真起来 鼓足力量 一鼓作气地 往一个位置 发起了攻击 起初呢 攻击打在结界上 手蚊丝不动的 但是 他们一鼓作气 连续不断地攻击 逐渐 阵法被打到的地方 就有了被攻破的迹象 这是一个好现象 也是破阵的原理 五点连成一线 即能破阵 不断地发动大技能攻击 等于在不停地 消耗身体里储存的力量 英小川和敖林 都是身金百战的人 本身积蓄在身体里的力量也多 故而呢 一时半会儿 没有影响 可是那三腰 尤其是力量稍微弱小一点的 猪不戒 和杀小镜 就慢慢地出现了 体力不支的情况 不行 小川哥哥 三腰的力量还是不够 恐难以破阵 阵法外的铁面英雄 听到敖林这句话 猖狂地笑道 你们不要再白费功夫了 我从未见过有谁逃出此阵 快快等死吧 英小川耻笑了一声 敖林 你听见耳边有蚊子在叫吗 没有听见蚊子在叫 只听见狗在吠 这两个人 一个骂他是蚊子 一个骂他是狗 铁面英雄的涵养也没那么好 当即脸色大变 冷冷地说道 英小川 奥林 你们二人回我蝴蝶门 百年基业 罪无可赦 就这么杀了 还真是便宜你们了 原来 铁面英雄早就认出他们的身份 对此 英小川并不吃惊 你终于肯承认自己的身份了 蝴蝶门的走狗 你骂吧 尽管骂吧 会要让你 为你自己做过的事情 付出代价 英小川腾出手 掏了掏耳朵 哎呀 这只蚊子实在太讨厌了 搞人心烦 出去之后 一定要一巴掌拍死他 这时 三腰之中的沙小径 虚弱地说道 我力量即将耗尽 快要支撑不住了 孙悟空感受到 沙小径力量的流失 急忙喊道 沙师弟 沙师弟 我也 朱不戒眼白一番 也想要倒地 不行不行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光凭我们二人之力 是绝对出不了这个阵的 敖铃急得是满头大汗 也是头一回 完全乱了方寸 天无绝人之路 总能想到办法的 英小川闭上眼睛 强迫自己快速地冷静下来 片刻之后 他猛地睁开眼 腾出手在囊带中 一同摸索 随后 他将取出来的东西 递到朱不戒的面前 说道 喝下去 朱不戒 正晕头转向 鼻子 忽然嗅到一股清香味 立刻振作起来 抢过英小川手里的瓶子 咕咚咕咚 便喝了下去 一侧的孙悟空 急得大叫 呆子 来历不明的东西 不能乱喝呀 真是个呆子 这时 英小川又拿出了一瓶金水 递到杀小镜的面前 你也喝了 哦 杀小镜也是头晕脑胀 没有思考能力地 接过去便喝了下去 孙悟空 顿时着急了 哟 杀师弟 你怎么也糊涂了 英小川 你到底给我两个师弟 喝了什么 喝了什么 你没有感觉的吗 你不是跟他们心意相通吗 难道感受不到 他们身体究竟起了什么变化吗 孙悟空一正 紧接着 他就感到原本诸不见 和杀小镜空虚的丹田内 刹那间 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灵力 这股灵力 不是从外寄来的 而是自己 从丹田里 滋长生养起来的 力量生长的速度 令人感到恐怖 与此同时 朱不见和杀小镜 同时爆发出一声大叫 好强大的力量 我靠 好热 英小川刚才 给朱不见 和杀小镜 喝下去的东西 正是他们的原主 赐予的精血 而现在呢 他们的身上起了变化 正是因为 他们融合了神 和妖的两股力量 正在进阶成为妖神 这是你的 英小川 把斗战圣佛的精血 递到孙悟空的面前 说道 这是专门 为你准备的东西 喝了它 你也能得到 跟他们一样的力量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半指红雀 木千雪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零三集 孙悟空握住了 盛着精血的瓶子 喝酒喝 俺老子就算死 也要跟兄弟们在一起 冰小川嘴角勾起 一抹浅笑 不会的 他非但不会死 还会长生不死 孙悟空咕咚咕咚地 喝完了精血 很快的 也跟猪不戒 以及杀小镜的反应一样 以月镜身为妖神 实力获得了巨大的提升 灵猴精血 神猪精血 噩汗精血 溶于三腰的体内 从此之后 人世间再也没有这三只妖怪 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妖神 孙悟空咆哮一声 一拳砸在阵法之上 猪不戒跟杀小镜 也疯狂地攻击起阵法 尹小川更熬灵剑刺 自也不能落后 马上集中精神 迅速地攻击一个点 在这波强烈的攻击之下 玄天五行大阵彻底被打破了 而那个铁面英雄 在阵法出现波动的时候 就感到不对 赶紧趁乱逃跑了 老大 铁面英雄跑了 白板看着空无一人的前方 着急地说道 跑就跑了吧 心仇加旧恨 我们对彼此的意见那么大 早晚会再遇见的 这个铁面英雄 道貌黯然 不明真相的人们 还把他当成英雄神明 崇拜供奉 真是太可恶了 说是除非 总有一天 老天爷会说的 他说完就看向了三妖 也不知道三妖在承受完鸡血之后 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回头看见 只见孙悟空入不戒 杀小镜三妖就站在他的身后 见英小川视线投过来 三妖也不知道出了什么惊 倒退一步 直挺挺地跪在了英小川的面前 英小川大吃一惊 欧灵 红中 白板也是大吃一惊 三妖突然向英小川下跪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们干嘛 三妖以孙悟空为首 回道 俺们兄弟三人 得了您的鼎力相救 您又赐予俺们三滴惊喜 使得俺们毛色顿开 深感从前做的 都是些错误的事情 俺们三兄弟心意相通 早就在心里 有了共同的想法 什么想法 俺们兄弟三人 决定从此以后 跟随在您的左右 不离不弃 生死相随 孙悟空冲着他磕了一个头 师父 俺们愿意拜入您的门下 求您收俺们为徒吧 朱不借根杀小静 也紧跟在孙悟空的后面 给英小川磕头 求您 收俺们为徒吧 英小川万万没有想到 之前还在他面前 喊打喊杀的三妖 现在竟然诚心诚意地 跪在他面前 恳请他收他们为徒 但是 旁的都好说 收了这三只妖怪 他能够教他们什么呢 英小川陷入了危难之中 孙悟空以为英小川是不愿意 赶紧道 师父 俺们三兄弟 是真的没地方可去了 要是俺们不跟着你的话 肯定会被蝴蝶们的魔鬼抓走 俺们真的不想再回到 那个人间地狱 当他们的小白鼠了 小川师父 求求你了 你收下我们吧 朱不借委委屈屈地说 眼睛湿漉漉的 像是随时能够在 英小川的面前哭上一段 我不是不愿意收你们 只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能教你们什么 孙悟空聪明 眼睛一眨 就会以英小川的言下之意 师父 您即便教不了俺们本事 也能教俺们为人处事的道理 最起码可以教俺们怎么做人 俺们当了几百年的妖怪了 一直被人抓着做实验品 出来以后世界都变了 俺们不知道怎么生存下去 所以才会来寒潭区 折磨那些人 是啊 这儿真的很像我们几百年前 生活过的小山村 三妖态度如此诚恳 英小川 尾时推脱不了 他看向敖铃 红中 白板 他们也在用鼓励的眼神 看着他 于是心里边落了决定 点点头 那好吧 我就说下你们了 从此以后 你们在我门上 我定会教导好你们 三妖闻言 欣喜不已 重重磕头 多谢师父 多谢师父 小川哥哥 现在土地收了 铁面英雄的真面目 也被揭露了 我们离开锦城 也已经有小一个月了 是不是该回去看看了 离开这么久 听小川心中 也甚是想念 行 咱们回去吧 返回的途中 路上虽然多了三妖 但用凌双剑跟白板 要在手他们 仍然是轻轻松松的 欧灵英小川跟猪不戒 坐在英小川的凌双剑上 哄忠 杀小静 孙悟空 则是坐在白板的背上 一路回去 这回 哄忠也没有像 第一次登上高空那样 反应不适 尽管还有一些难受 但是好在落地的时候 没有吐出来 回来了 人回来了 院子里有很多的小妖怪 在玩耍 他们看到一行人 从天而降 落入了院子中 欣喜地散了开来 四处去汇报消息 结果没一会儿 发财跟红包 就到面前来了 红包看到英小川 激动地张开手臂 扑了过去 英小川蹲下身抱住他 起身奇怪地问道 怎么院子里 有这么多的小妖怪 这些小妖怪 是其他妖怪的孩子 他们不是要训练吗 就把孩子 交给我们照顾了 我说 怎么我们这儿 变成托儿所了呢 红中哭笑不得 正在这个时候 门口突然响起了一声尖叫 清一色的尖叫 英小川回头 只见清一色 站在新来的孙悟空 朱不见 杀小镜面前 吓得瑟瑟发抖 不敢进门 而三妖 突然之间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看起来也有一些拘谨 担心许是被清一色的反应 给吓到的缘故 悟空冲着他 呲牙咧嘴了一下 清一色吓得一个哆嗦 眼泪顿时就下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眼波 黎木寒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纸蓝烟 第504章 糟糕 吓得小姑娘了 鹰小川快步走了过去 走到清一色的面前说道 清一色 别怕 他们都是好妖怪 不会伤害你的 对呀 吐金姑娘 朱不介也说道 我们就是长得难看一点 心里是好的 吐金姑娘 你长得可真漂亮啊 鹰小川顿时无语了 心想 莫非朱不介开窍之后 也有了朱不介好色的本性 不过他打量了 朱不介几眼 朱不介看起来 还是那副憨厚老实的模样 兴许是自己想多了吧 我 我 我去做饭了 清一色低着头 赶紧跑了进去 发财和红忠 都围了过来 四周胆子大的小妖怪 也都围了过来 将三只妖怪团团围住 仔细打量 孙悟空 朱不介 沙小静 从未在大厅广众之下 沦为被别人研究的对象 只能将求助的目光 落在鹰小川身上 发财笑了一声 说道 这三位看起来 跟你有故事啊 不错 他们是我这次 在路上收的徒弟 他叫孙悟空 他叫朱不介 他叫沙小静 怎么 他们跟天上那几位 是有什么渊源吗 发财有此疑问 并不奇怪 但是三妖的反应 却很平静 就像是 他们完全不知道 上面那三位指的是谁 或许 他们在蝴蝶门的时候 便更改了记忆 这个身份 这个名字 是蝴蝶门的人 强制加给他们的 这般说来 三妖也确实可怜 此时说来话长 以后再跟你们说吧 反正从此之后 他们就是我们的朋友了 没问题 正好 昆黄记还剩下一个 我给他们 在里面织三张床 发财眼珠子一转 看向三妖 又问道 住在一个屋子里 不介意吧 不介意 不介意 杀小劲的头 摇得和波浪鼓似的 猪不见挠了挠头说的 我们本来 就是每天住在一起的 俺老孙不喜欢睡在屋里 但老孙 喜欢住在门口的树上 我也可以住在池塘里 我喜欢以水为污 回到卧室之后 鹰小川的脑海之中 猛然接受到一则讯息 小川 速来地府开会 声音正是太白金星的 鹰小川二话不说 马上闭上眼睛 调动意识 只伸入了地府 等他再度睁开眼的时候 大吃了一惊 面前站着五位鬼神 有太白金星 锦广王 斗战圣佛孙悟空 净谈使者猪八戒 今生罗汉杀物镜 没错 不是盗版的孙悟空 是正版的 此时此刻 就这么真实地 站在他面前 鹰小川 暗暗倒抽了一口凉气 视线忍不住 落在面前这个金光闪闪 却已退去大部分傲气 变得一身佛系的猴哥身上 内心激动不已 孙悟空 这是真正的孙悟空 齐天大圣 小川 呆住了 太白金星 笑呵呵地问道 没有 鹰小川反应过来 一脸正色地摇头 追星什么的 也太幼稚了 要知道他现在 可以是坐拥 一大票粉丝的人 成熟的男子 都是不追星的 鹰小川的视线 变得冷酷起来 哈哈 老夫要恭喜你 喜得三味良徒啊 太白金星 摸着胡子说道 鹰小川一正 啊 你们都知道了 有千里眼那双眼睛在 有什么事情 能够瞒得过鬼神呢 再说 收徒可细装好事 事到如今 孙悟空 朱不介 杀小近三妖 已经晋升为妖神 力量强大 乃是你强大的左膀右臂 此后 你要行大事 用得着他们的地方 可多了 哼 我也没有想到 三味大佛的精血 竟然如此厉害 直接让三妖 晋升成了鬼神 只是我虽然受了他们为徒 是有些惭愧 我并不知道 自己能教他们什么本事 三妖不是说了吗 要让你教他们为人处事 这也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 秦广王插话道 太白 不要再多说废话了 三位神佛很忙的 赶紧说正事 老夫这不是朕要说了吗 小川 我们有礼物要带给你 礼物 什么礼物 刷刷刷 英小川便看到 原本站在太白金星身后的三位神佛 昔日的西游三人组 各自拿出了他们的武器 在手中把玩 传说中的如意金箍棒 九尺钉耙 降妖宝杖 一一亮相 在英小川面前 眼花缭乱地展示着 这些武器 都跟随他们的主人千年 修炼到了顶峰 全都夺目耀眼 英小川不由自主地 就想起了自己的林双剑 林双剑倘若放在这些武器之间 只怕瞬间便被衬托得黯然失色了吧 这时 孙悟空说道 英小川 你在人间做的那些事情 俺老孙已经全都知道了 英小川默瞪口呆地看着他 孙悟空又接着说道 凡间的孙悟空 猪八戒 杀小静 必然 与千年前的我们有渊源 这回 你帮了一个大忙 俺也要好好感谢你 话音一落 金箍棒便从他手中脱手 接着九尺钉耙和想要宝杖 也紧跟着从主人手中脱手 慢慢地往英小川的方向飘过来 这是我们的武器 这是我们修炼的功法 孙悟空手一挥 英小川的面前 又浮现出了三本书 三把武器 三件功法 全都齐刷刷 亮相在英小川面前 英小川看起来更加目瞪口呆 他敢打赌 接下来他所要听到的 将是一个今天的大消息 这些便作为谢礼 由你去传授给三位妖神 孙悟空云淡风轻地说完这话 却在英小川的心里 掀起了惊天巨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半指红雀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零五集 一道声音在心里说没有听错 英小川节节后退 不住地摇头 不不不 这个太厚重了 我不能承受 开什么玩笑 这些宝贝 这些宝贝可是三位神佛的看家法宝 他能收吗 于心不安呢 这些鬼神神佛之中最了解英小川心思的当属太白金星 他看到英小川 他看到英小川这般反应 就已经清楚他的想法了 小川 你不用紧张 既然三位神佛让你收下 你就收下吧 这些宝贝都酒精沙场 跟着三位神佛这么多年 早就贴上神佛的标签了 我怎么能收下呢 老夫知道你在顾虑什么 放心吧 你顾虑的所有事情 我们都考虑过 天庭地府最近太近 不需要三位神佛出手 即便是需要 以三位神佛的修为 早已朝头需要武器的范畴 倒是你 尚在人间 处理大事 你需要更强大的臂膀协助 这 英小川眉头一皱 罢了 三位神佛的诚意都到这个地步了 太白金星把话也说到这个分上 再推辞就是他矫情 英小川一旦说服自己改变心态 也是很快的 马上就接受了好意 笑着点头 如此我就放心了 多谢三位神佛 我必然会好好教导他们三个的 孙悟空珠八戒 沙无尽不约而同的汉手 表达欣慰 请广望当 小川 你在人间遇到玄天五星大阵 非同寻常 是有猫腻 哦 玄天五星大阵怎么了 此阵不是区区一个天面英雄 可以布出来的 可此阵确实是他当着我们的面部下的 难道当时还有其他高手在现场吗 那他为什么不出现呢 秦广王大人不是这个意思 秦广王大人的意思是 玄天五星大阵的实力 要远远超越于铁面英雄自身的实力 说明在蝴蝶门和铁面英雄的背后 还有更强大的后台 更强大的后台 银小川脸色沉沉了 这他喵的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怪不得 这帮神神鬼鬼的 一定要把武器跟法宝交给他 原来是因为 他们早就发现 对方的实力 远远超出了原本的想象 这般一想 银小川对于收下 三位神佛的法宝武器 就更加的心安理得 没错 而且我们也在猜测 蝴蝶们让铁面英雄出面 斩妖出魔 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 就目前所掌握的所有线索来看 这似乎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 他们只是不想改造过的妖怪流出去呢 假借着斩妖出魔的名义 实则 就是想重新把这些妖怪抓回去 也有这个可能 但光就你在秘密基地 发现的那块巨大陵园来看 老夫有理由怀疑 蝴蝶门的背后 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此阴谋 甚至涉及到陵园消失的事件 这一句话令得在做 都陷入了沉默 陵园这才是困扰天庭地府 乃至人间上千年最大的问题 殷小川坚定道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彻查到底 你有这段决心 我们就放心许多了 太白金星欣慰得不住地点头 那好 你现在任务剪辑 危在地府呆的过场 先回去吧 处理好人间的事情 有任何问题 及时联系我们 我明白 隐小川淡淡一笑 随后他拱手 挨个对三位神佛作医 接着 双眼一闭 就回到了人间 隐小川一睁开眼睛 就感到微信狂震了一下 拿出亏天境一看 孙悟空 朱八戒 沙盒上 都给他发了一个红包 他没有犹豫地 就把红包给收了 里面正是武器跟弓法 推门出了屋子 楼下客厅里 正热热闹闹的 清一色发财 桃桃红包 跟一群小妖怪 围绕在敖灵虹中 白板的身边 缠着他们 讲一路发生的故事 三腰之中 最能说会道的猪不戒 自然也混在其中绕刻 老实的沙小静 坐在一旁听着 唯一显得 有一些孤僻的 就是孙悟空了 他独自坐在窗边 转耳挠腮 像是物质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一小川 走下楼梯的时候 朕听到白板讲到 大战蟒蛇腰的阶段 他描述的会声会色 再加上那么一点点的 甜油加醋 把几个小妖怪 听得一愣一愣的 直呼英雄 殷小川 无奈地摇头 目光落到了 抱着头 身影孤独的孙悟空身上 微微勾了一下嘴角 护得伸手 像他抛过去一样物件 孙悟空只觉得 一股强大的 没有杀气的力量 冲自己迎面而来 他先是愣了一下 就要出于本能 伸手接下了那物件 当手掌贴上物件的时候 他整个身体都被那股力量 给牵引着往外呆 孙悟空从窗口上飞了出去 他愣了一下 一脸懵 紧接着他就感受到一股 磅波而出的力量 从手跟物件的连接处 飞快地蔓延至全身 这股力量足以燃烧一切 孙悟空大叫一声 兴奋不已 他一个跟头飞上了天 金箍棒挥舞在他的手上 无比耀眼 猴哥 在干嘛呢 猪不戒跟杀小劲 感受到了孙悟空体内的变化 冲到窗户边上 大呼小叫 我感觉猴哥体内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猪不戒激动得不住跺脚 喊老猪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杀小劲 猪不戒 身后 殷小川忽然大喝一声 杀小劲和猪不戒 同时逼着股力量给震慑住 回过头只见殷小川 飞快地冲过来 一只手抓住一个 将他们用力地 从窗口甩了出去 屋内所有妖怪都大吃一惊 殷小川向后退了几步 猛然向前冲过去 一脚跨在门窗上 然后整个人飞了出去 他们在玩什么游戏啊 我也想玩 我也要 我也要 小妖怪们一个个看得兴奋不已 吵吵嚷嚷着要玩游戏 一股脑全涌出门外 仰着头 看着三腰跟一脚穿 在云层之间翻腾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回子白 摩阴小海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杀小禁跟猪不戒 被鹰小川 甩上高空之后 没多久 便停止了上身 嗖的一声 便往地下坠落 反应过来的两只妖怪 抓狂的惨叫 不住的扑腾 鹰小川呢 站在云上 甩手 向他们抛过去两件武器 九尺钉耙 和降妖宝杖 同时飞了过去 猪不戒跟杀小禁 只觉得身体下面 忽然有一股力量 拖住了自己 定了定心神 睁开眼 低头一看 便看见身体底下 悬浮着一件武器 牢牢地拖住了他们 两个妖神 几乎在看见 这件武器的刹那 心里就冒出了一个 来自莫名 却无比笃定的想法 这件武器 天生就是属于自己的 于是 伸手握住 此后 上天入地 翻云覆雨 跟着他们 出生入死 鹰小川的双脚 缓缓落在地上 立刻有一群小妖 围了过来 有的抱住她的大腿 有的扯住她的一脚 一个个仰着头 认真地说道 哥哥 我也想上天玩 哥哥 我想飞 带我飞吧 哥哥 我也要 我也要 鹰小川被这些小妖们 一口一个哥哥的 喊得头晕脑胀 以后等你们修炼成了 哥哥就带你们飞 现在你们还太小了 不合适不合适 小妖怪们 虽然对飞天 有着强烈的热爱 但到底比较听话 听到鹰小川的话 也便没有再继续纠缠 散开玩其他的去冷 不一会儿 孙悟空 朱伯介 杀小静 也一个个地 从天外游历归来 回到院子中 这一趟神游归来 让他们看起来 更加成熟了不少 三位神佛 赐予的武器之中 记载了信念 跟曾经战斗的经验 想来 刚才已经通过武器传承 全部告诉了他们 三妖神 也已经知道 自己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多谢师父 孙悟空 朱伯介 杀小静跪地 给鹰小川磕头 起来吧 鹰小川欣慰的一笑 走到三妖神的面前 一人递给他们一本书 这是接下来 你们要用到的东西 孙悟空 朱伯介 杀小静 视若珍宝的结果 小心翼翼地存放了起来 见此 鹰小川这才松了口气 微微悬着的心 也终于放了下来 老大 老大 白板飞过来 停在鹰小川的肩膀上 问道 那白板的呢 鹰小川抬起手 在白板的脑门上 谈了一下 淡淡地说道 那 这就是你的 白板吃痛 嗷呜一声 翅膀捂住脑门 十分狼狈地逃开了 洪忠发财 清一色 在一旁笑了起来 鹰小川 对洪忠说道 洪忠 小敏他们 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回来了 你去通知他们 让他们尽快赶过来 一起开个会 明白 一个小时之后 半山腰的客厅里面 再度挤满了人和腰 阔别将近一个月 李勉 陆毅阳 王策 马亮 他们的身上 也都有了变化 那是秀为精进之后 身体上呈现出来的变化 你们看 这是什么 鹰小川的手中 拿出了一个黑色石头 所有人和腰都摇了摇头 他们当然不知道 这块黑不隆隆的石头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捡灵源石头的时候 一块儿捡来的宝贝 此物 可勘测力量 秉析运气 将修为注入灵石之中 倘若你得到灵石的认可 石头便会发光 若是没有得到认可 石头便不会发光 得到灵石的认可 有什么用呢 那就说明 你有资格和我并肩作战 不然的话 就还需要继续修炼 直到力量可以触发石头的光芒 黎缅一阵 看向石头的眼神 一下变得认真起来 像是在心里 暗暗地下定决心 英小川微微一笑 视线在所有人身上绕了一圈 最后将石头 抛到了一脸懵懂的陶陶手中 陶陶手忙脚乱地接过石头 诧异地说道 这块石头 竟然没有直接从我的手心里掉下去 仙界的石头 本来就是跨越阴阳两界的 陶陶 你将力量注入石头里面 试试看 哦 陶陶闭上眼睛 呲牙咧嘴的一通试验 结果石头当然是没有料 黎缅看不过眼 伸手说道 没用 拿过来 给我 陶陶把石头抛了过去 做了个鬼脸 说道 你 你可千万亮起来 不然的话就丢脸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陶陶已经没有害怕黎缅了 黎缅笑了笑 满不在乎地说道 那还用得着你说吗 它肯定会亮 说着 他有些紧张地握住石头 闭上眼睛 力量一点一点地 注入石头之中 原本黑不隆隆的石头 竟然绽放出了夺目的光芒 是绿色 即将度至青色边缘的绿色 黎缅睁开眼 看到手中的石头大亮 使不住欣喜若狂 又看向英小川 大哥 你看 我可以和你并肩作战了 英小川 微微点了点头 并不意外 给其他人也试试 好 黎缅将石头递给了身侧的凹灵 说道 凹灵 你试试看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凹灵 面无巨色地接过石头 也将力量注入到石头之中 没过多久 石头便亮了起来 是非常通透漂亮的橙色光芒 黎缅 见后 诧异地问道 你的力量起来了 怎么颜色跟我的不太一样 探测时能够判断力量的等级 颜色以 红橙黄绿蓝电子八个等级 依次递增 你是偏向于青的绿 我是澄澄的橙 说明 在探测时的测试里 我跟你的力量 差距了一个半的等级 黎明恍然大悟地说道 这哪是一块神奇的石头 反正亮了就去亮了 管它什么意思 不打紧 不打紧 马亮安慰道 亮哥 你是不是担心自己 不会得到探测时的承认 所以才浑身紧绷 冒血汗啊 黄策开着玩笑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林烟 五毛一分钟 后期制作 半纸蓝烟 第五百零七集 别胡扯了 我要是不会亮 你也不会亮 我最近可勤奋了 探测时不会这么不给我面子的 马亮底气不足地说道 探测时原本 轮到了陆一扬的手中 听见这句话 他就使坏地 将石头塞进了马亮的手里 那你就试试吧 冰冰凉拦了石头 掉进了手里 马亮赶紧握住 试试就试试 我难道还怕不成 我对自己的实力 可是很有自信的 他背过身去 将石头放在嘴边 轻声道 好心头 好心头 你一会儿 可千万给我点面子 我最近真的在很努力地修炼了 他默念完 深吸了一口气 手握住了石头 品膝注入修为 马亮没敢闭眼 从头到尾 他都是睁着眼睛的 探测时蹭的一下 微弱地亮了起来 淡红 逐渐递向粉红的颜色 一粗微小的光芒 小心翼翼 瘦弱地摇摆着 马亮激动地大叫 亮了亮了 探测时认可我了 他亮了 你们看到没有 他亮了 他就跟考试终于上了六十分时的 高兴地大喊大叫 恨不能全世界跟他分享这个好消息 路易洋宠他竖起了大拇指 嗯 你真棒 小诚哥 亮哥最近真的很努力 起早探黑的修炼 虽然探测时给的颜色很微弱 可这也证明探测时已经认可他了 哼 说的没错 接着路易洋 王策 红中发财 白板 清一色 全部都用探测时探了一下能力 其中路易洋跟王策都呈现了正红色 红中是偏橘色 发财是浅红色 白板跟清一色都是粉红色 他们之中 虽然有一些人刚刚过了探测时的门槛 可是探测时的门槛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过的 有很多甚至修炼了上千年的修行者 都不一定能够点亮探测时 所以看到他们每个人手中的舌头都亮了起来 阴小川很满足了 你们也试试吧 阴小川把探测时递到三腰的面前 说道 诸不借杀小静面面相取 一直沉默着的孙悟空主动拿起了石头 老孙先来吧 孙悟空将力量注入探测时之后 石头刹那之间就亮了起来 跟敖铃一样 是澄澈的橙色 阴小川眼前一亮 正要说话 孙悟空却是摇头道 不 再等等 随友人一愣 就看到孙悟空从耳朵里取出了如意金箍棒 便大握在手里 双眸盯着探测时 大喊一声 开 瞬间光芒就变了 由晨光变成了淡淡的黄光 淡淡的黄光变成了黄色的光 再由正黄色的光逼近了浅浅的绿光 然后就卡在这儿 光芒不变定住了 这一幕把随友人妖看得目瞪口呆 红中和上下落的下巴难难道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 竟然一下连跨两极 如意金箍棒 不愧是如意金箍棒啊 马亮极度的光芒 落在了孙悟空手里的武器上 看向隐小川 我也想要 我拿着这根棍子 起码也是个黄色级别的 孙悟空直接将如意金箍棒 塞进了马亮的手里 你来 马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勉强抱住金箍棒 咬着牙齿的 我就不信 我就不行了 来 石头给我 他伸出去的手 一直在抖 里面将石头放进了他的掌心 马亮运气闭眼 没一会儿就睁开眼泄气了 不行 我光抱住这根金箍棒 就费了老大力气了 根本就不能测验 孙悟空淡淡一笑 收走了金箍棒 我看呢 这金箍棒 你拿了也没用 只有自己的武器 才能带给你锦上添花的作用 不然 再好的武器在你手里 那也是白搭 小乖乖怎么就没有给我锦上添花呢 难不成 他心底里没有认可我这个主人 悬挂在腰上的那一把枪文言 立马不服气地抖动起来 马亮赶紧伸手捂住 赔笑道 小乖乖 你最好了 马亮哥哥跟你开玩笑呢 清脆的一道女声 在耳边响起 因小川岔一道 马亮 原来你的气灵 是个女孩啊 她姓杨 也是前几天我才知道的 原来我的长枪还会跟我说话呢 一旦你们开发了武器 他们都会出来跟你们交流 说话 除了她的灵双剑 虽然有时候会闹个脾气 但是是个不爱说话的怪胎 她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听见她说过一句话 当然 怪胎这种形容 因小川也只敢在心里说说而已 接下来出不借根杀小镜 借助自己的武器灵光上窜 两个都是正黄色的光芒 知道武器 原来能够带给主人这么大的帮助 几个尚未激发气灵的人 纷纷在心里暗暗地发誓 接下来 一定要好好地修炼武器 两个小时之后 其他人 妖 都去后山秘密基地 加紧修炼去了 因小川则在卧室里 抱着一台电脑 浏览最近的新闻 这段时间 变异的妖怪在全国各地作乱 有一些甚至跑到了国外 使得好几个国家 都陷入了混乱之中 奇怪的是 起初在修行者的压制 变异妖怪的肆虐 分明改善了许多 可近半个月以来 情况却在不断地加剧 变得越来越糟糕 国内外人心惶惶 因小川 浏览着网络上被妖怪破坏的图片 竟感觉这些变异妖怪的力量加强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门上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因小川头也不抬道 门没锁呢 我也没有睡 进来吧 门之牙一声打开了 红包从门口走进来 身后飘来一只桃桃 因小川坐在沙发上 抬毛一看是他俩便道 把门关上 哦 涛涛关上门 红包走到尹小川跟前 爬上沙发 小腿屈膝坐在那 一眨不眨地看着尹小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五月的木木 千锁 后期制作半指蓝烟 第五百零八章 鹰小川正感到奇怪 便听到桃桃说道 小川 红包说 他有话想跟你说 鹰小川放下笔记本 一把将红包抱了过来 笑着说道 什么时候你跟我说话 也变得支支吾吾了 爹 有件事情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那就该说 阿爹 就是那天 我被抓到蝴蝶们的秘密基地的时候 我不是完全昏迷的 哦 当时他们给我注射了强大药效的镇定剂 我的身体虽然昏迷了 但意识没有 我的意识跟着注射我的医生到处行走 基地里的所有地方我都跟着他走遍了 那你当时怎么不跟我说 基地都被毁了 我以为这个事不重要 所以什么也没有说 红包认真地回答 英小川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你现在跟我提这些 又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也看到那些新闻了 编语的妖怪 在世界各地为非作戴 伤害人类 是啊 可是阿爹 底下基地里面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妖怪呀 什么 是真的 基地里面关押的妖怪虽然很多 可是 很多因为常年做实验 即便出去也没有啥伤力了 真正能够听受考验的 强大的妖怪它没有几只啊 就只聊聊几只妖怪 也被你斩杀了许多 怎么可能还有余量啊 跑到其他地方 来着国外去呢 英小川大吃一惊 顿了顿才说到 那这些妖怪 究竟是从哪跑出来的 难道是有妖怪 趁机出来新风作浪吗 阿爹 我觉得 这背后 可能藏着一个 巨大的阴谋 你千万要明察秋行 不要放过一个恶药 也不要再误杀一个好药 我知道 我一定会将背后的整件事情 调查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嗯 我相信阿爹 那你想到办法了吗 还没有呢 红包心疼地看着英小川 你肩上的担子一定很重吧 也还好 因为整件事情 不止我一个人在努力 你的这些叔叔们 还有世界各地 一起斩药出谋的修行者们 我们都是一条心的 大家一起努力 相信邪不慎政 总有一天 我们会一起站在阳光下 拨开云雾 看见太阳 时间一晃 又是一个礼拜过去 整整七天的时间 半山腰所有人 妖怪 足不出户 既不过问世间事 也不出门管闲事 他每一天到晚 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就是修炼 整整七天 没有一个人闭上眼睛睡过觉 但是谁也没有觉得疲惫 在这魔鬼式的训练之下 他们只觉得充实 无比的充实 这一天 李勉被一个电话照下山 直到第二天 天蒙蒙亮 他才回来 并且人一回来 便立刻找到英小川 二人秘密地开了一个小会议 大哥 你知道我爸跟我说什么了吗 说什么了 李勉勉给英小川点了一支烟 自己也点了一根 抽了两口之后 才郑重其事地回答 我爸说 国家准备任何修炼者的存在了 并且已经秘密地成立了修炼者 官网协会 你说这件事慌不慌唐 英小川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说道 这才像是国家的做派 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最近各地冒出了很多修炼组织 明目张胆地出 所以他们才决定将这些人索性统一起来 有国家领导 这事不意外 可我还是觉得太荒唐了 更荒唐的是 我爸竟然觉得这事很正常 对 你爸说得对 大哥 怎么连你也这么觉得 不 不是这样的 我始终觉得 修炼者这个时候 出现曝光身份 不是恰好的时机 我甚至觉得 这一切的背后就是有阴谋的 刚刚 就在你来之前 太白金星也来找了我 太白大人又传达下来什么了 他告诉我 修炼者们 在到处抓妖怪 他们可不管那些妖怪 究竟是变异妖怪 还是普通妖怪 全都一网打尽 这使得妖怪和修炼者们的战争 不断扩大 不胜其扰的普通妖怪 告状到妖王那里 请求妖王主持公道 否则妖姐将难逃灭亡 可惜妖王现在 正处在杜劫的关键时期 根本分身乏术 他只能将这些讯息 传达给天庭地府 再由太白大人 传达给我 什么 现在大家都已经到了 敌我不分的地步了吗 我就不信 修炼者们会看不出来 变异妖怪跟普通妖怪的区别 这就好比 杀狗这件事情 一只狗得了狂犬病 危机到了人类 那么整片地区 所有健康的狗 都要被一网打尽 赶尽杀局 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人类在维护自己的方面 向来是不留余地的 不过我总觉得 这件事情的背后 没那么简单 我觉得像是有一双手 在背后推波住了 整件事情看似没有问题 其实到处都是问题 只不过这个问题 太过庞大 我到现在 都没有整理出一点头绪 我想 他们是借助了舆论 以及人们的恐慌 通过造势 把整件事情不知不觉地 推倒到现在这个地步 嗯 不错 英小川 将抽完的烟采灭在地上 又接着说道 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等到他们完全跑到前面 就很被动了 所以要趁着他们 以为咱们对外界 完全一无所知的时候 对他们一网打尽 李一勉的眼睛一亮 连忙问道 大哥 我们终于要行动了吗 嗯 一起 当然 这回我们所有人一起行动 谁也不落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涵 莫福峰 青羊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509集 测试实验室的成功 让殷小川彻底放下了心 之前 怕他们实力不够 不是爸被拖后腿 而是怕哪个人 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那就太危险了 事情已决 殷小川 正准备过去安排一下 下一步事宜 李勉勉在身后叫住了他 大哥 等等 殷小川回头看他 大哥 我挺好奇的 好奇什么 李勉勉向殷小川举起手 手掌摊开来 黑色的石头 安静地躺在他的掌心里 冲着他 嘴角勾起一抹像 我就想知道 你究竟到哪个地步了 殷小川上前一步 握住了那块石头 随后缓缓地往石头里面 注入一道灵气 紧接着 石头内 泵射出下光万丈 浓重莫彩的紫色耀眼在眼前 像是一道 琢磨的烈光 而这道光之下 是李勉勉震惊的眼神 跟殷小川含着淡淡笑意的脸庞 隔日一早 随友神 妖 汇集在半山妖的院落之内 由李勉 红中 白板 敖铃 杜亦 王侧 李勉勉为首 每个人妖分别带领一只小队伍 整装待发 而其他几只妖怪 三妖 神 跟殷小川一只队伍 发财轻一色 陶陶则留守在了半山妖的结界内 负责看家照顾小妖怪 这回他们也算是全朝出动了 就在准备出发的时候 天边忽然飞出来 一只老鹰 停在了白板的肩膀之上 两只鸟几里咕噜的一阵交谈之后 白板脸色微扁 走到殷小川的面前 老大 我得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 你得跟我保证 你心脏好 白板 我没空和你逗乐子 殷小川翻了个白眼 好 铁面英雄露面了 这缩头乌龟终于肯露面了呀 他现在是华夏盟的盟主 什么 什么盟 华夏盟 就是现在民间最大的修炼者协会 我操 你再说一遍 老大 我都说了消息比较刺激 你别激动啊 就他也能当华夏盟的盟主 那些修炼者 他都是瞎了眼了 不知道自己正在拥护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 脾气好如敖铃 这会儿也淡然不了 满脸的愤色 小川哥哥 我们不能让他这么得意 去击穿他 把他的罪状全都说出来 我看到时候谁还会拥护他 恐怕这件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这时候最先冷静下来的人还是殷小川 寻思片刻他看向李勉 这个华夏盟的大本营 现在在哪 这 这我还真不知道 这个铁面英雄 究竟是凭什么坐上华夏盟盟主这个位置的 可以说是压在了所有修心者的头上 他的本事 能服众吗 莫非也是网上舆论的缘故 昂灵 你看看 铁面英雄是不是又上热搜了 欧灵马上打开了窥天井搜索 一边搜索一边说 白衣侠跟铁面英雄之前 早就被其他修行者除药的热都盖过去了 现在怎么可能 等等 怎么了 欧灵将窥天井里的图片放大到所有妖怪面前 铁面英雄又上热搜了 但他是热搜第二 瞧着敖铃的这副表情 因小川不由地心下一沉追问道 那热搜第一是什么 热搜第一 是我们 白衣侠跟变异妖怪是一伙的 白衣侠就是变异妖怪 之前以初遥英雄形象出现的白衣侠 狮子和妖怪 沆瀣一气 同流合污 他们表面初遥 只是为了达到某种 不可告人的目的 欧灵一字一句 艰难地突出网上的那些标题 紧接着 他动手打开了视频 那正是殷小川 跟铁面英雄对峙的一段视频 却被铁面英雄拍摄下来 视频之中 殷小川 红忠 敖铃 白板 以及三妖 都被困在了 悬天五行大阵之中 先是 红忠辱骂铁面英雄 再是他变换出原形 接着 就是白衣侠 跟三只变异的妖怪 合力地 破开了铁面英雄的阵法 那些视频画面 加以剪切 就扭曲了真相 卧槽 我去他妈的 这是把好人说成了恶人 把恶人说成了好人 我可去 这个颠倒黑白的世界吧 所有人 愤愤不平地辱骂起来 殷小川摇头 颠倒黑白的 从来不是这个世界 而是人心 奥林关掉了视频 也没有让大家去看 视频底下的评论 但是 根本就不需要点开来看 也能够想象得出 此刻底下的评论 会有多么的难看 因为不了解真相 因为愚钝 因为盲目 所以那些人 曾经把你捧得有多高 现在 就会辱骂你 多么的难听 没想到体面英雄 轻而易举的 就让我们成为了重视之地 殷小川 深吸了一口气 心下已经有了一些打算 开口 毫不犹豫地说道 改变计划 所有人和妖怪 撤离大本营 一个不少 什么 这个决定一出来 所有人妖都大吃一惊 不敢置信地看着 殷小川 活地门掌握着我们的信息 铁面英雄现在 又成了华夏盟的盟主 肯定会借机对我们挑事的 到时候这么多妖怪 一旦被坐实了 我们是百口莫辩了 那就跟他们干 我们这么多妖怪 难道还怕了他们不成吗 慌重 转移大本营 只是权宜之策 狐狸们和体面英雄的账 日后我们自然会和他们算清楚的 可是 这儿是我们的家 一想到 即将会面临什么 清一色的嗓音 马上就哽咽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眼波 黎木寒 半纸红雀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纸蓝烟 第五百一十章 这儿不是我们的家 所有人在一起 才是家 发财 面色清白 却是此刻最清醒的一位 他安慰清一色 同样也是在安慰 其他所有妖怪 红中 终于接受了 我去收拾东西 大家也赶紧 二十分钟内 重新在这儿会合 就拿重要的东西走 其他的都不要了 我们还会再回来吗 清一色流着泪问发财 红中白板 已经带着一些妖怪 进去收拾行李了 发财用力点头 咬牙说道 会的 我们一定会再回来 半个小时之后 所有妖怪 重新在院落内集合 每个妖怪的手中 都拿着自己最贵重的物品 而一些大件的东西 充满回忆舍不得丢掉的物件 包括水缸和小墙 则全部塞进了 英小川的囊带中 半山腰 人去楼空 屋内 也是空荡荡的了 不光是楼房内 就连后山 长满果树那片林子 此刻也成了一片荒芜 红包一旦将自身的养分抽离 那片土地便不复生机 英小川最后看了一眼半山腰 毅然决然地回头 往前走去 前方是新的方向 也是新的希望 当天晚上 无处可去的重腰和重人 只能露宿在了野外 露宿野外 对妖怪们而言 并不是一件难熬的事情 毕竟 这就是他们自小生活的环境 可是对于人类而言 环境就显得有些恶劣了 英小川不愿兄弟几个 就着风雨入睡 就一直在附近搜寻 可以暂时歇息的地方 终于 在找了将近半个多小时之后 他找到了一家 早就没有香火的土地庙 土地庙不大 建筑在深山里 因为常年无人打理 里面又破又脏 到处是虫子和蜘蛛网 英小川走进土地庙 走到土地向前 伸手在囊带里一通摸索 找到了一根香 他有随时往囊带 存放东西的习惯 故而囊带内是百宝俱全 一般想找什么是应有尽有 点燃香插入香炉 英小川双手合十 在心中默念头 英小川有事向求土地 求土地见面一会 胡说片刻 他睁开眼睛 就看见土地神出现在他面前 土地神自也识得英小川 不过再次相遇 他仍颇为吃惊 你为何在此地召唤我 不满土地大人 我原先的大本营 已经不安全了 故而举驾搬迁 希望土地行个方便 替我们寻找一处 安逸隐蔽的地段 让我们暂起容身 原来是先有有难虚筑 先有放心 太白大人早已委托过我 若与您有事相求 定不留余力相助 距离此地大概三百里出 有一座巨大的深山 深山内有一处 绝佳隐蔽的山谷 人际罕至 那山谷内就有一个巨大的 未曾被人涉足过的山洞 可否请土地神指路 当然可以 不过现在天色已晚 不方便再赶路 外面也没有适合休息的地方 不如就在小神的小庙中 歇息一晚 明日一早 小神就带你们 走一条秘密快捷的通道 去往那里 这个提到是好 不过 陈庙宇太小 恐怕容不下我的兄弟们 安爷 安爷 小神自有办法 只见他抬手一走 土地庙便变成了住宅 住宅内有十几张床铺 每一张都是一米五的大床 土地神的身影在眼前淡去 只留下声音 此处是小神平日留客的地方 暂时挪过来引用 你们好生歇息一晚 小神 明日再来 原来土地 是用了移花接木的神通 把自己平日待客的居所 挪到了土地庙里 提供他们住宿 和冰天雪地相比 这里真是豪宅了 且这大小容纳下所有妖怪 都绰绰有余 英小川的心中欣喜不已 立刻出门 把所有兄弟都招呼了进来 众人众妖 走进这处暖洋洋的居所 全都卸下了防备 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夜 隔日一大清早 土地神就过来敲门了 大家整装待发之后 土地神就收走了豪宅 此地再度变回了 原本无人问津的土地庙 接下来 土地神就带着大家一起 穿小路过长河 爬高山 走得全是秘密的小道 一路上别说个人呢 连动物也没有遇见一只 就这么加快步伐 毫不停歇地 在路上走了接近八个小时 一群人终于来到了 土地神所说的巨大山谷 站在山谷门前 土地神指着里面说道 此地因常年无人来过 故而大门已经被完事封住了 只要你打开此门 里面就是别游洞天 容下你们所有人 妖 绰绰有余 鹰小川文言 就用凌双剑 直接打通了洞穴 若那一探 果然如土地神所说 此处别有洞天 这里房间无数 洞内有池 有多处清泉 甚至有露天的果树 也就是说 板山腰的一切 都可以搬到这里来 包括鲜鱼和鲜果 鹰小川将鲜鱼 放养在了池水中 这些鱼 可能在将来 很长一段时间内 就是大伙 最重要的口粮了 红包则在 学内唯一一处露天的地方 穿石入根 成树结果 石棵鲜树上 坠满了成熟饱满的果子 解决了吃喝问题之后 接下来 就是住宿问题了 洞内四处是溶洞 每个房间里 都有天然的床 这个时候 从板山腰里 带来的床垫 被入 便发挥了重要的用处 敖林和发财两位姑娘 巧手一布置 一会儿的功夫 就收拾出了 在家里的感觉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任务分工 鹰小川和李勉的任务 就是找到洞穴内 最大 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最适合存放林园 以及 众人众腰修炼的地方 最后 他们在洞穴的中央 找到了一处天然大圆盘 此处占地 起码上千平方 鹰小川 小心取出林园金石 放在圆盘之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 都市猎人 演播 黎木寒 回子白 魔音小海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十一集 儿童时站在洞穴外边的敖铃 接着 林园之力的协助 播了一个 有生以来 最大防御系数 隐蔽系数最高 最强的姐姐 姐姐生成之后 林园的气息 也就跟着风筑了 终于安顿好这一切 因小川紧绷的心情 终于松懈许多 当晚 星光铺满一地 踏着月色 因小川走出 结界风影之地 往距离此地 几百公里的城市 菲律尔去 小川 你的母亲 我们为她安排了 一个全新的身份 没有人会发现 她跟你之间的关系 我们安排她 去周游世界去了 一路都会有人 照顾她的 她的运气会很好 等到你大事落成之前 她都不会回来 你放心吧 我们会替你 照看好她的 她绝对安然无恙 机场之内 一小川 贴着隐身符 看到范淑兰 跟几个刚认识的朋友 说说笑笑 上了飞机 脸上扬起 一抹淡淡的笑意 亏天静的屏幕上 是几分钟之后 他们二人的对话 川 妈中奖了 要去周游世界了 妈去看过了 不是骗人的 主办方 是妈高中时候的同学 她跟妈一起去旅游 我也帮您查过了 对方是正经的大公司 您呢 就好好去玩吧 放松放松心情 有什么想买的尽管买 儿子给你打钱 妈不需要买东西 他们全包的 对了川 妈要上飞机了 他们说 飞机上不能聊天 妈先不跟你说了 行 那一落平安 我等您回来 飞机从头顶上飞过 因小川的目光 萎随而去 看着那 载着范淑兰的飞机 轻声说道 妈 希望你回来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 两天之后 神秘山谷 因小川正在做体能训练 忽然之间 亏天境震动了一下 没错 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山谷之内 只有两部亏天境的信号 没有消失 这也是他们能够获知 外界消息的唯一渠道了 因小川赤裸至上半身 从冰冷的山泉里爬出来 拿起放在岸边的亏天境 擦拭掉屏幕上的水珠之后 他划开了屏幕 进来的是一则信息 截然陌生的一个号码 信息内容 你们现在很危险 赶快带着妖怪离开 恶作剧 垃圾短信 不可能啊 因小川马上予以否决 那 这是谁传过来的警告呢 因小川点开了手机 直接拨打过去 但可惜的是 那头显示的却是盲音 到底是谁 对方是敌是友 一无所知 因小川顺手抓起了毛巾 擦了擦 湿漉漉的头发 犹豫片刻 他起身走向了自己的卧室 刚洗了澡 换上衣服 就有人打开了电话 亏天境只有个 只接受唯一指定人信号的功能 所以现在唯一可以打通 因小川电话的只有两个人 一是范淑兰 二是敖铃 但这个时间点 范淑兰所在的区域正是深夜 不可能是他 那就只有一个人 敖铃 因小川接听电话 敖铃 什么事 敖铃的声音有一些凝重 他说道 小川哥哥 你过来一趟 我们在会议厅等你 毕学制了个会议厅 是红中花了粮食的时间 打造出来的 一般去会议厅 就意味着 有事要商量 行 马上过来 殷小川二话不说 结束通话之后 往会议室赶去 推开会议室的大门 所有骨干都在 殷小川进门 就感觉气氛不对 一个个瞧他们的脸色 也皆是凝重严肃的 说什么事了 你来看一下视频 就知道了 敖铃打开窥天井 调出了一则视频 第一幅画面出来 顿时就袭击了眼球 半山腰变成了一座废墟 敖铃把视频 退回到十分钟之前 就看到了 铁面英雄带着一众 华像萌的修炼者高手 破开结界 突袭了大本营 但是当他们看到 屋内屋外 一样活物都没有的时候 就变得愤怒了 大肆破坏屋内的建设 直到毁得一箭也不生 这些人之中 一小川看到了几张 颇为熟悉的面孔 那几张面孔 正是跟蝴蝶们合作 对付金师门的 曾经见过的人 老大 要不是你当机立断 一定要我们离开 恐怕 我们现在已经死伤无数了 对 那就意味着 一场恶战 必无可避 没有一脚 即便当时没有离开 我们也会安然无恙 就凭这些人 还能拿我们怎么样不成 我当时决定离开 不过是不想 这么快展开交锋而已 也不想落画柄 给世人罢了 不过我的确没有料到 铁明英雄 会直接来捣我的巢穴 欧灵 监控中 可有记录下什么线索 在离去之前 殷小川 曾经跟欧灵设下一道 秘密结界 此集界只有暗中监控的作用 这件事情 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经提醒 敖林才想起这叉 马上到 我看看 他在窥天镜上 一同操作 视频切换 就看到了 房子倒塌之前 铁明英雄 劈开众人 独自气急败坏地 走来走去 肆意破坏屋内陈设 这时一个蝴蝶门的 下属进屋 汇报情况 张老 去坐山头 我们的人上上下下 都搜查了一遍 没有找到一只妖怪 那灵源呢 也没有 文言 天眉英雄 没有气急败坏 反而冷静下来 看来他们是一早就得到消息 提前就跑了 接下来怎么办 还请张老指示 跑就跑了吧 早晚会再回来的 接下来我们的任务 就是继续挑起修炼者 跟妖怪之间的矛盾 把他们之间的怒火仇恨 燃烧至顶峰 是 那 英小川 这个英小川 可也是 场面的新途之患呢 没想到 铁面英雄 竟直言道 这个英小川 屡开外挂 他的背后 必然有天庭地府的背景 作为支撑 你们继续去追查 他的消息 务必要把此人打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木寒 半指红雀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一十二章 下属轻声回道 我明白了 说完 便退了下去 铁面英雄在原地 夺步了一会儿 像是在寻思 什么坏主意 没多久 他便走了出去 下令众人 毁掉大本营 但是 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他跟下属的对话 已经原原本本的 被监控节界 给记录了下来 视频画面一黑 画面终止了 直到这会儿 众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 蝴蝶门和他幕后的组织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勇小川 沉声说道 蝴蝶门想让妖怪 和修炼者 自相残杀 这个做法 就相当于 当初我们利用蝴蝶们 去对付金士们 那激起妖怪 跟修行者的矛盾 对他们而言 究竟有什么好处 陆毅阳 百思不得其解 鹰小川 也缓缓地摇了摇头 但是 有意点你们发现没有 什么 李勉看着鹰小川 一字一顿地说道 从头到尾 铁面英雄的语气 听到天庭地位的实话 他甚至带了点不屑 这句话 让所有人和妖怪 都陷入了沉默 一个可怕 却又找不出迹象的可能 从脑中一跃而出 越酷越大 最后 变成了一团乱麻 鹰小川缓缓说道 火堆门背景之大 远超我们之前想象 也许 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了解过 这个门牌 我相信邪不胜正 敖铃 低声说道 鹰小川越过人群 看向他 敖铃 也看着鹰小川 脸上淡淡地笑容说道 这句话是你说的 他心里 微微掀起了那点波澜 莫名地平歇了 平静下来之后 鹰小川说道 事到如今 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毕了 他语气笃定 事到了我们反击的时候了 太好了 李勉勉一拳砸在桌子上 马亮也跳上桌子 兴奋地说道 老子总算是憋出头来了 你说 怎么反击 我们也要打断那群孙子 劈滚尿流 第一步 舆论造势 现在人们对我们的印象 非常糟糕 这个时候 我们唯一的办法 就是改变我们 在他们心目中 那糟糕的形象 马亮蹲在桌上 说道 既是斩妖出魔 鹰小川摇了摇头 王策说道 那就当救世英雄啊 救受难的民众于水火 鹰小川再度摇了摇头 那我们还能做什么 拍视频 拍视频 不错 我们拍摄短片 通过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 很多妖怪 他们并不可怕 甚至很多妖怪 比人类还要善良 这回 我们要观察妖怪的生活 记录他们的日常 把最真实的一面 放给观众 这部短片的名字 我已经想好了 就叫做万妖在人间 那怎么分工 欧灵 李勉 洪中他们四个 就由你们分成两个小组行动 我们四个妖怪 认识很多的妖怪 倒是可以去拍摄他们 洪中寻思着说道 对 虽然我们也是妖怪 但是拍摄自己 没什么说服力 要拍 就去拍所有的妖怪 发财也跟着说道 他们已经有思路了 那你们呢 鹰小川 看向敖林和李勉 李勉 眨了眨眼睛 敖林 却笑着说道 我已经有想法了 也知道 该去哪收集素材了 至于李勉哥哥嘛 我估计 他对妖怪了解的不多 就负责帮我拍摄好了 没问题 既然要去收集素材 那就事不宜迟了 我们马上出发 说完 李勉便站起身来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三天 那我们也三天吧 我们也出发了 行 鹰小川点了点头 郑重地看着他们 说道 我就在这里 等你们的消息 事实上 并没有三天的时间 敖林在离开的当天晚上 就传给鹰小川一个视频 不 与其说这是视频 不如说 这是万妖 在数千年的积淀下 累积而成的回忆精华 打开视频的那一刹那 鹰小川 无疑被震惊了 画面太过真实 这完全不像是拍摄出来的画面 视频讲述的是千年前 妖王登基 在他的号召统治之下 万妖改邪归正 不再为恶人间 他们不断地融入人类的生活之中 起初是人类圈养的一只小动物 是猪 是牛 是羊 是狗 在相互的陪伴之下 逐渐有了感情 再后来 他们就变成了人 从小心翼翼地跟人类一起生活 试探着到最后 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人 彻底融入 这是无数只妖怪 灵星的回忆 剪辑在一起 再配上妖界独有的音乐 竟让人忍不住身陷其中 无法抽离 鹰小川看完诊断视频之后 久久不能回神 最后 他猛然反应过来 打电话给欧灵 欧灵 这段视频 你是在哪拍的 小川哥哥 这些不是我拍摄的 什么意思 我找到了很多千年前的妖怪 经过他们的同意 我提取了他们的一些记忆 你看到的画面 其实就是他们的记忆 这些都是真正的 我觉得 只有最真实的东西 才能打动人心 庸小川正了正 方才他看视频时 注入心底里的内股暖流 确实就是震撼 你做得很好 小川哥哥 我跟李勉哥哥 又联系上了一些其他的妖怪 明天我们就过去拍摄他们 好 那三天后见 三天后见 庸小川 结束通话之后 便打开了电脑 把欧灵传过来的那段 特殊的回忆视频 导入电脑之中 他已经想好了 就把这段视频 当作是整个视频的第一步 前奏 坐在电脑前 捣鼓了半个小时 总算把视频 剪辑到了最满意的地步 其实 那些画面都太美 太真实了 他根本舍不得删减 但是 为了让后续 留有一点余地 他不得不删除一些内容 只留下了 整个画面的精华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回子白 魔音小海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一十三集 没多久 红中这一组 也发送过了好几个视频 听小川 上笔记本 连上亏天境的网络 登录自己的邮箱 直接从电脑上下载视频 红中他们 发过来的视频 享受的 一些妖怪的日常 可爱的 逗趣的 原始的 就像看动物世界 一样有意思 殷小川 不知不觉 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 因为过于投入在其中 情绪也全在里面 有时候 情不自禁地 就会被触动 牵起嘴角 眼眶湿润 看完之后 他一鼓作气 把这些素材 全部剪辑了出来 就这么煽煽煎煎煎 时间一晃 三天过去了 最后一天 两个小组都回来了 殷小川 将视频最后的成果 让几个看一遍 得到认可 方才把这一部短视频 传上了时下最热闹的网站 当下最热门的一个视频网站 一个新的账号 一个新的视频 悄无声息地传上来 这部短片被系统 自动划分为纪录片 原本纪录片是比较小众 受众群体比较少 所以 很多网友就算无意之间刷到 也不会去看 但最近 腰这个字眼 着实太过敏感 紧绷着每个人的心弦 所以当这部 万腰在人间 忽然间被放上来的时候 大家就情不自禁地点进去了 这一点就关不掉了 第一部分 千年的回忆结束之后 进入的就是比较轻松的环节 拍摄的是一群小妖怪 这群小妖怪 除了外貌以外 跟普通的人类小孩 没什么区别 天真烂漫 心地善良 记录的是他们的日常 播放完小妖怪的部分之后 就是讲成年妖怪 这部分的画面 因小春用的 也是敖林拍摄过来的部分 高级的记忆拍摄方法 这些妖怪为了人妖二族的和平 愿意把自己最真实的往事分享出来 一千多年的生命 最刻骨铭心的回忆 有足够多动人的 打动人心的部分 有些是亲情 有些是友情 有些是爱情 但不管什么样的感情 他们分享的都有一个共通点 那就是真实 真值 殷小川在字幕中写道 我们是妖怪 我们也是人类 多年的相处 早就把你我融合在了一起 我既是你 又怎会伤害自己 很多网民看完视频之后 都不约而同地 对这个视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殷小川刚刚睡睡没多久 接受到了 李勉哥马亮双重的轰炸 这二人摸入他的房间 一个掀被子 一个未睡 短短一分钟的功夫 却把他彻底搞清醒了 我这才睡了两个小时呢 殷小川看着亏天静上的时间 憋着一肚子的火气 视频爆了 你还能睡得着啊 两个小时 五百万转发 三十万留言 够不够震撼 就这两句话 殷小川更清醒了 就像脑子里 有一根紧绷的弦 骤人之间 被扯得更加紧绷了 但是尽管如此 他仍旧很冷静 视频 汇报完全是在意料之外的 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民众的反应 是什么样的 这个视频 有没有一点改变 他们心目中 对妖怪的看法 评论风向怎么样 李勉将亏天静 推到他面前 你自己看看吧 殷小川登上了网络 看评论 半个小时之后 他放下了亏天静 若有所思地说道 果然如此 果然 人类对妖怪的成见 不是一个视频 就可以改变的 看完视频之后 不赞成 不理解 甚至破口辱骂的 大有人在 不过殷小川 同样理解这些人的心情 毕竟 这次 妖怪对人类的恐吓 是前所未有的强烈 直接将妖怪跟人类的关系 上身紧绷到了最高的界点 出于对生命的恐惧 他们也会变得不理智 但值得欣慰的是 评论也不尽然是糟糕的 人类之中也有一部分理智的 原本就对生命存在善意的人类 他们看懂了殷小川 制作这个视频的生意 在视频的下方 留言鼓励 表达想法跟理解 这一类人虽然小众 但同样也告诉殷小川 人类跟妖怪之间 不是没有办法和平相处的 光就这几则评论 整个视频的意义 已经值得了 虽然大部分的人 还是对妖怪存在很大的偏见 但我相信 随着视频的传广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们 理解我们 是啊是啊 我刚刚进来之前 看到不少妖怪 在借敖铃的手机 围在一起看视频 大家都给看哭了 你看看 妖怪的心都这么柔软 又何况是人的心呢 你可千万别气了呀 原来这两个人 是怕他看完评论之后心情不好 才专程来陪他的 你小川淡淡地笑道 我没事 你们不用担心我 结果我早就想到了 对了 不要再让小妖怪们 看视频了 我怕他们看到底下那些不好的评论 会对他们的心情造成影响 好 幸好咱们现在手上 也就你跟敖铃的手机可以通往 不然的话 还真没办法了 其实看到也没关系啊 大家心里多少都有点数的 不不不 不太一样 你看吧 咱们是人 所以吧 有的时候真没办法 站在妖怪的角度去思考 去感受 网民攻击人来 那键盘噼里啪啦的多利索 骂人毫无底线 难保有些妖怪看了之后 心存难过 竟然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那行 我现在就去告诉敖铃 李敏说完就走了出去 马亮作作手 充满期待地看向殷小川 鹰子 咱们下一步怎么做 视频转发量超过一百万 就准备第二个视频 原本预计的是五个小时 转发量破百万 结果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就破了这个数字 并且 评论跟转发量还在不断地加速 上升 这完全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林烟 五毛一分钟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仅仅过去五个小时 点击量便超过了五百多万 电视新闻 报纸 公众号 所有媒体机构 都开始报道此事 万妖在人间 一息之间 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对于事态的进展 所有人和妖怪 又是兴奋 又是忐忑 兴奋的是 是有越来越多的人 看到这个视频 关注了这个视频 并且在一众谩骂声中 还有不少 为妖怪说话的声音 忐忑的是 下一步的计划 该如何进行 如何造势 才能维持现有的热度 甚至在现有的热度上 再添上一把火 这一点看似简单 其实一步跨出去 很是艰难 正当所有人和妖怪 为之苦恼时 唯独鹰小川 脑海中 早就有了第二部计划 视频上传网络的 第六个小时 鹰小川 决定召开小组会议 会议中 他说道 短短五个小时的时间 咱们的视频 几乎受到了全民的关注 也受到了各式各样的反馈 经过这几个小时的酝酿 也可以看到评论 一面是支持我们的 一面是反对我们的 就目前的言论而言 反对的声音是高于支持的 不过这并不重要 要知道 在如此恶劣的形势之下 我们还能获得一部分民众的支持 这就足以说明 我们目前做的事情 是有意义 有希望的 万妖在人间 是我们拍摄的第一部视频 现在我们要准备第二部视频 名字叫做 《阳光下的罪恶》 这部视频 我要把胡甸门的所有罪恶 都全部摊开来 告诉大众 他们的所作所为 那 这个视频的素材 我们怎么取来 是啊 蝴蝶门的实验基地已经毁了 咱们就算想回去拍 也拍不了了 不用回去 我们模拟即可 何况最重要的 不是环境 而是受害者 红邦 孙悟空 朱不剑 杀小镜 还有其他投奔我们的妖怪 他们就是最好的证明 李勉 摇了摇手机 说道 大哥 我忽然间想起来 当时 我看着那实验基地 却挺有意思的 就顺手拍了一些下来 或许可以拿来当视频 王策说道 那我来负责剪辑 原生视频 加上现成的受害者 可以达到 一甲乱针的效果了 三点 只要三天时间 一天准备 一天拍摄 一天剪辑 剧本都不需要 直接坐在那讲述 就足够震撼人心了 那行 咱们尸笔一吃 现在就动手吧 一群人和妖怪 是越说越兴奋 不约而同的提议 鹰小川马上着手准备 鹰小川点了点头 行 那就按照计划办吧 花了两天的功夫 着手准备 到了第二天晚上 所有的素材 基本上都已经 到了鹰小川 和王策的手上 鹰小川 把想要还原事实的诉求 传给了太白金星 太白金星 马上派下眼兽 制造梦魇幻境 充分地还原了 蝴蝶门地区的原景 故事从12代失踪开始 这是一片山区 万籁俱寄 安静和平 一只小小的穿山甲 离开了家里 在石凤间穿梭觅食 好奇地走来走去 豁然之间 天上压下了一只黑顶 把穿山甲罩住了 下一幕 穿山甲被关了起来 变化出了人形 关押在监狱里的 还有很多只穿山甲腰 把他们抓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刨地穴 想要生存下去 是很难的 工作是无止境的 每一天 都有无数 穿着白色衣袍的 门众监工 倘若有一只 穿山甲腰偷懒 就会受到可怕的惩罚 慢慢地 越来越多的穿山甲腰倒下 成坯成坯的尸体 被丢出去 随意处理 被抓来的那只穿山甲腰 也终于明白 他没有其他选择 为了活下去 他拼命地干活 日复一日 日积月累 终于巨大地穴成功 复杂的地下监狱成行了 一间间可怕的实验室 也成行了 画面到此 便戛然而止 下一幕 视频中 红包躺在病床上 天真无邪 不安适适的模样 他双手十指交叉 在玩耍着 那不是人的手指 是树枝 枝叶上 开满了粉红色小花 他轻轻地说道 我是个小树药 我的眼睛 可以看穿人类身体之中 所有的疾病 我掘出来的果子 能助于百病 我身上的血 他缓缓地举起双手 一只小手 变成了人类的手 一只小手上 仍是开满小花的树枝 他伸过去 咔嚓一声 树枝便断裂了 红色的血液 沿着树枝往下流 他脸上 是天真烂漫的笑容 眼眶里 却不知不觉地 积满了泪水 我身上的血 可以治愈外伤 救人性命 这段画面 到此为止 第三段画面的背景 是在实验室的监狱内 一只猴子 爬在窄小的窗户前 撕心裂肺地惨叫 旁白中写道 他还很小 大概几个月左右 但是他刚刚被迫 跟自己的父母分开 父母不知所踪 此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猴子叫了很久很久 整个视频里 都是他凄惨的叫声 也许叫了一天 也许叫了一个礼拜 猴子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上 终于有一天 监狱的门打开 两个穿着白色衣袍 头顶插着发髒的男子 走了进来 就这只吗 我看也不行 他父母都没有撑住 他肯定也受不住 看起来都要死了 死马当火马医吧 林猪跟罗汉金元 都找到了合适的容器了 林猴金元再尝试不信的话 就要消散了 到时候 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走吧走吧 两个男子 拖起地上的小猴子 带进了隔壁的实验室 小猴子被放在实验台上 被注射推入 接着便被关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五月的木木 千锁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一十五集 空荡荡的实验室内 可怕的一幕就发生了 撕裂 抽离 燃烧 重塑 生了死 死了又生 不知道过去多久 小猴子变成了大猴子 他从血雾中伸出一只手 劈开肉绽 鲜血淋漓 我叫猪不剑 一片漆黑之中 传过来一道很厚的声音 只闻其声不见其影 我是一只猪腰 生活在一座山上 活了快一百多岁了 我最喜欢吃东西 有一天 我在家里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告诉我 跟着他走 我每天就有吃不完的东西 再也不用挨饿 也不用躲避人类了 我一听很是心动 没有告诉我的爸爸妈妈 我就跟他走了 他带着我来到一处地下山洞 在那儿 我看到了很多的妖怪 大妖怪 小妖怪 有的快死了 我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那个人带着我走进一间实验室 哄我喝下了一瓶东西 我喝了 全身都疼得要死 事实上我好像真的死了一遍 他们当我已经死了 把我抛弃在了一处空地上 那里满山遍野 后来 我睁开眼睛看到 全都是妖怪的尸体 有些已经腐烂了 有些 才刚刚死掉 我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 吓死了 我发现自己身上发生了变化 但又说不出究竟哪里变了 我看到自己的脚边 躺着很多很多主要的尸体 我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 那个人在骗我 人类果然都是坏蛋 反应过来之后 我就跑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根本跑不掉 那处丢弃妖怪尸体的地方 看守着几十个他们的人 就是为了一方万一 像我一样 其实没死 重新走出来的妖怪 我又被带回去了 带回了实验室 我待遇跟之前不一样了 我不用跟一群猪怪在一起 我的房间里 只住了三只妖怪 一个猴子精 一只水妖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他们跟我一样 是经历过一遍死之后 要复活的 只有死而复活的妖怪 才会被严加看管 每一天都有人走进来 冲我身上的血 切割我身上的皮肉 在我的身上 做各种各样的实验 渐渐的 我得疼痛麻木了 渐渐的 我体内的力量不断地变强 可是力量再强大 我也打不过这帮魔鬼 我看到他们 就会控制不住自己 我害怕他们 花音淡去 黑暗中亮起一道光 一道沉重的身影 缓缓地站了起来 屏幕里 没有清晰的身影 但是白色的墙壁上 投射出来一道影子 这是一只 黯然地陷入困顿中的 猪的背影 它耸大着肩膀 慢慢地往前走 慢慢地往前走 脚步声停止 接下来的视频里 有很多很多的妖怪 用不同的拍摄手法 讲述了 自己如何被蝴蝶门的针抓取 如何被折磨 最后变成一只怪物 诊断视频 剪辑出来 成品 有整整四十五分钟 每一秒都是精华 每一秒 都不容地被删减 所有的妖怪在沉默中 看完整个视频 没有说话 沉默 以及啜泣的声音 在耳边 不断地萦绕 悲伤的气氛 在整个空间里 弥漫开来 几个女孩子 早就红了眼眶 偷偷地低头视目 诸不借哭得整张脸 都是眼泪泡子 杀小劲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啥 孙悟空不在 殷小川看到视频 放到他那段耳朵的时候 他悄无声息地 站了起来出去了 看着一些抱头痛哭的妖怪 殷小川在心底 暗暗地发誓 一定要还给他一个公道 竭尽全力地铲除恶妖 唯物好妖 维护和人的和平 当然这一切 都有一个先决要求 铲除蝴蝶门 深夜十二点整 阳光下的罪恶 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之下 较无声息地上传到网络 殷小川知道 第一个视频上传之后 他的账号必然会被多方渠道盯上 故而 这回他选择从头开始 重新注册一个账号 上传了视频 热度他完全不用担心 阳光之下的罪恶 只会比万腰在人间更加地引起轰动 所含的内容 前者也比后者劲爆百倍 阳光下的罪恶视频的最后 殷小川放了一张图上去 图上是一枚簪子 下面写着三个字 蝴蝶门 直接就指出现在流入人间 为非作歹的妖怪 都是当初从蝴蝶门逃出去的 所以一切动荡的源头 都来自于蝴蝶门 一个小时之后 网络瘫痪了 所有进去网站的人 都在看阳光下的罪恶 如此巨大的流量 直接就导致服务器崩溃 一小川去睡觉了 一群人围着黎免手中的窥天井 急着想看评论 结果怎么也刷不出来 我靠 什么垃圾网站 服务器直接崩溃了 这个网站 是国内最大的视频网站 用的服务器系统也是最好的 从来没有出现过瘫痪的情况 可见一下子去看视频的人太多了 我琢磨着技术部抢修最快移的两个小时 我刚才看到评论数量了 已经十几万了 我靠 在一个小时就十几万的评论了 这也太疯狂了吧 那当然 你不要小看我们的影响力 我来吧 这时候一只壁虎妖 撑过了吵吵嚷嚷的人群 我来帮个忙 怎么 你能维修服务器 林勉吃惊地说道 壁虎妖拿起亏天镜 吹毛道 这算是我在蝴蝶门唯一学会的技术吧 话音一落 只见他食指变化成电光线网 刺透空间刺透无形的网络 握着亏天镜就进入了网站的技术系统 壁虎一边动着食指 一边兴奋地说道 这个手机好 真好 我在蝴蝶门用过的最好的电脑 从没有这个系统装得好 众人重腰一脸糊涂 已经茫然地 看着他凭空操作 正在这个时候 凹铃忽然惊喜的 服务器修复了 可以进去了 壁虎淡定地抽出手指 将亏天镜递给林勉 淡淡地说道 哎呀 小case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莫福峰 青阳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一十六章 只鸭一声 石门剧烈地一响 鹰小川小睡完毕 从卧室走了出来 看到一群妖怪围在一起 就猜到他们在干嘛 于是问道 现在什么情况了 大哥 好消息 李勉勉 惊喜地说道 什么好消息 评论破三十万了 才三十万而已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他走到李勉面面前 伸出手 亏天镜给我 李勉 递上亏天镜 英小川 刷着评论 淡淡地说道 以后不要趁着我 睡着的时候 拿我的亏天镜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抓着我的手 在刷密码呢 要不是微信系统 做过双重加密 即便是有他的指纹 也进不去 英小川 并不会纵容李勉 和马亮这么干 不是只有你和欧林 两台手机上 能上网吗 我们也是因为 听到群众的呼声了吗 英小川 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和他计较 点开了评论 一刷新 三十五万评论 跳成了四十二万 前所未有的热潮 在撞击席卷 这回占据首页更多的 不是批判 而是震惊 这回 站在妖怪角度的人 更多了 很多一开始 不敢发言的 看过视频之后 也敢于说话了 但 也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认为 这是在洗白 这是一场预谋 不过阴谋论的人 到底只占少部分 在几十万的评论底下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看评论 英小川 从来只看他想看的内容 评论区在一些方面 反映了人类的真实想法 以及舆论导向 但是 并不能说明所有 这回 让英小川感到吃惊的是 红包和四腰 竟然默默地 圈了一批粉丝 英小川 看着其中一部分评论 笑了起来 有没有人觉得 小姑娘真的长得很可爱吗 一只妖怪竟然长得这么漂亮 天理难容 心疼 破口 那只猪妖 好可怜 不知道为啥 看到那只猴子的时候 我隐隐生出了一点心疼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 我联想到了大圣了吧 大圣爷要是知道 他的猴子猴孙被人这么对待 肯定一根金箍棒 就捣碎了这个所谓的蝴蝶门 蝴蝶门到底是什么魔鬼 他到底干了什么样的好事 世上真的有这么恐怖的存在吗 蝴蝶门 请你站出来说明情况 这一切到底是不是你干的好事 就在网络上 闹得腥风血雨的时候 人间某一处 修行者的秘密聚集地 他们也在密切关注着 这个视频的动态 难道妖怪变异 不是因为妖怪想要出来作乱 而是因为蝴蝶门改造了他们 一位中年修行者说道 这是一位颇具道行的修行者 这段时间 他也斩杀了不少作乱的妖怪 我机缘巧合之下 跟蝴蝶门的人打过一两次交道 还摸不出他们的身前 另一名女修也说道 此事必然不是空穴来风 只怕另有隐情 为了不被人左右 我们不能贸然出手了 再贸然出手 不定会伤害一些无辜的妖怪 人妖若有一日能够和谐相处 也是我一直以来想看到的画面 一位长者悠悠地叹息道 另一边 雍小川收起了窥天镜 马亮顿时嚷嚷道 你怎么把手机给收起来了 我还没有看完呢 都过来 开一个会 商量一下 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雍小川没有搭理他 打了个手势 禁止往会议室的方向走去 其他人和妖怪文言 全都兴奋起来 紧紧跟上 两个小时之后 会议结束 雍小川看着妖怪们 一个个离开会议室 嘴角勾起了一抹从容的笑容 大哥 接下来对抗蝴蝶门 你究竟有几分把握 李勉勉并没有走 等人都散去之后 他才开口问道 雍小川呢 一声说道 方才我虽然说了一些 鼓舞众人士气的话 但其实我心里也很清楚 现在的局面 对我们并不利 不过 我们也有一点优势 蝴蝶们并不知道 我们的藏身之所 他们在明 我们在暗 身在暗处 必然有在暗处的好处 话音一落 敖铃重新返回会议室 一边走一边笑着说道 我看你们俩没有出来 就知道是在说悄悄话 我们两个有什么悄悄话 要瞒着你的 小缅方才问我 对付蝴蝶门 有几分把握 自然是十分 我们有吃过白杖吗 敖铃昂着头 自信地说道 李勉勉嗤笑着 摇了摇头 敖铃 敖铃 万万没有想到 你的信息竟然比我还大 那还用说吗 敖铃说完顿了顿 又看向英小川 对了 小川哥哥 人间各地 仍然有许多妖怪在作祟 导致多处地方生灵涂炭 我们究竟还有 学友生气到什么时候 才能出手啊 谈到这个话题 英小川的脸色 也变得严肃起来 你说得对 这事我也一直在想 确实不能继续保存实力了 这段时间 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勤奋修炼 修我也见不过许多 但是在我看来 很多妖怪 还是没有多挡一面的能力 所以我决定 只有修为经过 燕灵时认可的妖怪和修行者 才能出去斩妖除魔 但是 要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 切莫在外逗留太久 文言 敖铃和立冕对视了一眼 皆是兴奋不已 大哥 我等你这话等到刀口都认了 那太好了 我相信 这个消息传递过去 他们也会很开心的 英小川点了点头 其实 他又何尝不知呢 孙悟空他们 每天这么没日没夜地修炼 一天加起来 只有个把小时的休息时间 图什么 正是图有一日 能够出去报仇 即便不能报仇 起码 也得出去练练手脚 他们的实力 英小川都看在眼里 也很是放心 接下来一个月时间里 只要听到 有邪恶的妖 在人间作乱 他和敖铃 孙悟空等人 还是会主动出击 降妖除魔 由于英小川等人 神出鬼没 所以这段时间 降妖下来 他们 并没有遇到过 蝴蝶门的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涵 哲宇 长林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一十七集 这一日风和日丽 大妖怪们围绕着 林园 勤奋的修炼 雪妖怪们 则在清一色带领之下 学习基础的法术 欧灵跟李勉 刚完成了一项 除妖任务回来 在门口遇到了 白板手下的一只飞鸽 听完传递过来的消息之后 二人便回到山谷之中 去寻找英小川 而此时 英小川也在窥天境里 收到了敖林跟李勉 归来的消息 故而 就专程在会议室内 等待他们归来 小川哥哥 敖林神清气爽地走进会议室 一身尽装的他 看起来容光焕发 充满女侠的风味 身后 跟着走过来的李勉 虽然步调懒散 可行动步伐 以及举手投足之间 却能够看出 这趟出门 让他的实力再度 进进步上 英小川看着他们进屋 眼神又欣慰又骄傲 小川哥哥 我们二人 又成功斩杀了山喜作乱的老虎精 敖林调皮的公公手绘报道 收获虎精灵丹一枚 李勉将灵丹地上 英小川接过灵丹 拿在手上看了看 谁都知道 一千年以上的妖怪 才能够接出一枚灵丹 这只老虎精有灵丹 所以说明他起码 有一千年的道行了 只可能 他被蝴蝶门地 抓起来改造了 灵丹也被污染了 英小川摇头道 这枚灵丹已经贩毒了 留着只会作恶人间 干脆回去吧 说完 他就将掌心的灵丹 化成了粉末 手轻轻地一扫 却不见了 李勉跟敖林相比 都不甚在意 对了 我刚才得到一个消息 又有变异妖怪 作乱人间了 恐怕你们二人不得休息 跟我出门一趟吧 什么事啊 长浪湖出现了一条 巨大的蟒蛇 到处作乱 非但如此 此妖还聚集了一众水妖 占地为王 掀起了一场心风血雨 曾有数位修炼者 前去扶妖 却都因为蟒蛇过于强大 扶妖失败 现如今 已造成死伤无数了 巧了 刚才我们在门口 遇到白板手下的一只飞鸽 他也带了这条蟒蛇的消息 说是巨蟒在湖中兴风作浪 导致湖水上涨 水烟小镇又死了好多人 就是他 今日我们便赶过去 猪杀蛇妖 半个小时之后 敖铃和李勉勉在节界前碰面 敖铃垫脚瞻望 奇怪 小川哥哥明明让我们在半个小时后在这集合 怎么时间过了 他人还没有来 李勉勉冲着敖铃的身后挪了挪下巴 这不是来了吗 敖铃回头一看 只见殷小川往骨头的方向走来 身后跟着吊儿郎当的孙悟空 诸不见 杀小镜三只妖神 敖铃歪头问道 你要带他们一起去吗 是啊 那他们怎么过去 敖铃指了一下 因为即便他画龙飞行 殷小川的零双剑也做不下这么多人 殷小川会议 这你不用担心 他们自然有他们自己的办法 他轻笑一声 给孙悟空诸不借杀小镜下了个指示 只见孙悟空往上一跳 朝天大喊一声 尽头云来 天边就飞快地飘过来一朵大云 飞到孙悟空的脚架 将它拖到了半空中 在欧灵根里面的木凳口袋中 殷小川道 孙悟空已经掌握了初级金斗鱼 猪不借和沙小镜 也学会了腾云教悟 飞行并不成问题 厉害了 敖铃跟李勉勉情不自禁地点头感叹 这三腰的进步 当真乃是神速 果然拥有天生精血的妖怪 就如同自带了强大的外挂 殷小川也把自己的武器 变化成在人的大小回头道 你们也上来吧 敖铃蹦蹦跳跳地坐了上去 黎勉勉紧跟其后 准备就绪 行动 长浪湖上风平浪静 殷小川等飞在半空之中 放缓了速度 沿着大湖边慢慢地往前行动 寒风在耳边呼呼地吹过 坐在长剑上的人几乎纹丝不动 殷小川打开妖怪探测仪 一路搜索过去 敖铃坐在剑上 看着风平浪静的湖面 感叹道 这片湖真大真美丽呢 这么看着真看不出来 底下住了个兴风作浪的大妖怪 你现在看着没 怕发狂的时候可就可怕了 我看到经文说 这片湖短短一周之内 淹没了附近的村庄小镇两次 死了几十个人了 那也是妖怪在作乱的缘故 跟湖有什么关系啊 欧灵撇了撇嘴 忽然想起什么 忙站起来走到殷小川的身侧 问道 小川哥哥 找到了吗 这片湖区太大了 暂时还没有找到 再过去看看 为了更加精准地找到变异的妖怪 殷小川将妖怪探测仪的搜索面积调小了 经过多番的实验 他已经研究出 越小的范围 探测仪的精准度就越高 往前吧 上次受灾区就是前方那个小镇 我感觉那蟒蛇是喜欢热闹的地方 这倒是跟其他妖怪喜欢僻静的性子不太一样 毕竟是变异的妖怪嘛 心性改了 也数正常 正在这个时候 探测仪忽然发出安全警告 因小川的脸色位置已变 要知道 探测仪使用至今 总共就发出过两次安全警告 第一次发出警告是半个月前对付一只变态的猫腰 陆一阳跟王策以重伤的代价 才斩杀了那只猫腰 而这回是第二次 足以可见 蟒蛇力量非一般变异妖怪可以比拟 隐小川定睛往探测仪上看去 指剑湖的边缘靠近小镇的地方 出现了一团巨大的深色红点 红点的四周围又有许多深色的小红点 这就说明那片区域有一只力量强大的变异妖怪 它的周围有许多只变异妖怪在帮他 我感到了一股杀意 是战斗 不远处有一场殊死之战 是妖怪和修行者在打 我要加速了 你们抓紧点 话音一落 他就驱动凌双剑 飞快地往目的地靠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一十八章 鹰小川一行 高高地站在天空中 俯视着湖岸上的战斗 战斗主发地点在湖边靠岸的位置 以花色蟒腰为中心展开战斗 蟒腰的四周固守着几十只变异的妖怪 就像是一堵铜墙铁地 使得修行者们无法突破重围 僵持不下 参与这场战斗的修行者 起码有五十余人 但人数多 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优势 这场战斗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筋疲力尽 修行者这一方 已经出现明显的疲态 败迹也越来越明显 相比之下 蟒腰这方 仍然是精神抖擞 威力不减 形势不妙啊 修行者快要输了 这蛇妖也太牛逼了吧 我看他们快要撑不住了 我们下去帮个忙吧 此刻 敖灵已经换上了战斗用的白衣 回头对英小川说道 等等 不急 英小川的目光 落在和蛇妖主力抗衡的 一个年轻男子身上 定了定神说道 有他在 未必会输 听那英小川这么说 敖灵和李敏也不由自主地 将目光放回那个男子身上 指尖那名男子 身穿白衣 站在湖面之上 身上大半以为物种 李敏看到他手中 所值的武器 不由地愣住了 倒吸一口凉气 他手中拿着的武器 竟然是鼎鼎有名的 子母龙凤桓 他一下就明白了 为什么大哥会说 有他在 未必会输 这帮修行者 人数虽多 但真正能打的 没有几个 这男的 算是当中最厉害的 要不是他扛着的话 那些人早就扛不住了 莽妖太可恶了 让这些小妖怪当天辈的 自己一点也没有出力 他不是没有出力 他是在不断地输送力量 给这些小妖 不然的话 铜枪铁壁早就被击溃了 怪不得这么多修行者 都没能杀得了他 能想出这个办法 所以说明他的智商 远远高出普通的妖怪 那现在怎么办 静观其变吧 鹰小川在剑上坐了下来 风吹得身上的白袍 烈烈作响 他目光灼灼地 盯着波涛不断地湖面 沉声说道 多琢磨琢磨莽妖的力量 时机到了 咱们再出手 战况在不断地延长 久久没有结束战斗 莽妖终于不耐烦了 从水底下钻出大半个身子 同时 他的头顶上 浮现出一面棋子 棋子长得很奇怪 是三角状的 上面 画着许多让人 看不明白的图形符号 正在鹰小川 奇怪这面棋子的作用时 天色顷刻间大变 一大团乌黑的云 从天边席卷而来 天色一瞬间沉了下来 虽不至于 伸手不见五指 他也像蒙了一层黑纱 遮住了所有的日光 从中午十二点 变成了晚上六七点 正在这时 湖边上掀起了巨浪 壮阔滔天的巨浪 一叽叽地扑打过来 甩得岸边啪啪巨角 莫过堤坝 涌入附近的小镇 显然之前的新闻 也是这般起来的 抵当 朱伯介的头顶 忽然染上一抹红色 他伸手一摸 放在嘴边舔了舔 顿时脸色大变 接着 呸呸呸地吐了起来 腥味 是血腥味 哗啦啦 血雨 从最初起的几滴 飞快地变多 变成了瓢泊大雨 很快 就将所有人都给打湿了 岸边的修行者 摇摇欲坠 忽然间 有两名修行者 一个不慎 从崖边跌落下来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那蟒腰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向修行者飞掠而去 靠近时 他猛地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便将两个修行者 吞入腹中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呆住了 谁也没有想到 那两名修行者 竟然没有挣扎的余地 便成了蟒腰的盘中餐 退后 掩护 手握子母环的男子 忽然朝后大吼一声 不要让血雨临到 听到这话 岸上 以及湖面上的修行者 急忙停下攻击 寻着躲避雨水的东西 其中几个 修为稍微高点的修行者 赶紧撑开了一个大结件 将所有人罩住 可是 虽然节节避开了 血雨的攻击 英小川却发现 这些血雨 滴在结节之上 正在不断地 飞快消融结界 只怕用不了多长时间 结界便会被攻破 血水 同样滴在 英小川他们身上 英小川伸出手 没一会儿 他的手掌中 就接了一手的血水 很快 他瞧出当中 不对劲的地方 血水滴在修行者的身上 是会削弱力量的 那 倘若滴在普通人身上呢 英小川不敢想象 他微微合上眼睛 倾听远方的声音 果不其然 哀嚎声不断 心中顿时大惊 人间陵渊消失多年 导致人间的法宝 逐渐失去灵力 这猛妖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法器 英小川睁开眼 说道 这水会削弱我们的力量 这妖果然废同一般 小川哥哥 我有办法破解他的阵法 哦 什么办法 我画出真身 呼风唤雨 冲散他的血雨即可 这话一出 英小川再度感到惊讶 没想到短短时间内 敖铃的修为 也精进了这么多 心中又是欣喜 又是高兴 连忙说道 那事不宜迟 先破了腰阵再说 行 敖铃迅速起身 跳下鳞双剑 身影盘旋在半空中 刹那间 化成了一条金光闪闪的金龙 龙笑声 顷刻流出 响彻天际 光影闪烁 照亮漆黑的大地 一下子 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猛妖 包括子母环手握着 以及其他所有修行者 纷纷抬头 吃惊地看了过来 很快 他们便看到了 盘旋在天空中的金龙 以及 站在鳞双剑身上 以及金斗云之上的一行人 轰隆隆 天边响起了数道金雷 闪电撕开了乌云 脊椎的血雨 撞破了结界 布阵的修行者 吐出一口黑血 正是绝望之际 一滴透明纯净的雨水 滴在了她的面庞之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远山 戴军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一十九集 雨下得又急又快 她惊讶地抬起头 却看到天上的血雨稀释了 乌云颓散了 绝而代之的是 天边升起来的七色彩虹 天空直落下来的干净雨滴 以及叫人无法忽视的 而游在云彩之间 那条稚嫩却奋力耕耘的 金色小龙 眼眶不知不觉就热了 不知为何 生的胜利的希望 从心底滋生出来 就跟陡生的野草 藤蔓一般 飞快地蔓延钻出 伸出巨大的力量 他们忍不住站起来 忍不住地欢呼起来 乌云散尽 三角旗帜被急于给打磨 娘娘地耸落了 趁此机会 尹小川对三个徒儿 打了个手势 一众人 妖神立即从高空跳下来 加入战斗 殷小川在高空中 祭出了零双剑 银湖面上一盏 激荡起巨大的 起流水花 直接撬开了 变异小妖外围的 城墙防线 那亡妖身心也是 狡诈多端 剑前的小妖死了一片 急忙沦入水中 想要逃逆 殷小川身形缓缓地落地 脚尖踩在水面上 见识也有一些吃惊 本以为猛妖多少也有点血性 接下来就该上来厮杀一番 没想到她竟然直接腻了 这她喵的是搞什么鬼 这时候 莎小静在一旁喊道 师父 此药交给我吧 殷小川 想起莎小静的原型就是水妖 最擅长水下作战 故而放心地让她去了 我去出她一臂之力 半空之中 敖银一身骄齿 旋即迅速地扎入水中 敖银跟莎小静 追逐仓皇而逃的 猛妖而去 一前一后堵住她的去路 猛妖毫无办法 只能停下来作战 新玉伦的血与腥风 即将在即 其余不擅长水战的 殷小川 李勉 朱不介和孙悟空等 则继续在水上作战 清除变异的小妖 谁下战况激烈 猛妖大约是被逼至绝境 激起怒意 索性就将情绪 全部发泄在水上 一波一波地滔天巨浪 涌向岸边 扑向小镇 秦葛间 民不聊生 原本宁静祥和美丽的小镇 遭遇了一场特大的浩劫 洪水的冲击之下 无数无辜的民众 从家中跑出来 眨眼之间就被淹没了 他们在水中挣扎 无奈再好的水性 面对滔天而来的红潮 都无济于事 想要逃出升天 几乎变成一件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美丽的小镇 即将变成人间地狱 怎么办 他们会死的 修行者看到民众遭到浩劫 皆是担忧不易 可是更严酷的事实 就摆在面前 我们也不识水性 就算过去也救不了他们 何况只有这么多妖怪 我们根本无法脱身救人哪 他们会死的 我看到了抱着孩子的妇人 小小不变的老人 不去救命 不用一会儿 他们就都没命了 唉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 此生都难保了呀 真意的声音就在耳边 他的原型 这是一只黑色的巨大豪猪 长几十米 高几十米 看过去就像是一幢高楼大厦 猪不借踩着梯子往前冲 沿途看见一个人 捞起了一个人 甩在自己背上 他背脊上的毛发 有强大的粘腹里 每一根毛 都像一根救命的枝干 只要人抓住了 就不会掉下去 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他救起了越来越多的人 即背上到处可见被救起的民众 那些民众落到他的背上 就一下子变成了小人 靠在猪不借的毛发上 他们能够很好地遮风避雨 看到猪不借做到的一切 殷小川 这才彻底地放下心来 郑玉继续击杀小妖 陡然之间 湖面上湖水泛滥 湖底仿佛爆炸了定时炸弹 水波灯时沸腾上来 只要被击中的人 都会焚身碎骨 殷小川迅速地 撑开一个结界 护住身侧的修行者 这时 定式炸弹冒出了水面 花色的纹路 巨大昂首的头罗 正是那只猛妖 猛妖愤怒地摇晃巨头 定睛一看 原来是那个子母环的手 握着趁乱 跳上了她的头顶 此刻 正拿着手中的武器 去扎猛妖 同龄大的眼睛 只可惜 也不知是何缘故 那人并未得逞就被猛妖发现 此时一人一蛇 正陷在交锋之中 子母环手握着 形势岌岌可危 殷小川关注着 他们的一举一动 她的心理清楚 一旦那人偷袭成功 刺瞎猛妖一只眼 那么猛妖的力量 就会被大大的削弱 但是她也发现了 那么成功的几率 就从五成变成了一成 所有人都为子母环的手握着 捏了一把汗 只见她费劲地 爬上了猛妖的头顶 即将成功之际 猛妖迅速反应 从水底下窜向天空 窜上大约一百米的高度 她摇头晃脑几下 子母环的手握着 接着重新落回了水面 她从高空回到水面 安然无恙 可是 子母环的手握着 却被她 直接甩到了平地上 从这么高的高度摔下去 必然是想让她粉身碎骨 尖叫声四处响起 好个狡猾的妖怪 殷小川谋色意寒 举起凌双剑 往子母环手握着的方向抛去 与此同时 她脚尖在水上一踩 纵身飞越过去 在半空之中 化作巨大体的凌双剑 接住了子母环的手握着 殷小川也跳上了剑柄 操控着凌双剑 往地面降落 这时候 一位子母环手握着 必死无疑的修行者们 都激动地欢呼起来 他们站在安全地带 看着高空的方向 又叫又跳 一个个热泪盈眶 感激不已 殷小川操作着凌双剑 落了地 子母环的手握着 从剑上走下来 见他没事 便预备回去 重新地清扫战场 一道陌生的声音 在身后响起 白衣响 殷小川脚步顿了一下 这次行动 他没有隐藏身份 自然也不怕 别人看穿 他的身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半指红雀 木千雪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二十章 没有犹豫 继续往前走去 那道声音 再度响起 或许 我应该叫你 殷小川 脑中 顿时警铃大作 人世间 知晓他真实身份的人 并不多 莫非此人 其实是 蝴蝶门的人 殷小川 缓缓转身 看向那人 这时 孙悟空 轻巧地落在 殷小川身侧 方才的那些话 他都听见了 此刻也是一脸警惕地盯着那人 殷小川的脚步 往前挪动了一下 孙悟空 开口问道 要杀吗 态度直接 了当 殷小川的嘴角 大吃一惊 连连后退 惊呼道 误会误会 我不是蝴蝶门的人 他只是抵挡 并没有还击 并不是没有机会还击 而是选择了不还击 殷小川 摆了摆手 孙悟空 弯了一下头 撤回了金箍棒 退至一旁 但仍旧警惕地 盯着那人 你是谁 我叫 卢海峰 殷小川 倾笑了一声 你知道 我不是在关心你的名字 危险乍线 锋芒毕露 卢海峰 又连忙说道 我是隶属于 官方修炼职组织 四海盟的核心成员 我是国家的人 英小川一愣 你加入了国际组织的 修行者联盟 根据李勉之前 带来的消息 国家确实在 秘密招揽修行者 卢海峰 摇头说道 不是加入 我一直以来都是国家的人 他像是一下子 便领会了 英小川的言下之意 极为耐心 逐字逐句地说道 国家早在 建国之初 就已经知道 修行者阶层的存在 但为了稳定局势 安定民心 才一直 秘而不宣 为了抹出 修行者存在的证据 国家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现在 事情闹大了 国家隐瞒不住了 所以才决定 将四海盟 公布于世 你就是想告诉我 你不是 火电门的人 卢海峰点头 然后呢 什么然后 就算你告诉我 国家其实从一开始 就知道 修行者的存在 那又怎么样了 你告诉我 这个天大的秘密 是想说明什么 卢海峰 显然没有料到 英小川说话 如此的犀利 这双眼睛 像是什么都瞒不过他 但既然选择了 自己往前迈出一步 卢海峰 只能开诚不公地说道 其实 你跟蝴蝶们之间的争斗 四海盟早就注意到了 哦 我们很清楚 你们之间的较量 我们也知道 蝴蝶们 在这场较量中 扮演着并不光彩的角色 你们既然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清楚 那为什么 从头到尾不插手呢 这一点被披露出来 卢海峰的脸上 闪过一抹尴尬 国家 有国家的思量 行之必然是以大局为重 这话 说的是冠冕堂皇 英小川一声痴笑 白手道 既然如此 你们就以大局为重好了 也不要来插手我的事情 你 既然你们心里很清楚 那些肮脏的罪恶的事情 跟我们没有关系 就最好不要来找我们的麻烦 不然的话 你们在我眼里 跟蝴蝶们没什么区别 一想到这些人 这些有着所谓官方标签认证者的修行者们 在那段他们最艰难的日子里 没有出手相处 英小川就气不打一处来 说出来的话 自然也好听不到哪儿去 卢海峰见英小川语气不慎 联盟说道 我知道 你对我们有误会 但请你相信 我们跟你的立场是站在一起的 这些年 我们一直在调查蝴蝶门的背景 它的背后 很有可能存在着其他强大的组织 在预谋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然后呢 英小川不想继续跟他绕圈子 只想套出一个结果来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一起合作吧 为了国家安宁 人民安宁 解开蝴蝶们的秘密 合作 英小川诧异 随后后知后觉地点了点头 说道 合作的基础是信任 你别说你信任我 当然 在调查蝴蝶门的同时 我们也在密切关注你们 我看得出来 你们是真心实意的帮助民众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英小川呢 索性把一切都摊开到民面上说 那我想你应该知道 我身边都是些什么人 跟我合作 就要跟他们合作 国家不是一直强调 物以类聚吗 属性不同 信任能抑制吗 当然可以 物以类聚 就是把相似品行的人 聚集在一起 我相信 你所信任的这些妖怪 也是一些好妖怪 你放心 我不是一杆子打死 一帮人的那种人 人有好人 恶人之分 妖 也有好妖 恶妖之分 卢海风的这番话 算是说到英小川的心坎里了 虽说短短几句话 并不能完全获取他的信任 但就目前的局势而言 跟国家合作 不会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蝴蝶门的背后实力太强 他并没有把握 可以与之抗衡 可他要是和四海盟合作 一加一 起码能成就个1.5吧 英小川思考了一会儿 卢海风 一直紧张地 观察着他面部表情 英小川看向他 微微汗手 卢海风 陡然松了口气 不知为何 明明他还一句话没有表态 自己悬着的心 便已经落在了地上 合作也不是不能考虑 我看你诚意挺足的 不妨试试 你放心吧 跟我合作 你不会后悔的 对了 现在交经作乱 事不宜迟 我们下一步该如何计划 交经 这不是一条蟒腰吗 怎么成了交经了 蟒修炼成交 若非如此 他哪来这么大的力量 能在此地作乱 掀起这般一场血以腥风 据我所知 此在他手下的修行者 已经不胜其数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半指红雀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521集 管他是交经还是猛妖 如此作乱 左右都是要斩杀的 不光要将其斩杀 还要割下他的肉块 给受伤的修行者兄弟们治疗 卢海峰不住地点头 交经力量实在强大 但我看他却惧怕你手中的宝剑 还有你身边那几位妖神 卢海峰自是不知道 杀小镜凹铃的真实身份 此处他真实为一具妖神 也是为了讨好殷小川 所给的尊称 师父 湖水里咕噜咕噜作响 杀小镜 从弧面钻出一个头来 猛妖跑了 不是猛妖 是蛇精 殷小川指挥着凌双剑 重新地飞上半空 追上去 今日必是他断头之日 是 师父 杀小镜接到指令 再度没入湖底不见踪影 殷小川则跳上凌双剑 往杀小镜给的指标 一路追去 途中经过斩杀小妖的李勉 他伸手将人拽上长剑 扬城而去 孙悟空成功地救下民众 帮助退水的猪不介 及在半空中翻云覆雨的 凹铃剑刺 也紧跟而上 脊椎而去 大哥 刚刚那个手握子母环的修行者 他究竟是什么人 李勉虽然 陷在跟小妖的缠斗之中 但也一直在分神关注着 殷小川身边的状况 果然知道 他跟子母环手握着 聊了一段时间 那是国家的人 国家的人 新成立的那个组织吗 果然此事 李勉也不清楚 你的消息已经落伍了 国家早就在建国之初建立了修行者联盟 简称四海盟 我靠 这件事我怎么都不知道 何止你啊 你爹估计都不知道 看来是我一直小瞧国家的实力了 这位本事可以啊 速度完全不亚于三腰 你说谁 专心操控着凌双剑的殷小川 没有会议过来李勉的眼下指引 李勉指着后面的 就是他 那个子母环的主人 殷小川正在回头看去 只见身后 孙悟空腾云嫁欧而来 诸不借 敖铃紧跟其后 而那个卢海峰 竟然就靠在孙悟空的身侧 也一路腾云赶来 殷小川眼中 微微地流淌出一丝惊讶 这个四海盟 真的是越来越出乎他的意料了 我说没错吧 这人实力不俗 他叫卢海峰 以后此人的名字 可能会频繁出现在我们周围 啊 我的意思是 你也许得记住他的名字 卢海峰 卢海峰 哦 我已经记下来了 长浪湖连着长江 中间没有任何的隔断的地方 脚筋凭借着在水下的优势 一路畅通无阻 而殷小川一行 也靠杀小镜沿都给的痕迹 一路追踪而去 就这么一路追了大半个小时 他们仍旧跟交金之间 横着一段距离 没有跟丢也没有缩短 李勉造了 大哥 这样下去不行啊 长江起码能让他游个两天 而且底下暗流不断 要是他趁机潜逃 我们追都没有办法追 嗯 你考虑得有道理 殷小川取出了妖怪探测仪 一边打开一边说道 此地已经离岸边很远 就算展开战斗 也不会伤及到民众了 对 开战吧 来个痛快 李勉搓了搓手 兴奋地说道 这时候 卢海峰也腾云靠了过来 落脚在了殷小川的凌双剑上 凌双剑不喜欢陌生人踩着他 不高兴地震动起来 卢海峰没有防备 摇摇晃晃 险些从剑上摔落 殷小川淡淡地警告 凌双 剑身方才稳住 李勉摸了摸鼻子 没想到 凌双剑的脾气还这么大 卢海峰感激地拱拱手 多谢处处解救 不妨 陌海峰注意到 殷小川手里拿着的仪器 好奇地问 荆先生 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东西 这是妖怪探测仪 蹲在剑上 看起来比别人矮了一截的里面 慢慢悠悠地说道 专门用来追查妖怪的 殷小川指着前面一个硕大的深红色点 那 这一点 就是标明了胶筋的位置 稍后那几个稍浅色的点 是我那三个徒弟 没想到你们手上的工具 比我们用的还要高级 我们最多只能用GPS定位 前提是 签签信号 发射到妖怪的身上 而你这个 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前提 就能定位妖怪的位置 并且 能用颜色的深红 标明妖怪历练的强弱 实在厉害 你也不错 我们只不过跟你说了一点 你就把他所有的性能 都概括出来了 职业习惯 职业习惯 等等 他停下来了 生活色点停在了前面不远处 明确地标明 他停下来了 殷小川 也跟着停下铃双剑 将面平静 殷小川收起了妖怪探测仪 面无表情地抬起头 看向云层之间的那根金龙 淡淡地拓出两个字 周上 云层之间的敖铃接受到殷小川的指令 马上飞略下来 使出一招飞红饮水的秘法 只见空中当时搭建上一座水桥 截断了长久的流水 水流缓慢地改变流向 以重心垂落的方式往下又流去 这惊艳又惊奇的一幕出现在面前 不等众人诧异 朱不借就惊呼道 不好 前面有船 原来刚才他们都没有看见 前面有一艘 躲在岸礁后面往前开的船 正在往前行驶 只不过 他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已经被切断了 还在继续地往前开 但是 就算他们现在反应过来 只怕也已经来不及 正在随友人来不及反应时 朱不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火速地冲过去 化身出原形 拦在截断的湖前 船只慢慢悠悠地往前飘荡 飘住朱不借的背上 缩成了小小的一只 朱不借迅速地回到安全地带 将船只小心地放下 看着它顺流而去 这才安心地松了一口气 朱不借回来 心情看起来有一些美滋滋的 孙悟空道 袋子 你回头看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木涵 半指红雀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二十二章 朱不借回头看去 远远的只见船只上下来好几个船员 他们冲着朱不借的方向不断地摇手 像是在道谢 也像是在告别 朱不借一下呆住了 脸一红 然后悄悄躲到了孙悟空的身后 鲁海峰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心里面某种念头 便更深了 截断的长江水 哗哗地往下流淌 没多久 便露出了一只 巨大的头颅 这只大脑袋 就是避无可避 躲无可躲的 骄精 水下 是他的天下 水战 他近乎无敌 可一旦暴露出来 整个躯体 便躺落在青天白日之下 他就好比猎鹰 没有了翅膀 战斗力 立刻削减大半 此刻就是斩杀 他的最好时机 没有了水源的庇护 骄精也感到了害怕 整个状态 变得焦躁难安 就在鹰小川等 准备放弃攻击战略 以拥而上 给他彻底来个了断事 便进他头顶上 再度浮现出了 那面三角旗 旗帜一出 远远的黑色的乌云 都被他召唤过来 李勉嘲讽地说道 同样的计量用两次 他真的以为会出什么奇迹吗 大刀在手中狂舞 李勉将力量注入于他的大刀之中 往上空一抛 隐隐地便瞧见一只巨大的猛兽 从刀柄上窜出 整把刀变换成了一只 力量强大的猴子 他张开嘴 一口就吞下了那面三角旗 三角旗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刀也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重新回到李勉的手中 在林渊石头的滋养之下 李勉也不知不觉地把小猴 和他的战刀修炼成了一体 陆海峰看着鹰小川一行 一个个展露出来的实力 不由得对这支队伍的领头人 鹰小川更加刮目相看 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能人异兽啊 焦精呢 先后失去了水和三角旗的庇护 就跟拨了壳的乌龟似的 任人宰割 鹰小川发出一声号令 上 所有人和妖怪一哄而上 各显神通 没一会儿战斗便结束了 焦精一死 这片活的湖水便彻底地被染红了 飞红饮水的效果渐渐散去 长江再度变回了以前的模样 看似风频浪静 可其实风吹过来的 却是一股浓重的血腥微 焦精死后 尸体慢慢地从湖底浮现出来 好大一条焦啊 李勉感叹道 不 这不是焦 敖铃献出人形 缓缓地从空中落地 脚踩在水面上如履平地一般 此刻众人众妖都围在焦精周围 欣赏战果 敖铃走到他们身旁 在众目睽睽之下 道出了焦精的真实身份 这是一只异变的杨子恶 什么 这话一出 众人众妖皆是大吃一惊 卢海风更是惊讶不已 可他的身形 模样 皆跟传说中的焦龙一模一样 他才不是 他是被改造的 想要造真龙 真可惜 假的就是假的 永远也变不成真的 这话倘若其他人说 卢海风等或许还能争变一二 可站在他们面前的 就是一条真龙 在品种问题上 谁敢搬门弄斧呢 故而下定结论 这就是一只杨子恶变的妖 此时众人并不知道 此刻距离此地 大概几百米远的地方 有人用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幕 并且拍下了这一幕 金龙化身 飞红银水 以及三妖神 大战养子恶妖的视频 全部被拍摄下来 并且上传到了网络 网络因为他们 整整瘫痪了一天 而正忙着善后的众人和众妖 对着一切一无所知 但从这一日之后 民众才知道 原来那华山的金龙 也是白衣侠之一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平静的江面上 李勉将宝刀吞噬的三角旗 递给了鹰小川 鹰小川接过之后 拿在面前仔细研究起来 顿了顿 他说道 这面三角旗 果然邪恶 他的本身具有很强大的力量 能够侵蚀修炼者的灵力 减弱修炼者的修为 怪不得 他所召唤的心风血雨一下来 我们身上的力量 便会被他给削弱了 卢海峰说道 他小小一只妖怪 如何得到这样的妖气 这也正是我好奇的地方 按理说 人间不该存在这些东西了 这明显不是一般妖怪和修炼者 可以拥有的妖气 咦 正在研究 养子恶躯体的凹灵 发出了一声惊呼 怎么了 奇怪了 我原本以为 他就是一只被改造的妖怪 可现在看来 事情并没有我所想的那么简单 金龙姑娘 此话从何说起 卢海峰立刻紧张地问道 敖灵也不瞒着 如实说道 这只养子恶 竟然真的开始化形为蛟了 再过一段时间 甚至有可能化为真正的蛟龙 蛟龙也就是龙的一种 但凡跟龙子靠边 就不再是一只普通的妖怪 那 这意味着什么 这只妖怪 跟我们之前产出过的 从地穴实验室里 逃出来的妖怪都不一样 从地穴里逃出来的妖怪 都是经过改造 才被赋予某种能力 但这只妖怪 却是自然缓慢地成长起来的 它需要漫长的时间 才能从养子恶掌成蛟 再逐渐化为蛟龙 那在自然条件下 杨泽是否可以进化成蛟 敖铃迟疑地摇了摇头 千年之行或许还行 但这千年之内 几乎没有可能 因为地球没有灵气 这归根结底 灵源才是修行者 和妖怪进阶成长的基础 没有灵源都是空谈 杨泽 蛟龙 三角旗 所有的线索 全部串联在一起 在脑海中 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可能 英小川的脸色 忽然间彻底地变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涵 魁紫白 魔音小海 后期制作 半纸蓝烟 第五百二十三集 大哥 怎么了 殷小川的脸色 也牵动着所有人 腰的心情 这只自然成长的胶金 必然是戳子 蝴蝶们 此话一出 除了有一些 尚摸不着头脑的 卢海风之外 所有的妖怪 都反映过来了 因为现今 整个地球上 起码据他们所知的 只有蝴蝶门 才掌握着天然灵源 殷小川之所以 可以这般笃定 是他没有办法 不把这些事情 串联在一起 蝴蝶门自然就成了 唯一被怀疑的对象 卢海风揣测地问 殷先生 你的意思 这都是蝴蝶门的阴谋吗 关于灵源一事 殷小川并不打算 跟卢海风多说 于是他就顺着 卢海风所理解的意思 不错 蝴蝶门极有可能 是要挑起修炼者 和妖怪的全面矛盾 搅乱局势 以实现他们 本身不可告人的秘密 果然如此 先前 我也有过类似的怀疑 不过终究因为 没有确凿的证据 而各自脑后了 现在 就你这么一分析 我阅防能够笃定 这些怀疑都是正确的 请稍等片刻 容我跟我的上级 汇报一下当前的情况 殷小川当然没有意见 白手道 心变好了 卢海风点点头 走向不远处 开始打电话 剩余人跟妖 继续地围观尸体 眼看血腥味越来越浓 里面忍不住问道 大哥 你想好怎么处置 这只妖怪了吗 老规矩 切了 放到岸边 让民众领取 那行吧 早点处置完早点完事 我看着这具尸体 也觉得怪恶心的 交给我处置吧 杀小静主动站出来 嗯 给你了给你了 里面捂着鼻子白手 看起来当真 颇为嫌弃 不捎片刻 卢海风走回来 对着殷小川一行礼 颖先生 我已经现况 如实汇报给我的上司 我的上司 对此事 表示了最高度的重视 另外 我还将你的一些分析 甚至汇报给了上司 请您见谅 没关系 这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 你客气了 我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道 你能否答应我 这种事情 你只有说了 我才能选择考不考虑 我的上司 他想请你去京城 共生大计 尹小川文言沉默下来 觉察出尹小川的沉默 卢海风马上到 领先生 我们真的是诚心诚意 想要跟你合作的 这点 请您绝对放心 你的上司 也是修行者吗 当然 我们也有自己的独立部门 专业上的事情 是不会请不专业的人 来指导的 这点 也请你放心 态度放得很足了 以殷小川 识人变人的经验 判断龙海风的这些话 笃定 他没有再说假话 但是获取信任 远远不足 这样吧 你让我和我的兄弟们 都商量一下 然后再答复你 没问题 卢海风道 说完 他就主动地 避到了一旁 其实 他完全不必要这么做 因为 就在殷小川提出 想要一个 内部会议建议的时候 凹林就察觉出了 他的意思 立马组成一个结界 隔接所有声音 透露出去 灵敏看 殷小川 脸色有一些英语 以为他在左右为难 就说 他要是真的决定 跟四海门合作 那他们就听他的 反正结果不完怎么样 跟着大哥 都是无怨无悔的 我也是 小川哥哥 孙悟空之不戒 就更不用说了 脸上眼里 全是写着 对殷小川的信任 你们不用担心我为难 我不是在担心 鲁海风使账 老实说 除了天庭地府以外 我不信任任何组织 哪怕 是所谓的 代表国家的四海盟 你是在犹豫 要不要跟他们 深入的合作吗 深入合作的话 必然探出对方底细 是啊 看来想要搜集 有效的证据 怕是不得不 担一把风险了 结果不出意外 林勉担笑 行 我听你的 几分钟之后 敖林打开了结界 与此同时 卢海风抬起头 视线对了过来 目光撞上时 殷小川便知道 卢海风察觉出了 他们的举动 不过他倒也不尴尬 静止走过去 卢先生 我们商量好了 好 你们是怎样考虑的 既然决定了 和你们合作 那么就要 绝对地信任你们 这么说 你们是同意了 他长着一张 表情不明显的脸 欣喜 忽然间泄露出来 才能看出 原来他刚才紧绷的表情 是带着紧张 卢海风不知道 他这些明显的小情绪 反而让殷小川在心里 对他这个人 无形地增加了一点信任感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小空 你的金斗云 速度是我们之中最快的 所以你留在这里 等小沙办完事情回来之后 你再带他追上我们 殷小川招呼出 凌霜飞剑 坐上去 对卢海风道 卢先生 此地去京城 路途遥远 你腾用而去 怕是要消耗不少精力 干脆 坐我的飞剑过去 速度也不算太满 多谢 卢海风自然不回推辞 联盟坐上了殷小川的飞剑 随有人准备就绪之后 殷小川就操控起零双剑 一路往京城而去 一个小时之后 京城 四海盟秘密基地 进入京城之后 殷小川就由 卢海风这个东道处 一路指路 直接就抵达了四海盟 此建筑极为气派 门口站着几个 四海盟的守卫 他们看到卢海风 带着殷小川一行回来 接有一些吃惊 卢部长 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一个小时之前 您不是还在长江上吗 要知道 长江距离京城 路途甚为遥远 就算是坐直达的私人飞机 也得要三个小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林烟 五毛一分钟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二十四章 卢海风苦笑 他怎么知道坐在舰上 迷迷糊糊地就到了呗 副盟主回来了吗 卢海风清了清嗓子问他 他是在回来的途中 知会他的顶头上司的 也就是四海盟的副盟主 也不知道前后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 副盟主赶回来没有 回来了 就在您前脚进的门 卢海风这才放下心来 对站在身旁的英小川说道 英先生请进 我们副盟主 等着想要见你 好的 英小川也没有料到 卢海风办事 竟然这么利索 一过来 直接让他会面 最高领导之一了 不过也好 不浪费时间 正好让他会一会 这所谓的四海盟副盟主 随着卢海风入内 英小川一行 被寝至会厅等待 一落座 即刻有身穿礼袍的年轻女孩 进来端茶伺候 朱不介的眼神 落在那些白嫩的腿上 就没有挪开过 喝的水 全都往嘴角流淌 李勉看不下去了 伸手挡住了他的眼睛 英小川摇了摇头 不知道是不是传承了 神珠的精血 再加上开了窍的缘故 朱不介在某些习性上 唐真跟传说中的 敬坛使者是越来越像了 没过多久 门外便传来好几道脚步声 这几道脚步声 轻缓 沉稳 一听就跟普通人不同 这是修行者的脚步声 英小川抬起头 黎勉也察觉到了 二人一同看向会议室的大门 下一秒 门往外推进来 有人入内 进来的总共是两人 一个是卢海峰 另一个是年纪看起来 比卢海峰还要小一些的男子 长得高高壮壮 破为英俊 显然就是卢海峰口中的 顶头上司 四海盟的副会长 欧阳成锋了 英小川站起身来 随着欧阳长风的靠近 英小川隐隐感觉 此人身上涌过来的一道 颇具强势的力量 他皱了一下眉 但神色未改 相比之下 实力还算强劲的卢海峰 站在欧阳长风身侧 就略显暗淡了 也怪不得二人之间地位有差别 卢海峰 作为中间人 介绍道 副盟主 这几位就是 鼎鼎大名的白衣侠 应先生 这位就是 我们的欧阳盟主 欧阳盟主 久仰大名 同样久仰白衣侠大名 欧阳长风 也客气地回道 请坐吧 一席人重新落座 欧阳长风说道 诸位不远千里而来 一定甚敢疲惫了吧 心系大事 自然感觉不到疲惫 鹰小川 说着场面话 心底里却想着 行了吧 别都圈子 没想到 听到这句话 欧阳长风反应却很大 起身拱手道 应先生这话 令我肃然起敬啊 您客气了 请坐吧 欧阳长风又重新坐下 接着说道 想必几位已经知道 我们的身份了吧 我们虽然是修行者 但其实是国家的人 只要能保国太民安 一切的资源 国家都愿意跟我们分享 此人话里有话 鹰小川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你们知道蝴蝶门吗 当然知道 鹰小川端起了茶 喝上一口 又接着说道 我们之前和他们 结下的梁子 还不小 蝴蝶门必然不是好东西 我们四海盟 已经盯他们很久了 就等找着机会 一网打尽 只可惜他们向来 行事狡猾 就跟狐狸一样 让人抓不到什么证据 一直以来啊 没有办法 也只能放任他们所为 敖灵说道 外面那些变异的妖怪 就是蝴蝶门放出去的 就冲这个 你们也该把他们一网打尽 这位就是金龙姑娘吧 欧阳长风的注意力 落在了敖灵的身上 微笑着说道 蝴蝶门作为固然可恨 但恨就恨在没有证据 我们也毫无办法 你们就不能没有证据抓他们吗 国家做事 也得遵循法规和规章制度 我们也一样 当然不能随意抓人哪 欧阳长风 遗憾地摇了头 敖灵皱了皱眉头 不再说话 欧阳长风又喝了一口茶 看向鹰小川 颖先生 我知道你们是想对付蝴蝶门 我们也是一样的 要不然我们就正式合作起来 共同对付蝴蝶门 你看怎么样 鹰小川眼皮子一跳 目光慢慢地放在欧阳长风 那张笑脸上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可不知道为何 这张笑脸 没带给鹰小川任何好感 感觉来得莫名其妙 却挡不住这般认为 既然心里面已经不舒服了 合作一事 自然是免谈了 鹰小川 客套地说着 你也说了 没有证据 没办法对付蝴蝶门 既然如此 我们的目的怎么会一致呢 此言诧异 网上不是流传着 蝴蝶门秘密基地的视频吗 我看那视频时有八九是真的 视频是视频 真相是真相 朱不介插话道 欧阳长风倒抽了一口凉气 打量起朱不介来 怎么 这位看着颇为眼熟啊 朱不介此刻 化作的是人形 与他在视频里的样貌相许甚远 但轮廓之间 倒还是有几分相似之处 这是我的徒弟 也是一只妖怪 不过 他是一只好妖怪 从没有干过为非作胆的事情 即便干过 那也是过去的事了 反正他现在说没有 那就是没有 欧阳长风笑了笑 那可能是我认错了吧 我看过网上的视频 其中有一段讲的就是一只猪精啊 是吗 还出现了一条龙 咱们不是要谈合作的事情吗 怎么话题跑偏了 英小川 抓回话题的主动权 欧阳长风正要说话 忽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他拿出手机一看 马上起身倒 不好意思 我去接个重要电话 一会儿回来 海峰 你替我好好招待几位贵客 是 傅盟主 欧阳长风 前脚刚离开会议室 英小川 便感觉腰上一震 这是他放亏天镜的地方 一般说来 震动即代表着有事 于是 他毫不犹豫 拿出了亏天镜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 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五月的木暮 签索 后期制作 半纸蓝烟 第五百二十七集 亏天境内 显示着一则 刚刚入内的短信消息 你已经处在一个 巨大的阴谋中 不可轻易信任何人 因小川一愣 巡旗查看电话号码 果不其然 这个号码 跟上回那个 是同一个 他站起身 对卢海峰道 卢部长 请问卫生间在哪 我想去行个方便 卢海峰 不宜有他 走出会议室 走出会议室 左转往前 尽头就是 尹小川顶点头 走出会议室 厕所 最后一见 尹小川踩上了 马桶盖子 蹲在那儿 一字一句地琢磨着 这行字的信息含量 没过多久 他决定问道 你是谁 不出意外 信息再一次 石沉大海 十几秒之后 他又发出一条 那我可以信任你吗 没有人回复 尹小川按捺不住 心理的冲动 直接拨打过去 可是 关机 关得彻彻底底 尹小川盯着那则信息 握着亏天静的手 不知不觉 就加重了力道 这时候 厕所传来敲门声 尹小川警觉地抬起头 下一秒 响起李勉的声音 大哥 上完了没有啊 厕所满间了 你给我疼个味 尹小川伸手 拔开了门把 李勉很快挤进来 重新地拴门 一间厕所 两个人 一个靠在门上 一个蹲在马桶上 卫视一眼 心里有事 心照不宣 狗屁的厕所满了 根本是没人好不好 我一看你出去 就知道有事 到底出什么事了 尹小川将亏天尽地过去 李勉来来回回 扫视着短短的一行字 脸上的神色 也逐渐变得凝重 谁发的 谁发的 谁知道呢 尽管心里有个答案 活之欲出 但因小川没法确认 再承认痛快一点 他是不敢确认 不知道 可靠吗 上回也有人提醒我 尽快离开 拨到半个小时 半山腰就被绞了 那看来蛮可信的 是不过 不知道这位友军 到底是谁 尹小川摇了摇头 只觉得嗓子有点雅 摸了摸口袋 没有装烟 这才后之后觉得想起来 他已经不抽很久了 李勉拿出烟蒂给他 来一个 尹小川又摇头 推回去 既然决定不抽了 索性坚持到底 李勉像是猜到什么 将倒出的烟 重新地插回了烟盒里 双手揣兜 说道 咱们俩太久不好 不管怎么样 得先回去了 我是拉肚子 你找到什么借口 跟你一样 两人对视了笑了 尹小川站起身 推开厕所的门 二人一见一后 走向了回忆室 欧阳长风先一步回来 他回头看到尹小川 跟李勉走进来 热情地迎过来 我们这儿的服务 还算周到 周到 尹小川嘴角一抽 上个厕所而已 还能怎么周到 请个美女做陪 全程服务嘛 厕所 她也没有用 美女 她也没有见着 周不周全 那是不知道 但是名面上的礼貌得给 他笑了笑 无比客套 又无比虚伪地回到 相当好 林勉在身后憋笑得快疯了 欧阳长风松了一口气 呼得上前一步 伸手握住 尹小川的双手 交叠在身前 尹小川 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 心头腕皮草泥马 奔腾而过 老实说 娇精在近前 他都没有像此刻 这么地慌 这个傅盟主出牌 很是不按常理 你这是 丁先生 我想请问 我能否真心实意地信任你 欧阳长风的眼神 更加地情真一切 问他能否真心实意地 将他当作盟友 尹小川 深吸一口气 不动声色地 抽出了自己的双手 礼貌地微笑 盟主客气了 既然我们决定 互为同盟 当然可以信任 欧阳长风看起来 又松了一口气 顿了顿 语气一变 更显沉重 我们之间既然互为同盟 那就应该绝对信任对方 不错 我刚才已经把我们 所有的情况告诉你了 你是不是也该向我们 开诚布公 告知你们真正的实力呢 尹小川陡然警觉 原来是在这埋伏着陷阱 欧阳长风 紧盯着尹小川 你究竟背靠着谁 究竟是谁 在背后帮助你 支持你 他要相信他的鬼话 那才真的是见鬼了 他要回说实话 脑子才是被驴踢了 我乃散修 有今日之成就 完全是误打误撞所得 至于身边这些朋友 也是机缘巧合 全靠缘分结实 你胡说 国家早就调查过 你的身份背景 你原来只不过是一个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学生 一两年前你甚至完全不懂修行的概念 可你现在 却已经成长为一名强大的高手 你说自己没有背景 没有靠山 你觉得 我会信吗 寒下来的眼神 充满试探 跟警告的眼神 宛若 毒蛇的性子 在殷小川浑身上下 警觉的部位 猝不及防地 试探了一击 倘若殷小川 还是一年前的他 怕是早就被套出来了 可是现在 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 他早就潜移默化地学会 什么是扮猪吃老虎 什么是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殷小川没有急于解释 而是镇定自若地反问 富盟主 为什么这么执着地想要调查我 那好 为了获取你的信任 我只能什么都说了 其实四海盟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平静 现在的四海盟正遭受了一个巨大的危机 需要一个强力的外援帮主 才能安然度过此次危机 我知道 你背后的那个靠山能力定然强大 当若能通过跟你的结盟合作 让他施以援手 那么四海盟必然能度过此次危机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会怎么样 洛阳长风对视着殷小川的眼睛一字一句的 否则的话 四海盟乃至整个国家的修行者机构 都会遭到重挫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 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莫浮风 青阳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二十六章 欧阳长风说道 我知道 我们太过贸然出现在你面前 你现在必然还对我心存疑虑 不能完全加以信任 但是 你即便不信任我 也该相信我们背后的靠商 国家 国家难道不值得你信任吗 真是好大一盆的鸡汤 火热热地洒了下来 国家自然是值得信任的 可是 那则短信 也跟一条紧接线似的 一直在眼前晃晃悠悠 不断地提醒着他 更何况 就算没有这条短信 英小川也不会轻易地 兜出自己的底牌 反正是不能坦诚 那好吧 父盟主的诚意 我全都看在眼里 既然如此 我也不好再隐瞒 身后的李勉张了张嘴 像是准备提醒什么 画到嘴边 又全给咽了回去 其实 一年多之前 我的确遇到了天大的机遇 所以才成就了现在的我 究竟是什么机遇 我遇见了一条龙 是真龙 他是天上的神仙 名叫敖龙 自称龙族的领袖 我无意间帮了他一个小忙 结果受到他的赏识 非要受我为徒 传授我本事 我本来不愿意的 只想当个平凡的普通人 可谁叫 天将将大任于四人爷 我即使想躲避 也躲避不了 这位龙族大佬 助我伐毛洗髓 又传授我本事 就这般成就了我 我身边这些朋友 原本也只是一些普通人 但既然是兄弟 得了机遇 怎么可能不分享呢 于是我在修行之路上 就带上了他们 一起前行 身后的李勉 听到鹰小川一字一句 不断地点头 满脸诚恳 当真 欧阳长风半仙半仪 自然是真的 鹰小川 欲告欧阳长风的身侧 看向奥陵 否则我身边 怎么可能有金龙呢 小川哥哥说的都是真的 我本是奥龙大人 身边的一名小小婢女 因为大人特别地赏识 小川哥哥 所以就将我赐给了他 鹰小川在心里 默默地给机智的敖铃 点了个赞 卢海风说道 看来 这就是真相了 不然的话 鹰先生的身边 怎么会有金龙呢 卢海风都信了 那离欧阳长风信 也就不远了 欧阳长风说道 难来如此 鹰先生 现在 我们才算是真正的 开诚布公了 欧阳长风信了 那此事 大半也就妥了 鹰小川 假装关切地问道 父母主 你还没有告诉我 四海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是这样的 前几天 云南省附近出现了一只强大的妖怪 作乱人间 杀害了很多修炼者 我们的盟主 魏武员 亲自率领四海盟的精英力量 前去围剿该妖 但没想到 该妖怪的实力强大到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他将盟主困死在一个地方 刚才 我正式收到了盟主的支援信息 这才祸及祸料的出去 什么 盟主大人竟然被困住了 卢武海风吃惊地瞪大眼睛 语气里满是不可置信 原来如此 听卢武海风的语气 说明欧阳长风并没有撒谎 英小川又问道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 欧阳长风探了探手 无奈地说道 不瞒你说 武盟主 他是我们四海盟中实力最强大的修行者 要是连他带人也搞不定那只妖怪 就已经说明以四海盟的实力 是对付不了这只妖怪的 我恳请应先生 务必请出您背后的龙神大人 同我们一起赶赴云南 支援武盟主啊 欧阳长风向后退了一步 双手作一 深深地拘了一股 这等诚意 这等忠心 旁人看了 怕是得感动不已 英小川却只觉得 他作秀的成分很重 直接拒绝乃是下策 不拒绝 那是蠢 英小川的脸色 成像为难之意 像是难以开口地说道 抱歉啊 傅盟主 不是我不愿意 请凹龙大人出山 只是大人向来 行踪飘忽不定 尤其是在我学友所成之后 进长十天半个月联系不到 所以 所以我很是担心 即便我立刻向凹龙大人 请求支援 恐怕他老人家 也看不到 但此时 已经拖延不得了 这样嘛 那可真是糟糕了 我看这样吧 英小川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主动提议道 我跟奥利和李敏 私底下商量一下 看看能不能通过其他秘法 联络上 联络上奥龙大人 欧阳长风文言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联盟说道 当然可以 你们请 英小川 带着敖林和李敏退出了会议室 走到走廊上 此地到处装满了摄像头 四周也站着很多守卫 这些守卫都是欧阳长风的人 英小川给敖林使了个眼色 敖林会议撑开了一个结界 将三人罩在里面 这样一来 他们说的话 外界便听不到了 大哥 你扯了个这么大的谎出来 究竟准备怎么缘啊 李敏直接问道 敖林也眨巴眨巴眼睛 看着英小川 英小川 不慌不忙地说道 别急 我心里自然有对策 一会儿 我们就跟欧阳长风说 欧龙大人 我们确实联络不到 也好 欧阳长风看起来就不像个好人 四海蒙的浑水不汤也罢 也不是 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得管的 管 如何管 在你们看来 卢海风的实力如何 满墙的 敖林也跟着点头 对 绝对不在诸博界之下 但是欧阳长风 比卢海风更强大 方才欧阳长风又亲口说 五盟主实力 远在他之上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这次对付的妖怪 实力必然不容小觑 说不定 还在那只杨子鳄 化成的胶金之上 这般强大的怪物 必然出自于蝴蝶们之手 此事既然跟蝴蝶们有关 我们就没法不管 大哥 你究竟想怎么办 李免 感觉有些猜出了 英小川的心思 但又不能完全肯定 此行得去 小川哥哥 你是不是觉得 这件事跟蝴蝶们有关系 要是我们不去的话 就会跟先前的线索断了 那看来是没有办法了 那就依你的话办吧 行 火速商议完毕 敖铃撤了结界 二人一龙 神色如常当 回到了会议室 欧阳长风见他们回来 脸上露出了一抹期待的笑容 快步走过来问道 怎么样 你们可有联络到那位神龙大人 英小川摇了摇头 遗憾地说道 方才 我们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还是没和敖龙大人取得联系 想来大人 近日必是办自己的事情去了 欧阳长风 顿时皱起了眉头 英小川 又接着说道 不过傅盟主 我们几个 刚才也商量好了 就算敖龙大人不能赶到 我们也愿意 助四海盟一臂之力 帮助你们 铲除妖怪 就会蒙出 此言当真 欧阳长风得到承诺 表情欣喜若狂 难以自意 此事当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 都市猎人 演播 黎木寒 哲宇 长陵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二十七集 英小川 缓缓点头 一字一顿 予以承诺 欧阳长风立即道 那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召集 联盟内的余下高手 让他们与你 一道准备支援云南 行 英小川允下 随后 欧阳长风 更令人安排他们 稍作休息 宽待午宴 在四海盟的这一顿饭 吃得算是不错 是疫情近日以来 吃的最好的一餐 也许这顿饭 有无情加持的力量 以至英小川 在如厕时 巧遇欧阳长风的时候 竟巧他也顺眼了许多 欧阳长风 显然也不知道 会在这儿遇上英小川 惊讶地挑了一下眉 旋即 友好的走过来 站侧总共四个位置 英小川站在了 最边上的一个 欧阳长风走到他身侧 一边脱裤子 一边熟忍地问道 英先生 吃得如何 还算满意吗 英小川骑士 并没有在行事时 跟不太熟的人 互相瞻仰 又若无其事聊天的习惯 但欧阳长风 看起来并不在意这些 大丈夫不拘小节 很好 服务也很周到 满意就好 就怕你们吃不惯这菜啊 天下美食 接同意讲 欧阳长风 满意地露出微笑 听小川扯上裤子 正准备走 欧阳长风 那也慢慢悠悠地收了声 啊 对了 我刚接到信息部传过来的消息 铁面英雄发出了英雄召集令 要召集华夏蒙所有的修炼者 以及天下英雄共商大事 商量何事啊 还不知 但我想到与近期的这些事情逃不了干系啊 镜子里倒映出欧阳长风的影子 他静静地洗了手 戳出一张面纸试干 开会地点在哪 上岗市 上岗倒是离景城不远 只可惜 他现在人在京城 京城距离上岗 就又有一段距离了 我听说你跟铁面英雄有些误会 冷不丁的 耳边想起了欧阳长风的话 你小川岂会听不出他眼下间的试探 自是不会让他如愿 反应过来 反问 什么误会 我怎么不知道 有人说之前网络上 说你与妖怪勾结的那个视频 就是铁面英雄上传的 那还有人说 最近网上为妖怪说话的两个视频 什么妖怪去哪了 妖怪住哪 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 也都说 那是我为了洗白自己 而制作出来的 其实都是别人的一策罢了 傅盟主 你怎么连这些流言蜚语都信呢 镜子里 二人视线相撞 皆平淡 锋芒眼在旗内 不露声色 哦 呃 我也就是听听罢了 怎会真正地往心里去呢 欧阳长风说的 一笑 算是把之前的尴尬一笔带过 再有两个小时 队伍就准备出发 殷先生还是再歇一会儿 正准备过去了 告辞 告辞 二人走出卫生间 分别往一个方向走去 短暂地休息时间 四海蒙 总共安排了两个房间给他们 一间敖林独住 另一间又是大通房 根据宋悟空一路给的信息 沙小静已经成功地找到了四海蒙 先由朱不介带着过去吃饭 宋悟空在山谷时就不喜欢室内 喜欢漫山遍野的撒野 孤儿这会儿 不见踪影 殷小川也丝毫不奇怪 休息室内只有李缅一个人 是在他的预料之内 只不过没想到的是一进门 就听到了李缅痴痴的笑声 听起来颇为浪荡 莫非是在看什么 哪怕兄弟之间 也不便于分享的绝密小视频 揣着一点隐秘的好奇之心 殷小川淡定地走了进去 然后就看到 席地盘坐在客厅茶几地毯上的李缅 正手握着手机在视频 大概是以便于寻找最好的角度 手机被他施法困在了半空中 于是乎 从其身后走过来的殷小川 也能够一睛而处地看到视频里的景象 视频里是个女人 准确地来说是一只女鬼 腰服在空间里 长得像是一脸甜蜜的女鬼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回来你也躲着我呀 我回来有什么用 那那那那我还怕吗 你什么时候可以不怕我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 涛涛眨了一下眼睛 语气忽然羞涩起来 人家有点想你了 殷小川手里的杯子掉落在地上 里面手忙脚乱地抓起手机站起来 回头就看见殷小川 一脸镇定地从地上捡起水杯 大哥 你啥时候来的 殷小川喝了一口杯子里剩余的茶水道 我可没有故意隐瞒脚步 偷听你说话 是你自己太沉浸了 没有注意到我 哦 我跟涛涛商量点事呢 现在已经说完了 这事你有什么可瞒着我的 殷小川这就不乐意了 黎免愣了一下 表情突然之间就变得心虚 没有 瞒你啥了 我就 人家想你了 殷小川面无表情地装出 逃腰胶滴滴的语气 黎免顿时丧了下来 承认也算不承认得到 其实我俩没有在一起 但是吧 我知道 殷小川再度平静地喝了一口水 相处期 你放心 你谈恋爱我没有意见 殷小川瞧出李免这幅心虚的模样 总觉得该解释一耳 他错了会辞到 你再打个视频给涛涛 李免愁愁着没动 小心地吞了一口口水 你小子想什么呢 我管天管地 也管不着你跟谁谈恋爱啊 你快点的 没时间了 我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陶陶商量 哦 好 李免施法再度让视频上升至板空之中 尴尬地道 其实吧 没有关 视频里 陶陶笑咪咪地跟着殷小川打招呼 小川 你好呀 你跟李免 你们什么时候回家来啊 看来刚才的那些插曲 陶陶不知道 临小川双手环绕在胸前 暴毙问道 你在哪 怎么会有信号啊 哦 陶陶点了一下头 甚认真真的道 我们找到了一个有信号的山头 现在我们上网都来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远山 戴军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二十八章 反正有结界 临小川并不担心地点暴露的问题 想到这里 他开口说道 陶陶 有一件事情 要拜托给你 啥事啊 我想请你 去一趟上岗市 李免文言 连忙问道 去上岗市干嘛 方才我在洗手间 遇到欧阳长风 他告诉我 今日体面英雄 召集天下修行者 要在上岗市 贡商大事 我想 我们此刻分身乏术 无法前去 便想让陶陶 过去打探消息 李免听完 连忙赞同道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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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怎么办 事情迫在眉睫 没有可视 其实要不是事出突然 我也不会想到 叛你前去 只是当前 你已经是最好的人选了 陶陶 眨了眨眼睛 你因为意外 而拥有了鬼王的力量 实力本该是 我们这支队伍中 除了我之外最强的人 只是你是个女孩子 不喜欢战斗 也缺乏实战经验 所以我从未派遣过你出战 但这回 事出突然 心非得已 我知晓这段时间 你也在修炼 秀为精进了不少 已经可以现身在阳光之下了 你又是鬼神 和化身虚无 谁也捉不到你 故而 你是所有人和妖怪之中 最好的选择 真的吗 听到这番夸赞 陶陶 顿时激动起来 英小川 原是诚恳地说着实话 没想到这些话 恰恰戳中了小姑娘的内心 她爱听 于是 立即改变接下来的方针 点头道 真的 太好了 那我去 此时就交给我吧 陶陶二话不说 便同意了 这下 反倒让黎缅有些不放心了 陶陶 你这么过去 心里有把握吗 有的 那你知道怎么打架吗 我当然知道呀 总之 万事小心第一 能躲就别出头 能躲就别打 真要逃不掉 就传讯给我们 不管我们在哪 都会第一时间为你赶过去 嗯 陶陶用力地点了点头 看动的眼泪哗啦 在一旁被莫名喂狗粮的 英小川 顿时觉得无语 算了 自己还是出去吹吹风 抽根烟冷静一下 一个半小时之后 队伍集结完毕 英小川在手机内 收到欧阳长风的传讯 即刻召集所有人 前去四海盟的队伍会合 这一行由欧阳长风带队 卢海峰作为副队长 手下带了好几十个高手 前往云南 一路上 英小川都在观察 欧阳长风带领的这支队伍 高手集结出行 自不必用普通的交通工具 这批高手 皆都有腾云驾雾的能力 飞行之术也是五花八门 可谓各显神通 并且为了隐蔽掉行踪 欧阳长风派遣出 其中一位擅长结界的高手 造了一个随身行动的结界 一路隐藏行踪 相比起 雄啾啾气昂昂的四海盟一行 英小川一行 就显得颇悠哉了 凌双剑化作当前最大体 承载数人 猪不见四只羊躺在上面 睡得是憨声震天 沙小静坐在猪不戒的身边 替他缝补衣服 孙悟空倒挂在剑柄上 一路是摇摇晃晃 跟不倒翁似的 敖铃抱着窥天镜上网 英小川坐在孙悟空的不远处 盘腿闭目养神 李勉蹲在剑人的边上 一边拿眼神漫不经心地 扫过周围神态严肃的修行者们 这帮四海蒙的高手在初见到白衣侠一行时 绝大多数的第一印象都是失望 当然现在是更失望了 连过去打招呼的兴趣都没有 大哥 我已经帮你看完了 李勉勉的一双眼睛扫过众人 低声说道 四海蒙的这帮高手实力全都不低 我们怕是得小心一点 没事的 他们不会是敌人 闭目养神的英小川回答 我看孙悟空都未必打得过他们 有好几个的实力 甚至超过了三腰 国家能提供最好的福利 招揽到顶尖的高手 也并不奇怪 唉 想想也是挺失望的 我还以为 修行者早就已经跳脱这些名利之外了 怎么还会甘心受人驱使呢 或许有一部分人 只是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组织 让自己的漫漫人生路 变得没那么孤独吧 英小川睁开眼 正好和前面一个无意间 视线扫过来的修行者 撞在了一起 这位修行者 英小川记得 正是方才拿出一栋结件 让他也忍不住 惊叹了一把的修行者 但对方看了他一眼 便挪开了视线 英小川的嘴角 挑起一个浅淡的笑容 或有深意 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还对人家失望呢 没准别人心里 对咱们更失望 就在这时 窥天静突然震动了一下 英小川拿出来一看 是淘淘 李敏也紧跟着凑了过来 小川 我已经抵达上岗了 快不快 我已经偷偷潜入 他们英雄居易的地方了 找到线索 我就来跟你说 过去的人多不多 多 人是山人海的 我头一回 看见那么多的修行者呢 不过 他们貌似都看不见我 好 继续搜集消息 归完消息 英小川说道 看来 还是有很多人 选择相信铁面英雄啊 李敏听出了 英小川的言下之意 毕竟他现在是 华夏盟的盟主 号召力肯定不小 相信他的人 也大都是些盲目 看不清真相的人 嗯 英小川微微汗手 忽然他想起了什么 看向李敏 对了 涛涛的手机 是谁给他买的 嗯 我 离子XS 刚出的新款 你小子挺大方啊 不是 大哥我没有擅自出去 不能是让我一个朋友 哼 行了 干得漂亮 要不是你提前有了准备 我们跟涛涛的联络 也不会变得如此顺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木寒 半指红雀 木千雪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529集 李敏松了一口气 殷小春其实也有一些纳闷她的反应 毕竟 谈恋爱是个人的事情 不管李敏跟谁谈 是人是鬼 是妖 是魔 那都是她个人的情感选择 跟她没有关系 更何况 对象还是陶陶 这下就更不用担心了 但李敏从头到尾 都很紧张 做贼心虚 你跟陶陶两个人 光明正大在一起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 好知道 要知道 遮遮掩掩 结结巴巴 从来不是李敏的作风 她这人在很多事情上 形式向来是果敢的 李敏犹豫了一下 我不是怕你知道我跟陶陶的事 我是怕 怕你担心 我们这样会让你觉得 拖累大家 她像是有一些难以启齿 最后四个字 几乎是含在齿缝里说出来的 这会儿 殷小川才是 真正明白了李敏的意思 抬手又拍了拍她的肩膀 欲重心肠 咱们现在 虽然大业未成 可这并不影响 我们去做任何事情 跟着我 从来不是为了 让你们有心理压力 活得不痛快 只要咱们心中目标一致 就没有任何问题 任何事情 都不会成为 打在我们面前的绊脚石 李敏点点头 笑了一笑 释然了 有些话一旦说出来了 心里就已经没有压力了 半天之后 一些人抵达在云南一处 山区内落脚 欧阳长风走过来 对正在收拾凌双剑的 音小川道 殷先生 我有一事想找你向上 请说 欧阳长风 在音小川的面前 身后跟着卢海风 李敏见此 也懒洋洋地走了过去 站到音小川的身后 前面不远 就是盟主被困的那边山谷 我听海风说 你手里有一件宝物 可用来探查妖怪踪迹 不知可否借用一下 以便我们确认 妖怪的方位 依次来判断盟主的下落 当然可以 我人都到这里了 就没什么不能借用的 副盟主 大可不必跟我这般客气 音小川说完 就从囊袋里 随手地取出了 妖怪探测仪 这只是个简单的动作 但是在不了解的人面前 就相当于凭空 变换出了一样物件 欧阳长风 目光若有肆无地 在音小川的腰间 浏览了几圈 然后笃定了 他的身上定然 却有可以隐藏的 储物空间 对于欧阳长风 探测的眼神 音小川不是不知道 只不过他并不在意 在对方的面前 暴露这种等级的能力 打开妖怪探测仪之后 音小川熟练地 进行躯意式的搜索 没多久 结果就出来了 音小川 只是前面 地表为山谷的地方 一处忽明忽暗 浓烈的色彩 那只妖怪就在此地 奇怪的是 这周围只有一只妖怪 难道盟主一行 被这一只妖怪困住了吗 按理说 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但事实上 结果就是这么地 摆在面前 我们从盟主大人 传递过来的消息中获知 他们潜入了 妖怪的居住之地 然后就被困住了 怎么也逃脱不掉 就这么点内容 是的 那看来魏盟主 也在这个地方了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 盟主的方位 那还等什么 一击过去 灭了那只嚣张的妖怪 救出盟主大人 是 手下马上 就转人部署 嗯 那我也去附近探查探查 寻找一个 最方便 最适合入骨的道路 看着卢海峰 跟欧阳长风 在面前一左一右地离开 林勉在耳边 沉声道 大哥 这只妖怪 看起来很强大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探测一发出警报 不错 异象太多了 高手中的高手 魏武员 悄无声息地被困山谷 求人支援 方圆十里以内 仅这么一只妖怪 四周安静到一场 再加上 妖怪探测仪一样的警告 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 此行不简单 形势需要小心 你觉得 欧阳长风可完全信任吗 我说过了 除了咱们自己兄弟 没有人值得我们完全信任 这会儿 欧阳长风绝而复返 脚步匆忙地赶了回来 兄弟们 我探查出来了 前面往前一路直走 就是通往山谷的道路 那里也是我们去山谷的 唯一道路 傅盟主 有没有在路上 看到什么异常的情况 没有 并无任何异常之处 说完他就看向众人 身色严肃 四海盟主兄弟 经我号令杀入山谷 救出盟主 四海盟众人毫不犹豫地应试 等等 傅盟主 我看此事 并未完全调查清楚 不可贸然行动 欧阳长风看向殷小川 却没有任何准备让步的意思 盟主大人被困在内 离我们仅仅一步之遥 我等心急如焚 如何能做到不行动啊 何况我已经探查清楚 入骨之路并无异端 大可闯入 万一有情况呢 妖怪突然间出来呢 那也不必担心 我方已派出盟中 实力最强的兄弟 再加上有应先生 你们一行的助阵 还有盟主 跟我们理应外合 可谓强强联手 我相信 这世间 也没有任何东西 能阻拦我们了 这家伙 也太狂妄自大了吧 这家伙到底是 哪里来的自信啊 殷小川按那 不经意地 想抽出的嘴角 与其平稳 我认为我们还是在此地 先从长计议 再做打算吧 这时 关心盟主心切的卢海峰 也忍不住站出来 为欧阳长风说话 应先生 你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也请你相信 我们四海盟的实力 对啊 我们四海盟办事 从来就没有失手过 就是 狙击一只妖怪罢了 我们一人一下 就能把他打死 四海盟 纷纷为欧阳长风帮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 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半指红雀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三十章 欧阳长风的脸上 流露出一丝微笑 英小川的视线 扫了过来 欧阳长风 又急切地说道 英先生 事不一致 不能再耽搁了 说完 他一招手 走 兄弟们 杀入山谷 齐震山河的一声咆哮 接着四海盟所有人 都毫不犹豫地 入侵了山谷之中 英小川 冷眼看着这群人 在眼前走过 脑海中不断地翻滚着 之前露出的种种迹象 只觉得一个谜团 在心底里放大升级 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沉默不语 事已至此 在没有找出 确定的线索之前 英小川 只能陪着他们行动 毕竟合作二字 不光只是口头上的 一句承诺 话音一落 他们就跟在四海盟的后面 也跟着走入了山谷 队伍入山谷之后 为了寻人 便自动分散开了 欧阳长风 虽然一直招呼兄弟们 杀入山谷 但其实他本人 一直没有冲到最前面 反而慢慢地 从队伍的中间 退至到队伍的末尾 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路上 英小川和无形的小尾巴似的 一直尾随在他身后 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就在所有人 冲入山谷深处的时候 欧阳长风忽然停住了脚步 眼神警惕地 在四周打量了一圈 确认无意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 冲入另一条小道之中 那是一条 不仔细观察 根本发现不了的小路 但是 欧阳长风 却毫不犹豫地跨了上去 很快他的身影 便消失在了眼前 英小川 站在那条小道的路口 目光深沉地 看着欧阳长风的背影 心里 一股不好的预感 越来越重 此时此刻 李勉带着 欧陵 以及孙悟空三腰 已经尾随着四海盟的人 深入山谷之前 直到面前 被一个巨大的山石 挡住脚步 他们突然迷失了方向 这才猛地停了下来 李勉看着 卢海峰问道 你家盟主呢 卢海峰也反问李勉 你家大哥呢 两人面面相去 这才发现 这两个人 竟然双双走丢了 卢海峰说道 副盟主 他也可能是迷路了 我也打电话联系他 说着 准备联络 身侧 忽然刮起一阵风 与此同时 鼻子里面 闻到了一股浓烈 并且熟悉的味道 所有人 都反应了过来 一个个脸色 皆变得难看 那 是妖怪的气味 只有修行者 才能闻得出来 每个妖怪 都有他身上固定的气味 越是邪恶 就越是浓烈 即便跟在 英小川身边的这几只 一直在接受 正统修炼的妖怪 身上也有 无法掩盖住的妖气 但是这只妖怪身上的妖气 未免过于浓烈了一些 这就好像是 一只猪和一群猪之间的区别 可怕的是 一群猪夹起来的细味 却是从一只猪身上 散发出来的 哗啦啦 四周刮起了一阵斜风 这风是哪儿来的 莫非是那妖怪 就在这附近 邪了门了 竟然探测不出 他的准确位置 就在众人惊诧的时候 不远处高高地 升起了一扇 五彩斑斓的屏风 色彩艳丽 不过 那屏风无端的升起 又是那么巨大的一堵 就跟强势的 众人皆感到奇怪 孙悟空提醒道 当心 妖气就是从他身上 散发出来的 敖铃紧张地点了点头 陡然间 那堵屏风动了一下 接着便出现了 令人震惊的一幕 只见屏风 缓缓平地升起 从一堵屏风 变成了两堵屏风 接着整个身体 就出现在了面前 是古蝶 蝶妖啊 这只隐藏在 山谷里的妖怪 终于揭开了 他神秘的面纱 原来 这竟然是一只 巨大无比的蝶妖 蝶妖飞翔至半空中 在众人的头顶上 来回盘旋 它震动翅膀 一只翅膀 足有十几米那么大 它的阴影 遮盖在众人身上 硕大无比的身躯 足能挡住 大半的光线 呼呼呼 它震动翅膀 拍打空气的声音 烈烈作响 翅膀上 微不可见的粉末 洒落下来 溶于空气之中 没多久 敖林眼前的视线 便变得模糊一片 它不知道的是 在它身后 四海蒙的修行者 已经接二连三地 倒了一地 而另一边 完全对 敖林那边情况 一无所知的 英小川 一路紧追在 欧阳长风的身后 终于 在欧阳长风 即将跨出山谷前 将其拦截了下来 欧阳长风 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英小川 会出现在自己面前 当英小川 缓缓回过头 看向他时 他心里咯噔一下 已然动了杀意 副盟主 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是去接应其他人 不瞒你说 这次我们派遣了两组人 先后赶来 进入山谷的是第一组人 我们要去接第二组人 过来入库 哼 这事 你之前怎么没有说过呢 事关盟中机密 自然不便透露 不是说好了合作吗 合作 就是不便透露 英小川的语气 逐渐冷了下来 副盟主 你办事 也未免太没有诚意了吧 欧阳长风没有说话 事实上 他已经没什么 好狡辩的了 英小川看着他 忽然似笑非笑地说道 欧阳副盟主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的真实身份了 你就是蝴蝶门派遣过来 潜伏在四海盟里的人 欧阳长风大吃了一惊 你怎么知道 刚刚一炸就炸出来了 不过前一后果串联在一起 也不奇怪 英小川在心里默默地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回子白 魔音小海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三十一集 神儿不等英小川说话 欧阳长风就原形笔录 得意洋洋地等 就算你知道 又怎么样 英小川静静地看过去 就算你把一切都看出来 那也来不及了 他们已经进入了口中 即便你现在过去提醒他们 也无济于事啊 这一切 都是胡帝们的阴谋 不错 欧阳长风 剑胜券在握 索性是共认不讳 莫阳帝呢 看不出来吗 我是要把你们一网打尽 欧阳长风眉目睁你 大笑几声 我早就有计划 一举歼灭魏元五的四海盟了 你 算是个意外收获 痛快 痛快 即灭了被靠国家的修行者 又能灭了你的伙伴 整件事情我唯一没料到的地方 是你竟然没有中招 尾随我出来了 你果然比一般人更聪明 可惜啊 可惜你虽然聪明 却不走运 若你没有自以为是的出来挑衅我 说不定还能留条活路啊 可你天堂有路不走 地狱无门 你偏闯进来 注定是要死在这儿 欧阳长风 你不是四海盟的人吗 怎么就跟蝴蝶门勾结在一起了 你错了 我本来就不是四海盟的人 从一开始就是蝴蝶门派过来 潜入四海盟的内应 山谷内到底有什么 山谷内的东西 自然能把你们所有人一举歼灭啊 殷小川心口顿时沉了下来 此心四海盟 显出来的全是高手 倘若山谷之内 妖怪当真能够杀死他们 那就说明 他也有能力杀死敖林他们 四季此 殷小川就彻底地坐立不安 愤怒地骂了一句欧阳长风 你这个疯子 玄吉拿出了手机 立刻拨打敖林的电话 一串盲音无人接答 亏天静的屏幕上 出现了一行提醒 对方亏天静主人陷入危险 幸好暂时探寻不见 糟糕了 看来敖林已经陷入 欧阳长风所说的危险之中 欧阳长风 我警告你 倘若我的朋友 有个三长两短 我定然将你碎尸万段 殷小川落下这句誓言 动身就往山谷之内赶去 他必须要在危险真正来临之前 敢去阻止 他断不能让他们的安危 出一点点的纰漏 欧阳长风看着殷小川 迅速远离地身影 露出了一丝傲慢的冷笑 你以为你赶了过去吗 殷小川 所有人都把你的本事传得神乎其神 我倒是想看看 你究竟有多少真本事 巨型粗大的闪电撕裂了天幕 天地也跟着位置变色 殷小川看到面前出现的异象 是惊得停下 紧接着 一道黑紫色的闪电就敲开了天空 击打在对面的山头上 一声巨响 天地崩裂 整座山头为之崩塌 地动山摇 大地止不住地摇晃 欧阳离小川稳住身形 正吃惊这道闪电的来源 就感觉 身后逼近一道蓬勃的杀气 他下意识地拔出凌霜剑 护在胸前 回头看去就只见 欧阳长风从天上飞掠下来 他左右两只手中 各握着一只巨大的铁锤 铁锤上有黑紫色的电流划过 殷小川这才发现 原来那两根闪电 是从欧阳长风的铁锤中 发射出来的 随着他崛起双臂 天边阴云密布 瞬间形成了两道巨雷 牵引在铁锤之上 对其进行攻击 此情此景 殷小川大吃一惊 欧阳长风手中 竟有如此神气 殷小川 欧阳长风漂浮在半空之中 举高临下地俯视着殷小川 圆形笔露 猖狂道 你在我眼里 不过这是一只蚤蚪蚁 我要杀了你 那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真是大放厥词 有能耐就拿出真本事了 侵查过后 殷小川就恢复了镇定 不管面前的对手是谁 不管 他拿着什么神兵力气 只要能够打得过 都不算厉害 凌霜剑握在手中 兴奋地争鸣起来 想来他跟主人一般 嗅到了战意 叶极 你是不是也很想宰了这个人 那就你我人剑合一 连手将这妖人劈作两段 以献名分 凌霜剑温温作响 似是在回应 欧阳长风举起了雷锤 对准殷小川 接连打下三机雷鸣 这等雷电若直接打在人的身上 怕是会在瞬间燃成粉末 眼看着雷电袭来 雷小川急忙闪避 雷电接二连三地打在身侧 轰炸出无数巨大的黑洞 树木倒塌 完时尘粉 山头倾倒 一片郁郁葱葱的丛林 没有多久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欧阳长风高高在上地 追着躲避雷击的雷小川 接二连三地垂击 大肆地破坏了 释放他内心毁灭的阴暗面 他想要将看到的一切 都以为平地的画面 最后一块可以用来躲避石头的 也在面前被击溃成了粉末 雷小川心里暗骂一声 在地上打了个滚 扫去一身的粉末 抬头冰冷仰视着欧阳长风 被雷电打击过 只剩下一片焦黑土壤的地面上 只剩下唯一的处理物 那就是殷小川 欧阳长风觉得 那不凭整最终的成果 是将抚平所有 欧阳长风 你偷袭别人算什么能耐 有本事你就下来 跟我堂堂正正地较量 欧阳长风并不吃这一套 老子只要能杀了你 任何法子都是老子的本事 真以为他不能飞了 欧阳长风脾气立马上来 真气一条脚下轻盈 轻而易举地就从地上伸起来 踩在空气上 就跟如履平地一般 与欧阳长风平视 殷小川右边嘴角往上一掀 长剑在手中甩出了几道剑花 指向欧阳长风 再来 欧阳长风单手脱锤 向殷小川迎面袭来 黑紫色的闪电包裹着铁锤 噼里啪啦席卷而至 殷小川不慌不忙 放大手中的零双剑 以剑气为盾牌 挡下铁锤 铁锤在距离零双剑 一米之远的地方 就无法再靠近一寸 两股力量相互较量 最后 殷小川一掌拍在了剑面上 挥拨助澜 竟让铁锤 原路返回 打了回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 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涵 林烟 五毛一分钟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三十二章 不过 有灵性的武器 终究是护主的 铁锤 没有袭击欧阳长风 在即将靠近他时 飞快地变换了方向 欧阳长风 伸手握住 下一秒 他便吃惊地 睁大了眼睛 那铁锤 并没有顺理成章地 受他操控 而是带着他 飞远了 欧阳长风的手掌 紧紧地握着铁锤的把手 身体就跟风筝一样 往上飘 正当欧阳长风 满是不可思议时 他看到 英小川过来了 他跟火箭一般 飞速地 朝他的方向 飞旅而来 最可怕的是 英小川的手里 握着一把巨大的长剑 一把比他身体 更长 更大 更宽的长剑 就跟手握着 轻飘飘的玩具似的 举起来 对准 欧阳长风的腰部位置 一箭砍下 没有挣扎的余地 没有喘息的机会 欧阳长风 瞪圆了一双眼睛 他不明白 为什么铁锤 已经带他飞得足够远 足够快了 却还是被英小川 轻而易举地追上 但他感觉到 自己腰部 脊以下的部位 没有了 身体 一下变得轻盈起来 欧阳长风 瞪着双眼 往下看去 就看到自己的肠子 带着自己的双腿 往另一个方向 飞速地远去 很快 就变成了一个黑点 同样的 他也看到了 英小川的脚下 缠绕着一根 近乎透明的蜘蛛丝 另一端 竟然缠绕在 铁锤的沟壑上 所以 他怎么也甩不掉 英小川的追踪 只是 等欧阳长风 发现这一点的时候 已经晚了 轰的一声 铁锤从天而降 砸出了深渊巨坑 英小川 从天上缓缓落下 走到巨坑边缘 就看见 欧阳长风 紧剩的半截身体 已经在铁锤 坠落的余威中 跟焦土 混在了一起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变成了一坨烂泥 救命啊 救命啊 深空中 传出一道 微弱惨淡的呼救声 英小川 垂眸一看 便见欧阳长风的 魂魄 被牢牢压在铁锤身上 动弹不得 巨阳的武器 天生就跟 志音的魂魄不融合 每隔三秒 欧阳长风的魂魄 便会被铁锤内 散发出来的余威 击中全身 虎不堪言 可能 这就是报应吧 在乔购 欧阳长风 惨壮之后 英小川伸手 将他从铁锤的底下 解放了出来 拽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在他的精神领域之中 他便是唯一的主宰 而欧阳长风 则是那只瑟瑟发抖 毫无反抗之力的蝼蚁 谁是蝼蚁 坐在虚幻的座椅上 用小川单手把玩着 鳞霜剑化成的长绳 面无表情的凝视者 蜷缩在地上的欧阳长风 欧阳长风锐气全无 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 他能感受到的只有害怕 他跪在地上 没有尊严地求饶着 我是蝼蚁 我是蝼蚁 你放过我吧 放过我吧 他全身上下 每一个细胞 都在呐喊恐惧 每一个毛孔 都在疯狂颤抖 说 你究竟是谁 把你的来历 目的 做过什么视角 原原本本地交代清楚 绳子抽打在地上 好比在精神 极度紧张的人耳边 制造尖锐的噪音 来威胁对方 褐阳长风 吓得抱头蜷缩 全部招供了 我是蝴蝶门的人 七十年前 接到上司的命令 潜入死海盟 跟在当时还是 副盟主的卫武员的身份 随他出生入死 取得他对我的信任 这期间 我一直把四海盟的消息 透露给蝴蝶门 四海盟表面强大 即使一切的动态 都掌握在蝴蝶门的手里头 在蝴蝶门的指令下 我铲除了前任盟主 让卫武员成为四海盟的盟主 这样 深得他信任的 我就能做二把手了 我当上四海盟的副盟主之后 就接到了蝴蝶门的 下一步指令 灭掉四海盟 你的上司是谁 他叫齐少伟 你也认识 他就是那个在网上 污蔑你的甜面英雄 英小川的心底 不由地对这个人 更加生起了一股厌恶之意 冷冷地说道 原来是他 你对此人 还知道些什么 我还知道他是蝴蝶门的大弟子 实力在我之上 欧阳长风 绞尽脑汁地说道 一边说 还一边挤出笑容 好好地看着英小川 那其他的呢 蝴蝶门背后的势力 你知道多少 我 我不知道这些 这事关蝴蝶门的最高机密 我只是个小小的成员 他是不会告诉我这些的 欧阳长风发现 自己竟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生怕惹得英小川不高兴 表情一下慌张起来 求饶似的看了过来 原来欧阳长风 不过是蝴蝶门的 一枚小小棋子而已 但一枚棋子 也有这般实力 那蝴蝶门内部 蝴蝶门内部 着实是卧虎藏龙 你还知道些什么 把你知道的 全都说出来 是 是啊 我当然不敢隐瞒你 我什么都会告诉你 那个齐少尉还告诉我 当四海蒙的修行者 清朝出洞去对付 谷中妖的时候 他也会召集天下 其他的修行者 组织力量 去攻打妖王的领地 什么 他想干什么 这个齐少尉用心险恶 他的目的 就是想让华夏的修炼者和妖界 拼你死我活 两百俱伤 他们甚至还想活着 正在渡劫的妖王 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兴许是蝴蝶长风 此刻的嘴脸 太过令人作呕 英小川竟然萌生出了 暴虐他一把的冲动 手中长绳 如蛇一般灵活的 缠绕上 欧阳长风的脖子 猛地一拽 在欧阳长风 惊恐地快要爆炸的同人中 英小川 世界里没有一只鬼魂敢撒谎 欧阳长风的话 必然是真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五月的木暮 千锁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三十三集 只不过 一想到此人 曾经害死过这么多人 他就想要狠狠地 教训他一段 身子钻入了脑中 欧阳长风疼地 惨叫起来 他吃痛地 躺在地上打滚 灵魂的严心拷打 这是一种 没有办法去想象的疼痛 惨叫声 充斥着整个精神世界 殷小川 却面无表情地 目睹着一切 心若磐石 微闪不动 探索记忆 很快就有了结果 果然 欧阳长风 方才所言 并没有撒谎 不光如此 殷小川 还从他的记忆中 查探到了 方才他没有问到的 一些内容 就是关于 古中妖的 原来山谷里的 那只妖怪 乃是蝴蝶们的 护叫神妖 已经活了数千年之久 实力 比全盛时期的妖王 稍弱一分 他最擅长于 幻化妖法 控制人的心灵 让修炼者和妖 自相残杀 故而 数千年以来 但凡想要去 捕杀他的修行者 那都是有去无回 而唯一可以 对抗这只蝴蝶妖的 就是妖界的妖王 蝴蝶们想要将妖王 除之后快的原因 也是在此 妖王一死 蝴蝶妖 再将无人可以制衡 尹小川 榨取干 欧阳长风的记忆 也让绳子 退出了他的大脑 欧阳长风 瘫软在地上 细细碎碎地 呻吟着 魂魄微弱 又魂飞魄散的迹象 尹小川 终究是受下留情 留了他一命 毕竟 除之魂魄这件事情 并不应该由他来惯 尹小川厌恶地 瞥了一眼 欧阳长风 随手超度了他 将他放出了 自己的精神世界 没过多久 舵铃鸟就出现了 将欧阳长风 带入了地府 此地 尹小川站在原地 抬头看向山谷的方向 他并不知道 山谷内正在遭遇着什么事情 哪怕此刻心急如逢 他也不能够慌乱 通过探查欧阳长风的记忆 尹小川不止一次地 目睹了古中怪杀人的惨状 不得不承认 以他目前的能力 并没有把握 除掉此药 带回所有人 在这等无能为力之下 尹小川他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寻求他最大的考生 天庭地府的帮助 打开微信 尹小川毫不犹豫地 就找了太白金星 发出一个遇到危险的信号 这则信号不到真正危险的时候 尹小川他是不会发的 因为信号已出 不管是太白金星身在何处 正在为何事 都会第一时间收到提醒 尹小川前所未有的 紧张地看着微信提示 一秒两秒 太白金星打来视频聊天 尹小川快速地接起 太白金星的面庞出现在眼前 他严肃又紧张地问道 小川 你出什么事情了 尹小川把事情经过 全部向太白金星诉说了一遍 太白金星听完之后当机理断 此事果然严重 小川 你去找个安全点的地方 混入地府 老夫 这就通知秦广王 我们三个碰头开会 行 尹小川二话不说地挂了视频电话 抬头左右找寻一圈 却发现 四周因为铁锤的威力 所有植被都变成了平地 他目光落在面前的巨坑上 所谓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想也不想地就跳入了坑中 背靠着铁锤坐下 闭目 深入地府 等到再度睁开眼睛 就已经出现秦广王的书房之中了 没过一会儿 书房的门打开 太白金星跟秦广王并肩走了进来 太白金星一看到尹小川就说道 小川 老夫已经把你遇到的事情 全部跟秦广王说的 秦广王让你不用担心 他有办法帮你化解危机 殷小川一听 洗了 瞧着鬼脸怪也比以往顺眼了许多 态度诚恳道 秦广王大人 请刺脚 秦广王在沙发上坐下 面无表情 你先把那妖怪的情况说一遍 哦 我没有跟那只妖怪碰过头 只是在欧阳长凤的记忆里 获知了一些他的讯息 这是一只狐蝶 最擅长的是幻术 他的幻术可以蒙住人心 让人丧失理智 互相争斗 自相残杀 神 这的人只是一个统称 其实天地万物 人神鬼妖 皆逃不过他的幻术 蓬弹之言 秦广王不屑地冷哼 目光落在殷小川身上 我看你就能灭掉那只妖怪 如何灭掉 自己凭你自身实力 秦广王大人 你也未免太高看我了吧 即便我天赋异比 学东西也很快 可那只妖怪是几千年的老妖怪 就连妖王亲自过来对付他 也得吐一把劳血 他 不 他自认为自己没有那个自信 秦广王大人 您不会 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 秦广王皱了一下眉头 像是不太理解殷小川的言下之意 你就这么对自己没有自信啊 我 这他娘的让人怎么回答呀 秦广王大人 小川再怎么说 也才修炼了没多久 实力是强 可是 那这妖怪 你也不是没有了解过 确实是 我说可以 那就是可以 秦广王淡淡地打断太白金星的话 太白金星一正 有些茫然地看着他 秦广王站起身 夺步走至英小川面前 他缓缓伸出手 掌心之上浮现出一只 金光闪闪的飞轮 太白金星看见此物 吃惊地倒出一口凉气 满眼不可置信 他张了张口 最后什么也没有说 听小川的视线 完全被秦广王手里的东西吸引过去 他琢磨着 那小玩意儿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看起来圆乎乎的 蛮可爱 就像小时候小孩子最喜欢玩的飞碟 他玩飞碟却是玩得蛮好 那会儿家那边的小孩 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他想 要是当时国家有飞碟比赛 他肯定就去报名了 这说不准 现在都是国际级的选手 秦广王将金伦 放在英小川面前 缩回手 英小川目不转睛地看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莫福峰 青阳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三十四章 秦广王说道 此乃 金伦 是我赠予你的礼物 这金伦拥有强大的力量 如果善加利用 可以天下无敌 英小川不敢置信地听着 就这小破玩意儿 还能天下无敌 这玩笑 就好像是有人在小时候 拿着一个小飞碟告诉他 只要你学会了他 就能成为世界冠军 匪夷所思 不可置信 可是 这般许诺的人 是秦广王 倘若 他直言说不信 这黑脸怪 大约会生气吧 那 有使用说明书吗 待你收到自然就明白怎么做了 秦广王动手一挥 金伦就在面前化作了虚无 英小川若有所思地眨了眨眼睛 太白精心叮嘱道 小川 还有一事 你千万不可忘记 妖王一旦死了 人类修炼者和妖之间的矛盾 就永远无法调和 人和妖必然走向全面战阵 所以 妖王必然不能死 英小川 郑重其事地点头 你们放心吧 此事 我定会竭尽全力地去办 绝不会让虎顶门的阴谋得逞 已经没有时间再给你耽搁了 速速离去 拯救你的朋友们吧 英小川抱拳 以示感谢 接着 他便回到了现实世界 睁开眼 英小川就看到 一个冷冰冰的锤子 屹立在自己面前 他拿起窥天镜 打开微信 秦广王已经将小金轮 发送过来 点击接收红包 一个真实的金光闪闪的小金轮 便出现在面前 英小川低头注视着他 认真研究了一会儿 没琢磨出什么成果来 秦广王也真是的 给他这么牛逼哄哄的一件宝物 使用说明术也不给一张 那他怎么用呢 全凭议会吗 英小川让金轮 浮在手掌心之中 目光落在不远处的铁锤上 他低声对金轮说道 去 赶翻他 金轮蹭的一下窜起来 猛然间金光大盛 气势汹汹 英小川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可以啊 这小轮子 有那么点天下无敌的气势了 快 上 英小川 焦急地催促着 小金轮 用力地往前一冲 撞击在铁锤上 铁锤纹丝不动 小金轮 拼命地旋转着 铁锤 仍然是纹丝不动 英小川的脸顿时黑了下来 什么鬼 说好的天下无敌呢 我看是天下皆是对手吧 时间过去不少 英小川知道 自己不能再继续干耗着了 于是伸手召回小金轮 纵身跳出了深坑 很快便远离了此地 英小川不知道 就在他走远之后 被小金轮切割过的铁锤 砰的一声便炸开了 而另一只铁锤 掉落在了百米之外 也在铁锤爆炸之后 跟着炸裂了 英小川并不知道这一切 他还在嘴里碎碎念 吐槽小金轮 吐槽勤广王 什么天下无敌 竟瞎扯的 一会儿还得靠我自己硬考 黑脸官说话 也太不靠谱了 以后再也不相信他了 小金轮趴在囊带口子上 听见了这些话 委屈地缩了缩头 钻入了深处 地府秦广王的书房中 一面镜子 查看着人间的景象 二位鬼神此刻看的 正是英小川用小金轮 实验铁锤的场景 清晰地听到了英小川的吐槽 太白金星叹了口气 你现在就把金轮交给小川 这合适吗 你在担忧什么 被骂成黑脸怪的秦广王 脸色没有一点变化 好像是 这根本就是一件 细以为常的事情 老夫是在担心 小川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 秦广王看着镜子里 那道渐渐远去的身影 脸上竟然流露出了 一丝难得的慈想 该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的 我相信 他能克服眼前的困难 山谷内 李勉的意志被唤醒了 吃力地睁开眼睛 他揉了揉头 站起来呼喊道 昊灵 小空 小精 不见 你们在哪 没有人回应 眼前是一片混沌 李勉用力地挥了挥手 忽然间 他吃惊地看向前面 一道巨大的黑色影子 慢慢地向他走过来 与此同时 脚步声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 他警惕地扫尸四周 只见雾霾之中 走出了无数只 长相猙獰可怖的妖怪 他们的样子越来越清晰 当他们看到李勉时 都举起了手中的武器 毫不犹豫地便砸向了他 山谷内一片混战 一只巨大的蝴蝶腰在半空中飞旋 巨大的翅膀就跟下雨一般 坠落下许许多多白色粉末 在这视野之下 地面上是清楚的 没有一点烟雾 从混沌中清醒过来的修行者 接二连三地醒了过来 迷茫地张望着四周 突然之间 他们在迷茫中找到了对方 感受到了彼此 没有大劫过后的惊喜 没有安心 没有松一口气 只有骤然间金变的脸色 在他们的眼前 昔日的好友 并肩作战的伙伴 已经变成了猙獰可怖 会随时掠夺自己性命的怪物 危难面前出于本能 他们不于而同地 拿起了手上的武器 只要有一个动手 局面便会变成混战 影下已成了最惨烈的战场 血腥味浓郁 人头便跟收割的稻草似的 一颗颗被砍了下来 破碎的尸体躺满了一地 但对陷入幻境的他们而言 他们砍杀的 只是迫害自己生命的妖怪罢了 人在危急的时刻 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是不可低估的 蝶妖在空中震翅飞旋 他俯视着下面的修罗战场 像是发出了嘀嘀的冷笑 忽然间 一阵强烈的吆喝声 从山谷深处爆发出来 密集的脚步声接踵而来 带头的男人浑身幽黑 躯体强悍 一身肌肉 手里举着一把沉重威武的开山斧 他冲进雾霾中 大声喊道 我是盟主卫武员 紫海盟的兄弟们 你们被幻属迷惑了心神 赶快停止互相攻击 在他身后 几十个气势汹汹的修行者 跟着冲进了迷雾之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涵 哲宇 长林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三十五集 腰蝶提叫一声 不懈地看着 魏元武率领的众人 继续洒下纷纷扬扬的迷雾 此刻的魏元武 带领他的一种下属 因为吃过腰蝶的苦头 孤儿这回 旧阵皆有防备 封住呼吸 蒙上面罩 避免腰粉吸入鼻中 可惜无论他如何高声呐喊 都没有用 已经中了腰底暗算的众人 早已经认不出 此时冲入屋中的人 是他们 敬重不已 并且愿意 舍身来救的盟主 在他们看来 冲进来的这帮家伙 是一批新来的人 争女无比 张扬无爪的怪物 魏元武的呼喊 非但没有任何的用处 反而他高调的行径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意识之间 攻击全向他招呼而来 在陷入疯狂之中的 修行者看来 魏元武这只妖怪 是这批新来的妖怪之中 最可怕 也最强大的存在 魏元武满心地焦急 却是无可奈何 这两世 他率领幸存的部下 躲在山谷之中 小心地避开蝶妖 但因为蝶妖的锁阵 他没有办法冲出重围 只能暗中传出秘密信号 请求支援 兄弟们的确赶来了 他们饥渴难耐地 蜷缩在那一片 低窄小小的山洞之中 听见不远处 响起的刀剑相向的声音 就知道兄弟们过来了 可是最糟糕的情况 也同样发生了 入骨的兄弟 跟他们一样 遭到了蝴蝶腰 幻症的攻击 只不过 他不明白的是 明明在传递出去的信号之中 他已经提醒了 蝴蝶腰拥有可怕的幻术 但是兄弟们 却仍旧是毫无防备地 就冲进来 现实的紧迫 让魏元武无法细想太多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来救他们的兄弟 全部死于蝴蝶腰的幻症之下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过来了 眼前的画面 一如想象之中的惨烈 不久之前 他所折损的一半兄弟 也全部是死于 自己人的刀剑之下 魏武员心知 那喊声并不能够唤起 他们的理智 当机立断地下令 打掉他们手里的武器 将他们带离此地 清醒的众人纷纷应答 空中 蝴蝶腰盘旋着 发出咕咕的鸣叫声 他不慌不忙 他伦眼俯视 在他眼中 底下万斑 皆是蝼蚁 打撞 紧紧地握着 拿刀 看向自己的 青年男子的手腕 盯着他 赤红虚无的双眼 大声道 敢庆祝我是谁 我是你老大 这名换作大壮的 年轻男子 你笑一声 咬你还敢冒充 盟主 该死 大壮 忽然间 魏武员就看到 面前的大壮不见了 绝而代之的是一个 面目猙獰 充满攻击性的妖怪 难道 封住呼吸 也挡不住 蝴蝶腰的患阵吗 魏元武心中 陡人生起一股绝望 他忙回头 寻着底兄 此处哪儿有他的兄弟 此处分明就是妖怪窝 魏元武暴虐心起 他咔嚓 捏断了大壮的手腕 举起手里几百斤重的大腹 砍向对方的头颅 空中有笑声不断地响起 当年被太上老君 关在八卦炉里 练了个七七四十九天 无意间修成 自大俺老孙拥有火眼金睛 世界一切妖怪 一切幻术 皆欺瞒不果 这双眼相 脑中莫得想起一句警醒 孙悟空举起手中的金箍棒 棒上燃血 映然方才用他杀了不少人 他尽量地刷毛 缓缓地看向四周 幻境在他的眼中 已然失效 最真实的画面 呈现于眼前 二师弟杀石弟 李勉敖铃 陷在缠斗之中 宛若丰谋 原来这就是蝴蝶腰最强大的本事 呆子 呆子 杀石弟 杀石弟 孙悟空不断地在心里呼唤着他的两位师弟 他们心灵相通 以往即便相隔千里之远 也能够一呼而应 孙悟空在心里不断地叫着 他相信 他们听得到 大师兄 猴哥 不远处 猪不戒跟杀小静迟缓地停下了攻击 有些茫然地四处张望 他们并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但是听到了孙悟空的呼喊 呆子 杀石弟 俺们都中招了 中招 中什么招呢 蝴蝶腰会幻术 他迟早幻境 蒙蔽了俺们的眼睛 让俺们把盟友当敌人杀 原来是这样 这妖好邪恶 师父呢 李敏奥陵呢 没有看到师父 师父应该没有跟过来 李敏跟奥陵他们打起来了 李敏要杀了奥陵 那怎么办呀 猴哥 我们得帮他们 现在只能靠阿姆兄弟三人了 你们听俺指挥 切莫不可再迷了心智 否则的话 神仙也救不了咱们了 好好好 大师兄 我都听你的 你说怎么做 咱们就怎么做 蝴蝶腰的目的 就是让俺们互相杀害对方 他就可以 不费吹灰之力地 灭掉俺们所有人 俺们要做的 就是组成联盟 不继续死人 可是他们都好厉害 光凭我们 能阻止得了吗 能挡一个是一个 要是不做 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大师兄说的对 二师兄 我们就听大师兄的话 跟着赵做吧 老猪 我也没说不做呀 老猪长这么大 还没有见过 这么多的尸体呢 太子 里面有不少是你杀的 我没有 好了 别针了 我们救人要紧 此刻在孙悟空的呼唤之下 诸不借根杀小镜 已清醒过来 自然也都看清楚了 真正的景象 是多么的惨烈 兄弟打兄弟 盟友打盟友 相互攻击起来 丝毫不留余地 战斗之中 李勉招招习相熬灵 攻击之狠 每招皆是命门 索性敖铃乃是龙身 身体有着天然强大的防御 李勉的大刀砍落下来时 他就半身化龙 以龙铃挡下攻击 这么做 虽然死不了 但是也扛不了多久 一旦李勉找到敖铃 龙铃薄弱之处 敖铃必死 这一幕 看得三腰焦急万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李勿涵 伊诺 祖国小龙 后期制作半纸兰烟 第五百三十六章 朱不介说道 糟了 李勉要杀敖铃 李勉一定会后悔的 杀小静说道 什么后悔不后悔 李勉现在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孙悟空直接冲到敖铃的身侧 替敖铃扛下了李勉疯狂的攻击 可起料 被突然挤到一旁的敖铃 只是愣了一下 紧接着他娇喝一声 一起攻击李勉和孙悟空 朱不介顿时看傻眼了 鸡马喊道 敖铃怎么敌我不分了 侯哥明明就是过去帮他的 在他眼里 李勉跟侯哥都是妖怪 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一个丑点 一个更丑点 行了行了 废话不说了 我们去帮侯哥吧 侯哥一对二 吃不消 朱不介和杀小静说完 二话不说也冲入战场 帮孙悟空共同对付李勉和敖铃 当然了 他们的目的仅仅只是要拖延一点时间 在想到办法之前 不让对方伤到自己 一声冷笑清楚地响起 朱不介被靠在孙悟空的背上 说道 侯哥 你干嘛冷笑 笑得好可怕 把我脊皮疙瘩都笑起来了 呆子 那不是俺在笑 那是谁 飞在天上那只大妖怪 他笑什么 朱不介一阵哆嗦 尽管没有和蝴蝶腰干过价 但他心里就是对这只妖怪 有莫名而来的恐惧 孙悟空说道 他必是看出俺们清醒了 那他怎么办 这时 沙小静忽然说道 大师兄 你看天上 孙悟空抬头一看 只见天上密集地飘下许多白色粉末 就跟面粉似的 这些粉末 之前还微弱地让人忽视 可是现在 随着蝴蝶腰 振翅的频率加速 抖落下来的粉末多了 也就看得出来了 他在专门 给我们表演下雪吗 蝴蝶腰不知何时 飞到了三腰的头顶 朱不介 感觉到身上积雪的压力 抬头 呆呆地看着 呆子 孙悟空回头 看到朱不介这副蠢样 忍不住骂道 谁他妈在给你表演下雪啊 那是他的幻术 这只死药在想方设法的 让爷爷们陷入幻境里 朱不介恍然大悟 骤然清醒 跺了跺脚说道 原来 他不是在跟我们表演下雪 他是在挑衅我们呀 大师兄二师兄 完了完了 要蝴蝶加大料量 他们也疯得更彻底了 他们好像发见我们了 全都像我们这边靠过来了 孙悟空一惊 急忙看去 就看见原本在互相攻击的四海盟众人 在为援武的带领之下 全都向他们攻击而来 这帮杀红了眼的修行者 就跟丧尸一样 没有理智 没有人性 满眼都只有屠杀 不好了 他们过来了 好哥 怎么办 朱不介慌乱不已 原本 他们就属于混战 敖铃和立冕 虽然敌我不分 但好歹 在他们三个人的帮助之下 不至于令谁受伤 但这会儿 这些杀红眼的牛鬼蛇神 全都冲了过来 这意味着 他们好不容易维持的平衡状况 便很快会被打破 危险比先前加剧了 三妖神 一边对付李勉和凹灵 一边还要应付 冲过来的四海盟众人 一时之间是手忙脚乱 危机重重 师父呢 师父去哪了 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别吵了 别吵了 你这么叫唤 除了浪费体力 没有任何意义 大师兄 你说师父他去哪了 俺 俺们不知道 但是俺相信 师父一定会来的 俺们要保护好余下的人 不能让战况更激烈了 好好好 三妖坚守着防线 阻挡着一波又一波 疯狂的攻击 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三妖神 虽然获得神佛精血 但毕竟 不是他们青山下凡 实力差距甚大 没坚持多久 三妖神的身上 就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伤口 朱不介的肩膀上 被砍了一刀 血鼓鼓地往外流着 一向最怕疼的他 此时就像没事人似的 拿起手中的钉耙 咬着牙干架 他们三个组成了一道防线 谁也没有后退一步 因为他们心中 都有着一道坚定的信念 师父一定会回来的 小敏 好灵 小空 不介 小静 朱不介 晕呼呼地说道 上师弟 你说我是不是流血过多 出现幻听了 我早 听见师父的声音了 二师兄 二师兄 你快睁开眼睛 瞧瞧 那真的是师父 师父他回来了 好 师父回来了 朱不介 一下从地上弹跳起来 仰头看去 天上飞着一只 丑了巴基的蝴蝶 哼 不是 那不是师父 朱不介 晃了晃脑袋 往其他地方看去 然后突然激动地泪流满面 那是师父的鳞双剑 鳞双剑上站着的人 是师父 是他 是他们的师父 师父 师父 我们在这儿 英小川操控着鳞双剑 飞入山谷石 耳边就听到了打斗声 鼻子里 闻到了血腥味 这都在他意料之中 所以他的心 也一直掉着 尤其是看到 一地尸体的时候 英小川更是紧张不已 就在他集中注意力 寻找那几道熟悉的身影时 底下忽然传来一道呼喊声 他先是一愣 急忙看去 接着就看到一个 满身是血的胖堆 蹦蹦跳跳 冲他不断地摇手 英小川起初 并没有认出这只胖堆 直到他看见其他几个 同样是一身鲜血 在硬扛的孙悟空 和杀小镜 以及被他们护在身后 互相厮杀的李勉和凹铃 战况当真是惨烈 可看到他们尚且活着 英小川 重重地松了口气 双腿阴阴又疲软 想要坐下来的冲动 直到此刻 他才知道 原来从头到尾 他有多担心他们 看起来 他们三个徒弟 是有理智的 但其他人就没有了 英小川 毫不犹豫地 从囊带中 取出了一张纸符 抛向空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 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涵 伊诺 祖国小龙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三十七集 福州落地 自动生成 牢不可破的结界 将三神妖 李勉 敖林 自动地保护在内 余下修行者 坚看不到他们 愤怒不已 不断地对着结界 发动了攻击 然而却无济于事 李勉跟敖林 还在打架 见敖林勉强 还有一战的余地 三神妖 纷纷松了一口气 体力耗尽的朱不戒 索性顺着结界下滑 以屁股坐了下去 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这背靠的位置 与杀红了眼的四海蒙众人 仅一度透明的墙之格 战况勉强地稳住 殷小川稍稍放下心来 操控着林双剑 来到蝴蝶腰面前 与之遥遥相怼 神色冰凉 没想到 这竟是最糟糕的结果 殷小川静静打量着 这只蝴蝶腰 默默叹了一口气 没想到这么多人 最后只剩下他一个 但都面对这只妖怪 人都说 蝴蝶美丽 可这只蝴蝶满身邪气 竟是这般的丑陋 真是难看 殷小川闭上眼睛 召唤小金轮 进躺囊带之中的小金轮 感觉到召唤 马上从囊带中飞了出来 出现在殷小川的手掌之上 一时间光芒大盛 天地之间为他是中心 打得你死我活的李勉 跟敖铃不约而同地 停下了攻击 仰头看去 疯狂攻击结界的修行者 也停了下来 呆致又虔诚地看过去 仿佛 光源所在之地 就是他们心中的信仰 殷小川不知道 此时此刻的他 浑身上下 覆满了一身强大的力量 就连先前对他的到来 不屑一顾的蝴蝶腰 也陡然察觉出危机 猛然地看了过来 金轮旋转于 殷小川的身侧 使他的周身 笼上了一层淡淡的 金色光芒 似神奇降临 似佛陀灵世 尖锐的叫声 蝴蝶本是没有声音的 可这只妖怪 却有射人心魄的声音 他愤怒 又狂躁地尖叫 他要将此人 碾于尘土之下 殷小川凝视着 飞选于周身的小金轮 他小心翼翼地贴上来 像是在试探 又像是在嗜好 金轮的光芒 照耀在他的身上 好似恋人温柔地抚慰 真是奇怪 他明明第一次 使用这金轮 为何这心底 却凭空地伸出一种 异样熟悉的感觉 莫名而来地觉得 他可以轻易地 驾驭金轮 仿佛这金轮 已经陪伴他 无数的年华岁月 是他身体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殷小川目光逐渐柔和 轻声呢喃 乱宝 妖蝶愤怒的尖叫声 愈加强烈 原来 是他看到金轮现世 心生出了莫大的恐惧 故而不断地发出尖锐的嘶叫 依迫使他将所有的注意力 攻击力 全部都对准了 殷小川 漫天威压滚滚袭来 殷小川嘴角笑容一宁 胸口竟是觉得一股痛一下来 险些心神意乱 此妖力量果然强大 仅是威压而已 就让他感觉到了吃力 殷小川心中 怒意抖起 嘀吼一声 乱宝 去吧 金龙回忆 瞬间化作一道金光 朝着巨大的蝴蝶 旋转而去 金光穿透了蝴蝶腰的左翼 撕裂了他的翅膀 然后回头 旋转着回到了 殷小川的身边 蹦蹦跳跳一阵跳跃 不知道为何 殷小川竟然读懂了他的意思 他是在说 你看吧 看我厉害吧 我其实可以更厉害 殷小川忍不住笑了笑 仍然对面 遭到重创的敌腰 却是癫狂了 他双目爆发出仇恨的怒火 浑身开始散发 更加妖艺的气息 连身体的形状 都变得扭曲诡异 殷小川诧异地看着他的反应 心中画过一道 不可思议的念头 莫非他是准备 跟他们同归于尽 更诧异地 其后而来 肉眼可见之下 腰蹄的身体 在迅速地萎缩老化 但在这诡异情境之后 却有一股 汹涌澎湃的力量 如席卷一切的狂潮 向着四面八方 蹦射开来 糟糕 他真准备玩同归于尽啊 殷小川猝不及防 更是避之不及 手当其冲 就被敌腰 这股力量给吞噬 像有人从身体里 掏出了他的魂魄 又重新地安放了回去 殷小川瞪大双眼 狼狈地重重地 跪坐在凌双剑上 一口浊血喷涌而出 胸腔震荡 不光一处疼痛 是全身都在叫嚣着疼痛 但最难过的地方 不在于身体 而是心神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脑海中一片混乱 无数支离破碎的画面 出现在脑海之中 伴随着这些零碎画面 一直出现的 是无数个他熟悉的人 看到他们 不知道为什么 他眼眶莫名其妙地 就变得灼热 心烦意乱的情绪 在大脑之中爆炸 回忆就跟针扎一样 戳在他的心口子上 疼得他不想去看 可是没有办法 就好像有人 强行撑开了 他的两个眼皮 强摁着他的头 他的脸 并在了电视机前 那个人站在 幼小的 没有力量的他面前 警告他 看下去 看完他 否则的话 他所真实的一切 都将化为乌有 小川 你为什么 要跟同学打架呀 父亲坐在了餐桌前 愤怒地拍着桌子 披头盖脸地骂他 我才没有和他们打架 明明是他先动手的 你凭什么骂我 你有了解过真相吗 你就骂我 年幼的他 站在父亲面前 非但不知 癸改 还理直气壮地好回去 你气死我了你 父亲抓起了 桌子上的藤条 站了起来 一把扯住 狠狠地抽在 他的背脊上 一下 两下 他攥紧了掌心 拼命地扔住痛呼 小小的脸庞之上 没有委屈 满是不被理解的恨意 忽然之间 他火气爆发 一把推扫了出去 父亲没有防备 亮呛地往后 不小心踩在 掉在地上的藤条纸上 身体后倾滑了出去 后脑勺磕在了桌子上 顿时就爬不起来了 他呆呆地站在那 像是吓坏了 血从父亲的后脑勺涌出 父亲失望地看着他 他一动也不敢动 没过多久 父亲就死了 父亲在家户病房里面 住了整整一个月 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但还是没有挽回 他的生命 父亲出闭那一日 范淑兰一脸憔悴 双眼通红地看着他 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向所有人 隐瞒你父亲 真正的死因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半指红雀 木千雪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三十八章 他一声不吭 范淑兰继续说道 不光是因为 你是他唯一的儿子 更因为 我要让你一辈子都记得 你父亲 是因为你而死的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 他上了初中 上了高中 考了大学 拿到了锦城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 他将录取通知书 放在范淑兰面前 范淑兰看也不看一眼 扭头就走 他太生气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从小到大 他这么努力 改变了这么多 可是范淑兰 还是不肯原谅他 甚至 连一个好脸色都没有 电话打来了 最好的兄弟马亮 约他出去喝酒 半夜十二点 他被心烦意乱地 躲着睡不着觉 偷偷地从窗户里翻了出去 跳下窗时 不小心踩死了一只 刚出生没多久的奶猫 他厌恶地看了一眼 满脚的血污 没想到 被他堵死的那只母猫 竟然把奶猫 铲在了他窗户底下 晦气 他骂了一句 便喝酒去了 他的心情不好 马亮看出来了 陪着他 跟他一起咒骂 高中的班主任 是个老妖婆 三十五岁 嫁不出去的老处女 女人身上 最恶毒的字眼 都从马亮的嘴里 跑了一圈 他心里莫名地痛快 喝了一瓶又一瓶 一箱二十四瓶 一个晚上 他在起哄声中 全部倒入胃里 酒精中毒 胃穿孔 双病齐发 他在凌晨 被紧急送入医院 经历了痛苦的抢救 捡回一条性命 剧痛中醒过来时 眼前一片发白 隐隐约约的 觉得陷入了轮回 不然 怎么会看到 家户病床的天花板呢 他嘴里插着管子 说不了话 范淑兰开门走进来 冷冰冰地看了看他 他眼眶 瞬间变红了 病痛得难受 不被理解的委屈 一股脑涌上来 他艰难地伸出手 想要范淑兰的理解 甚至 想跟他说一句对不起 范淑兰 用沾湿的棉花 擦拭他干裂的嘴唇 低头 靠近他的耳边 轻声说道 你被送进抢救室的时候 我就在想 你怎么不是死着 被推出来的 你这么轻轻淡薄的人 早该下去 给你爸磕头 说对不起了 他睁大眼睛 眼泪跟掉了 现在珠子似的 不断地往下坠 范淑兰 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他跟之前一样 早已没了母子之情 住院一个礼拜 马亮才来看他 但那是不情愿的 被逼着过来的 他一直在埋怨 你怎么说 酒精中毒就酒精中毒啊 你怎么说 为传恐就为传恐 你可真是个扫把戏 你知不知道 我赔了多少钱 这些 以后你都得还给我 他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呆滞地听着 上了大学 他又和马亮 分到了同一个寝室 也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 马亮惦记着 那笔赔出去的医药费 出去吃饭 从不花钱 久而久之 寝室的人都知道 出去吃饭 就要等着他结账 日渐减少的生活费 范淑兰电话里的辱骂 逼得他毫无办法 白天打工 晚上也打工 他重遇了 初中时候的 安恋对象 冷清寒 但是 他身边已经有男朋友了 是校篮球队的队长 长得高高帅帅 一表人才 他们两个 经常在他打工的 咖啡厅里约会 你浓我浓 像是一幅画 有一天 他看到梁天 带着新的女孩 来咖啡厅约会 也是你浓我浓 他心里 一股无名之火 瞬间被点燃 同时 又有些隐隐的兴奋 他知道 自己的机会 终于来了 他在女生宿舍的 垃圾桶里 翻出了冷清寒 刚刚丢下的快递盒 在快递盒上 找到了冷清寒的 手机号码 通过手机号码 添加了冷清寒的微信 我有你男朋友 出轨的证据 教我 没多久 便通过了申请 他激动地握住手机 积压许久的情愫 在此刻 控制不住地爆发了 我看到你男朋友 在咖啡馆里 跟别的女生约会 他对你不是真心的 你是谁 我在咖啡馆里打工 我 我是你以前的同学 同学 你有证据吗 我有 他迫不及待地 把偷拍的照片 梁天和其他女人 亲密的照片 发了过去 没过多久 回了一则信息 他满脸欣喜地期待着 但瞬间 又变得面如死灰 你以为是谁 在回你心邪 他正和我在一起吃饭 现在 刚好去徐州间呢 你想弄我 小心我弄死你 一切不言而喻 他慌忙地 删掉了微信 欲盖弥彰 并不能解决任何的事情 梁天待人 躲在他下班的路上 将他揍得 趴在地上起不来 喘着粗气 宛若死狗 冷清寒拎着包 从店里走了出来 梁天过去 顺势搂住他的腰 他看到了 趴在地上 狼狈不堪的他 他早就已经 不认识他了 满脸惊讶地问道 这是谁 你怎么又打人了 就是一个人渣 偷拍女人裙底 被我抓了 自得他 爬不起来 不 不是这样的 他想说话 但被打肿的嘴 说不出任何话来 冷清寒皱起眉 厌恶地撇了他一眼 轻轻地说道 沈和气 是和气 梁天 也轻飘飘地 说了一句 二人 亲密地靠在一起 逐渐远去 他养了半个月的伤 终于能爬起来 自己吃顿饭了 医药费 再度清空了自己的钱包 看账单 范淑兰已经有三个月 没给他打过一分钱了 他走在路上 看着川流不息的马路 脑子里面 只有一个念头 就这么活下去 还不如死了算了 都怪你 要不是因为你 我现在还是一个享受 锦衣玉食的大少爷 怎么会轮到这般境地 都快连命都要保不住了 鹰小川 吃惊地睁开眼睛 他看到半山腰的院落里 李勉站在他面前 指着他骂 要不是因为你 我还是个平凡的普通人 就因为你 我才会遇到这么多危险 马亮也走了出来 没错 你这是太可恨了 我们本来都是 无忧无怨的小妖怪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会有家不能回吗 红中 发财 白板 清衣色 各个站了出来 他们每个人的脸色 都是冷冰冰的 全都在责怪他 就是因为他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不幸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木涵 半指红雀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三十九集 我呸 一盆凉水泼在了他的脸上 听小川惊地连连后退 抬头看去 发财单手抱着水桶 另一只手插着腰 冷视着他狂笑 原来你也知道怕 你也知道狼狈 快点给我滚吧 我们这辈子最倒霉的事情 就是遇到了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莫名而来的恐惧 莫得涌上心口 贵人之间背后 闭人用力地推了一下 他回头 就看到柳心彤 跟冷清寒站在他身后 冷清寒 他不是跟凉天走了吗 怎么又出现在这 他们一个冷笑 一个面无表情 信童 清寒 怎么连你们也 你给我闭嘴 你这个花心大萝卜 我怎么了 你吃着碗里的 瞧着锅里的 还敢讲边 我跟冷清寒 你到底喜欢哪个 你就是不想说 还是不敢说 你这个恶心的男人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 才会看上你 我再也不曾看到你了 刘心彤愤怒地走了 信童 殷小川往前追了几步 忽然就看见冷清寒 冷冷地看着他 那眼神就跟刀刃一样的锋利 他一下哑口无言 不敢再往前走一步 清寒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怎么了 你们先冷静下来 我好好跟你们说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跟刘心彤一样 已经看清楚你的本质了 你根本就不值得我们喜欢 从今以后 我们也不会再喜欢你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冷清寒说完 也跟着走了 殷小川大惊 追了出去 正在这个时候 有一道熟悉的声音 在身后响起 殷小川 你要干嘛去呢 殷小川回过头 文音音从黑暗中走出来 冲他笑 殷小川陡然放下心来 向他的方向走去 殷殷 你没事 这才太好了 这些日子 我一直在担心你 你在担心我什么 担心你出事 担心你 不肯原谅我 文音音笑了起来 笑得花枝乱颤 没想到 你也会担心这个呢 殷小川愣住了 隐隐一股不好的感觉 文音音连起笑意 冷冰冰地说道 你有什么资格担心这些 从头到尾 你有相信过我吗 我 文音音逼近一步 殷小川心里有愧 下意识地往后退 这又引起文音音的大笑 你好本事呀 从头到尾欺骗我的感情 我就像个傻瓜似的 被你玩在鼓掌之间 我为了你 愿意牺牲掉我的性命 但是你呢 你还跟其他的女人 勾三打死不亲不楚 你根本就是 前天下 最佳的渣男 音音 文音音 殷小川伸手向他抓去 却伸手抓了个空 文音音消失了 殷小川向前走去 大声呼喊文音音的名字 走着走着 一块石子滚落到他的脚边 原来他不知不觉地 就走到了一处河边 河边站着个垂吊的人 身形笔直 戴着一顶帽子 背对着站在那儿 殷小川静止走过他 继续呼喊文音音的名字 文音音 文音音 你在哪儿 你出来 我有话对你说 别喊了 他不会再回来了 也不会原谅你了 声音响起 殷小川停下脚步 回头看去 他目光如惧地盯着那道背影 沈鱼 你不是死了吗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是死了呀 但是 我的灵魂没有消散 那人缓缓地转身 脸蓬上浅浅的笑意 看见殷小川 正是沈鱼 殷小川一字一顿道 我知道你的灵魂在哪 在十八层地狱 日夜寿火 夜夜寿醒 不 你错了 这些话 都是那些人在骗你呢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 我无时无刻 不再盯着你看 你看我干什么 自然是盼着您有一天 重盼亲礼 等着您有一天 兄弟死去 家破人亡 唯独这样 方才能泄我心头之恨呢 你死心吧 你永远都等不到这一天 他扭头就走 沈鱼的声音却追在他身后 如影随形 你别自诩高尚了 你所做的这些事情 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 你为了抱天庭地府的大腿 出卖了人类 成为了人类的叛徒 你才是最该被诛杀的 最该被千刀万剐的人 不 不是这样的 这是在胡扯 因小川用尽全力地往前跑去 助人之间 一脚踩空 他从高空坠落下去 坠入黑暗之中 这是哪儿 黑洞洞地睁开眼 什么也看不见 但周围很柔软 他像是被人温柔地包裹着 四周围都是水 但是他没有任何窒息的感觉 只觉得身处在这个环境里 他很安心 前所未有的安心 舒服的地方待久了 就会产生好奇 这究竟是哪儿 他站起来 却发现自己根本就站不起来 于是他伸了个懒腰 拳头所处之处 柔软的 像人的皮肉 他惊讶又好奇 握拳伸了出去 皮肉撑开了一个弱大的弧度 他松回手又弹了回来 因小川好奇极了 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他伸展着四肢 着急地探索这个空间 四肢碰触他的地方 是水 是柔软的腹腔 哎呀 疼 怎么了老婆 孩子又在踢我了 闷闷的声音像是 隔着皮肉透进来 因小川大吃一惊 这是怎么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现在身处在子宫之中吗 难道身边的这些水 是羊水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疯狂地挣扎起来 哎呀 好疼啊 老公 到底怎么了 我不知道 孩子一直在踢我 好疼啊 他是不是想出来了 那怎么可能呢 老婆 你总共才怀了五个月的 这孩子起码要再过五个月 才会出来 难不成 他要在这个子宫里 待上五个月 才能够被生出来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涵 魁紫白 魔音小海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四十章 从因而成长一个 行动自由的大人 起码得十五年的时间 不行 他没这个时间了 怎么办呢 究竟怎么办 才能摆脱这个环境 英小川急得是满头大汗 就算他早早地被生出来 五个月的孩子 基本的器官都没有发育好 一出生就死了 何况他也没有那个能力 让自己及早出生 要不然 他忽然有了个想法 索性 自我了断吧 那样 他的魂魄 便可以入地府 入了地府 找到黑白无常 再找到秦广王 对 秦广王大人 必然有办法 让他重返人间 英小川的心底 生起了一股欣喜之意 他 他越琢磨 越觉得这个办法可取 只要他一死 一切难题 就迎刃而解了 混沌的黑暗之中 出现了一抹光 这一抹光 艰难地挤开了 拥堵闭塞的黑暗 出现在他面前 英小川看着 自杀的想法 也暂时被冲淡了 这是什么 英小川揉了揉眼睛 仔细地辨认 金色的光芒旋转着 蹦打到他的身边 小小的金轮 金光闪闪 金轮 敌妖 英小川仿佛被人一掌 劈开了混沌 忽然想起了什么 这些都不是真的 原来他看到的这一切 都不是真的 他出现过的 所有负面情绪 都是迭妖 通过掌控心灵灌输 给他的 迭妖最擅长的伎俩 就是迷惑人心 意识到这一点 英小川更加努力地 想让自己清醒过来 他盯着这束光 仿佛只有看着他 他的心思才不会被带偏 他的注意力才能凝聚 这仅仅只是金轮 投射过来的一束光而已 就已经可以帮他 稳住心神 不被迭妖所迷惑 与此同时 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 陡然而来 他仰起头 闭上眼睛 大喝一声 林双剑 走 刷的一声 一把淋漓的飞剑 飞了过来 撕开他眼前的混沌 光明 扑天盖地而来 英小川 看到林双剑 载着他避开 就在电光火石之间 他看到 面前的蝴蝶腰 飞快地冲向他 锋利的蝶翼 闪过他方才 停顿站立的位置 往一旁掠去 看清楚这一幕的 英小川 不由地冒出一身冷汗 倘若刚才 金轮没有提醒他 他没有摆脱混沌 清醒过来时 此时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而且是一具 被分割得四分五裂的尸体 我这么没有人 我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 底下 响起了哭天喊地的声音 丁小川 吃惊地低头一看 只见 原本正相互厮杀的修行者们 早就放弃了攻击 现在 一个个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 自我忏悔 老婆 我背叛了你 在你死后 我又娶了两个小老婆 对不起 老婆 我这就自杀 下来跟你赔一道歉啊 这个修行者 则拿起别人的武器 割下了自己的头颅 丁小川 亲眼目睹这一幕 又惊讶 又觉得可怕 叠妖轻而易举 便攻破了人心 最脆弱的防线 让他们沉浸在悲伤中 甚至自责 忏悔中 承受不住的人 很容易会将手里的武器 对准自己 选择自杀 就在刚才 他的心里 也有了类似的想法 要不是金轮及时出现 让他获得了一丝清醒 这后果 丁小川越想越赶到后怕 被挤冒出了一身的冷汗 蝴蝶腰爆发出来的力量 影响到了所有人 包括李勉 敖铃 三个腰神 敖铃跪在地上 双手捂住自己的面庞 哭着向敖雪道歉 敖铃跪 舍铃的激化 放大了他心底里的负面情绪 可能 原本只是小小的愧疚 但在这股力量的催化之下 就会变成巨大的负罪 内疚 这 才是叠妖控制人性 最厉害的地方 这时 情绪彻底爆发的凹林 毅然决然地站起来 拿起手中的武器 抹上脖子 见到这一幕 英小川急得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忽然 他看见痛哭中的孙悟空 冲了过来 撞掉凹林手里的武器 英小川 以为孙悟空也获得了清醒 却见他 尽直冲到了结界前 双拳用力地 捶打结界墙壁 每一下都用力到见血 看来是误打误撞 不过 真是不信中的万幸 凹林的武器 被冲撞掉之后 一时半会儿 也忘了要自杀的事情 继续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看他们的情绪崩溃成这样 英小川心里很清楚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否则的话 所有的人都会死在这里 骤然间 胡帝腰 像是意识到英小川清醒了过来 瞬间远顿地出去 继续发出了精神冲击波 他要通过精神的冲击 掌控英小川的心灵 加强的精神压迫 使得英小川眼前 频频出现幻觉 但这一回他意志更加坚定 也极早有了防备 神智虽然一直游走在清醒与幻觉之间 但他心里很清楚 他在挣扎 他不能再陷入那种混沌之中 不能再被敌摇掌控 英小川 半斧在鳞双剑上 摇摇相对着震痴的叠腰 嘴角扯出了一抹决然的冷笑 你不是喜欢玩精神攻击吗 那好 咱们就一起玩 我让你玩个痛快 他站起身 目视着敌摇 向他打开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没错 他最强大的武器 不是零双剑 也不是他刚刚到手的金轮 而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在他的精神世界里 他就是独一无二的神 只要将蝴蝶腰 抓入他的精神世界 他就必死无疑 英小川面对蝶腰 爆发出了所有的力量 而专心致志 攻击他人的蝶腰 也没有意识到英小川的举动 他只觉得 面前出现了一片海洋 航大渊博的精神之海 他受到蛊惑 毅然向这片大海飞了过去 嗖 一道光芒 消失在英小川的眉宇之间 被吸走精神之力的蝶腰 失去了攻击力 从半空中坠落下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林烟 五毛一分钟 后期制作半指蓝烟 第五百四十一集 世界在顷刻间恢复了安静 四周只有风动 连鸟鸣声都没有 情绪崩溃的修行者 躺在地上陷入疲倦漆 过后的沉睡 风越飘越远 越飘越远 与此同时 精神使戒 因小川愣住了 他震惊在原地 不敢置信地看着 面前的景象 一只巨大的 长达数百米 高达数百米的蝴蝶 漂浮在空中 洋洋得意 不可一世地盯着他 为何妖蝶入了 他的精神世界 反而变得庞大了 这是他的错觉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小川心中 惊骇不已 他凝聚精神力 试图掌控妖蝶 然而他的精神力 刚刚发射出去 就消失了 就好像 一滴水入了大海 眨眼之间就消失不见 一声低声 不留情面 冷酷的嘲讽 在耳边重重地响起 这儿没有其他人 除了他 就只剩面前这只妖蝶 因小川 一下子反应过来 只剩了一笑 究竟出于谁之口 真是一个愚昧无知的 人类呀 声音继续响起 低沉的 带着强烈不屑的语气 撞击在耳膜之上 音小川陡然之间反应过来 他似乎误判了形势 虽然将妖蝶抓住自己精神世界的时候 他已经看到外边的世界 因为他的这个举动安静了下来 他阻止了修行者的悲痛 阻止了他们自杀 自行残杀 但是后来还是发现 这件事情 或许并没有按照他所设想的 那个好的方面发展 敌人 在他面前 变得更加的强大 熬灵清醒过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 妖蝶从空中坠落的画面 他听见空中有剑鸣声 胶着不安地响起 张望一看 竟是凌双剑 他围绕在音小川的四周 不断地绕圈 像是陷在慌乱之中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小川哥哥 熬灵心里一紧 赶紧从地上站起来 跌跌撞撞地 往音小川的方向走去 他身上有伤 很多的伤 有一些是别人伤的 有一些是自己弄的 刚才发生的种种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种甚至跟着情绪 完全被人操控的感觉 实在太可怕 他现在仍旧觉得 手跟脚 都不像是自己的 小川哥哥 熬灵一路 亮腔地走到 殷小川身侧 就虚然地坐了下去 殷小川闭着眼睛 对熬灵的呼喊 并无知觉 熬灵有一些急了 握住殷小川的手 想要探寻他的意识 然而自己的意识 刚刚轻辱 就被一个强大的屏障 挡住了巨路 他懊恼地扔开眼睛 熬灵 身后传来 李勉的声音 他也清醒了过来 虽然伤没有比 熬灵更重 但他还是 咬牙冲了过来 看到昏迷不醒的 殷小川 大吃一惊 大哥他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李勉费力地坐下 摇头晃脑 喃喃道 我感觉自己刚才 就跟死了一遍似的 熬灵听了 眼眶湿漉漉的 后怕的情绪 溢于眼表 一身伤痕累累的三腰神 互相搀扶着走过去 所有的修行者 都不知不觉地 醒了过来 站起来 他们看着满地的尸首 回忆着方才发生的事情 恐惧不已 孙悟空叹了一口气 刚刚 要不是师父出手相救 俺们就都死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熬灵感觉出 孙悟空话中 有其他深意 便急忙追问 刚刚 师父把那只大蝴蝶 吸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大蝴蝶没办法 再控制俺们 所以 俺们就得救了 原来真的是小川哥哥 凹灵抽了抽鼻子 眼泪又急又快地掉下来 那大哥他没事吗 孙悟空摇了摇头 这时候 在一旁焦虑情况的卢海峰 跟卫武员听他们的对话 也赶紧地走了过来 你们方才说 阳先生怎么了 小空说 师父把蝶蝶吸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卢海峰文芝倒抽了一口凉气 卫武员道 这位妖族的小兄弟 不好意思 我只是单纯地想问 刚才那种情况下 我们一时都迷糊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 俺能看到 比你们更多的东西 卫武员看着孙悟空 拿霜透着金色光芒的毛子 不知为何 就一下信了他这句话 轻轻点了点头 那也不知 这位先生 现状如何了 只可恨我们进不去 无法为他提供援助啊 帮主 蝶蝶没有死啊 他还活着 不远处传来一声惊呼 原来 是有胆子大的修行者 查看了蝶蝶的状况 吃惊地发现 这只蝶蝶 竟然还有生命体征 围在妖蝶跟前 试图查看情况的一些修行者 文言全部吓得往一旁退去 其实也怪不了他们 这不是胆子小 而是方才 妖蝶的威力 带给他们的震撼恐惧 只叫人觉得 无间地狱也不过如此 卫武员带头走了过去 其他人也跟在他身后 小心地围绕上去 巨大的妖蝶 以匍匐的姿势 在地上昏迷着 瘦颜可见 翅膀则微微地 一起一伏 显然只是昏睡 并没有死亡 他确实没有死 但他现在 也没有反击之力了 那还等什么 杀了他 对 杀了他 他害我们死了 这么多的兄弟 吃了这么多的苦头 不趁着这个机会杀了他 只怕等他清醒过来 我们所有人 又就要等死的份了 盟主 我们就听您的决断了 四海蒙修行者 同仇敌开的目光 汇聚在魏武员的身上 就连李勉 三妖神等 也在等着他的决断下来 目光皆是鼓励赞同 腰底害的四海蒙 丧了这么多的弟兄 魏武员对他憎恨到了极点 现如今 可宰杀的机会就摆在眼前 他断然不会放过 他举起手中的大腹 哗得一声斩破空气 切割下了妖蝶的头颅 冰冷而果断的下令 将他剁成了你 以及所有死去的兄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 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五月的木暮 千锁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四十二章 头颅滚地 所有修行者 都被报仇得快感 兴奋地涨红了脸 卫武员带头 砍下那一刀之后 其他修行者 都不再隐藏内心的仇恨 一拥而上 操起武器 招呼在敌妖的躯体上 没一会儿 就把他剁了个稀巴烂 痛快 真痛快 恶臭 咦 他身上流出来的血 怎么是绿色的 还犯着股浓臭味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妖怪 他被剁成烂泥的样子 可真魅啊 修行者们 你一言我一语地调侃着 一边说 一边哈哈大笑 气氛 逐渐地轻松起来 敖灵守在英小川的身边 竟然不管周围的其他事情 他忧心忡忡地看着他 不断地低声呼喊 小川哥哥 小川哥哥 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小川哥哥 没有任何反应 敖灵握住 英小川 没有力气的手 黯然地垂下眼眸 忽然间 他感觉掌心里 紧握的那只手 疯狂地震动起来 他吃惊地抬起眼 就看到 英小川 浑身不可控制地抖动 短短时间内 这具平静的躯体 便不再平静 他的额头上 流淌下痘大的汗滴 没一会儿 就把身上的衣服 全给打湿了 甚至还在胡言乱语 你不会得逞的 滚开 留远一点 滚出去 滚出去 小川哥哥 小川哥哥 你怎么了 敖铃从没见过他这样 吓得哽咽起来 但英小川双眼紧闭 对外界没有一点感知 情况越来越严重 敖铃慌了 抬头呼唤李勉和三腰 李勉哥哥 李勉哥哥 你们快过来 小川哥哥不对了 他不对了 前方 正应宰杀了蝶腰 颇为欣喜的李勉 脸上的笑容忽然一凝 飞快地转过身 走到英小川身边蹲下 大哥怎么了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们杀了妖蝶 他就变成这样了 敖铃无助地摇头 其他人也迅速赶了过来 团团围绕在英小川的身边 一时间昏迷不醒的英小川 变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重中之重 这会儿功夫 英小川身上的异象 非但没有消失 反而加重了 起初是不断地呼唤 后来就变成了痛苦的身影 身体表面浮现出一阵接一阵的黑色胀气 面上也不断地呈现出黑色胀气 李勉大惊 他握住英小川的胳膊 将自己的真气输入到他的体内 可真气入体 眨眼便不见了 除了浪费真气 没有丝毫用处 他连忙看向孙悟空 你能看到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孙悟空也是脸色煞白 摇了摇头说道 不 看不见了 杀也看不见 莫非是我们宰杀了妖底的缘故吗 这姑娘 你说 星先生的身体 是在妖蝶死后才起了阴影啊 这 一时间 所有人面面相去 不敢深想 难道当真是因为他们宰杀了蝶妖 才引起了其他的连锁反应吗 时间回到蝶妖躯体被毁灭前 英小川的精神世界里 英小川看到面前这只 变得更加强大的蝶妖 心中震惊不已 但是他在面上仍然强装镇定 他知道 此刻的形势并不容乐观 就在刚才 他试图用精神之力控制蝶妖的时候 却发现他攻击出去的力量 根本无法撼动此妖 相反的 他被蝶妖攻击了 没有武器 是精神上的攻击 你叫 蝶小川 对吗 精神世界中 蝶妖主动和蝶小川发起了对话 蝶小川看着眼前这只无比巨大的妖 甚至比沈渝更加强大的敌人 没有说话 他深知 精神攻击一旦被对方抓住自己精神的弱处 再加以控制 那基本就完蛋了 蝶妖忽然笑了起来 在受限制的精神世界中 放大了好几倍的效果 滴滴的沉沉的笑声 围绕在四周 足以激起人无数的鸡皮疙瘩 你笑什么 我笑你啊 笑声再度想了起来 蝶小川深知 他是在用笑声 击溃自己的心理防线 故而对此并不为所动 但蝶妖很聪明 他一番发现 这一招对蝶小川并没有作用 马上停了下来 你的心理防线很强大 比我见过的所有人 都要强大 好 谢谢夸奖 不客气 是我应该谢谢你 你谢我 谢我什么 谢你将我带进了你的精神世界 你的精神世界 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库 让我的力量一下子强大了数倍 你所蕴藏的力量 远远超过我的想象 倘若我能完全将此吸收掉 将天下无敌 你在做梦 人类小子 你以为自己阻止得了我吗 从我进入你的精神世界起 我就一直在吸收你的力量 不然 我怎么会一下子变得如此强大呢 奇怪 你一个区区凡人 怎会拥有 如此强大的精神世界 要你管 英小川暗自说道 此刻的他正追悔莫及 早知道事情会变得更糟糕 他就不将这只死蝴蝶 拖进自己的精神世界了 现在好了 非但收拾不了这只妖怪 还得容忍他 嚣张地在精神世界里面 吸收精神之力 真是憋屈 不过 一想到尴尬的局面 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也改变不了什么 英小川就一句话也不想说了 脑子里不停地盘算着 如何得到反败为胜的机会 谁 谁砍了老子的头 靠 他奶奶的 就在这时 这只洋洋得意的蝶妖 忽然语气大变 生气地大声咒骂起来 英小川是诧异不已 失禁地观察着他的反应 究竟出什么事了 我靠 我认他个仙人伯伯 英小川 我认你个仙人伯伯 喂 你有病啊 我好端端站在这里 你骂我做什么 英小川不爽地回答 敌妖则问道 外面的那些人 都是你的朋友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莫福峰 青阳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四十三集 英小川文言 毫不犹豫地道 是啊 怎么了 他们看了老子的头 把老子的身体 载了个稀巴来 还围在老子周围 骂老子 这么大块人心的吗 英小川嘴角的笑容 快藏不住了 然而不等他笑出声来 就听到 妖敌暴怒地 咆哮了起来 巨大的咆哮声 在精神世界中放大 震天彻地 英小川急忙捂住了耳朵 但他忘记了 在精神世界里 即便他捂住了耳朵 那些声音 也会一点不剩地 钻入他的耳中 耳朵刺痛 就跟捅入了一把刀子似的 但他不管不顾 心里甚至还有点想笑 于是他真的跟着笑了起来 那真是太好了 太痛快了 绝望的心里 透露了一丝光亮 哪怕要用惨痛的代价 交换 他也觉得痛快 英小川大笑着对腰跌宕 一个换一个 哪怕是用一个换一个 我英小川也不吃亏 他仰头狂笑 心头却不受控制 不由自主地涌起一阵悲怆 倘若他的精神当真在今日消亡 那么从此 他便再也见不到那些人了 母亲柳心童 文音音 冷清寒 敖林 小敏 还有其他的兄弟们 都再也见不到 不过倒也不亏 英小川心中清晰地知道 即便是在精神世界中 他也不会是妖蝶的对手 他这一生 未必能够救得了那么多人 若是用这一命 换走一个力量 强制可以毁天灭地的妖怪 绝对是真的 似即此 英小川的心情 一下子就释然了 但沉浸在这些 心思中的英小川 并没能够及时地察觉 妖蝶的愤怒咆哮声 不知什么时候竟也停下 等到回神的时候 周围已安静地可怕 一丝不安 滋生而出 他有些困难地 咽了咽口水 你兴许不知道 可我不介意提醒你一下 老子在你的精神世界中 能感知到你所有的波动 你要是什么都不去想 老子拿你没辙 你要是控制不了自己 就是你死期将至 英小川的身体 磨得就僵住了 此刻他想要清空大脑 也已经完全来不及 方才呈现在大脑之中的 所有心思 早已被妖敌火之 英小川 之所担忧 之所不舍 之所决然 他皆清清楚楚 出敌制胜的法则是什么 这些支笔 方能百战百胜 那对敌的忌讳又是什么 就是被对手 补知自己真正的心理想法 英小川 你以为我没有了肉体 就没办法存活了吗 想一命换一命 你想得美 我是这个世界上 所存在的 最强大的精神生物 我就是 我以精神而生的 你一定不知道吧 那我就来给你 普及一下知识 我的精神 可以剥夺 他人的身体而生存 比方说 你的身体 你的这具身体 虽然比不上我原先的 但勉强一用 也当尚可 待我吞噬光你的精神之海 我便能在此处 灭掉你的精神 再占据你的身体 从此以后 天上地下 将没有妖蝶 也没有英小川 只有一个 二合一的我们 只不过 你是看不到了 我会好好地利用你的身体 行就一番大事的 这对你而言 也是莫大的荣幸吧 我会 灭掉你所有的亲人 朋友 还有女人 用你这双手 亲手杀了他们 让他们品尝到 被自己最信任的人 剥夺生命 这种绝望的感觉 当然 最有意思的 我放在了最后面 我会用你这具身体 通知整个世界 这么一想 当真是划算你了 黄八蛋 你敢 妖蝶的每一句话 都扎入英小川的心里 使得他陷入 深深的恐惧 跟绝望之中 他没有办法想象 那些事情 变成真实的画面 他宁可死 宁可自体消亡 也不能够让那些 变为现实 你放心吧 现在 不管你怎么骂 我都不会杀你的 你的存在 尚有一些价值 等到我吸干此处 再收拾你也不完 你要杀谁 英小川咬着牙 一字一句地问 就按照刚才说的顺序 第一个 杀你妈 啊 他叫什么来着 顿了顿 他再通过精神 翻找英小川的记忆 哼 叫范淑兰 对吧 英小川恨不能把这个货 在精神世界里 也剁成烂泥 让他一个屁 也绷不出来 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即便代价是死 英小川凝聚起 所有的力量 汇聚于掌心 哪怕知道这么做 就是飞蛾扑火 可是 飞蛾在扑火之前 也不知道 这么做就会死 说不定 他心底还期许着 这么扑过去 火就自动吸了 你给我去死 英小川距离一席 爆发出 前所未有的力量 向妖蝶愤怒地杀过去 活出去拼命一击 即便是在精神世界中 也能嫌弃渲染绝浪 尽管这一击 改变不了什么 尽管看不出这一击 打在妖蝶身上 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尽管这一击 可能什么也改变不了 但是这一下打出去 英小川的心理 就豁出去了 也痛快了 他精神的波动 妖蝶扰如指掌 他欢愉的情绪 也清楚地传递给了妖蝶 高傲自负的妖蝶被触怒了 忠然之间 爆发出了滔天的怒意 娶娶一个小小的人类 不过有了点小小的修为 就敢跟老子抗衡 老子看上你的精神世界 那是你的福分 既然你一心想要找死 老子也不介意 送你一程 直接上路 英小川只觉得大脑聚疼 控制不住地跪在地上 耳迷声像是要撕裂耳膜 大脑中像是有人捅入了 一根大铁锤 恶狠狠在里面翻脚 疼痛到没有办法去想象 他跪在地上 他被精神跟疼痛双重折磨 骄傲尊严全部击溃 他跪着匍匐在地上 像再也抬不起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黎穆寒 哲宇 长林 后期制作半指蓝烟 第五百四十四章 婴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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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地有人叫他 这些叫声在脑海中回响 每一个阴节都重重地垂在耳膜上 婴小川痛苦不已 敌妖阴瑟瑟地说道 婴小川 我要让你在精神灰飞烟灭之前 遭受最残酷的精神折磨 我要把你精神世界里面最阴暗 最隐秘 最负面的东西挖掘出来 让你在彻底的绝望中 灰飞烟灭 婴小川 婴小川气得想抓狂 想要骂人 结果张嘴便喷出一口血来 他躺在地上 无力挣扎 眼前是黑暗 四肢没有力气 血就跟流不干似的往外有 鼻子里能闻到浓重的血腥味 他知道那是他自己流出的血的味道 他缓缓闭上眼睛 理智告诉他不能就这么屈服 可是太累了 叶妖的攻击也太强大了 对不起 我抵抗不了了 对不起 婴小川的嘴角喃喃自语 道着欠彻底陷入昏迷之中 但是他没有死 因为没有死 所以还在感受痛苦 精神冲击的痛 即便身像昏迷 也抵挡不了 身体在抽搐 还在吐血 在疼 真的很疼 而且是糟糕的 负面的疼 先前出现过的画面 再一次在脑海中轮转 父亲的责骂 母亲的哀怨 初恋的背叛 朋友的责骂 不理解敌人的嘲笑 潮水涌来搬 将他吞没 让他陷入绝境 他再次回到了 熟悉的环境之中 令人窒息的压抑 跟束缚 重新回来了 婴小川伸出手 他处在一个水的环境里 这回他清楚地知道 这是羊水 他身陷在羊水之中 又回到了生命的起点 母亲的子宫内 这回他还有力气爬出去吗 金轮会再次出现吗 婴小川苦苦地一笑 无力地垂下手 这回像是彻底放弃了挣扎 眼睛很沉 可奇怪的是 每当他的心里 萌生出想要放弃的想法 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很多 陌生的 明明不属于他 没有经历过 却清清楚楚的记忆 很奇怪 眼前是无尽的黑暗 漫天的火焰 遍地的哀嚎 奇怪的建筑 刀山 火海 油锅 奈何桥 无数的鬼魂 随地可见的鬼差 婴小川悲哀地想到 难道他已经死了吗 这究竟是幻觉 还是真实的画面 倘若是真实的画面 这倒也好 他要马上联络秦广王 告诉那个黑帘鬼 他给的法子 根本没有用 看看吧 他都已经死得这么惨了 再告诉他 现在的他 已经不是他了 死蝴蝶 霸占了他的身体 再不绞杀 那只死蝴蝶 怕真能把三界 做个天翻地覆 眼皮越来越沉 他控制不住 就要闭上了 忽然之间 应小川 耳边一声低含 宛若骨似红中 骤然响起 他脑海中 陡然一阵清明 睁开了双眼 眼前的画面变了 他竟置身在 一座宏伟森严的大殿中 鹰小川 下意识地往前一抚 却感觉 自己竟然动弹不得 愣神间 他瞧见前方的殿门 走进两队阴兵 为首的是 几位身穿黑袍的官员 不少片刻 偌大的殿堂内 便站满了阴兵 这一幕一幕 一紧一物 十分真实 不像梦境 鹰小川惊讶不已 莫非 他的魂魄真的入了阴曹地府 已经走进了阎罗殿了 可是 为何不见黑白无常两兄弟 也不见牛头马面呢 啊对 他甚至没有瞧见 隐魂的肚灵鸟 亏他还为了天庭地府 出生入死 而这地府呢 仗着跟他有几分相熟 未免太过怠慢了吧 鹰小川想着想着 竟心声出了几分不悦 大人 就在鹰小川满脑子思绪乱糟糟时 殿内跨步走出了一位身强体壮 生如黑牛的大将 只见他上前一步 打开手中一本黑色账本 宣读道 今有炉珠张氏妇人 勾结奸妇 谋害亲妇 嘴不可赦 除受十八层地狱刑罚之外 令判处张氏九生九世 轮回畜生道 有其亲妇食其肉 喝其血 勤其皮毛 特此判处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莫非是在他之前 接受审判的人吗 鹰小川有些匪夷所思 那他现在的视角 算是上帝视角 不然的话 他怎么可能 从上而下地 俯视这位官员呢 按理说 他该是跪在地上 等待宣判 压根瞧不见 这位官员的长相才对 看来 地府也不算亏待他 起码还念在 他生前的职务上 给予了他该有的尊重 似及此 鹰小川的心情 又平顺下来不少 忽然底下那位 黑脸官员抬起了头 这回 鹰小川看清楚了那张脸 他吃了一惊 此人满面泛黑 长得虎头暴眼 乍一看 十分凶相 但多看几眼 又觉得此人凶相 只成于表面 实则乃忠厚靠谱之人 此人冲着鹰小川的方向 桌衣大声喊道 转了王殿下 请准 随即 庸小川感觉自己的身体 不受控制一般 挥了挥手 威严地说道 准 只听周围的鬼差 一阵吼叫 官员回头 说道 压上来 旋即 就看见殿下 出现了一只匍匐着 不住颤抖的女鬼 鹰小川的心中 不由地 泛起了怪异的感觉 他竟觉得 眼前的这一切 他无比地熟悉 仿佛 他曾经无数次地 做过类似的事情 刚刚 挥手说话的人是谁 是他吗 是 却有感觉不是 太奇怪了 就像是有人操控着 他的身体 在行动一般 难不成 一切都是叠腰入侵 给他制造出来的幻觉吗 就在鹰小川思绪南定时 殿外又急步走进来 一位禀报的鬼差 转轮王殿下 秦广王殿下前来拜访 已经到第十殿的大殿之外 转轮王 第十殿 陌生的词汇 接二连三地冲过来 鹰小川一脸懵逼 然而 不等他理清思绪 他便感觉自己的身体 则不由自主地点头 不属于他的声音 从他的音腔里 发了出来 有请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 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涵 伊诺 祖国小龙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四十五集 小波生从大殿之外传来 没过多久 秦广王的身影 就出现在大殿的正门口 但雷音小川 再度觉得惊讶的是 从前 他对秦广王的印象是 没表情 冷漠 毒蛇 不靠谱 黑脸怪 此刻 出现在大殿正门的 秦广王 他的脸上 敬扬意着 慈和的笑容 与他印象之中的 那位大人 截然不同 这当然不是重点 终于见到熟人 尹小川 哪管得上惊讶 心情激动不已 急忙站起来 告诉他所有的事情 可事实上 他却感觉自己 是不急不缓地站起来 随后脚步沉稳 缓慢地走下大殿 秦广王一边 一面走来 一边亲切地呼喊 实地 周遭 阴兵 跟黑脸官员等 全自动地 退着一旁 让出道路 殷小川 心头无比地惊讶 嘴上却不由自主地答道 大哥 今天怎么有空 来我第十殿呢 躲然间 殷小川大脑之中 窜过一阵电流 心头如遭雷击 隐隐约约的 他的意识中 出现一个 不可思议的念头 难道 他置身在此 由此打开了他心底 尘封已久 关于前世的记忆 他此刻正经历的一切 其实 是在重新回溯 他以前的记忆 那 他是谁 十殿援罗 转轮王 秦广王走到 殷小川面前 方才收起笑容 表情严肃 师弟 肥兄今日来找你 是因为冬月大帝 召见你我两人 既是冬月大帝召见 我自然会去 何须大哥亲自来传令呢 姿势体大 肥兄的亲自过来 走 说吧 他拉起殷小川的手 往外走去 殷小川心知 这极有可能是在 回溯记忆 并不受自己的控制 故而 也只能认命 听之有之 同时 他也心感好奇 假如他真实的身份 就是十殿炎罗 转轮王 那为何他又成了殷小川 离开这一十殿的时候 殷小川无意间 瞥见了一枚铜镜 视线与铜镜中 那人的相处 一愣 同时惊讶地发现 这不是殷小川 他自己的身体 铜镜内的人 与他而言 十分地陌生 此形象 长得并不算好看 乃一粗壮魁梧的大汉 外相不比黑脸怪 秦广王客气多少 可看着着实微物庄严 又神之气派 令人心深 臣服敬意 殷小川 尾随秦广王 穿梭地府 腾云驾雾 来至另一座 更加雄伟的大殿之中 通禀而入 殿内 端坐着另外数位神旗 其中两位 共同坐于上殿 殷小川虽然不认识 那位两位 但他知道 转龙王必然认识 那两位 并且 这两位的神迹 高于他之上 与此同时 殷小川 还在点内 看到了 另外一位熟悉的面孔 此人与他印象中的形象 并无不同 只是此刻的他 慈眉善目的脸上 没有了平时的笑容 而显得忧心忡忡 像是被什么烦心事 困扰住了 入殿之后 殷小川走到 两位大神面前 恭敬道 玉帝陛下 冬月陛下 转龙王跟秦广王来了 请坐吧 多谢冬月陛下 此刻 殷小川才彻底恍然大悟 原来上面坐着的 两位尊神 就是传说之中的 玉皇大帝跟冬月大帝 看自己的语气 以及冬月大帝 对自己的态度 显然可见 他们之间 必然十分熟实 入座之后 会议重新展开 通过短暂时间的了解 殷小川隐隐约约 有些感觉 前世的自己 转龙王 并不是一个 喜欢多眼之人 大多数情况下 他是沉默的倾听者 殿内除却他们几位 加上一个太白金星 总共还有四位官员 这四位官员 两位身着地府的官袍 两位身着天庭的官袍 但殷小川 都不认识他们 天庭那位官员 出声道 玉帝陛下 冬月陛下 自几十万年前 旁古开天辟地 女娲造人 出现人间 出现凡人 而凡人又生老病死 快速凋零 凝撑魂魄 为防鬼魂作乱 也为创建 人间正统秩序 地府便一直 思轮回之物 无数个万年过去 凡人越来越多 也变得越来越聪明 逐渐地 他们知道 有神仙的存在 也想靠近神尖 成为神仙 只有这样 他们才不用经历 生老病死 天庭有一位 德高望重的老神仙 连凡人极苦 恰好 为防魔族妖孽作乱 天庭地府 虚收新人 用来任职 用来作战 故这位老神仙 主动礼命下凡 下凡 开班收徒 就此 人间才有了修行之风 偌大人间 拥有三界之中 最大的土地面积 同时 又有着醇厚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灵源 那处实乃三界之中 最好的修行土壤 老神仙下凡受教之后 先后无数人 迈入修行大门 可 并非所有人 都具有修行的天赋 修行也不意味着 必然通往成神 许多天赋一般的凡人 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入门 可也只是入门罢了 也有很多 没有天赋的凡人 花了一辈子的时间 都没有进入修行的大门 人类人数众多 繁衍快速 此乃天庭地府 疑惑妖族 皆不能避难 一万个人中 总会出现一个 出挑的人才 十万个人中 总会有一个修炼者 竭尽天道 迈入天道 故而 凡人死后 有一部分的人上天 绝大部分的人 入地府 一般上天的凡人 都是经过修炼得道之人 入地府的 虽然也有修炼得道而去的 但大部分 都是普通生老病死后的 重新轮回 凡人之命 轮回代谢 几万年 几十万年 一直如此 可直到一千年前 变故 屠生 这一千年以来 天庭地府 再也没有出现过 新的修炼得道的人 哪怕一个都没有 正因为时间太过于漫长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天庭派遣神仙下凡调查 即才发现 原来人间的灵源 竟然早在一千年前 就不见了 人间的修行者 哀声载道 昔日复饶的灵源土壤 如今竟变得贫瘠而昏浊 不见丝毫的清明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半指红雀 木千雪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四十六章 天庭立即与地府联络 告知实情 为提防三界出现大战 天庭地府当机立断 关闭了通往人间大门 从此 天庭之神再也无法入人间 地府之神也再无法入人间 人间跟地府 仅剩下最后一道 单行道 即黄泉之道 可又是许多年过去 天庭地府费尽了心力人力 始终没有查出 陵园究竟去往何方 落入了何人之手 这位天庭的官员 这位天庭的官员说到此处 对着站在一旁的太白金星 以及坐在位置上的英小川 身居了一躬 勤真意气地说道 小山本以为 小山本以为 此事将成三界数万年来最大的难关 将成三界几十万年来最大的危机隐患 可方才听说太白金星大人与转轮王大人 二位竟主动临危受命 接下此大任 此之 着实令小神敬佩不已 而从头到尾 坐在位置上的英小川 都是闭着眼睛 只是听着 没有开口说一句话 其实英小川心里也是焦急的 他很想睁开眼睛 看看周围的情况 也想弄明白 困扰自己多时的问题 究竟是什么 他感觉 自己离真相不远了 他知道 太白金星接近自己 是有目的的 事实证明也果然如此 但他不知道 原来自己的分身也并不简单 他很想知道的更多 可这具身体的主人转轮王 显然是在场知道最多的那个人 所以从头到尾 他都表现得很平静 没有丝毫喜福 更别提有什么好奇心了 好奇心从来都只是他这种一知半解的人 最强烈的情绪 正在英小川 胶着 懊恼不已的时候 也许 使他的情绪 刺激了大脑里更深的记忆 他又在不知不觉之间 清除了很多事情 同时脑海之中 闪烁过无数 他曾在人间调查真相的画面 自修炼体系创造以来 即自有规律 修炼的力量 源头在于天地人三界神秘的灵源 人界有人界的灵源 天界有天界的灵源 地府有地府的灵源 有一天 人界的灵源不见了 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 这件事情 才被天庭和地府的人知道 危机一爆发 他就跟太白精心商量 随后他们入人间调查此事 后来得知 原来人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这个缺口拥有神秘不可估量的力量 能够无穷无尽地吞噬灵源 人界的灵源就是被他吸光的 而失去了灵源支撑的人界 自然就无法再出得到的人 此时极大的警醒了三界 人界灵源消失 守威胁的不光是人界 还有天庭和地府 倘若找不出缺口出现的原因 那么此事就会变成三界有史以来 最大的隐患 隐患造成的后果 极有可能会颠覆整个三界 让所有人 神 鬼 沦落到灵源静无 甚至消亡的地步 就在英小川因为直面后果震惊不已的时候 他睁开了眼睛 准确地说是转龙王睁开了眼睛 他用那双亲民的 足以看清世间轮回万象的眼睛 清楚地将一切纳入眼中 英小川因此看清楚了 转龙王开口说道 人间直危机就是地府直危机 地府直危机就是天庭直危机 天庭直危机就是三界直危机 三界通道总共有三 如今卫手大局已关闭其二 仅保留了天庭跟地府之间的最后通道 但就是如此 也十分慎重 令众兵时刻把守通道的入口 几位先咬 我与太白金星 既决定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那过程中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会放弃 此事事关三界安危 不容当中存在丝毫满 今我二人商议 以我转龙王的身份和能力 心下凡间 心里轮回 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什么 此言一出 在座的所有鬼神 包括高位上的两个大地 脸色都微微起了变化 只有太白金星一早知道此事 所以神色丝毫未改 秦广王不悦地说道 师弟 你做下这个决定之前 为何不跟我商量一下 转龙王回头 对他尊敬地说道 大哥 我跟太白已经商量过了 他也认为 这么做没什么问题 英小川看见 秦广王的嘴巴动了动 他莫名地猜到了 他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 你懂个屁 不过大厅广众之下 又是如此严肃的场合 这话秦广王没有说出口 而是改口 颇为气愤地说道 你真的太鲁莽了 英小川这时候 才恍然大悟 原来下人间历练轮回 是他自己的决定 而且秦广王 是被蒙在鼓里的 不过 这大概也是 转龙王一开始 便不打算 和秦广王商量的原因 就是因为知道 他肯定是反对意见 从前的英小川不知道 但此刻 重回转龙王体内 感应着转龙王记忆的 英小川知道 阎王之身入轮回 尤其对掌控轮回之道的 转龙王而言 是有很大风险的 稍不留神 便会神允 但幸好的是 自己没事 英小川 默默松了口气 也为自己 一路而来的好运 捏了一把汗 原来 他这看似平淡的一生 其实每一步 都充满了艰险 稍微走错 满盘皆输 转龙王 走到两位大帝跟前 开口说道 事态紧急 决定也做得紧急 其两位陛下 为三界安稳 同意此事 冬月大帝 沉声说道 转龙王 你做下决定 是为整个苍身着想 此事虽然冒险 可以是眼下最好的办法 方才 朕与玉帝陛下 已经有神识交流过 我们想知 你为何下次决定 因为我和太白金星 在人间调查林园一事时 遭到了神秘力量的袭击 什么 有谁敢袭击你们 我们也不知 众神陡然间 反映过来事情的严重 这股神秘的力量 敢袭击十殿阎罗之一的 转龙王 和在天庭 拥有崇高地位的太白金星 说明什么 足可说明 对方根本不在乎你是谁 或者更明确地说 对方根本就不忌讳 你是谁 你背后是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半指红雀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四十七集 转龙王缓缓的 正是因为经过此事 我们二位才做下决定 我有低调形势 才能避开耳目 满天过海 再卓以查清此事 故我决定 新将凡奸 以普通人的身份去调查 此事当真非你不可吗 是的 天地之间 只有我成为人类之后 还可以通过轮回之力 直接自由往来人间 和地府之间 所以此事 怕落不到旁人的身上了 不错 太白金星在一旁 终于开口 与其却是沉重而无奈的 这是我跟转龙王大人 经过深思熟虑 最终做下的决定 你们有没有想过 即便是神 一旦射入轮回之道 就会失去所有的记忆跟能力 如果转龙王 在人间遇到危险 你们又不能过去及时帮忙 那他的人生安危 谁来负责 秦广王言辞凿凿 还在想办法 劝阻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了 想到办法 想到办法 秦广王大步走到 太白金星的面前 仗着他魁梧高大的身材 俯视着太白金星 双眼喷火 怒入满面 我实际要是回不来了 我就让你下来 给我管理这第十殿 太白金星缩了缩脖子 秦广王大人 你 你放心吧 我们当阵已经想到了万全之策 绝对没有问题的 殷小川视线 一阵一阵地虚无起来 仿佛有一片水波纹 晃荡在眼前 他睁大了双眼 却是无际于世 逐渐地 他们意识得声音飘远了 场景也消散了 他像是被一股大力 用力地吸走 重新坠入一片汪洋之中 沉沉地 深深地陷下去 殷小川感觉自己 在不断地下落 但是脑海之中 却是一片清醒 原来他的前世 就是石殿 阎罗转世 原来他是肩负使命 才来到这个人世间的 原来这一切不是终结 而是开端 妖蝶的袭击 原本是为挖掘出 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 没想到误打误撞 竟然挖出了他前世的记忆 他想起了自己真正的身份 也想起了自己 来临于人间的使命 轮回之力 可掌控万物生死轮回 乃是世间最精准的精神力量 他的精神世界 就是力量的汪洋 记忆尚未复苏之前 这边汪洋是混沌的 但记忆一旦苏醒 他埋藏于体内真正的力量 也就跟着觉醒了 是 他不能再坠落下去 因小川四肢 陡然伸出力量 从海底往上攀爬 一路横冲直撞 无所障碍 终于 他的躯体冲破海面 重新获得氧气 他瞬间睁开了眼睛 从回忆中醒过来 听小川就清楚地看见了 现实世界中的战况 他发现 在精神世界中 他的精神 也可以跟自己的躯体脱离 那即意味着 他已经完全掌控了 自己的精神海洋 他即是这一片海洋之中 唯一的神 此刻 他在精神世界中的躯体 正困于 妖蝶精神之力的掌控之中 妖蝶在他头顶上盘旋飞翔 不断地 向他散发出精神力攻击 可是妖蝶没有发现 他的表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没有痛苦挣扎 也没有绝望哀痛 而是沉浸的 淡漠的 宽若 一片未遭风浪侵袭的海洋 妖蝶扇动着翅膀 他翅膀拍打一下 就意味着 一击的精神攻击 这些攻击力量 原本在 源源不断地 没入殷小川的体内 变化起来了 奇妙的精神之力 在殷小川的身侧四周 铸成一道金光闪闪的城墙 精神之力击打上去 非但没有对他造成伤害 反而是在为这堵墙 添砖加瓦 要得奇怪地 一了一声 停下了攻击 围绕在殷小川的四周围 观察着这堵墙 很快地发现 即便他不用精神力攻击 这堵墙也在 摄取周围的精神之力 不断地加深加厚 墙面是透明的 紧紧地围绕在 殷小川的身侧 贴肤包裹 像是在为他穿上了战袍 戴上了盔甲 而殷小川 也从贵坐的姿势 站了起来 身姿鼻挺 面无表情 但是却没有睁眼 妖蝶剑子 愈加吃惊 渐渐地 他看到那堵墙 吸收精神之力的速度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重脸之上 呈现出 骇然惊恐之色 因为他发现 墙面在 吸光四周围的 精神力之后 就将吸取的对象 放在了 他的身上 那堵墙 竟然在吸收 他身上的 精神之力 无法躲避 必无可避 这究竟是 怎么回事 重脸呈现出 前所未有的惊恐 正在这时 一道清晰的 嘲讽声响起 妖蝶猛然向 殷小川看去 只见那闭着眼 面无表情的嘴角上 缓缓地勾勒 一抹若大的讽笑 而那张原本 微垂的脸 也抬了起来 睁开双目 原来殷小川 在旁观完 妖蝶的反应之后 就做下决定 回到自己身躯里 你醒了 这究竟是 怎么回事 妖蝶嘶哑的声音 不可置信地咆哮 殷小川轻轻抬起手 围绕在身侧的 内堵精神之墙 就没入体内 不见了 拇指跟食指交融 清脆一响 整片空间 就像是一个 巨人从高处 俯下生来 接掉了 盖在上面的纱布 周围一下子 变得清清楚楚 殷小川的精神世界 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壮壮古色古香 灰红大气的 楼阁穷台 凭空拔地而起 花草 树木 山石 湖泊 纷纷出现 更远处 似乎还传来海水 排挤礁石的声音 兽颜可见 不 该说是精神可见 它的整个精神世界的面积 在不断地扩大 变得浩瀚 谁也无法预估 尽头在何方 这才是此处 真实的模样 这才是转龙王 真正的力量 妖蝶发出惊恐的嘶喊声 她不可思议地 催动着最强的精神力量 朝着殷小川攻击过去 她隐隐地明白 局势 似乎在脱离她的想象 脱离她的控制 巨大的精神之力 张扬舞爪地冲撞过去 一进殷小川的身 她先进入于体内的墙 就重新地浮现出来 随着将其吞没 一干二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回子白 摩阴小海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四十八章 你到底是谁 你究竟是谁 敌妖大声地嘶吼 她已经意识到 这场精神的对决 她正从一个完全的胜利者 变成彻底的失败者 因为从未尝试过失败 所以恐惧跟绝望 来得更加汹涌 她不住地 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谁 你是谁 鹰小川冷冷一笑 哼 等你陷入轮回时 自然就知道了 轩起 她伸出右手 沉声喝倒 轮来 天边闪出一道耀眼的金光 嗡嗡作响 只见一个金轮 凭空出现 破开金神世界的壁垒 飞至鹰小川身边 信手一捏 轮堡已经落入掌中 金轮站在鹰小川的手掌之上 雀跃兴奋不已 鹰小川能感应到她的心情 淡淡一笑 低声说道 老伙计 我终于知道怎么使用你了 金轮 嗡嗡作响 茫然地做出回应 金轮 虽然是转龙王的晋升武器 二者之间 也曾完全地心意相通 但此刻 鹰小川尚未完全跟前世的自己 融为一体 只是知道 如何使用转龙王的能力而已 他能感受到金轮的心情 但是金轮 毕竟没有他这般敏锐 所以 并没有听懂他那句话的意思 于是 他又说了一句 好久不见了 金轮明白了 他反应过来了 他的身上 爆发出强大的金光 神采奕奕 微风凛凛 那是只有他最兴奋的时候 才会出现的反应 他在兴奋于他的重归 鹰小川感受到了 微微一笑 这时 狄妖金叫道 莫非 你是转龙王 传说中 转龙王 拥有最强大的精神之力 他既是整个三界 精神创造的源头 传说中 转龙王手握武器 金轮 此物虽小 却威力无穷 在转龙王的手中 威力能打指巅峰 即天下无敌 传说中 转龙王 乃地十殿阎王 掌管天下万物轮回 但凡生命 皆逃不过他的手中 可传说 终究只是传说 谁会把传说当真呢 自诩精神之力 天下无敌的叠妖 也不外如是 他从未把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放在眼里过 更笃定自己 不会遇见那个人 可谁料到有一天 他会和转龙王 一学高下呢 不可能 不可能 对付 通往人家的通道 早就已经关闭了 你是 怎么过来的 英小川不语 曾经强大无比的叠妖 在此刻他的眼中 竟是云云生命中 频繁的一个 神训有言 神 不能轻易和频繁的生命交流 那犹如神的身份 在英小川 还是转龙王的时候 他曾经不屑于这本神训 更是从未将那本 所谓的神书 放在眼里 可此刻 他觉得那本神训 终于说出了一句对的话 你 难道 难道你是 叠妖陡然反应过来 可越是接近真相 越令他感到害怕 脸色变得越来越恐惧 英小川的嘴角浮现冷笑 不想在此处多浪费时间 张口之间 熟悉的繁音 再度躺于口下 下一秒 精神世界内 万中其名 古色震天 荣于体内的墙 再度出现 但这一回 墙变成了原来的模样 不断贴身 萦绕在英小川的身边 即使幻化成了 转龙王的亲身战袍 高大威武 威风凛凛 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也在变大 四肢 头颅 乃至五官 都在不断地变化 在精神世界中 英小川是可以看到所有变化 包括自己的 他看到自己模样变了 不再是凡人之躯 镜面上呈现出来的躯体跟容貌 跟他在回忆的铜镜中 看到了转龙王 一模一样 他体内摄取了精神世界中 所有的能量 身躯可以无限地放大 事实上 他也并未控制展现力量 很快地 英小川就发现 原本巨大 长宽 皆百来米的叠腰 在他的眼前 已经没有那么庞大了 逐渐地 他可以跟他对视 逐渐地 在他的眼前 变得渺小 他低头 俯视叠腰 在英小川的眼中 叠腰变得越来越小 慢慢地 他变得只有他一半的大小 慢慢地 他缩小成了一个巴掌大小 最后 他变成了一只 普通蝴蝶的大小 这时 英小川才控制住 自己的体型 不再变大 狄妖山翅 想要逃跑 害怕之下 他忘了 此处是转龙王的 金石世界 无论他逃到哪 躲到哪 他都能轻而易举地 找到它 转龙王的精神 就是这个世界的支撑 他一手创造了这个世界 而在这里 他就是至高无上的神灵 蝶妖根本必无可避 英小川 朝着蝶妖张开了右手 原本打算仓皇逃脱的蝶妖 顿时 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吸引 鬼使神差的掉头 一头扎进了掌中 蝶妖落入掌中 如同陷入迷宫 更如同孙悟空 掉进了如来佛的五指山 无论怎么跑 都跑不掉的 英小川垂眸 无情无序地 看着手中的蝶妖 此刻的他已经不会被 凡尘的情绪所束缚 他就是转龙王 他看世间的一切 都是公平公正的 所有做过的孽世 蝶妖逃不掉 必须要偿还 饶命 转龙王大人 你是大慈大悲的转龙王大人 大人不禁小人过 求你饶命 蝶妖在英小川的掌中 不断地求饶 大慈大悲 那是佛祖的事情 英小川面无表情 在蝶妖绝望的求饶声中 慢慢地合拢了手掌 一小时前 现实事件 英小川躺在 凹灵的怀里 不断地抽搐 说着胡话 凹灵吓得不轻 李敏和三妖神 也是焦急不已 神识无法探入 他们已经完全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 而四海盟的卫武员 及卢海峰等 见此情景 也忍不住 卫英小川担心 卢海峰说道 盟主 你可有什么办法 把盟硬先生 他看起来 像是在孤军奋战 卫武员叹气道 唉 要是我能想到办法的话 早就有了 怎么可能会让 英先生一个人 面对你只强大 到可怕的妖怪呢 盟主 要不然让我看看吧 四海盟的修行者 走出一位中年男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五毛一分钟 后期制作半只蓝烟 第五百四十九集 卫武员看到他 马上眼睛一亮 老张 没想到你这个战斗力 最弱的衣袖 竟然还活着 有你在就太好了 赶紧给英先生瞧瞧 是 王主 老张走过去 敬敖铃身侧 龙小姑娘 可否让给应先生瞧上一眼 此人大概在先前打斗中 看到了敖铃的真身 孤儿直接呼敖铃为龙小姑娘 但此刻 早已经没有人去关心称呼的事情了 从老张开口说话起 李勉就在打量他 发现所有人中 就老张的身上的伤口处理过了 微微放心对着敖铃道 敖铃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让他试试看也好 敖铃含泪点头 小心地将英小川的身体放在地上 起身让了开去 老张立即走到敖铃之前的位置 蹲下来 刚摸上英小川的脉搏 就吓得弹开去了 天哪 他刚刚碰到英小川的身体 就被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力量 一下子击打开去 老张 你怎么回事 老张哆嗦着手 无比震惊 我 我根本就进不了他的身 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这根本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啊 什么 老张吞了吞口水 我刚刚试图用真气探他的脉搏 结果他把我反震了回来 按理说我的真气没有任何攻击性 是不会引起患者抵抗的 可他刚才却不允许我碰他一下 你们看 大哥的身体平静下来了 李勉跟别人不同 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英小川的身上 所以第一时间发现了异常 立马大声道 众人闻眼仔细一看 就看到英小川 原本不断颤抖的身体 不知什么时候平静了下来 朕静静地躺着 安详沉睡 敖铃脸色煞白蹲下身 小手凑到英小川的鼻息之间一探 扮上之后 他哆嗦着手缩回 眼泪急坠下来 脸上是喜极而泣的笑容 李勉松了一口气 其他修行者也不由地放下心来 老长 这又是怎么回事 身体没有异象了 就说明暂时没事了 唉 那就好 魏武员叹了一口气 严肃地点头 正在这时 英小川的身上 散发出了一阵又一阵的金光 众人呆了呆 就瞧见 他的胸膛之上 浮现出一只 金光闪闪的金轮 旋转着从胸膛浮现 慢慢地往上升 漂浮在半空之中 众人惊讶地看着这奇怪的一幕 这是什么玩意儿 怎么会在大哥的身体里 他跟敖铃命面相去 孙悟空瞧着小金轮 同人之中的光黑退了去 呈现出金色的光芒 小金轮飞快地旋转着 旋转着 飞至英小川的头顶 驻然往下一沉 李勉大吃一惊 下意识地扑过去要抓金轮 却是扑了个空 金轮没入了英小川的脑中 不见了 李勉勉扑倒在地上 盯着自己空空如也的手 猛然将目光落在 英小川的眉眼之中 那闪烁过一抹金光 急而不见了 敖铃握着英小川的胳膊 摇晃呼唤 小川哥哥 小川哥哥 你 你没事吧 你别吓我了 小川哥哥 更令人吃惊的一幕 在之后 英小川的身体凭空而起 浮了起来 敖铃下意识地捏住 英小川的胳膊 却被一股力量 反抬了开来 幸亏 猪不借急是反应过来 以猪肉靠枕 给敖铃垫在身后 敖铃才不至于摔在地上 英小川的身体 不断地往上漂浮 身上冒出了 闪耀圣洁的光芒 那是一层淡金色的光芒 四战衣盔甲 包裹在他的周身 随有着目瞪口呆 没了反应 卢海峰满脸震惊 喃喃道 你们有没有听见 有人在念诵凡文 不错 那正是精神世界里的 转龙王 念诵的那一段凡文 威力之强 透出体内 甚至感染到了 现实世界 有人跪下了 是孙悟空 眼冒着金色光芒的 孙悟空 他冲着英小川的 方向下跪 对着他磕了两个头 喃喃道 是师傅 是师傅 接着 朱不介跟沙小敬 也跟着跪下磕头 他们跟孙悟空心意相通 孙悟空所感 他们亦能所感 虽不见孙悟空所见 但能感受出 他内心的虔诚 继而一个两个所有人 不由自主地 对着英小川跪下 没有人说得清楚原因 只觉得 眼前的这一位 根本就不是 他们所认识的英小川 而是一位至高无上的神奇 李敏跪下了 敖铃也跪下了 四海盟中 那些平日里 自负声望的高手们 也跟着一个个都跪下 最后 卢海峰跪下 魏武远也跪下 没有任何的强迫 下跪只是因为 新称而出的 敬畏而起的膜拜之情 几乎是莫名其妙的 众人围着英小川的身体 跪倒了一片 一个个虔诚地 匍匐在地上 甚至不敢抬眼 多看一眼那句 圣洁高尚的躯体 他们自然不知 之所以无端地 心生敬畏 是因为英小川在精神世界里 恢复了转龙王的身份 他尽情地释放自己的力量 变得强大无比 完全碾压了腰蝶 这就使得 精神力量外放出了体外 给众人造成了无上的威压 繁文身不落 威压不减 众人心身敬畏 不敢抬头 没过多久 英小川的身体 就出现了其他的反应 只不过 埋头在地上的众人 都没有看到这一幕 金伦从英小川的眉眼之间 重新地飞了出来 与此同时 英小川的眼睛动了动 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繁文英骤然落尾 宠归于平静 跪在地上的众人 只觉得头顶的威压 一下子消失了 身体松懈下来 瘫软在地上 也是着实站不起来 英小川眨眨了眨眼睛 动了动手指 感觉到自己已经回到现实世界 金伦飞过来 在他面前雀跃地旋转 一看就是心情很好 他手指一勾 金伦就乖乖地回到他的掌心 沉寂下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五月的木木 千锁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五十章 接着 英小川听到耳边 响起了一片身体倾倒的动静 以及众人 大口喘息的声音 他这才惊讶地回过神来 扭头看去 发现 他正飘在半空中 且众人 都倒在地上 一个个 累得气喘吁吁 就跟集体 刚跑完两公里似的 不由得有些吃惊 方才 他在精神世界里 跟谍妖大战 莫非现实世界 出了其他的事端 脚一落地 英小川向前走去 开口喊道 小敏 浩灵 你们 文生 敏灵猛地从地上抬起头 英小川吓了一跳 不光因为看到他满脸的泪水 更因为他的神情 吃惊不敢置信 像是什么珍贵之物 失而复得了 他站起来 扑进英小川的怀里 双手牢牢紧紧地 抱紧他的腰 英小川的身体一僵 心头疑惑也愈发大了 就听到了哭声 敏灵的哭声 闷闷的 细细的 从胸腔那儿 传递上来 英小川身子 一下就软了 害了派 敏灵的肩膀 低声安慰道 好了好了 迪妖已经死了 没事了 起了这份安慰 并没有使得 敖灵好过半分 他情绪更加不稳定 我差点以为 要见不到你了 你刚才好吓人呢 英小川一呆 这才知道 原来敖灵情绪崩溃 不是因为迪妖的影响 而是自己昏迷不醒的 这段时间 彻底吓到他了 但是 他也不能和他仔细解释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那些事情 只能继续安慰到 我没事了 迪妖也被我杀了 我们都没事了 敖灵点了点头 忽然间 他跟小孩似的 脸埋在他的胸膛上 使劲蹭了起来 英小川的衣服担保 明显感受到了 胸膛处湿漉漉的 不用猜 也知道那是什么 正无奈着 敖灵便松开了他 后退一步 脸上重展笑颜 调皮地看着他说道 这是拿来惩罚你的 谁让你刚刚害我那么担心 英小川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远处 想起了一道隐忍的笑声 大难一过 危机解除 紧绷的心情 也松懈下来 就很难再隐藏情绪了 能被眼前很简单 也很纯粹的场景逗乐 英小川眯了眯眼 视线落在 无脸假装 看向一旁的李缅身上 声音一沉 小缅 啊 哦 大哥 你没事了吧 英小川挟势他 李缅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到了一股压力 他吞了吞口水 小声说道 大哥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 你醒来之后 身上好像有了些变化 不要试图拆开话题 真的 我现在都不敢看你的眼睛 感觉那就是在亵渎神灵 英小川又是一愣 正要判断李缅这话的真假 就发现 敖灵飞快地躲开了他的眼神 低下头去 那绝对不是娇羞 是不敢直视 莫非 接着 他又看向其他修行者 想去证明心中所想 果然 原本在好奇 打量他的四海蒙修行者 在他的眼神 投递过来的时候 一个个 全都不由自主地躲开了 他们并不是诚心的 那是下意识的反应 英小川的目光 微微沉了下去 这些反应 必然跟他苏醒的记忆有关 但现在 他还不适合 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 包括他最亲近的伙伴们 英小川的脸上 扬起了一抹笑容 伸手 搭在李勉勉的肩膀上 李勉勉的肩头往下一沉 下意识地想躲开 英小川感觉出来 更加用力地握住他的肩膀 赏心安抚式地拍了拍 李勉勉 正被这股诡异的距离感 影响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耳边 就听到英小川坚定 又淡然地说道 你小子静说胡话 你记着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永远都是你大哥 这话 多少让李勉安心了下来 尽管他心里 还是存在那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差点连一句大哥 都不好意思叫出口 那种感觉 就像是他在高攀一位 永远勾不上的神 自卑感 来得奇奇怪怪 说不出来 但幸亏 英小川察觉到了 并且在第一时间 就给了李勉安全感 他那句话 不光是对李勉说的 也是对敖灵 以及三妖神说的 不管今后他是谁 他们之间 身份永远不会变 李勉黑黑一笑 挠了挠头问道 大哥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啊 一句话 提到了正点上 蝶妖除了 但是蝴蝶门还在 英小川的嘴角 勾出一抹冷冽的笑 说道 下一步 自然是要将蝴蝶门 连根拔起 小勉 李勉忽然被点名 直起身子道 在 你马上联系陶陶 看看华夏盟那边 有什么进展 没问题 我现在就去 李勉说完 便走了一人群 一边往前走 一边拿出手机 联系陶陶 而这时候 英小川也主动 靠近了四海盟的人 察觉到英小川走来 卫武员等 都感到一股强大的气势 扑面而来 虽然不到直面 英小川 但也直接硬着头皮 迎了过去 错开视线 拱手说道 四海盟盟主 卫武员 代表整个四海盟 及国家 感谢英先生救命之恩 盟主大人 也不必客气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卫盟主 可否借一步说话 自然 自然 卫武员连连点头 站在他身侧的 罗海峰 在察觉 英小川靠近的时候 已经紧张到 双腿虚软 脸上冒汗了 一听英小川 要让盟主 借一步说话 顿时松了口气 同时 也在心里默哀道 盟主大人 真是辛苦您了 再见 英小川和卫武员 走到一旁 在确定距离 没有旁听的风险之后 才停下脚步 但很快 他便察觉到 卫武员 没有及时跟上来 于是 他回头看了过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 都市猎人 演播 黎木寒 莫福峰 青阳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551集 然后他就看到了 啼笑皆非的一幕 魏武员 一个五大三出的汉子 一蒙之主 国家修行者的代表人物 牢牢地跟在他 武士开外的位置 不靠近 也不远离 尹小川在感觉到 好笑的同时 也深深地 萌生出一股无奈 看来他身上 神的气息 还是太重了 这会儿影响他日常 跟其他人的相处 需想个办法 再平时 隐藏起来才好 魏武主 你大可靠近我一些 这般距离 我看也不错 你放心 我听得到 先生说话 尹小川崩了 笑出声来 你怕什么 我又不会吃了你 行吧 好歹是一蒙之主 说出去也怪丢人的 魏武员瞬间在心里 做完一整套的天人交战 心一狠 大步地走了过去 尹小川看着魏武员 满脸严肃地走过来 不知道为何 就联想到了他的心情 此刻必然是 视死如归的吧 不找痕迹地叹了一口气 与小川提起正事 此行 我们原是跟着副盟主过来的 长风 长风也来了吗 那怎么不见他的踪影 莫非 长风已经遭遇不测了 看来魏武员 从未怀疑过欧阳长风 这位魏盟主虽然坦荡正气 却没有使人变人的能力 不然的话 也不会被欧阳长风给蒙骗百年之久 欧阳长风的真实身份 就是蝴蝶们的内应 什么 魏武员果然大吃一惊 满脸震惊毫不为过 他确实已经遭遇不测了 我在入谷之前 发现他行踪诡异 于是尾随他而去 他当着我的面 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就杀了他 殷小川用无比淡然的语气 阐述了整个过程 魏元武虽然震惊不已 却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我没想到 长风竟然是蝴蝶们的人 我跟他同事整整一百年 我竟然没有看出来 你看不出来真是不奇怪 此次敌妖事件 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目的就是要剿灭四海谋 你是说 我们死了这么多的兄弟 都是因为他 情绪波动魏武员不畏惧 看向殷小川眼慌泛红 更是百年 本是以性命相托的朋友 却成了谋女权盟的凶手 这会儿 换做任何人 一时半会儿都很难接受 殷小川有一些 被魏武员的真性情打动 这回换他挪开了视线 说道 我找你借一步说话 不光是想告诉你 欧阳长风是这次阴谋的幕后主使 还要告诉你 四海谋 不光一个欧阳长风 什么 四海谋 还有其他的内应 魏武员双手握拳 几乎控制不住自己 痛心棘手的情绪 没想到 我们这么仔细地筛选 严格地调查 还是让这么多的内应 混入了我们内部 我们究竟是把生命 交给了一帮什么人 他言语之中的愤怒 痛心 欧小川 全部都能够听得出来 但是 这本就是个人能力的问题 欧小川 也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来 只能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 告知给他 欧阳长风临死之前 我查过他的记忆 刘海 李兆云 贺乔 陆寅峰这四个人 也是霍连门安插进来的 原来是他们 这几个人我知道 他们全都是欧阳长风 在百年内 培养出来的人才 唯独这李兆云 是我招进来的 不知 他为何也是蝴蝶门的人 不过 先生你的话不会有错 等我回到四海盟 定好好处置这四人 再好好 排查整顿四海盟内部 嗯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我知道的 也就只有这些了 多谢先生提点 大恩大德 卫武员 感激不尽 卫武员正要对着 殷小船行礼 殷小船拦住他 此事你若是不想声张 最好不要做的举动太大 免得有人看到 卫武员马上会议过来 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没有其他事情了 走吧 说完他就离开原地 往来前的方向走去 没有 往前走出多少路 呼得听见身后膝盖落地 磕在石子上的声音 殷小船脚步一顿 回头看去 就见卫武员直挺挺地跪在地上 双手做衣 冲着殷小船 深深地跪幅下去 红着眼眶 大声说道 信啥 我知你顾虑 可我不怕那些 即使知道了真相 那就让妖魔鬼怪尽快过来 您是救了整个四海盟的人 是我卫武员的大恩人 在我眼中 您也是整个国家 最强大的优行者 倘若你是要代表国家来感谢我 就请起吧 救人 不光是你肩上的职责 也是我肩上的职责 不 我不是为了国家来感谢您的 因为我知道 您跟我一样 将这些当成了分内之事 我只是想拜托您 务必保重自己 这个国家 这个世界的恩惠 全都需要您 一个汉子 一个位高权重的汉子 红着眼眶 情真意切地 跟你说了这么一细话 说没有触动 那是不可能的 殷小川淡淡一笑 对他道 你放心吧 谁都要不了我的命 重回队伍之中 这书房 熟悉的摆设 布置 脑海之中 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了 他还是 懵懂无知的 殷小川时 曾经在这个房间 发生的种种 嘴角就不受控制地 牵出一抹 令人心悸的冷笑 书房外 响起两道 迫切的脚步声 紧接着 门一开 太白金星 跟秦广王 就一前一后地 走了进来 殷小川起身 往二神的方向走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伊诺 祖国小龙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二十二章 太白金星说道 转轮王大人 太好了 你终于觉醒了 秦广王也是一脸的笑意 迎不上前说道 师弟啊 你可算回来了 这段日子 可惦记死为凶了 殷小川一个剑步冲过去 拽住秦广王的衣领 将他抵在墙上 当然呢 以殷小川目前凡人的修为 是抓不住秦广王的 但他的记忆 已经完全恢复 秦广王又自知 这些日子诸多亏欠 所以没有反抗 双手撑在墙上 黑笑相迎 师弟 惦记 你平时对我这番作为 我可丝毫没有看出 半分惦记 嗨 你做主去人间礼节 不也没有同我 事先商量吗 我那是情有所缘 你倒好 不告诉我真相也就罢了 成日里总是一副臭脸相扬 当日要下轮回 是你自愿 时机未到 我怎可提前告诉你真相啊 道理是这个道理 可以想到之前 不免真相的他 一直战战兢兢地 伺候这个黑脸怪 就不想讲道理了 鹰小川的嘴角 扯出一抹冷笑 那当日假药一事 如何解释 你明知自己做出来的药物 会让人苦不堪言 竟然还哄我吃下去 呃 此事 此事如何 秦广王自知李亏 面对圣怒的弟弟 服软求饶道 哎呀 师弟 师弟你别中动啊 之前是为兄的不好 为兄给你派个不是吗 哈哈哈哈 好了 转龙王大人 息怒 太白金星 赶快出来打圆场 抬手轻轻搭在 鹰小川的手臂上 说道 秦广王大人这么做 也是为了大局着想 他内心是十分疼你的 否则也不会拿神兽 同你共享了 鹰小川文言 心里的气才算消了一些 其实 他本来也没想将 秦广王怎么样 但是呢 脾气仍然是要出的 省得这位总是喜欢 蹬鼻子上脸的大哥以为 他在人间游历一遭 脾气也跟着没了 手劲一松 鹰小川往后退了一步 秦广王暗中松了口气 整理了一下衣袍 小心地撇向 沉着脸的鹰小川 心中打鼓 他是借着气恼 公报私仇了一下 不过实地向来大方 想来也不会多做计较吧 秦广王又瞥了他一眼 心中鼓点更密 看来不好说了 俗话说 兄弟之间没有隔夜仇 下一句是亲是骂 就看台阶给的怎么样了 既然石帝已经恢复了前世的记忆 那秦广王对他的态度 自然也就回归成以前的样子 开怀笑着主动说道 对了 石帝 太白 太白 英小川看向太白金星 直呼其名 既然记忆恢复了 那他们之间的相处 就回到了以前的模式 英小川 不再是凡人英小川 而是转龙王 所以 他也就不必对太白金星 用劲称了 感受到石帝的疏离 行广王脸上的表情 顿时垮了下来 英小川 暂时不打算管他 继续问太白金星 这一切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入轮回之前 天庭地府之间发生的事情 他是一概不知的 无一能确定的是 事情的发展 几乎脱离了原先设计好的计划 转龙王大人是指 天庭地府微信群吧 是的 下凡前 他们商量的办法 是通过 借助能跨越借量的杜鲤鸟 来取得联络 但是显然 后续计划改变了 太白金星解释道 我们原来制定的计划 使得你在人间成年之后 就即刻与你取得联络 但你在凡间出事之后 我们一直留意 观察着你 渐渐地发现 你彻底融入了凡间 你与凡人之间的联系之多 超越了我们一开始的想象 你成年那一年 假如又遭遇了许多的事情 我们担心 直接告诉你真相 你接受不了 所以就决定把计划延迟 放到你上大学 生活过得稳定的时候 恰好前几年 蒂夫根据人间科技进展 成立了专门的研发部门 研究出了亏天进技术 没多久 又发现凡人喜欢用微信通讯 几乎人手一个账号 技术部的成员 获取微信技术 加以改良 让此技术在天庭地府 也通用起来了 于是 就在你上了大学之后 我们见时机成熟 就建立了天庭地府微信群 此区名义上是天庭地府间的交流区 实则是为暗中相助于你 也就是说 我从进群起 一切的事情都是你们安排的 不错 费心了 哪里 跟展龙王 你为了三界和平做出的牺牲相比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微不足道的 那你们制定的计划是什么 当初 先以红包的方式作为历练 提升你的实力 进一步 让秦广王出名 引导你铲除人间污秽 当然 这么做 主要也是为了锻炼你 提升你的实力 温言 英小川沉默下来 到了现在 仍是有些问题 尚未想明白 秦广王 关心地问道 师弟啊 你还有什么问题 想不明白吗 却有一事比较奇怪 我虽然已经恢复了 昔日的记忆 可我体内力量 却没有完全觉醒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和敌妖一意 他体内的精神之力 醒了过来 但是其他方面的力量 和之前并无区别 此时并不奇怪 你是提前复原了记忆 若非这只妖蝶作祟 起码还要再过半年一时 才会渐渐觉醒 我想你真正的实力 应该是要等到那个阶段 才能回来了 强求不得 也就办了 英小川泥南一声 放下双手 神色淡然 太白金星说道 其实 这并非是一桩坏事 精神力量提前觉醒 有助于你提升实力 这对你完全恢复 转龙王的真正实力 是有促进作用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远山 戴君 后期制作 半只蓝烟 第五百五十三集 英小川微微汗手 秦广王严肃地说道 师弟 你怕是不能在此逗留啊 我知道 城堅上有大事 等着他过去处理 英小川此刻 也是心悬此事 隐隐不安 秦广王叹了一口气 原来是想 等你记忆恢复那一日 开一坛好酒 我们兄弟仍好好喝上一杯 现在可来 这一日谣言吃了 不急 等我处理好凡间知识 我兄弟二人 再喝这顿酒也不吃 是不急 这坛酒我没在彼岸花岸 二十多年了 不急 多等这几日啊 大哥 太白 凡间的兄弟 身负重伤 还在为我护法 我先走一步 处理完事情 咱们再聚 太白精心 抚着胡须点头 秦广王也是一脸感慨欣慰 殷小川顺移离开地府 在睁眼时 魂已入体 重返人间 小川哥哥 你回来了 敖铃小声地问道 殷小川睁眼就看到了他 他站起身 敖铃马上伸手搀扶了起来 殷小川 见得身上全是血字 不由得担忧地问 伤口处理过了吗 你入店的时候 我们几个互相帮忙着上过药了 殷小川闻言 从囊带中取出一些果子 分给他们几个 这果子有助于加速养好伤口 和滋补器械 看着他们 把果子吃下去 殷小川这才有一些放下心来 李敏一边啃着果子 一边说道 大哥 魏晋联系上淘淘了 殷小川动作一顿看过去 他说滑下萌的人 集结力支强大的修行队伍 正浩浩荡荡地往昆仑山的方向杀取 昆仑山 殷小川素梅接着想起来 妖界的入口就在昆仑山内 只不过 此时除了妖族内部的人以外 鲜有人知 难道蝴蝶门的人 是从妖族内部人员口中 套出信息来的吗 果不其然就听得李敏说道 他们知道妖界入口就在昆仑山 所以决定集结所有的力量 一举剿灭妖族 更夸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华夏萌的人竟然请了记者过去 说直播脚筛妖怪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盯着 他们的一举一动 殷小川头疼地揉了揉眉心 透颜道 这帮人 想出凤头想疯了吗 李敏指了指天空 你知道天上有什么吗 神仙 不是 是卫星 国家也支持他们的做法 调动卫星全程跟波 他们疯了吧 真当剿灭活动是游戏呢 妖族的存在 仅次于神族 是比人族还要早的种族 根基之身无法想象 就凭这帮人 还想剿灭妖族 大哥 涛涛说了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杀了妖王 你忘了吗 妖王现在正在闭关之中 妖力是最脆弱的时候 华夏萌决定这个时候出击 必定是知道消息了 专门挑定的时间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 涛涛说 吞吞吐吐地做什么 他觉得 华夏萌根本就没有把真实消息透露出去 什么意思 华夏萌的人 并没有对世人直说 昆仑山就是妖界的入口 只说那里是先前作乱了妖怪的大本营 甜蜜英雄给华夏萌的人洗了脑 说铲除妖王的行动 必须得先隐秘再曝光 只有这样 修行者地位才能在世上真正起来 并且 明镇言顺的高人义等 享受世人敬仰 高高在上的生活 一千多年前 修行者在人间的地位 的确比普通人要高一筹 林渊消失之后 世人不需要他们了 地位才逐渐没落下来 华夏萌集结的修行者中 必然有许多在千年前生活过的修行者 他们想要回到过去受人敬仰的日子 倒也不奇怪 但是这么做会彻底得罪妖族吧 得罪妖族倒是小事 关键在于 我担心妖族真会被他们给搞垮了 什么 此言一出不光里面震惊 欧灵以及三妖神 也是大吃一惊 毕竟 要比人强势是实 即便是修行者来围攻 凭借妖族的实力 也不至于落入下风 可听一小川的语气 却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 卧妮 这块华夏萌 总共集结了多少人 几百余人 而且 我听陶陶说 不是什么修行者都能参加的 但凡前去的人 都必须得通过 铁面英雄测灵石的测验 只有手握灵石 能点亮的修行者 才有资格参加队伍 他们怎么也有测灵石 并不奇怪 测灵石在一千多年前 是修行者之间 比较常用的法器 欧灵似懂非懂的点头 顿了顿 他忽然差一万分地反应过来 那也就是说 这几百个人 都不是普通的修行者 全是高手 李勉郑重其事地点头 不错 全部都是一群高手 敖灵道抽了一口凉气 因小船神色如常 继续的 几百个高手加在一起 力量不容小觑 现前经过妖子失踪 便以妖怪一事 妖族内部 本就有分崩离析之事 再加上妖王大劫在即 群龙无首 妖族内部更是一团散沙 可是 他们可是妖政贵族 每一个起码都有几千年的修为了 会打不过一帮凡人吗 第一 要去绞杀他们的不是普通人 第二 铁面英雄的背后 是蝴蝶们 你们别忘了 这第三 尹小船顿了顿 嘴角掀起一抹 略带无奈的笑容 安逸的日子过久了 谁还会去想着打架呢 一门手艺太久没有坐牢 也会生疏 这帮妖族老将 过惯了休养生息的日子 怕是刀口早就生锈了 叶小船缓缓吐出一口气 我最担心的事情 倒还不在此 华夏蒙此行的最终目的 必然是妖王 可妖王如今 已大不如从前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罕 远山 戴军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四十四章 同一时刻 锦城市中心大厦的露天电视机上 正在直播 华夏蒙修行者 集体赶往昆仑山的画面 因为卫星直播的缘故 可以同时截取不同的画面 这些修行者们 不再隐藏实力 纷纷展露本事 庞大的修行者队伍 浩浩荡荡地分成两三路 有的在天上飞 有的在地上急行 有的在海面上如履平地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宽伦山山脚下 拥有上千年修为的修行者们 轻轻松松地展示着他们的真实实力 一幕幕画面 场景 看得观众是热血沸腾 露天电视机底下 车流和人流已经不动了 所有人围在下面 仰头看着直播 时不时地爆出一声精彩的大喝声 他们热血沸腾 却不知道 这根本不是一场拯救世界的行动 而是一个即将展开的巨大阴谋 直播的视频 不光在电视上 网络上也在疯狂转播 各大网站技术部的人员 加班加点地抢修服务器 每个网站的访问量 不止一个豹子能够形容 但不管是在新闻节目 还是网络上 其实始终有第二种声音的存在 这些人是在看过万妖在人间 和阳光下的罪恶两个视频之后 对妖怪有了全新的认知 他们甚至认为 华相蒙的领导者 铁面英雄 他说的那些话 散发的那些言论 很可能是错的 铁面英雄做的事情 也不一定就是对的吧 腰 也不一定都是坏的呀 怎么能一杆子打死呢 剿灭大本营行动 需要请动卫星直播 目的到底纯不准啊 大家 先别热血 先别沸腾啊 还是先看看再说吧 只可惜这些小心翼翼的言论 不是被人刷到最底下 就是被键盘侠攻击 以至于到最后 这些为妖怪说话的网友们 都不再冒泡冷 而是静静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在这些人的心中 莫名地觉得 也许整个事件的背后 会有另一个真相的存在 此时此刻 华夏蒙海面上 一个看起来 甚为年轻的修行者 看着围绕在头顶上的追踪器 颇有些不爽地皱了皱眉 在他四周 还有四个跟他一样 在海面上前行的修行者 这几个人的修行法术体系 是同一套的 也是一姓兄弟 老三 你快点走 咱们要在天黑之前 赶到昆仑山脚下 走在最前面的 一个年长的修行者 频频回头 对身后的年轻修行者说道 年轻修行者指了指头顶 二哥 这玩意一直跟着我跑 我能打掉他吗 哼的一声 不远处 一个高个子修行者 举起手里的枪 将追踪器直接轰了下来 二哥尖叫道 老五 你搞什么鬼啊 这可是盟主给我们的追踪器 用来定位我们方位的东西 你把它打下来 盟主靠什么定位我们的位置啊 反正只要在天黑之前 赶到昆仑山山脚下集合 不就行了吗 这老五不以为然地说道 再说了 三哥不是觉得不舒服吗 我也不喜欢被人全程监视的感觉 一点都不自由 就是 出腰就出腰 非得弄得人尽皆知 咱们兄弟五哥 都想要触摸一千多年了 哪次不是莫莫行好事 从未这么高调过 不习惯 太不习惯了 老三也说道 这五个修心者的排行 是根据年龄来的 每个人的年龄 也能从他们的外表上看出来 老大看起来年纪最大 最小的看起来也最稚嫩 但他们五个人若论实力 却是在博种之间 老四指着空中说道 你们以为打掉追踪器 就没有人看得到我们了 天上那玩意儿 一直跟着我们转悠呢 不打紧 那玩意儿啊 下个也看不见 听不见咱们在干嘛 那咱歇歇歇腿吧 老二一听没人管 连忙放缓速度 捶着老腰说道 好久没跑这么急了 哎呀 撞个逼也不容易也玩 没办法 头一回正是亮相 咱东南西北中午侠 也不能丢人啊 说话之人是五人中的老大 他一边说着也放缓了速度 没一会儿海面上 就没有急行的修行者了 只有五颗类的步行 缓缓前行的男人 早知道 就早点把那玩意儿打下来 就是 知道那玩意儿跟在屁股后面 我就跟盼背狗咬似的 不敢停下来 那想撞个逼真难 没你个习惯才难 一千年前 我们跑个两万公里 都不是问题吧 那都是一千年前的事情了 车还是灵源没有的愿故 就是 咱们没有灵源 那妖怪也没有灵源了吧 对呀 为啥这么问 能为啥 怕打不过呗 打不过咱就跑嘛 其实 老实说 那些妖怪 跟咱们也没有啥深仇大恨 咱这不是想要除魔去的吗 老三哪 别人不知道 咱能不知道吗 这变异的妖怪 压根就不是从妖族里跑出去的 可咱也不知道那些妖怪 究竟是哪来的呀 哎呀 这当修行者真难呢 就是 弟弟们 我心中 一直有一事担忧 那什么事啊 你们 有没有想过 华夏盟 跟妖王之间的战争 一旦爆发 人妖两界维持千年的平衡 就会被彻底打破 不管谁胜谁败 妖族跟修行者之间的实力 都将会大打折扣 大哥 你怂了吗 怂了 我们就立马回头 你怂个鬼呀 天上有这么多眼睛看着呢 他能跑得掉吗 只能是他走一步算一步了 总之啊 你发现事情不对 立马就跑 你们有没有想过 白衣侠的话 啥 我是说万一 那个白衣侠说的话都是真的 蝴蝶门背后还有其他的阴谋 那这场战争的结果 恐怕会使人类面临了一场巨大的好险 哎呦 老四 你干嘛呢 差点把我坑坐的鼻子撞碍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 都是猎人 演播 黎木寒 半指红雀 木千雪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555集 五兄弟全部停了下来 宽心不停 三哥 你的鼻子没事吧 来来来来 老三 来来我瞧瞧 没事没事 没有歪 好好的 就算歪了也没事 大哥出钱 你再去做 反正你这次修复的 也不怎么样 我走就想让你换个医生 重做一个了 兄弟之情表达完毕之后 老四言归正装 严肃的 三哥 我觉得你的话很有远见 但是我想告诉你 绝大部分的修行者 现在已经赶到昆仑山脚下了 这场战争一定会爆发 就算白衣霞说的话都是真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阻止蝴蝶们的阴谋了 老三脸色惨白 他看着同样脸色惨白的老四 紧张地问 那到时候 咱们怎么办呀 老四无言看向老大 其他人也跟着看过去 一时之间 所有沉重的担子 都落到老大一个人的肩上 老大立马就觉得腰不疼 腿也不酸了 挺直腰板说道 哼 人生就是同样一句话 打不赢就跑 妈妈 某夫人住宅区 一个华贵女子抱着她五岁的女儿在看电视 遥控板在小孩手上 节目一个个晃过去 女子眉头深锁 垂毛认真地看着手机屏幕 在刷网络上的消息 忽然间发现 女儿很久没有说话了 于是抬头正要问情况 就看见女儿认认真真地看电视 眼睛一眨不眨 她很少有注意力这么集中的时候 女子看向电视 就看到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男子 那男子长相平凡 却气质出尘 他的身后 跟着四个妖怪 人龙 猴子精 猪精跟绸陋的水妖 女人吓了一跳 正想着换频道 女儿却不小心 把遥控板掉在了地上 小孩子回头认认真真地问道 妈妈 啊 这不是之前救了我们的猪猪吗 他们为什么说猪猪是幻妖怪 女子愣了一下 半晌 她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弯腰捡起地上的遥控板 关了电视 去此地相隔千里之远 有一座古今文明的仙山 叫做昆仑山 昆仑之美 世人皆知 昆仑之仙 世人虽之 却从未寻见过仙影 只因此地之上覆盖着一层透明的 肉眼看不见的结界 这层薄薄的结界 就是人跟妖之间的距离 此刻结界底下 一处神秘的山头 万妖聚集 无数凡人曾听说 不曾听说过 曾见过 不曾见过的妖怪 今日全部聚集于此 满山遍野 皆是形形色色的妖怪 数量足有上万只之多 修行者 江途妖族 身世好大 消息即刻就传遍了整个妖界 不管是出行在外的妖怪 还是定居在各地的妖怪 听到这个消息 都以最快的速度迅速赶来 只因妖王在闭关要紧时刻 此行必要守护妖族 守护妖王 一处大瀑布前 站着几个身穿盔甲的妖怪 他们是妖族的大将 此地 亦是妖界的入口之处 所有妖怪聚集于此 目的就是为了 要挡住人类修行者大军的入侵 每一只站在这儿的妖怪 都做好了 殊死一战的准备 自己的家园 绝不叫人侵犯 报 入侵者部队 已抵达华安 仅剩一百公里 报 入侵者部队已抵达猪猛 仅剩七十公里 报 入侵者部队已经抵达江城 仅剩三十公里 整片山头万籁聚集 唯独通讯妖传报的声音响彻林间 不断营绕在每一只妖怪的耳中 每间隔十五分钟 结界之外 就有一只通讯的小妖进来汇报情况 每一次听完消息 所有的妖怪都没有任何反应 他们早已经枕装待发 只待修行者部队的抵达 是生是死 就看这一战 大瀑布底下 那几位修成人形的妖将 冷漠又坚定地 守在妖界的入口处 报 入侵者部队已经抵达江城 仅剩十五公里 妖族大军之中 终于发出了动静 老郎 最后十五公里了 再过十分钟 入侵者部队就会抵达门口 届时 他们与我们之间 就只有一强之格了 妖族大将之一的狮子妖说道 她的声音没有任何的隐藏 说出来的每一句话 都入了万妖的耳中 此刻 万妖之间没有秘密 每一只妖 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守护妖王 守护妖界 生死共存 等到最后五公里的时候 我就派遣出 险风部队 走出几间 去探探他们的敌 那就由我带领他们前去吧 狼妖看着年长的狮子妖 欲言又止 曾几何时 她也曾是妖族 最强大的战士 在大战之中 多次为妖族冲锋险阵 赢得殊荣 可会曾修成正道 即使妖也会老去 狮子妖不年轻了 实力也没有以前那么强 一千多年的修身养性 安于生活 不知道 让他们这些曾经乐战的 妖怪 实力退不多少 但是有一点 始终是一样的 他们的战斗力 虽然退不了 但是赶战之心 千百年以来 却从未变过 狼妖点头 好 你带领一队人马 前去冲锋 我留守 胜与妖怪 他们若是冲过你的防御 就由我上 嗯 那我就轻点妖术前去 好 慢着 妖王大人尚未批准 你们怎可擅自出战 妖王大人是不会允许此战的 我们知道 妖王大人一直倡导 神妖和睦相处 从不允许我们伤害人类 但这回 不是我们要去伤害人类 是人类要对我们赶尽杀绝 难道 我们就不可以反抗吗 兄弟 我们只想守住自己的家园罢了 这些妖族大家 都曾在各自的战场之上 创下过辉煌 也曾并肩作战 生死相依 他们是经历过 战场一道走来的 明白战争意味着什么 一句兄弟触动心扉 在场的妖怪眼眶皆红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木寒 半指红雀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五十六章 几位妖族大将 在大瀑布前对峙 互相看着对方 虽然沉默 但眼神之间的交流 却很是强烈 山风吹过 似是鼓舞士气的战鼓 也似大自然 悲壮的歌谣 爆 正在这时 一个传讯的小妖走进来 汇报最新的消息 说 狮子妖 强迫自己狠下心肠 看向丹西 跪在地上的传讯小妖 此乃一只 速度极快的鼠妖 鼠妖 连忙说道 入侵这部队 已经有大半 抵达昆仑山山脚下了 他们在干什么 在布阵 小的门不敢靠得太近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狮子妖挥了挥手 重新看向了一旁的狐妖 说道 你看到了吧 敌人打到家门口了 倘若我们再不还手 妖族将于亲世 彻底消失在三界之内 好了师兄 你带领重将前去吧 妖王大人若是怪罪下来 我与你一并挑战 所有罪责 哪怕此战过后 妖王大人要活等性命嚣张 只要可以保住妖族 那又何妨 狼妖傲气凛然地说道 语气之间 大有一无反顾之事 没问题 我去也 慢着 狐妖突然喊道 你们当真不服从命令吗 狮子妖 微微停下脚步 没有回头 大笑着说道 何去之有 一切护果 我自会承担 说完 便率领底下一众小将 义无反顾地 往结界的出口走去 狐妖急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正在这时 瀑布之门向两边敞开 一道中气十足 有威严赫赫的声音 从里面传递出来 解慢 听到这声音 狐妖先是一愣 紧接着 脸上流淌出欣喜 难以自意的笑容 孝王大人出关了 大人出关了 随着那道高大威严的身影 缓缓从敞开的瀑布大门之间走出 气势汹涌而出 山头之上 万妖皆是臣服跪地 齐声大鹤 恭喜妖王大人出关 狐妖和狼妖也欣喜若狂地跪地朝拜 这时 已经带领众妖将走出结界出口的狮子妖 也急忙赶了回来 看到妖王之后 立刻上前跪地 大声说道 小王大人 请你准许我带兵出战 迎击外敌 妖王走到三位将领的跟前 正想说话 忽然脸色一阵煞白 强忍不住 在万妖跟前低声咳嗽起来 狮子妖大惊 距离妖王最近的狐妖和狼妖 也连忙走了过去 狐妖关气地问道 妖王大人 你怎么了 妖王摇了摇头 淡然地说道 凡事而已 压下去了 已经无妨 此言一出 三位妖将皆是大惊 原来妖王 竟是强行出关的 怪不得脸色会如此难看 狐妖又连忙说道 由我们作战 你有何必强行出关呢 你们方才争执 每一句话 都传入我的耳中 我若再不出来 只怕无人主持大局 本王乃妖王之王 妖族面临如此大难 岂有不出来之力 可您终止杜劫出关的行为 会随时让您陷入力量反噬的危机 胜着危机生命 即便侥幸逃活 此前努力也会功愧一愧啊 那又如何 妖族捍卫为重 其余皆是小事 即便本王因此功愧一愧 危及性命 那也是本王命中 注定由此一劫 这话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 狐妖不再多言 相反 看到妖王出来 站在妖王面前 他才觉得 方才那一直不安 起伏不定的心情 彻底安然下来 他走到妖王身边 举起手臂 大声说道 妖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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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寂已久的山头 骤然之间 爆发出强烈的呼喊 众妖纷纷仰头银河 呼声震天 战役沸腾 原本低迷的气氛 一扫而空 这就是群龙有手 最大的好处 妖王一出来 万妖就该有了 主心骨似的 妖王就是 他们的精神领袖 只要妖王在 他们的战役 就不会减退 万妖之中 不乏许多 曾经和妖王一起作战过的妖怪 妖王爆发的实力 他们是见识过的 所以 他们对妖王 能护住妖族 有着强烈的信心 但是万妖并不知道 妖王这回 乃强行出关 当前 也就几员要将 知晓此事 狐妖举起的手 渐渐放了下来 就在这片刻之间 他心中 已然有了决定 不管此战如何 他都会护妖王周全 妖王在 妖界便在 这是谁 都无法取代的地位 站在妖王身边的 狮子妖和狼妖 关切而紧张地 看着妖王 小妖们不知道情况 但是他们清楚 强行破关 就等于是自损袁兽 能神色如常的行动 已是勉强了 况且是参与大战呢 尽管心中担忧不已 但是他们二人 和狐妖的想法 是一样的 妖王在 妖界才存在 欢呼声震天 持续了很久 这是戴战这段时间以来 所有妖怪 最痛快的时刻 抛去了所有的紧张和不安 心一下定了下来 在这欢呼雀叶中 他们甚至忘记了 接下来即将面对的 会是怎样可怕 又惨烈的下场 妖王看着中妖 眼神之中 涌动着坚定之色 但也有浓稠 化不开的担忧 脸上的凝重 也越来越明显 与刚出关时 那种风轻云淡 完全不同 狐妖心下一沉 连忙问道 妖王大人 您是有心事吗 却有一桩事 须坦然告诉诸位 话语一出 万妖的欢呼声 便逐渐止住 数万只眼睛 紧张地看着 他们高高在上的王 妖王缓缓说道 此战乃突发 我妖族许多身处 千里之远的要将 无法赶来相助 这对我们而来 也是极大的战力学节 温言三位在场的妖将 不由地黯然下来 辉煌时期 妖族怎么会 只有三元大将呢 曾经的妖族之中 也是遍布高手的 可是近一千年以来 妖族为了和人族 维持和平 便逐渐地 分解了内部的力量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木寒 回子白 魔音小海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五十七集 许多善战的妖将 全部离开了妖族 分散去了世界各地 寻找不同 生存下来的方式 这倒不是说 这些离开妖将 从此跟妖姐 划清了界限 只是说 这些曾经拿武力 曾拿战斗 为生命之众的妖将 卸战之后 就没有了方向感 所以要去其他地方 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 他们人走了 可心 仍旧在妖族 妖王之探 探的是 在妖族最艰难的时刻 这些曾经并肩作战 却无法赶来的妖将 这有可能会造成 妖族最大的遗憾 而敌方入侵者 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这支队伍里 遍布实力强大的高手 虽然数量只有几百人 但每个人 都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要一一抵百的实力 底下一名小雕说道 妖王大人 他们只有几百人 我们却有上万的数量 即便是他们一人 能抵挡一百个人 也架不住我们的数量多呀 就是就是 我们可有一万多呢 我虽算计不好 但是也知道 我们肯定能赢 小妖们纷纷迎合 妖王的脸色 却并没有因为小妖的乐观想法 而改变版分 她乃是妖王 眼界自然开广 小妖们所能想到的事情 她怎会联想不到 一想到曾经宁静的乐土 即将变成一片血雨腥风之地 妖王忍不住轻轻叹了一口气 万妖陡人之间安静下来 要知道 他们从未见过自己的王 这般担忧过 难道真的是他们太乐观了吗 妖王大人 对方真的 这么强大吗 狮子妖问道 妖王的脸色也吓了她一跳 毕竟 她可是曾经追随妖王出生入死过的老江 从前多少血雨腥风 都没有见过这张沉稳的脸上 出现多大的起伏波动 可这一战尚未开场 妖王却叹了 难道妖王也觉得此战将败吗 巨大的不安阴影 瞬间笼罩在几元大将 以及万妖的心头上 妖王微微抬起头 看向云海飘渺的远处 低声说道 本王只是没有想到 时隔千年 人类修行者的整体实力 并没有下降多少 甚至要阴影提升的趋势 修为抵达某个境界的时候 可以从天象上看出 聚集在一起的力量 妖王的修为 显然已经到达了这个境界 她看到了一清二楚 知晓这一层深意的在场的不过三妖 骤人之间面面相去 冷恨近于全身 在人间没有灵源的情况之下 在整体妖族实力都在减退的情况之下 人类修行者的整体实力 尽在提升 这是多么可怕的现象 意味着 人类修行者跟妖族之间的实力差距 其实是以 陈辈的速度在递增 而接下来 妖王说出的一句话 直接将这份危机感 上升至了顶点 我断言 现在能和这些修行者对抗的妖将 数量绝对不过白 不过白这便意味着 尚有数百位修行者 没有敌手 修行戒中 一个阶层的差距 实力就天差地别 也就是说 只要来一名高手 就能够轻松灭掉数千只小妖 这也正是妖王 从头到尾 所唯一担心的地方 最近几十年 妖怪们无端端陨落不少 尤其是中层级别的妖怪 损失惨重 已经不知道 这些妖怪到底是怎么死去的 但是最近随着变异妖怪事件 蝴蝶门事件 一件件爆发出来 我才知道 原来一直以来 都有邪恶的修行者 在利用我们妖怪的灵里 代替灵源修炼 这些邪恶的人类 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 不惜对我们采用残忍手段 赶紧杀绝 实在太过可恨了 妖王大人 我在追查中 还发现了 一直以来有好几个门派 在暗中抓捕妖怪 这些人表面上 说是想要触摸 其实就是为了 谋求一己之死 正是因为他们谋害妖族 才使得我们实力大损 不然的话 他们怎敢直接挑衅我们 怎敢大举入侵 要换作辉煌时期的妖族 就算借他们几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在我们头上动吐 狮子妖一怒之下 就把所有的事情 当着万妖的面 说了出来 当时万妖哗然 一个个皆气愤不易 至少 有不少身受其害的妖怪 出来哭诉 一直有人上千年修为 曾经也经历过 妖族最辉煌时期的 豹自妖说道 自从千年前 妖王跟天庭地府搭成 妖和人类互不侵犯的协议之后 尊重协议的 就只有我们妖族办了 可是协议是双方的 怎么只要求我们不去伤害他们 却不去制约他们来伤害我们呢 一千多年前的妖族 相较于人类而言 的确是强者 如今强者已退役 人类却不知感恩 反将手爪伸向我们 又将我们赶尽杀绝 我一直教导我的孩子 不要伤害人类 要跟人类和平相处 我的孩子都做到了 可人类呢 击杀我们 普列我们 把自己当作食物链的顶端 我的孩子被打破了脑袋 都没想过回头去捉一下 伤他的人 大家的心情我都明白 但是一马归一马 人类吃的都是没有开制动物 没有吃妖怪 这是我们的条理允许的 但话也说回来 自从协议生效之后 我们妖怪也大都恪守约定 尽量不去伤害人类 反而是部分人类 不知道感恩 还手段残忍 如今甚至要彻底铲除妖族 实在太过可恨 他们是不知道 还是忘记了 一千多年前 他们还得叫我们爸爸呢 猪妖的话 激起了许多妖怪的附和 儿子要上天了 不打不行 他们是要造反 那是要天打无零空的 就当没生过这个儿子吧 直接掐死算了 他们的阴谋野心太可怕了 我已经没办法继续容忍了 欢邀你一言我一语 态度出乎意料的一致坚定 那就是死战 你非要战老子也不怕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微信群 作者都是猎人 演播 黎穆寒 林烟 五毛一分钟 后期制作半指蓝烟 第五百五十八章 就在众妖义份填膺之时 一只狗妖挤到前面 直接对着妖王和妖将 跪了下来 我的王 我狗妖一族过来请战 我们要跟人类修行者一战 妖王看着他 狗妖咬牙坚定地说道 我知道 我出战 死的几率远远大过瘾 但是 我就是想对您说 就算我不是人类修行者的对手 但对方既抱着 消灭妖族的想法而来 那我妖族 也必然决意死战 妖王浑身一震 第一次 如此郑重其事地 看着他庇护的小妖 他还很稚能 修成人行没多少年 就跟他自己说的一样 此战 他并无胜算可言 可在他的面旁上 妖王却找不出一丝的巨异 原来不知不觉间 他们早就替他做好了决定 当真 狗妖冲他一笑 然后手臂在脸颊上一抹 站起身迎向众妖 举手大声喊道 宁为玉碎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静默片刻之后 群妖之中 有几道零碎的声音在呼应 宁为玉碎 很快 这几道声音 被磅礴的音量所掩盖 大家用所能呼喊 咆哮出来的最大音量 大声喊道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妖王的眼眶 逐渐热了 心口仿佛被暖意昏烤着 骤然间 他的心就定了下来 他明白狗妖所为 他是在用行动 用在场所有妖怪的反应 表明自己的态度 他抬手 做了一个止声的动作 宁为玉碎 高亢激昂的声音 渐渐止住 妖王说道 你们心之所向 本王明白 今日一战必无可避 但 如果不采取争取的战术 是无法 跟修行者抗衡的 唉 凭错一步 得全盘皆输 维护我族大权 本王心中 已有应战之计 重要文言 都是大喜 连忙问道 原来 你已经想到办法了 究竟是何妙计 以血迹大法 补下万妖血阵 对抗人类修行者 狐妖的脸色 顿时变了变 不光狐妖 在场所有听到 这句话的老将 脸色都变冷 万妖血阵是啥 这是禁术 一个弄不好 便会酿成大祸 狐妖连忙说道 妖王大人 万万不可 有何不可 此阵 别人不知其威力 我知道 两千多年前 狐妖曾亲眼见过此阵 酿成的后患之严重 令她至今都难以忘怀 没想到 有生之年 她还要再一次 看到妖王启动此阵 狐妖不愿惨壮再度出现 极力劝阻 万妖血阵 那禁忌大法 需以鲜血为瘾 尤其 对于主持阵法的妖怪来说 力量反噬极大 你因为强行出关 已经受伤了 如果再强行主持大阵 恐怕 会对你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啊 本王知道 妖王淡淡地说道 说要启动禁忌之阵的人 怎会不知后果呢 他早就准备好 接受最糟糕的结果了 您知道 您为何还要动用此阵 那我问你 除去此阵 你还有其他的办法 来扭转局势吗 妖王反问道 狐妖顿时哑口无言 妖王笑了笑 宛若山间不经意飘过的风 你知道的 本王都知道 你所能想象的 本王都能想象 我经历过 本王毅然 好了 时间不多了 布置阵法需要时间 不要再耽搁了 妖王上前 正带下令小将布置阵法 狐妖和狮子妖 以及狼妖 却在他身后跪了下来 没做任何的协商 心意一致 默契地下跪 小王大人 万万不可 三妖齐声说道 妖王充耳不闻 面如长色 继续往前走去 众小队 听吾号令 妖王大人 我拜托你 先走吧 狐妖打断了妖王的话 妖王觉得 像是自己听错了 回头冷冷地 看向狐妖 你说什么 狐妖知道 她说出这句话 就意味着 目无尊长 冒犯妖王 可此刻情况危急 她已顾不上这些了 我求您走 妖王一步步 走到狐妖面前 冰冷的声音 再度飘了过来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本王乃义族之王 你却让我在这生死关头 独自逃生 方才究竟是谁 提议本王一战的 狐妖抬起头 目无所惧地看着妖王 坚定地说道 我们都知道 您想走 谁也拦不住您 山脚下几百个修行者 加起来都不能 您不走 那是因为您是王 您不能抛下我们 但是 这一战 若要动到 禁忌之战 若要伤害到您的生命 那我认为 此战不值 您若不死 万妖即便窃王 妖族也不会灭亡 您是妖族的根 是妖族的命脉 你说对了 若非你们都在此地 本王必然会走 但现在 妖族几乎所有的妖怪 都云集在此 本王若逃跑 就算够活下去 又有何意义 狮子妖说道 那行 您要是非要留下来 也行 阵法由我来主持 我替您去 我也愿意 不行 此阵 只有本王能主持 你们的妖力 还远远不足以支撑 这个阵法 强行出关 但的确令本王力量折损 但还不足以让本王动弹不得 您莫要逞强 逞强的是你们 若换了任何人 强行启动阵法 只会 行神俱灭 说到这里 妖王长叹一声 悲气道 这些人 故意选在他 渡截之时 发动神妖之战 目的就是不想让他存活 他们 是冲着我们来的 你们明不明白 狮子妖一拳砸在地上 狼妖也说不出话来 狐妖的指甲 几乎要深陷厚实的掌心 大将们 都在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妖王继续说道 本王就算是死 也会替妖族争取一切生机 让妖族能继续繁衍下去 你们就是无的血脉 是无生命的延续 他们的目的 终究不会得逞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涵 回子白 摩音小海 后期制作半指蓝烟 山头一片地迷的哀哭声 阴霾笼罩在所有妖怪的心头上 情绪变得沉甸甸的 英语的情绪积攒了许多 就会需要一个出口 这个出口有的时候 会变成愤怒的指责 多怪天庭地府 一只徒腰揉着通红的眼睛道 为啥怪他们呀 身侧年轻的小妖不明白地问道 要不是千年前 天庭地府欺负我们妖王 天庭和平协议 我们怎会落到如此地步 当年 我们跟人类的力量旗鼓相当 可现在呢 因为我们的退缩 人类越来越强大 甚至主导了整个世界 而我们 却连自保的力量都快没有了 年轻的小妖握紧了手里的武器 焦急地对着兔妖说道 你不要害怕 我会跟你一起并肩作战的 一起守护我们的妖族 一起守护我们的王 我才没有害怕呢 我就是恨 恨天庭 恨地府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我们都被他们害到了这个地步了 他们为什么喊不下来 为什么不帮帮我们 拖腰哭得满脸泪水 言语虽然激愤 却恰巧道出了绝大部分妖族人的心声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即使是希望有力量强大的能者 将他们伸出援手 可是等了太久太久 如今扯进了门口 妖王强行出关了 到了这个地步 人就谁也没有来 希望越大 失望也就越大 在这一片愤怒声中 妖王鹊将深邃的目光投向天空 喃喃自语 千年前 本王选择相信天庭地府 相信人类 千年后 本王依旧选择相信天庭地府 和人类 我 不要再相信他们了 土耀哭着 不倒跟前 生死历劫的大喊 他们都是骗子 他们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 本王相信 天庭地府 不会做事 此事继续恶化 人类中的有识之士 也会认清局势 做出正确的判断 妖王 正在这时 半空之中 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 对 你们这帮小妖 胡言乱语什么呢 这道声音骤然之间 侵入万妖的耳中 所有妖怪不由的位置一阵 抬头往声音所缘看去 只见半空之中 一道人影突破隐形结界 出现在万妖的头顶上 万妖大惊 竹青长进来了 她是怎么冲破机械的 守妖门呢 怎么没有一个人进来通报 该死的入侵者 我要杀了你 你的通报在哪 你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你们灭不了妖族 但我们妖族会反灭了你们人类 弯妖愤怒无意 叱咤声不断 举起手里的武器就要准备迎战 而此时 妖王却打量着这道身影 忽然之间眼前一亮 慢着 不要轻疲妄动 她开口命令 万妖顿时不敢动作 妖王走上前去 来人站在瀑布之上 风轻云淡 用了傲慢的眼神 冷冷地往下看过来 看仔细了 妖王认出了来人 嘴角引不住笑意 回头冲着万妖解释道 大家切莫激动 这位并非入侵者 而是龙族战神 敖龙大人 是那位传说中的大神吗 对 就是他 传说之中 战无不胜 力量足以跟巅峰时期的妖王 并驾齐驱的 龙族战神 敖龙大人 神仙怎么会来这儿 我早就听说 敖龙大人 共门妖王是好朋友了 他也只是听说而已 一直没有见过 这位大人的真面目 如此昂首一看 还真是气欲轩昂 让妖忍不住 心生崇敬之意呀 我知道 他肯定是听说 我们妖族有难 所以特来相助的 所以说 鬼神中 也是有讲义气的 这下好了 敖龙大人来了 我们要见有救了 当明敖龙的身份之后 弯妖的态度 一下子便逆转了 突然出现在妖界的敖龙 在弯妖口中 已然变成了 足以逆转局势的救世主 敖龙俯视着脚底下 密密麻麻的弯妖 进而将目光放到妖王身上 妖王 人类修行者 已经聚集在昆仑山脚下 你预备如何抵挡 你就不能下来跟我说话吗 二人王者之间 地位在一个阶层上 估默契地不用本王代替自称 敖龙文言 挥动秀柏 缓缓落地 站着妖王跟前 方才回答 我就是习惯了这么跟人说话 你那座雪山上 总共就住这三个人 敖龙被拆台 脸色不悦地往下一沉 接着他就发现 妖王看起来 并没有什么迎战准备 于是便问道 人都已经打到家门口来了 你打算如何应对 我正准备启动万腰雪阵 来应对他们 什么 敖龙的脸色更加难看 甚至可以说是面带愤怒 你个妖王 不是不知道动用尽数的后果吗 我看你是疯了 我若是有其他办法可寻 血不会出此下策 你真是越老越本事了 强行出关不出 还想启动万腰雪阵 你怕是真的不想活了 要能以我一命 换取万腰平安 有何不可 一旁的三位妖将 听到妖王的话 一个个着急地不行 大人 请您去劝劝我家妖王吧 我们无论怎么说 他都听不进去 你们自家人都管不好自家人 要本王如何去管 这 狐妖一时语色 您不是跟我家大人是好朋友吗 好朋友 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狼妖 狐妖急忙跟他使眼色 一边训斥道 这可是敖龙大人 你怎么能这个语气说话呢 敖龙却毫不在意 或者说 是完全充耳不闻 他看着妖王嘲讽道 你不是准备要去死了吗 有什么深厚事 想要托付的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木寒 林烟 五毛一分钟 后期制作 半只蓝烟 第五百六十章 妖王却不生气 身为敖龙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他岂会不知道他的脾气呢 冷言冷语的背后 藏着的是比别人更多的关心 只是这一次 他怕是没什么机会 好好谢谢这位朋友了 还真有两件事 想要麻烦你的 直到是麻烦事 你还有点偷付给我 找别人去吧 我就是一个来看热闹的 我想 请你帮我照顾红包 敖龙的眉头猛然一皱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没兴趣帮别人养女儿 我要是不在了 妖族定然会乱成散沙 还会有人过来欺负他们 你看在我俩这些年的情分上 要是看到有人欺负他们 就出个头 告诉他们 妖界新的妖王 很快就会回来 我说了 别说这些话了 我不会帮你的 等等 你这个人脸皮怎么这么厚的 次座多情 我们俩什么时候有过情分了 我已经说完了 就这么着吧 你留下来 慢慢看热闹吧 我 就不照顾了 说完便准备去布置阵法 敖龙气得牙疼 伸手一把拽住妖王的肩膀 将他拽入结界之中 这一幕在万妖看来 就是妖王被抓了一下 就在眼前不见了 顿时都紧张起来 包括狐妖和狼妖 也都急切地寻找起妖王的身影 三将之中 修为最高的狮子妖 陈生说道 大家不用着急 敖龙大人 是跟我们妖王大人 私下有话要谈 所以暂时消失在了大家面前 但他们没有离开妖解 很快就会回来的 听到这话 万妖的骚动 才逐渐止住 敖龙的结界呢 一路结界 敖龙便松开了妖王 妖王一时静静地看着他 敖龙说道 刚才你说的那些话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也不行 凭什么 因为我已经死了 你他妈的 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你说脏话 哦 人间学的 以后你习惯就好了 你我之间 怕是没有什么以后了 敖龙听到妖王这话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生气地说道 许星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呢 你能不能别老想着死后的事啊 你以前可没有这样 这一次 妖族面临的灾难 是前所未有的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天庭地府 早就派人来人间 处理这件事情了 这个人我想你也认识 正是收养你女儿的 殷小川 选来是他呀 妖王回忆起和英小川见面时的点滴 欣慰地说道 怪不得 我当时见到此人 就觉得他与众不同 我了解英小川的为人 他知道妖旗有难 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 你大可不必这么绝望 我见英小川 我见英小川的时候 就试探过他的实力了 他天分 确实很高 可惜的是 以他目前的修为 远远没有实力 介入此事 熬龙张了张嘴 妖王却打断了他的话 心意 我心灵了 不过 我宁可他不来 为什么 唯有这样 才能护活女儿周全 我女儿红包 是将来的妖王 妖界的未来 是在她的身上 我说的这些话 您是不是一个字 都没有听进去 事已至此 狐狸回天了 妖王的脸上 神色未现 但他的心里 早已经绝望了 熬龙就像 不认识他似的 陌生的目光 在他身上来回打量 最后 他猛的一笑 往后退去 妖王正惊讶于 他奇怪的反应 便见熬龙 二话不说 伸手撕开结界 飞到了天上 刹那之间 妖王和熬龙的身影 再度出现在 万妖的眼前 原来 他们根本 没有离开过瀑布 只不过 熬龙用结界 阻隔了 他们的视线罢了 妖王看熬龙 越飞越高 心中 涌现出一丝 不好的预感 连忙喊道 熬龙 你要做什么 熬龙飞得极高 但他的声音 却清清楚楚地传递下来 我熬龙 现在的身份是神仙 但是我没有忘本 在龙族登仙之前 你我一样 皆是妖 故而 妖族有难 我不能袖手旁观 这些修行者 不是想要铲除妖族 那就尽管让他们 放手试试好了 想要铲除妖族 那就得先灭了本王 妖王万万没有想到 熬龙会做出这般举动 心中又是震惊 又是感动 当然了 他更加明白 熬龙此举最真实的目的 就是阻止他 启动万腰血镇 熬龙嘴上不说 妖王心中大得明白 这条龙不想看着他去送死 但是他不能让他这么做 不能让熬龙 绞进这滩浑水中 妖王大声说道 熬龙 你早已成神 妖旗的事情已经跟你无关了 这件事不用你管 你给我下来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 熬龙傲慢无比地说道 说完 他便挥起拳头 聚集全身的力量 一拳打在虚空中 哗啦啦 山头之间是地动山摇 天空中 结界显露出来 但显露出来的结界 却不是完整的 而是一块块的碎片 万妖剑子都惊讶不已 他是在打开结界 奥龙大人想做什么 他可能是 想跟他们正面干架了 万妖中 一位像是瞧出 熬龙心思的妖怪 迟疑地缓缓地说道 咚 第一拳 山窗撼动 第二拳万物惊醒 第三拳震碎结界 惊天动地的三拳之后 结界哗的一声 彻底碎开 破碎的结界 变成小小的流星下落 在万妖的头顶上 下起了一场流星雨 万妖愣愣地 看着身边 缥缈不尽的星光 一时之间 像是在梦里 没有醒过来 结界真的碎了 这可是必要了 我们几千年的结界 是妖王带着我们 来到此地时 亲手建立的 这么多年 风风雨雨都不见 他撼动半分 正在奥龙大人的 三拳之下碎了 奥龙大人 他好厉害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涵 五月的木木 千锁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六十一集 小妖怪们仰着头 一个个崇拜地看着 凹龙 这时候的凹龙 在他们心里 已经是除了 妖王大人以外 世界上最厉害的 凹龙一下子 收获许多 谜底跟谜妹 诶 这是什么 天空中飞翔着 许多的小飞碟 许多小妖怪 都没有见过这玩意儿 一个个好奇地 仰头看着 咋的结界消失之后 多出来这么多 小飞碟呢 其实 这些飞碟 就是未形用于 视频传播的媒介 结界开启之后 人妖两界的界限 就没有了 弯腰头 遇回在 没有结界的情况之下 抬头仰望天空 那是最真实的天空 自然一样的 通过飞碟 传导过去的画面 人类在视频前 观看直播的人类 也是头一回 看见了妖界 最真实的妖界 谁也没有想到 在昆仑山 传说之中的 先进昆仑山内 竟藏着这么多的妖怪 千奇百怪 姿态万千 原始原貌的妖怪 通过高清的画面 清清楚楚地 映入眼中 观看直播的人 都震惊了 直播平台 流言炸裂了 这么多妖怪 是真的妖怪吗 我的妈呀 这数量 起码都有几万只妖怪吧 好 好像长得也没有那么吓人 他们看起来 好呆啊 那只狗 就是我们家 哈士奇的进化版吗 怎么堂堂一只妖怪 还没有我家 哈士奇 打理过后好看 同一时刻 昆仑山山脚下 敖龙使出的那三机撞击 前两下 影响的只是结界内部的妖界 最后一下 结界正碎 正敢传出外界 使得整个昆仑山都正敢强烈 地动山摇 已经聚集在昆仑山脚下的修行者们 都感受到这股不可思议的撼动 纷纷地观望而去 修行者眼中的世界 跟普通人类眼中的世界 是截然不同的 普通人类的肉眼 看不见结界的存在 但修行者 看得到 巨龙在天上 那片看似 虚无缥缈地阻挡之物 只是即便他们可以看到 也找不到进去的入口 方才他们这一行人聚集在此地 就是在讨论 如何合力攻破妖族结界 就在他们 出几套可实行的方案之后 妖族结界自动裂了 并且 他们清楚地看到 结界是从内部裂开的 这一变故 看得修行者们匪夷所思 妖族是 准备自杀吗 不理解 原本我们攻打他们的结界 就是一场恶战 没想到 他们自己打碎的结界 传说中妖族的这个结界 是妖王在妖力最顶身手部的 现在却一机会了 这件好事 究竟是哪位妖友干的 是不是有妖友 准备判处妖姐 投奔我们 呸 这般被信弃的墙头草 投奔我们也是不要的 说不定你才是改期归正呢 修行者们 你一言我一语 议论纷纷 看戏一般调侃的语气 不管怎么说 妖界 结界碎裂 对他们而言 都是一件 极大注意的事情 但 那一丝疑惑 虽然没有人说出来 却存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回去妖王鼎盛时期部下的结界 需要多么强大的力量 拥有着股强大能量的人 究竟是哪位 虚空之中站着一个人 他站在高处 低头俯视着 宽伦山脚下的修行者 天上云层密布 结界碎裂之时 他的身体掩藏在 稠密的云层之后 众人皆是看不见 风一动 云层见散 就有眼尖的修行者 发现了熬龙的身影 并立即地 跟盟友们发出了警示 你们看 云层背后站着一个人 他就是刚才 打碎妖族集结的人 生落所有的修行者 都向天上看去 甜蜜英雄观察着 天上的熬龙 他并不识得熬龙本尊 却隐约感觉出 对方的强大 尽管相隔甚远 但仍旧是感觉到了 对方扑面而来的强大气息 此人 若是盟友 那再好不过 若是敌人 将是最大的阻碍了 事已至此 他只能用最快的速度 去确认对方的身份 铁面英雄大声问道 站在云上的朋友 你也是来助我们除妖的吗 如果你也是来帮助我们 降除妖魔的 那么请你下来 跟我们一并并肩作战 我们愿意配合你 铁面英雄自以为是的 展现着他的领导风度 熬龙就等着他们注意过来 地上 铁面英雄的喊话 字字落入他的耳中 但他压根就没有把这个人当一回事 嘀嘀一声咆哮 气势如雷 修行者们都诧异了 这是什么声音啊 等等 他发出这个声音是什么意思 瞧不起我们盟主们 你们不觉得声音很耳熟吗 是龙 那是龙鹰 什么 你说天上站着的那位是龙神 怎么可能 龙乃神仙 岂会插手人间之事 龙神传书 就连我也只在书本上见过 怎么可能 真会有真龙降世呢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那虽然是龙 但精灵无神光 一看就是没有修成正道 充其量就是龙所旁之 并不能被称为什么龙神 真正的龙神 已经一千多年没有出现过了 有人见过真正的龙神吗 一千五百多年前 我曾有幸 关过一场大战 那时 龙神大人就站在我的旁边 尽管只是那么粗粗一切 可龙神大人的身姿 却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敢保证 只要龙神大人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一定一眼就能认出来 当真吗 那岂会作假 想当年不可亲眼见过龙神大人的 你们看 你们快看 他想干什么 这时 一阵又一阵 惊慌紧张的声音 打断了这位老者的话 众人死死盯着天上的异香 只见 熬龙的身上 蹦射出 数道 金灿的光芒 若有眼见的人看见了 就能看出 这正是龙神的光芒 方才说话的那位老者 嘴巴慢慢地张大 眼球一眨不眨地盯着 诧异 激动 惊讶 高兴 兴奋 等等情绪 一一地画过他的脸庞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莫福峰 青阳 后期制作半指蓝烟 第五百六十二章 他兴奋地卷着舌头 另一侧 勤奋刚到结石地步的修行者 奇怪地问道 老张 你怎么一下子就结巴了 天上 熬龙再度发出一声龙吟 这声龙吟 比方才那声 豪量百倍 足能穿透几座城市 紧接着 声音便不见了 天上盘旋着一条 长达数百米 神光满身的金龙 先前直言 自己一眼就能认出 龙神的老张 哆嗦着 手指向天空 语气激动地 说话都变得不利索了 龙神 是龙神大人 一下子 全场哗然 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修行者 都震惊了 要知道 这些修行者 都是修行了上千年的高手 但在他们数千年的经历中 从未见过真正的神仙 如今 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仙 传说中 战无不胜的龙神大人 竟然出现在了眼前 龙神大人的出现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是来帮助他们的吗 头一回 头一回 见到神仙的修行者们 全都亢奋了 当然了 这些修行者里面 也有一部分人 是不相信这位 就是传说中的龙神大人的 他们对此 持观望态度 此刻妖族 事态的发展 万妖也看得一清二楚 狐妖担忧地说道 妖王大人 我不明白 龙神大人 为何要打破结界 又在众人面前 献出原形 妖王 渐渐脸去一脸的震惊 闭上眼 轻轻叹了口气 其他人不知道 不了解凹龙的做法 可身为凹龙 几万年来 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他却很了解 深深地了解 妖王露出苦笑 说道 你可知 猴龙成神上万年 总共献出过几次本体 狐妖摇了摇头 其次 就连我 显示头一回 看见她的本体 什么 狐妖满脸震惊 隐隐地 心头浮现出 一抹不好的预感 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 他想将此事一手揽下 可他不知 即便他是猴龙 是曾经 战无不胜的龙神 也不可能在几百个 修行者高手的攻击之下 以一身之力 护住妖族 那龙神大人 会怎么样 即使神 也会陨落的 本王 许得去助他 一臂之力 妖王正要飞身上天 忽然有小妖 汇报道 报 妖王大人 万妖血振已经不好 您随时可以主持血振 妖王的动作 生生止住了 狮子妖急忙说道 妖王大人 您还要企图血振吗 三思啊 妖族不能没有您 那本王 也不能眼睁睁看着 豪龙一人 离当千军万马 我们跟您一起去 且慢 妖王抬手 拦住了三妖 他静静地 看着天上的巨龙 沉吟了片刻 说道 看看豪龙 究竟准备做什么吧 传本王令下去 所有妖怪 没有本王的命令 既不可轻举妄动 是 狼妖礼命 传说中的龙神 突然凌世 打破妖族结界 现出真身 出现在修行者 以及全世界的面前 这里的每一件事情 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铁面英雄 生怕事态有益 寻思片刻之后 立刻高声问道 请问您究竟是谁 您出现在这儿 是想做什么 他表面问得很是客气 可语气中 却有警告之意 熬龙冷笑一声 是真切的冷笑 此乃龙神的藐视 铁面英雄的脸色 一下变得很难看 不管这条金龙 究竟是不是龙神 这一声冷笑 都让他下不来台 毕竟现在 他可是堂堂 华夏萌的盟主 天底下 所有的修行者 都得听他号令 可这位 没有被确认身份的龙神 却压根没将自己 放在眼里 这让铁面英雄 很是恼火 但又不得不强装风度 但是熬龙仍然没有 做出任何回应 铁面英雄 懊恼地说道 您若不做出回应 我只能当您是过来 此处看戏的 今日 我等大部分是来除妖的 时间紧急 要先忙正事 您若有意下策 请来华夏萌 我必以最高礼招待 说完 他往后一个招手 大家不必停下 除妖大阵已经不好 大家紧随我的脚步 上 铁面英雄 带着一支小部队 往前走去 这时 盘旋在天上的凹龙 冲着铁面英雄 发出了一声警告的嘀吼 狂风顿时席卷而过 山脉跟着摇动 众修行者都大吃一惊 连忙合力 抵挡这股狂风 片刻之后 狂风被合力击散 铁面英雄 懊恼不已 正要质问 敖龙却掀他一步 傲慢地开口说道 本王在此坐镇 谁允许而等小人上前一步 本王 他既自称本王 就是默认自己是龙神了 说不定 就只是在虚张身世 他真是龙神 为何不敢道明身份 何况他的行为 摆明这就是在护妖族 神仙会和妖怪扯上关系吗 那根本就是两个阶层的生物 真是可笑 这里面自然有不幸福的声音 敖龙最不喜欢别人质疑他 本王就是龙神 身份何须作假 你真的是龙神 传说中的那位龙神 一位年轻的修行者 头昂得老高 若仔细看便能认出 此人正是东南西北中 武侠中的老武 正是本王 警告儿子 本王乃是龙神 代表了天庭的神仙 今日谁要是敢再往前一步 就是准备和天庭作对 傲慢张狂的语气 通过电视直播 清楚地传递出来 网民们都震惊不已 留言板也顿时爆炸了 服务器一遍一遍地 提示着危险警告 天庭 真的有天庭地府的存在 我的天 那刷新了我的认知 世界观都要被颠覆了呀 我的世界观 是那时间 一直在被颠覆 那也就是说 有神仙的存在了 悠悠必然有神仙 大金龙就是神仙啊各位 求求你们睁开眼睛看看 大金龙在帮妖界说话呀 就不说明 妖界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做和督督吗 谁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大金龙这么可爱 他说的一定是真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涵 哲宇 长林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563集 这时网民中 有不少理智的人 敢于出来留言了 其实吧 我一直在怀疑 铁面英雄给我们灌输的东西 究竟是不是正确的 那网上流传这两视频都是假的吗 这妖怪都是邪恶的吗 铁面英雄的话都是真的吗 我希望大家可以理智的想想 啊 先前看着网上留言 我一直犹豫不断 不敢站队 可是现在 神仙都出来给妖族说话了 我就相信了 妖族里一定有很多的好妖怪 不然的话 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们可以平安无事地生活 从未听说过有什么妖怪作乱 难道真的是隐藏的好 不可能的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天有意向大家就知道了 这只能说明 绝大部分的妖怪都是好妖怪 流言 一嘖嘖地刷新 因为凹龙的出现 站队妖族的人越来越敢冒泡 出来为妖怪说话 不光中国各地的网民 世界各地的网民 在看到世界直播之后 也纷纷在世界性的网络平台上流言 变业妖怪事件 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而是整个世界 整个人类 共同的大事 网络上热闹 昆仑山脚下 这帮集结在一起的强大修行者们 却集体沉默 身为修行者中的高手 这些人里面最小的那个 起码也有1500年的修为 从他们跨入修行大门起 就是知道天庭地府的存在 同样的 成为神仙 也是最终追求的目标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看到龙神将士这般敬重一般 但说实话 天庭地府已经有一千年没有降临人间了 虽然威名赫赫 但对很多修行者而言就是传说一般的存在 倘若他们想要成为神仙 那代表天庭神仙的敖龙是万万不能得罪的 敖龙竟护住了妖结 这一战就为难了 修行者们一时间 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底部 微妙的气氛变化 一直流行观察着局势的铁面英雄 完全看在眼里 他当然也注意到了 修行者们在敖龙亮出自身龙神身份时 表现出来的迟疑跟为难 心念一动 他大笑起来 笑声不止 像是看到了 听到了什么可笑的事情 于是就控制不住情绪了 修行者们面面相觑 注意力转移 铁主你怎么了 莫不是看见龙神大人太高兴了 铁面英雄笑到无助肚皮弯下了腰 笑到所有人都沉默下来 看着他 笑到周围安安静静只有风声 笑到尔龙扎尔 正准备动手砍人 终于 铁面英雄指住了笑声 他指着天上的敖龙面相众人 你们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吗 他说的每一句话 你们真的都能相信吗 太天真了 别人说什么你们都信 难道他在假冒龙神吗 这我不知道 就算他是龙神 那又如何 他的行为就很可疑呢 可疑 可疑之处在哪 天庭地府早就已经抛弃人间了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我笑就笑你们思想太过单纯 天庭地府抛弃我们了 为什么 如果天庭地府没有抛弃我们 那为何这一千年来 他们都没有出现过 便以妖怪事件闹得如此之大 紧些使整个世界陷入危机 也都没出现过 天庭地府是什么 是护佑我们的神啊 子民遇到危险 神却不出现 要我们自己站出来抵挡危机 现在的人也许觉得没什么 毕竟他们已经习惯了 可是我们 我们之中哪个不是从千年之前走过来的 一千年了 但凡人间有一项浩劫 只要不少人为定数 天庭地府必会派遣鬼神下来执法 但这一千年 我就问你们 谁曾见过他们 他们为什么不出现 这还不能说明 天庭地府已经抛弃我们了吗 好像是这么回事 可是现在龙神大人不是来了吗 龙神 天面英雄讥讽地拒绝着字眼 自称龙神罢了 有谁可以为他证明身份吗 我要说 他就是龙族故意放出来的一条妖龙罢了 为了消除危机 为了打消我们的戒心 甚至是为了消灭我们 他们不惜自毁结界 大放厥词 倘若我们信了他的话 人类的世界末日就真的来临了 天面英雄慷慨陈词 众修行者纷纷揭没下来 从未考虑过的情况 被提出来质疑 犹豫怀疑等情绪 慢慢从心底激发出来 他身上有金光啊 只有神的身上才会有金光 再说了 我曾见过龙神 他给我的感觉 还跟当年一模一样啊 那也可能是妖王用的障眼法 你可别小瞧了妖王的力量 再说了 当年都过去一千五百多年了 你还能记清楚细节吗 一道伪造出来的金光一条妖龙 就能把你盲骗了 天面英雄脸色反驳 那位修行者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想说什么 却又不知如何开口 天面英雄见识一笑 别说他不是神龙了 就算他是神龙 那又怎么样呢 神仙跟我们有何干系 天庭地府已经放弃人界了 人界早该甩掉弱者的标签 自强补习起来 这一千多年不是做得很好吗 没有天庭地府管束着我们 我们也发展得很好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黎穆寒 伊诺祖国小龙 后期制作半指蓝烟 第五百六十四章 人类该替自己做主目 现在如此 未来更该如此 人类不再需要天庭地府了 也不想和卑鄙无耻的妖族 共生共存于这个世界 对 王主说得对 大家别忘了此情的目的 我们是来除妖的 想想那些 被妖怪害得家破人亡的人们 想想我们惨死在妖怪爪下的通报 可恨的妖怪根本就不值得同情 别说他不是龙神了 就算他是龙神 那又怎么样 不帮我们 还要维护可恨的妖怪 他简直比便衣妖怪更可恨 从他决定维护妖怪的那一刻起 他就不配做一个神了 所谓的神仙 不过如此 最瞧不起的就是这些 自以为高高在上 屁股凡人 其实 光享受供奉 不作为的神仙了 老子跨上这条修行的路 从来只是为了 出枪扶弱 斩妖出魔 从未想过要陈神 修行者们 突然口风一致 合力谴责起天庭地府 敖龙被他们气得暴怒 骤然狂吼一声 又一击狂风扫弹过去 这回 他的目标明确 直洗铁面英雄 铁面英雄大吃一惊 但同时 内心浮上喜意 敖龙动手 便意味着他方才的话 挑拨成功了 急速向后退去 洋装抵挡 其实 是在进一步地 促进双方的矛盾 敖龙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了 兄弟们 小心 铁面英雄虽然在躲 但他小瞧了 凹龙的旋风 那旋风就跟有眼睛似的 避开其他修行者 直袭击他 再躲就难看了 铁面英雄提起武器 咬牙还击 飞身出去 直接迎向了 破身长龙的凹龙 然而 他使出了全力 在凹龙手下 都没有接过三招 便从半空中坠落下来 口吐鲜血 铁面英雄 募资尽烈 扭头 对其他修行者说道 你们快跑 妖龙要夺我们的性命 由我来替你们阻挡 这句话彻底激发了双方的矛盾 一位手提铁锤的修行者 大吼了一声 兄弟们 保护我方盟主 大家一起上 把他个锤子 上 一声令下 几乎一百多个修行者 同时出手 各路法宝旗上 共同席向敖龙 敖龙 长龙摆尾 一击扫落了几十件武器 但这一百多位修行者 毕竟不是泛泛之辈 这些全都是修炼了 起码一千年以上 颇有成就的修行者 他们的力量加在一起 绝对不容小觑 就算是曾经战无不胜的战神 已从未陷入过这样的战况 无数兵器 砍在敖龙的身上 过一会儿便发现 根本砍不进皮肉 正奇怪呢 便有修行者科普道 龙龄护铁 刀枪不入 攻击他的四肢 那里 是他防御力最弱的地方 一经提醒 修行者们 全部攻向敖龙的四肢 论单打独斗 这些修行者 每一个是敖龙的对手 论武力 甚至连提携都不配 可是加起来 效果就大大不同了 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 敖龙顾此失彼 身上多出不少伤口 因为龙体巨大 受攻击的范围 也就更大 敖龙身上流淌下来的血 跟下雨似的 哗啦啦往下流 不少修行者 攻击不到脚 就去攻击龙身 对准一个鳞片 不断地打过去 就跟砸墙似的 铁面英雄满脸兴奋 他知道 这条龙就算再能扛打 在这么多 修为强大的修行者 合力攻击之下 也早晚挺不住 血也会有流干的时候 敖龙终于发现 化成圆形的不妥之处 圆形攻击 能让他力量最大化 可现在这一点 却使他变成了 一个肉靶子 他愤怒地咆哮一声 接着修行者们 惊讶地发现 武器打空了 巨龙不见了 妖龙呢 去哪儿了 风飘过 云彩徐徐滑开 一道被血色笼罩的身影 逐渐出现在众人眼前 修行者们顿时惊呼道 修龙在这儿 他变回人形了 看来是我们合机的力量 让他吃不消 所以就变回来了 兄弟们 再进再厉 拿下这条蛟龙 回去加餐 哇 你口味真重 你这辈子 吃过龙肉吗 你这辈子 也许就这么一次机会 你不珍惜 要是我这辈子 只有一次吃屎的机会 那我一定去吃 你这样把吃屎 跟吃龙肉相提并论 你这不是拿它跟屎 做比较吗 有什么区别吗 反正拉出来都一样 哈哈哈哈 敖龙听着这些乌言晦语 愤怒到了极致 他堂堂龙神 何时遭人这般羞辱过 要换作别的时候 这个人早就死了 现在也不过是仗着人多半了 敖龙清楚自己的状况 这么多人的力量合击 他撑不了多久 此刻他若是想要逃跑 无论如何都已经来不及了 但他也不会这么做 他龙神不说为了护住妖族 就算为了守住自己的名声 他也不会临阵脱逃 之前羞辱敖龙的修行者 忽然感觉周身一寒 似有一道利刃式的眼睛 盯在自己身上 笑容一浆 看去就瞧见敖龙 冷冷地盯着他 你看什么看 不知道为什么 只觉得眼神甚是可怕 彻人莫名地打了个寒颤 敖龙缓缓冲他做了个口型 没有出声 但所有看到这个口型的人 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骂我 这名修行者嘴都气歪了 他果然不是龙神 修龙才会这么骂人 一旁另一位修行者说道 你刚刚辱骂他的时候 也不像是一位修真者的做派啊 你他妈到底站在哪边的 我哪边都不站 就是我看到的东西 窩你妈 老子不跟你计较 而围攻并没有因此停下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 敖龙皆依依扛下 一位修行者奇怪地问道 你为啥要变回来 变回来就不好打了 我操 我还他妈放大给你打 你当是扎靶子玩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哲宇 长林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六十五集 敖龙忍不了 怒道 老子再不变回来 身上的血 都让你们给放光了 你们知道神仙的血 是有多宝贵吗 这个修行者 显然没有想到 敖龙竟然会回应他 嘿 你这条妖龙 装神仙还装出感觉来了 你缩小了 我也照样打 你身上一百个窟窿里面 起码有一个得是我扎的 敖龙气到窝火 人前的素养什么的 他也不要了 痛痛快快地骂起来 一帮萧萧之辈 只知道玩偷袭 除了偷袭 你们还会干点什么 你凭什么骂我们是萧萧 自己心里清楚 你们就是萧萧之辈 攻击越来越猛 所有的修行者都想着速战速决 孤儿全部都没有藏着实力 把最厉害的招数 全往敖龙的身上招呼过去 就在敖龙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一声嘹亮的笑声 从山头传来 只见一个巨大的金色大鹏鸟 飞到了战区 他扇动翅膀 用强大的气流 暂时逼退了围攻敖龙的修行者 凹龙脸色灯时更难看了 扭头就骂道 你来这干什么 给我回去守住妖族 这里我能顶住 金鹏露与云彩之间 现出原形 正是妖王 原来妖王的本体 是一只金色的大鹏鸟 当然 面对凹龙扑面而来的怒气 他也同样毫不客气 你看看你自己 还有半分战神的样子吗 哼 战神 战神不就是从战场中 浴血厮杀出来的吗 有哪里不对吗 我不能坐视你 为我而死 臭 你他妈的 剑这么在意你我的友情 何必当日和我打赌 骗我入话 哭我欠你 妖王挣了一阵 显然也没想到 敖龙会在这时重提救世 现在并非解释最好时机 但敖龙死死盯着他 一副不肯罢休的样子 妖王也怕将来再无机会 叹了一口气 你真当我当处愿意 是上面的旨意 让我如此 暂时留你在人间 没想到一流 九十千年 敖龙闻言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 当年他跟妖王打赌入化 其实是天庭地府刻意的安排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留在人间 你们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 让老子待在那幅画里面 究竟几个意思 还不是为了保住你的力量 你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的力量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吗 那是宁愿消失带来的副作用 感情上头千年之前 就已经预料到这些事情了 敖龙感觉自己被狠狠摆了一刀 但又不知道跟谁去生气才好 少来绕去 我就是唯一一个被蒙在鼓里的那个 敖龙气得骂马咧咧 抖人间他似是想到什么 莫非 御帝此举 是为了让我留在人间 帮助英小川 天上有天机阁 天机阁里有天机老人 那老家伙成天算计的 少侠一千年的事情 都能被他给算计到 准是因此没错了 敖龙忍了人上勇的脾气 扮上之后 他看到自己鲜血淋漓的四肢 以及地上满地的龙血 心痛之余低声咒骂 殷小川这个混小子 现在到底在干嘛 小心 他们又来了 妖王出声提醒 暂时被气流击得退走的修行者们 又迅速地返回战场 重新围攻 敖龙跟妖王二话不说 并且作战 合力反击 尽管加入妖王的力量 可这两位一个身负重伤 一个被力量反噬 都达不到力量巅峰 故而就算联手 在一百多位修行者的联合攻击之下 也一直落于下风 突然之间 地面山头飞起很多妖怪 这些妖怪 力量在万妖之中 都是佼佼者 他们密集而汹涌地 朝着战场过来 献出原形 站在妖王跟敖龙的背后 宛若一睹无坚不摧的 铜墙铁壁 你们过来干什么 回去固守万妖卸阵 不去 守在妖王身后的狐妖 几千年以来 头一回 违抗了妖王的命令 就算您要处死我们 我们也绝不回去 我们不可能眼睁睁大 看着您跟龙神大人 在我们面前死去 小祖绝不退缩 绝不懦弱 你们 竟敢违抗本王的命令 妖王怒到极致 但眼下他只顾得上队府面前的攻击 已无其他办法 狮子腰低声道 王 这一千年来 我们妖族一直遵守着 昔日和天庭地府的协议 不与人类为敌 但是 这也不意味着 我们就害怕他们了 锋芒脸的久了 他们怕是忘了 我们举起利爪时候的模样 一只猫腰舔了舔手上 露出视线一笑 狐妖道 不错 我们不能坐视妖王和敖龙大人 为妖族战斗 我们身为妖族教领 临隐于王兵间作战 我狐妖再次宣誓 我不会放弃任何妖族的兄弟 不错 今天 就算是妖族再次全灭 也要让全身里知道 妖族不是他们所想象的 那个妖族 猪妖将们 清清楚楚地表达了 想要说的话 天面英雄贺道 兄弟们 你们听到妖将们说的话了吧 他们想要去人类而代之 倘若今日不除掉妖族 他日就是人类的灭亡之 除掉妖族 除掉妖族 被鼓舞的修行者喊起口号 但也有一部分修行者 比如 东南 西北中 武侠等 则是起了犹豫之心 四应妖将这番悲壮的话语 动了侧隐之心 天面英雄将这一切变化 看在原里 他回头看着妖王跟妖将 今日若除掉妖族 人类则能独占人界 而今日 不参加灭族的修行者 就是人类的叛徒 老四低声道 我靠 老子们都商量好要闪了 穿从天上 扣下这么大一顶叛徒的帽子 蒙主有毒啊 老二说道 哎呀 他们就是想借我们的手 除掉妖族嘛 他才不允许我们灵阵逃脱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罕 远山 戴军 后期制作 半纸蓝烟 第五百六十六章 那该怎么办嘞 周围 所有本来准备溜走的修行者 一下都犯了难 老二耸了耸肩膀说道 还能怎么办 众目睽睽之下 你就是想跑 你跑不掉啊 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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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皮上吧 走吧 唉 老四看着自己手里的武器 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就怕手里这把刀 看错腰了 准备 准备退缩的修行者 就有同样的想法 老五眼珠子一转 寄上心来 说道 哎 我看 要不这样 咱们都装模作样地打上去 探似出力 其实 也不真正地生腰 我看中 行行行行 就这么办吧 几个修行者 一拍即合 拿起手里的武器 迎着妖族大将 压压压呼喊着 打了上去 一场真正的大战 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 所有坐在电视机前 网络前 第一时间看到直播的观众 看到这场人妖之间 近乎惨烈的大战 却出乎意料的沉默 真正激动的人很少 绝大多数看直播的人 都是沉默 若有所思的 某座城市 一户普通的住宅区 光线昏暗的室内 一群刚刚成年的学生 坐在地上 观看视频直播 忽然间 一个男孩低声哭了起来 旁边的女孩 惊讶地问道 小光 你哭什么 其他人也都有些不解 这名叫小光的男孩 擦干眼泪说道 我可能要收回 我以前对妖族仇恨的 那些话了 正了正 这些少男少女 仿佛感受到了 小光的情绪 抽声问道 为什么呀 你以前 不是最讨厌妖怪了吗 我在他们身上 看到了不离不弃 就跟我们一样的 那种感情 我不相信 拥有那样信念的妖 能做出毁灭 一个种族的恶事 另一名男孩也说道 难道 人跟妖怪之间 真的不能和平相处吗 是啊 要是妖怪也能跟我们 生存在阳光底下 可以跟我们和平相处 那就好了 就是 完全没有必要涂妖嘛 毁灭掉一个种族 根本就没有好处的 是不是 你们有没有觉得 那个体面英雄 也好奇怪哦 对啊对啊 她说的正义令人 激昂慷慨的 其实 就是在不断给大家洗脑啊 我就不认同她说的话 她说妖 都是凶我之辈 其实 难有这样的道理 人类尚其有坏人 何况妖呢 这时 一直沉默听她们说话的女孩 开口说道 可是 她们都不一定能活得过今晚了 昏仑山顶 一场恶战白热化 修行者联盟 仗着人多势众 对妖族是步步紧逼 妖将护着妖王 跟重伤的敖龙 苦苦应战 底下万妖 坚守在血阵之上 焦急万分 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大战 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 这一整个小时 修行者联盟 虽微破开 妖将死守住的阵线 但 战况也是一目了然 妖将已是满身鲜血 修行者联盟 却无一人受伤 这一方 在拼命死成 能拖延一会儿 试一会儿 尽管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 这么做的意义 究竟为何 可谁也见不得 谁在自己面前 先行一步 那就索性豁出命去 用尽全力 而另一方 修行者联盟 她们自然也看得清楚局势 攻破妖族 只是时间问题 一旦这几名妖族大将死去 余下的万妖 便不足为惧 但他们 也有头痛的地方 这几员妖将 豁出命的姿态来猛干 尾时不好对付 要知道 最可怕的敌人 就是那些不要命的 正在这时 东方亮起了一道耀眼的金光 一个巨大的金色轮宝 出现在双方交战的上空 在战场上空 盘旋不止 属于强者的气息 扑面而来 令人无法忽视 甚至心生畏惧 所有人 都忍不住分出自己的注意力 抬头凝视而去 就连在场 能力最强的敖龙和妖王 感受到这股气息 也同样吃了一惊 只觉得 来者必是高手 巨大的金轮 在上空不断盘旋 压抑着战场的气氛 贴面英雄心绪不稳 对着上空 大声喝倒 来者是谁 究竟何方神圣 何是来助我们 谈出妖界的 轮宝之上 响起了一声冷笑 助你 助你会有冷笑吗 片刻之后 轮宝渐渐缩小 成为了一个 脸盆大小的法宝 这时众人才看清楚 金轮上面站着的人 是一位青年 身穿白色衣服 脸上蒙着白色面罩 竟是一位白衣飘飘的侠客 就在这位侠客 真身露面时 就有久闻齐名的 联盟修行者 失声叫了出来 白衣侠 就在妖族 即将失守之际 英小川赶到了 他纵身往下一跳 轻松地站在虚空之上 就在他现身的那一刹那 攻击停止了 战争 暂时停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都聚焦在他一人身上 但英小川停下的位置 有些奇怪 他站在了双方的中间 不靠近妖族 也不靠近修行者联盟 令人一时之间琢磨不透 他究竟站在哪一方 甚至有人在猜想 莫非他准备居中观战不成 就在所有人 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英小川动了起来 他原本是站在 双方阵营的中间 此刻他向前迈了一步 朝着妖族的方向 逼近了一步 一片哗然声 顿时响起 他不慌不忙 徐徐转身 面向乌泱泱地 修行者大军 而将防御力 最薄弱的背后 留给了妖族 一个简单的动作 表明了他的立场 现场哗然 不少正义的修行者 看到白衣霞 英小川的行为 都愤怒了 甚至开始指责 白衣霞 你果然跟你妖怪 有勾结 枉我一直以来相信你 认为你的事 必有误会 谁知道 你根本就是 辜负了我的信任 你好端端的人 为何要跟妖怪 同流合污 就算 来了个你 那也改变不了什么 你只不过 是来给你信仰的妖怪 陪葬罢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木寒 半指红雀 木千雪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六十七集 就在所有人义愤填膺之际 唯独铁面英雄 神色慌张 不敢置信 只不过 他的脸完全被那张面具 藏在脸上 故而没有人看得见 他脸上早已经崩乱的表情 这是怎么回事 一小川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按照计划 他不是应该已经跟四海蒙的人 死了吗 难道 云南计划失败了吗 就在铁面英雄脑子里 满脑子头脑风暴的时候 有人指出了他 王主 您说的管人没错 这个白衣墙 就是妖族的人 今日他既然来了 我们就索性 也将他除了吧 终一份填膺的修行者 看向了自己 铁面英雄飞快地冷静下来 马上组织语言 你说的没错 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跟妖怪勾结的人 不管这个人究竟是谁 诸位 白衣侠跟妖怪互相勾结 罪证确凿 我们速速将他拿下 以免后顾之忧 说完他动手一挥 令众人齐功而上 其实 讨伐白衣侠 真正义愤填膺的修行者 没有多少个 更多的修行者是理智的 他们在观察局势 当然最重要的 他们是在忌惮白衣侠身上 散发出来的力量 那是一股十分恐怖的力量 明明他人处无害地站在那 你却觉得 他就是一口深渊寒谷 上前一步 一步留神 就能摔个粉身碎骨 所以这些人都犹豫了 但是 战斗是情绪最容易被鼓舞的 潜伏在修行者联盟之中的 蝴蝶们卧底 见修行者攻击性不是很强 就率先发难 冲了上去 有一则有二 有二则有三 渐渐地 不少修行者都被鼓舞 本着打了再说的心态 茫然地冲上去 一通蛮干 这一下冲上去的修行者 骑马七八十个 看着乌泱泱恐怖的修行者 向自己冲过来 茵小川 微然不动 淡然地站在原地 这时 站在妖将身后 已认出白衣侠知识身份的 熬龙 见此一幕 气得血都要喷出来 茵小川 你在那儿 给老子逞什么能呢 还不快人滚过来 茵小川闻言 回过头 冲着他眨了一下眼睛 老子叫你呢 你跟老子抛什么眉眼啊 下一秒 熬龙嗓子眼 就跟什么堵住了似的 一个阴姐也发不出 一股强大的 无法匹敌的精神力量 正从茵小川的身上 缓缓散发出来 他的背后 出现一对巨大的 若隐若现的翅膀 说仔细看 便不能认出 这正是一对蝴蝶的翅膀 出现蝴蝶翅膀不可怕 可怕的是 从这对翅膀之上 散发出的力量 浑厚 渊源 无穷无尽 心生恐惧 原来真正的深渊寒潭 正源于此 这股力量 让见惯了大风大浪的 骚龙跟妖王 脸色骤变 腰架们下的睁大眼睛 不敢动弹 而在前方 急冲过来的修行者们 感受到这股 可怕深邃的力量 全部都止住了脚步 恐惧地打量着 殷小川手指微微移动 一个高达百米的 巨大蝴蝶虚影 凭空浮现在 他和所有修行者的中间 蝴蝶腰扇动着翅膀 散发出 磅礴的精神威压 使得在场 无一人 无一妖 赶上前靠近一步 原来 蝴蝶腰没有死 殷小川 并未在自己的 精神世界里杀死他 反而 他将蝴蝶腰收为己用 成为了他的精神战宠 而蝴蝶腰 也彻底地 臣服于 殷小川的 精神力量之下 甘愿认他为主 殷小川心里很清楚 以他凡人之躯的实力 面对一百多个 实力强大的修行者 根本没有 取胜的可能 所以他就召唤出了 蝴蝶腰 准备出其制胜 想必铁面英雄 以及蝴蝶门的人 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们的确是将 最大的胜算 握在自己手中 也指定了一套 基本完美的计划 但他们想不到 是会有变数 而他殷小川 就是那个最大的变数 殷小川轻松地召唤出 恐怖的蝴蝶腰之后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们看向殷小川的眼神 仿佛就坐视了 他跟妖怪勾结的证据 当然 也包括 电视机前的人类 这些人类中 有不少白衣侠的粉丝 在他们看到 白衣侠体内 跑出一只大妖怪时 眼眶瞬间就红了 认定自己信错了人 但是 也有一群铁杆粉丝 他们始终相信 事情必定会有逆转 白衣侠必然是好人 铁面英雄一眼 就震出了蝴蝶腰 心中更慌 他是蝴蝶门的人 自然知道 蝴蝶腰对蝴蝶门 意味着什么 那可是近乎 整个门派力量 象征的存在 从未有人打败过蝴蝶腰 可殷小川却说服了他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铁面英雄心弱雷骨 他感觉胜算 正从他这边慢慢地逃离 这种感觉从一小川出现 就一直存在 蝴蝶腰被召唤出来之后 就上升到了顶峰 可是事情都到了这一步 说放弃岂能甘愿 放手一搏 说不定还有胜算 你果然跟妖怪同流合物 你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不配当修行者 铁面英雄 义愤填膺的怒骂 接着就继续鼓舞士气 殷小川嘴角扯出一抹冷笑 他就跟看戏似的 看着铁面英雄这个跳梁小丑 在舞台之上蹦的 铁面英雄不知道 他所做的一切 在殷小川的眼中 都能被两个字概括 那就是可笑 殷小川操控着蝴蝶腰 一颗不停地 对在场的修行者 施加精神威压 尽管面对一百多个 实力强大的修行者 蝴蝶腰操控起人心来 仍旧有人有余 因为 在殷小川的精神世界里 他的力量 也变得更强大了 蝴蝶腰现在的精神力量 远比在云南时更加强大 精神威压扑过去 瞬间就控制了 铁面英雄的思维 殷小川嘴角一勾 只等着好戏上演 妖族 以及他 身上背负的所有冤屈 也该好好洗洗 正好 全球直播 机会给得不错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 都市猎人 演播 黎木寒 半指红雀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568章 铁面英雄 忽然向前走了几步 伸出手臂 拦在了所有修行者的面前 大声说道 不 你们不要过来 我有话要说 修行者 看着他反复无常的举动 既有些奇怪 孟主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不 不攻击了吗 铁面英雄 仰头大笑起来 可笑着笑着 便哭了 哭声震天 仿佛哀痛不已 众人及众妖 既惊讶又诧异 全部被这一幕 给震惊了 不要再折磨我了 我说 我什么都说 铁面英雄大喊大叫 接着说道 没错 我承认 这一次 我集结天下修行者 围剿妖剑 就是为了达到 自身不可告人的目的 话语一出 全场哗然 所有深受铁面英雄 言论洗脑 深深相信他的修行者们 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觉得不可思议 盟主 你知道 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莫不是疯了 你们莫要抄卦 老子都要听听 他究竟藏着什么目的 铁面英雄 接着说道 一千年前 天庭地府代表人类 跟妖族签订了 和平盟运 签订协议之后 妖族按照盟运 没有再伤害过人类 甚至他们组建了一支 纪律纠察队 专门追杀一些 伤害人类的邪恶妖怪 正因如此 人类跟妖界 迎来了难得的千年和平 他抬头看向虚空 他知道 卫星视频 正扫描着他的脸 他脸上的每一个表情 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被露进去 但他跟疯了似的 形象近毁 口风大变 你们这些普通人 之所以可以安安稳稳地 活这么长久 甚至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有妖怪的存在 就是因为妖王的严可管束 妖王对人类 甚至比对妖族内部更好 所以有很多 不理解他的妖怪 甚至离开了妖族 沃远处的妖王 听到敌人口中这句话 似回忆起了往事 想起了那些 曾经不理解他 严厉处置的兄弟朋友 不由得 微微叹了口气 但是 他和熬龙一样 全都意识到 敌人之所以会突然改变 敌人是英小川 从中做了一些手脚 天命英雄 继续说道 但是和平只是表面的 你们不觉得 妖怪不伤害人类 那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 妖怪 本来就是为了对抗人类而生的 要是妖怪都跟人类和平共处了 那这个世界上 不就少了很多乐趣吗 所以 我们蝴蝶门的人 就开始偷偷地捕捉妖怪了 我们捉了很多有天赋的妖怪 以及一些摇耳呆 抓住他们干嘛呢 做实验 我们要研究出更强大 更狂暴 更愿意攻击人类的妖怪 只有这样 人类跟妖怪的战争 才会再度爆发出来 这实验本来没有完全完成 但一切的计划 都是因为英小川 无意间闯入我们蝴蝶门的秘密基地 也被打乱了 他这个人 铁面英雄的手 指向英小川 大声说道 这个人带着他的手下 攻破了秘密基地 造成了无数的改造妖怪 逃脱 导致天下大乱 所以从某个层面上来讲 他也是导致人类灾难的 罪魁祸首之一 你说对不对啊 白衣侠 蝴小川 铁面英雄 冲着蝴小川宁笑 蝴小川面无表情 回应铁面英雄的 只有飞旋在蝴小川背后的蝴蝶腰 那对不断振翅的翅膀 你 没想到你竟然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你竟然是蝴蝶门的人 我去 亏我还这么相信你 你去死吧 老子要把你大卸八块 让你碎石万顿 蝴蝶英雄捂住昏尘的大脑 嘴里说着压根无法控制的话 怒骂道 我的话还没说完 你们想死对不对 都给我把嘴逼下 议论声顿时安静了下来 倒不是被他吓的 而是众人觉得 蝴蝶英雄这句话的背后意味着 他还有更猛的料没有爆出来 局势大乱之后 我们索性将计就计 制定一套更邪恶的计划 这个邪恶的计划内容是 污蔑白衣侠 铲除白衣侠一伙 然后召集天下的英雄前来围剿妖族 我要让你们斗得两败俱伤 我要让人类修行整个妖怪 自相残杀 只有这样 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铁面英雄控制不住的狂笑 他这番话造成的效果 无疑是巨大的 轰动的 不光现场修行者大吃一惊 就连电视屏幕前也是一片哗然 谁都没有想到 原本以人类救世主形象登场的铁面英雄 背后竟然有如此不可告人的阴谋 要知道拥护铁面英雄的粉丝绝对要高于名声可危的白衣侠的粉丝 白衣侠方才造成了多少粉丝心碎 铁面英雄就是他的十倍 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 现场有人喃喃自语 无比愤怒 许多修行者甚至没有反应过来 变故来得太快 他们根本来不及生气 当然在反应过来之后 冲上脑门的第一情绪仍然是愤怒 谁都不能接受自己被利用 而且是被自己深深信任的人在利用 英小川见效果已达成 就指令狐狄妖解除精神控制 狐狄妖收起了双翅 铁面英雄顿时醒悟过来 醒悟过来的他自然也很清楚 方才他究竟干了什么好事 可大势已去 心灭如死灰 铁面英雄现在已沦为众矢之地 恼羞成怒的他二话不说 就对英小川发出了一击致命的攻击 英小川手握金轮反击过去 轻松刺入了铁面英雄的气海 气海一破力量也跟着破了 铁面英雄感受到力量的流失 也感觉到血液在不断地从体内往外流出 那是死亡来临的感受 大势已去 他看着英小川发出了狂笑 英小川 你以为你赢了我 事情就结束了吗 你错了 你更不要得意 蝴蝶们远离你想象的强大 考虑周全 早就做了预案方案 原本是等向妖怪和修行者 拼个你死我活之后 他们再来收拾残局 现在既然事已至此 他们只能提前发动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涵 魁紫白 魔音小海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569集 所有人都被 铁面英雄的话 给震慑住了 谁也不知道 他口中所说的 那个预备方案 到底是什么 可料想这人心思缜密 竟能瞒过数百人 就觉得脊背发寒 趁趁凉意 陡然地袭来 正在这时 众人坐见周围 五六公里开外 突然涌现出一大批 奇形怪状的妖怪 这些妖怪踏云而来 气势汹汹 远远地看去就像天边 涌过来一大圈的 黑色瘴气 距离说是甚远 但在场的修行者 及妖界降临 无不是修为高昌 因而这般远的距离 以他们的实力 也能变得一清二楚 于是很快的 就有曾经 参与杀妖的修行者 认出这些妖怪了 这些 这些都是便衣妖怪 眼妖 红眼妖后也在 我跟他们交过手 他们的力量都非常可怕 何之可怕 这么多的数量 就算我们加起来 也不一定能对付得了他们 这些都是什么妖怪 爷爷未曾参与过 便宜妖怪战争的 修行者问道 燕妖 她通过在噩梦中夺取人的精气神 杀死人类来修炼 何此妖兽 通过破坏核电站 吸收核能长大 又会释放核污染 力量十分可怕 黑巨妖 拥有雾化巨大的身子 催化人类恐惧 吸收恐惧力量 也获得让自己变得更强的能力 红眼妖后 它可以瞬间化为无数个 拇指大小的红蚂蚁 又可以在短时间内 组成一个巨大的蚁后 能钻地 能打洞 拥有巨大的破坏力 没说出一只妖怪的名字 这些年轻的 未曾参与过多少战斗的 年轻修行者 脸色就淡了一番 他们即将要面对的 大概是他们人生之中 将要参与的最惨烈的一场战斗 不妙 怎么了 一个参与过 屠杀咽妖的修行者 脸色突然大变 一个月前 我遇见的那只眼妖 力量根本没有这么可怕 什么 眼前逼近过来的这只 力量 比我遇见过的 更加可怕 只见众位变异妖怪之间 天妖手刀其中的 就飞快冲来 他浑身净化成了黑色 眼底冒着火焰 头上长着 独角的恐怖的黑色巨马 不远处的孩子妖兽 形状则更加的恐怖 看起来就像一团巨大的肉球之上 伸出了无数恐怖 恶心的出手 肉球隐隐地还散发出黑暗的能量 所过之处 到处都是污染 至于那黑巨妖身子已经高达七八十米 就像一个披着黑色披风的吸血鬼 浑身散发出令人恐惧的气息 而红蚁腰后 不仅自己身高数十米 还不断地从身体的皮壳里 分裂出婴儿般大小的红色蚂蚁 就像一片红云一样 密密麻麻地便涌了过来 要是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到这一幕 肯定立马就吐了 好吧 现在看直播前的观众 肯定有不少边看边吐的 但不管怎么说 统一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妖怪 经过短短时间的折服 实力变得更加地强大了 而这一切的促成 自然是跟他们背后的蝴蝶们 脱不了干系 就在修行者 为眼前的这一幕吃惊不已的时候 平静的内部 忽然就出现了异样 队伍之中 许多默默无闻 不动声色的修行者 拿起手中的武器 席象完全没有设防的 其他修行者 一下子 这十几个蝴蝶们的卧底 就割下了另外 十几个修行者的头颅 球状的物体跟下雨似的 从半空坠落下去 头颅的面孔之上 既是瞪员双眼 不敢置信地表情 一场毫无征兆的战斗爆发了 这些实力强大的修行者 因为没有任何的防备 顿时间死得死 伤得伤 惊慌一片 当然 也有一些天生警惕的修行者 早早地感受到危险 迅速地防住了偷袭 不光救了身边 没有设防的修行者 还迅速做出反击 但尽管如此 这场突如其来的偷袭 还是令得修行者联盟损失了多人 令人一时错觉 战争仿佛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反观对面 妖王所属的阵营 原本岌岌可危的他们 因为修行者联盟的内讧 反倒一下子安全下来 但是他们也被巨变给震惊了 谁也没有想到 蝴蝶门竟还布置着这么恶毒的后章 更没有想到蝴蝶门的实力 已经强大到了这个地步 一切都叫人出乎意料 却又隐隐地觉得 变故又在情理之中 话又说回来 今日若不是阴小川及时出现 揭穿蝴蝶门跟铁面英雄的阴谋 妖族也许真的要泯灭于此了 更别说 是察觉蝴蝶门的后章 他们原本的阴谋 必然是想等双方两败俱伤 再出来收获余温之力 与此同时 蝴看着这场直播的全球观众 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当他们看到这一幕幕的变化出现时 心情之震惊 毫不亚于在场的任何一位 直音 事情的演变彻底地出乎了想象 眼看强大的修行者 被打击得错不及防 人数一个个烧下去 所有担忧着 这场安危的观众心都提了起来 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原本只是人类跟妖族之间的纷争 谁能够料到 背后还有一只阴谋的大手 在不断地推波助澜 华夏蒙的门主竟是最大的阴谋人 他将事情引向了罪恶的边缘 修行者们的处境 一下子极其可危 前有变异妖怪 后有数万妖族大军 内部还有内印 跳起来杀人 变故眼花缭乱 方不胜防 一幕幕地反转 没有人觉得精彩 只觉得恐怖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这不是电视剧安排的剧情 这不是演绎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力量强大到 依靠人力 根本就无力扭转 一旦出现纰漏 整个人界将陷入 万劫不复的境地 一部分心里防鲜脆弱的人类 看到这会儿就已经承受不住 有的关掉电视 把自己藏进了 黑暗宅小的空间里 瑟瑟发抖 有的抱着马桶 把胆子都给吐出来了 更多人在抱头痛哭 恐惧压抑之下 情绪根本就控制不住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林烟 五毛一分钟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五百七十章 街头上到处是痛哭流涕的人 危机宛若阴霾 笼罩在土地上空 危难刚刚发出警告 旧人在内心写好了结局 崩溃 绝望 痛苦 街头上灰黑色情绪 到处结实 妈妈 你为什么哭了 小区内年幼的小孩 滚偷偷抹着眼泪的妈妈 尽管妇人在人 可小孩的情绪 比谁都要敏感 妇人摇头 并未解释 妈妈 你别哭了 你看 你最喜欢的白衣侠 小孩指着屏幕说道 妇人正了正 抬头看去 那位白衣飘飘的大侠 立在云巅之上 身影坚定 变故在前 危难林参 却浑然不惧 甜蜜英雄的丑恶面具 被揭穿之后 也就意味着 白衣侠 重新获得了证明 同样的 拯救人类的机会和希望 就落在了她的肩膀上 妇人从前喜欢这位白衣侠 是因为 她完全符合她年轻时 对大侠的所有幻想 虽然看不见脸 但出臣的白衣 战无不胜的传奇事迹 同样令她怦然心动 后来 有很多人说她不好 她虽然沉默 可心里 仍旧有一份坚持在认为 她认准的白衣侠 不会是那样的人 她总算没有白等 她心里的那个白衣侠 现在变成了 全人类的希望 小孩当然不知道 母亲复杂的心情 她单纯的心境 只能感受到母亲的担忧 为了不让母亲继续担忧 她奶声奶气地说道 妈妈 别怕了 白衣侠会保护我们的 妇人 搂住自己年幼的小孩 突然间有了一份寄托 她含泪 微笑地点了点头 战场上的恶战还在继续 修行者和变异妖怪 完全缠斗在了一起 原本危机重重的妖界 反而暂时安全了 敖龙和妖王 见他们打得热闹 且一时八会儿也没自己什么事了 索性坐下来调息疗伤 当然一边还在观察局势 狐妖等三妖将 本来想再坚守一会儿 可看到敖龙和妖王都坐了下来 没撑住也跟着坐了下来 一时间的局面 便衣妖怪跟修行者们 打得是你死我活 不可开交 妖族这方反倒悠闲了 齐刷刷地坐到一片 调息的调息 观战的观战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狼妖回过头 问向狐妖 你数什么呢 人头啊 我在数掉下去的人头 掉了多少个了 从刚才到现在 总共掉了三十五个人头了 掉得痛快 多掉点 这时狮子妖突然开口说道 我看 咱们也先别乐观了 你们也不想想 要是修行者都被便衣妖怪杀死了 那下一个倒霉的 就是咱们了 妖王突然睁开了眼 说道 被改造的这些妖怪 绝大部分是曾经判处妖界的妖怪 岂会跟我们是朋友 小王 你没事吧 伤得怎么样 我没事啊 妖王说道 在伤妖 敖龙从头到尾将战况 脸于眼底 却罕见的没有说话 此刻 接受到妖王的眼神 他的眼球 微微波动了一下 开口说道 居士不容乐观 我手下 已经没有还击能力的他们 拿什么来应对 能灭修行者的便衣妖怪呢 狼妖 三妖医下紧张起来 连忙问道 修行者 只是一时间 被打乱了手脚了 等他们反应过来 全力一战 区区变异妖怪 岂是他们对手 你们自己看 这些变异妖怪 远远不是寻常妖怪了 他们经过改造 实力强到逆天 三妖将这时 才仔细看向战场 看着看着 眼里犯出了恐惧 原来看似不动声色 其实 已将局势连于眼下 心中 早有分寸而来 妖王说道 你认为 妖族该当如何 人类小心者全灭 妖族今日 未必能够全胜而退 那 妖王心念一动 有所感应 然后 就看见凹龙犹豫片刻 将目光 落在了微然不动的 英小川身上 妖王的眼底 划过一抹世人 旋即 脸上浮起一丝笑容 他原本以为 高傲如 敖龙 不会承认 可显然 是他小瞧了 敖龙的气量 敖龙说道 接下来怎么办 我该由你我来做主了 是谁将妖族 岂岂可畏的形式 一力扭转 我们就听谁的 一名小妖将 力量茫然地问道 啊 谁呀 这你还听不出来 虽然是站在前面那位 方才救我们整个妖族 于水火之中的白衣侠了 敖龙看着英小川的背影 嘴角勾起了笑容 不错嘛 这小子 这回 可让他大出风头了 此刻的英小川 并不知道身后妖族的情况 更加不知道 敖龙和妖王 已经把整个妖族的生死大事 交代在他的肩膀上 他在观察战况 局势的迅速变化 目前的情况 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 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变异妖怪的出现 这些变异妖怪 无论哪一个单独出来战斗 都不比他先前遇到的 那些妖怪要弱 修行者碰上他们 讨不着任何便宜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半指红雀 小白胡萝卜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571章 虽说 修行者方才伤得妖族颇深 可说到底 他们也是因为 被铁面英雄给骗了 倘若修行者 今日全舌在这 只怕是对修行界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基本的平衡 维持不住不说 妖界也会重新地陷入危机 脑子思虑一下 殷小川心中 就有了想法 他闭上眼 召唤出 精神世界里的蝴蝶腰 下一秒 他就出现在了 自己的精神世界中 而在他的面前 就是那只 长高了大百米的蝴蝶腰 小蝴蝶 一会儿我盼你出场 对付那些变异的妖怪 这么大的一只 威风凛凛的妖怪 却被换作小蝴蝶 但凡有点尊严的妖怪 都忍不了 可是 完全臣服在 印小川精神力量底下的蝴蝶腰 却对这个称呼 毫无脾气 我不去 蝴蝶腰气呼呼地说着 怎么还闹脾气了 不就是叫你一句小蝴蝶吗 我改还不行吗 跟称呼没关系 我本来力量就没有完全复原 仿才出去 又消耗了极大的精神力 现在已经控制不了那么多人了 你 你说我要你有何用啊 印小川痛心疾首地说道 这么好的一把武器派不上用场了 你说他生不生气 那你打我的时候 力量怎么那么充沛 印小川继续指责 那不一样 在你的精神世界里 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可是一旦出去 我所能爆发的力量 就有所限制了 行了行了 我知道你现在没用了 印小川摆了摆手 我也不跟你多聊了 再见 他转过身 身影淡去之前 蝴蝶腰隐隐地听见他摇头叹息 哎呀 都是一群没用的家伙 果然还得我亲自出马 回归现实世界 印小川睁开眼 这一来一回对现实世界来说 不过瞬间的功夫 虽说决定亲自出手了 但印小川心里也很清楚 这么多的修行者加在一起 都对付不了的变异妖怪 靠他一个人就想扭转局势 更加的不可能 那么眼下只能借助其他的力量了 印小川转身 看向妖祖 这是这么长的时间以来 他第一次有所动作 印小川并不知道 他现在的一举一动 牵动着多少人的心 只是一个简单的转身而已 观众就欢呼起来了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这就是希望的崛起 越过妖群 就对上了两双视线 敖龙跟妖王 他们一道回视着他 但眼里传递出来的讯息 却是一致的 印小川读懂了 他笑了一笑 明白 接下来的事情 他可以放手去干了 他不会让妖界 白白处理的 该洗清的污水 他要一点都不流 全洗得干干净净净 印小川大声说道 妖王殿下 今日我代表天庭地府 请求妖族遵守昔日盟约 共同铲除 为恶人间的妖怪 维护人妖两界的和平 他的这句话 被信号接收 传递到世界各地 声音清清楚楚地 在每个播放器里响起 热血沸腾 懂的人 已经从他这句话当中 品出了深意 妖王缓缓从云层间站起 一身是伤 气度却不损分毫 展现出充沛的王者之态 他伤痕累累 却慷慨应答着 小族上下 愿意听从天庭地府调遣 钻寻昔日神圣梦运 铲除 为恶人间的一切妖魔鬼怪 恢复人间平和 并永世 不合人类为敌 应小川 郑重地回答 我白衣侠 替全人类 感谢妖王大人 白衣侠这恩惠 妖族莫尺难忘 妖族愿与人类共度患难 接下来该如何 借听你号召 我要妖族齐心协力 对付便衣妖怪 狄下妖兵听令 无需固守万妖大阵 全员出战 共同抗敌 是 向天彻底的应战声 汹涌而起 似乎要掀开整座山脉 接下来 就可以看到 漫山遍野的妖兵妖将们 纷纷献出各种原形 飞空而来 数万只妖兵 绝大多数都已经修得飞空修为 一下子全都飞升上空 站在应小川的身后 这股气势 尤其振奋人心 接着 不等任何的号召指令下来 所有妖兵就齐刷刷地 往变异妖怪的方向冲去 加入了战场 因为有了妖兵的支援 修行者联盟 大大松了口气 没有只言片语 默契地配合 一道杀妖 这将是人界的历史上 唯一一次 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人和妖 携手抗战的战争 每一支加入战场的妖兵 都无惧生死 以命相搏 死的死 伤的伤 可没有要退缩 一批灭了 立即就有第二批 第三批的妖怪 源源不断地提供上去 这是一场血腥 真实 惨烈的大战 在和平的年代 真正见过战场的人 太少了 他们根本就无法想象 战场是什么样子的 可现在通过直播 这无比真实的一幕 呈现于眼前 什么叫做义无反顾 什么叫做奋勇杀敌 什么叫做蒙约精神 什么叫做真正的战场 和平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 很多人都忘记了 看到这些 为了遵守千古蒙约 而不惜流血牺牲的妖兵们 绝大多数第一时间 看到这一幕的人类沉默了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 最终还是妖族出兵 拯救人类的修行者 屏幕刷爆了 流言多道挡住了屏幕 但尽管如此 还是克制不住 激动澎湃的心情 出乎意料的 这回没有人辱骂 或者说 那些辱骂的声音 被善意的刷屏 全部冲刷掉了 有许多许多的人 在一遍又一遍的 为妖怪说话 在呼吁人妖和谐 其实 根本就不用打开留言 也能猜到 这一次的评论 毫无疑问的 都是一面倒的 经此一议 人类对妖族的印象 得到了完全的改变 而这一切的改变 都源自于一个人 这个人 曾经被数万人唾骂 这个人曾经蒙受着 巨大的冤屈 这个人 在全世界都不理解 他的情况下 仍然不该初心 甚至以一己之力 化解了一场旷世危难 此刻的印小川 在他们的心中 已经不再只是 高高在上的 天庭地府代表而已 而是 人类的救世主 和最后的希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回子白 魔音小海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572章 大战进行时 从一开始 变异妖怪的完全主导 变成了平衡 甚至隐隐有 向另一方倾倒的趋势 随着妖兵的数量增多 变异妖怪的实力 逐渐就被削弱了 每一只变异的妖怪身边 起码都围着 上百只普通的妖怪 再加上一个到两个的修行者 他们剑缝插针的攻击 互相帮忙 不受掩妖的控制 配合默契 就在战场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僵局时 远方传来轻悦的龙吟 各种喊杀声传来 战场上空 战声激烈 但也掩盖不住激荡传来的声响 有修行者跟妖怪 抽空好奇地看过去 敖龙妖王以及一众妖将也看了过去 尤其是敖龙 在听到那一声轻悦的龙吟时 眉心微微一蹴 隐约猜到是谁来了 没过多久 动静就出来了 敖龙 三妖神 黎勉 四海盟等一众高手 终于赶到了现场 他们一看眼前的情况 二话不说的 就选择加入了战场 有了他们的支援 修行者联盟 无疑如虎添翼 但是 变异妖怪的本事 实在太过逆天了 尽管有实力强大的援军加入 但也只不过是把原本 岌岌可危的平衡 变得更加牢固了一些 敖岭一入战场 就让自己的尸体最大化 举例对付一只成精的犀牛腰 一条金光闪闪的小龙 在战场上尤为扎眼 妖王也留意到了 问道 那条小金龙 可是你布下 敖龙早就留意到了 淡淡地回着 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那还能是谁的 敖龙抬了抬下巴 方向指着应小川呢 那 他的 妖王看着敖铃 又看看应小川 突然会议 战场上战况激烈 应小川操纵着金轮 也杀住了战场 不过他没有对准 某一个妖怪打 因为金轮的攻击力全面 且有选择性 故而他的每一下攻击 都均匀地打在 每一只变异妖怪的身上 这么做 极大的缓解了 其他修行者攻击的压力 正在应小川 全神灌注地操控金轮时 一道人影 不知不觉地 靠近了他 白义小 耳边爆出了一声 欢快的欢呼声 应小川惊讶地回过头 就看到旁边 不知何时站着一个 年轻浓眉大眼的修行者 他正一脸兴奋地凑过来 你是 我是你的粉丝 准确来说 我是个散性 本来我是不想参加什么 徒药之战的 毕竟 我跟妖怪无缘无仇 但是 我一直在看直播 我看到了你 一下子 我就找到了偶像 哦 然后呢 应小川的反应听得淡定 但其实 他压根就没有反应过来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的偶像在战斗 我怎么能不来战斗 我要带着我的好朋友 一起过来帮你了 大眼修行者笑眯眯地说完 指了指前方道 你看 前面那个 用拐杖打仗的 就是我的好朋友 原来如此 应小川笑道 多谢你了 不客气不客气 大眼修行者有些受宠若惊 其实不光我 有很多散线 看着你的直播 都赶过来了 我相信 我们齐心协力 一定可以战胜 变异妖怪 掐灭蝴蝶门的阴谋 应小川正想点头 大眼修行者就猛地扑过来 抱住了他的一只胳膊 偶像 虽然能亲眼见到你 并且抱过你的胳膊 我已经很幸福了 可是能不能 允许我提出一个 小小小小的要求 大眼修行者深吸口气 兴奋又脑残地说道 我想要得到你本人的签名 就写在我背部的旗上 这辈子都洗不掉的那种 赵小语 滚回来 你别再丢人现眼了 不远处 传来一声气势磅礴的怒吼 紧接着 就有一根拐杖伸了过来 拦住了大眼修行者的腰 将他甩到了自己的身边 感受到被迫飞行的体验 大眼修行者怒了 死老怪 我他妈跟你有仇吧 拐杖修行者 抓着大眼修行者的胳膊 冲着应小川点了点头 致歉的意思 终于反应过来的应小川 摆了摆手 表示没关系 大眼修行者用力地挥舞着手臂 大声嚷嚷 住手啊 死老怪 偶像 偶像你别走 你听我说 应小川回头 就看到大眼修行者口中的死老怪 一手抓着大眼修行者 一手游刃有余地向着便衣妖怪 使出了攻击 偶像 偶像看我呀 偶像 大眼修行者 鬼哭狼嚎 应小川嘴角一抽 无奈地说道 行 等这场战斗结束了 我跟你签名 在背上 这被子都洗不掉的那种 大眼修行者 顺杆往上爬 应小川乐了 哼 没问题 你想签个金钟报国的没问题 啊 你怎么知道 我就想签个金钟报国啊 当然 还附加一个你的名字 行行行 应小川 只得同意 随即 转身 重新加入战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多人有声小说剧 天庭地府 微信群 作者 都市猎人 演播 黎穆寒 林烟 五毛一分钟 后期制作 半指蓝烟 第573章 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战况仍然处在平衡的状态 这几个小时里 不断有观看直播赶来的伞修 加入战场 人类修行者跟妖怪牢牢地集结在一起 配合前所未有的默契 而在这场战斗之中 最耀眼的一个 莫过于应小川了 他手持金轮 威风凛凛地站在高空之上 俯视下端 手中金轮驰骋沙场 牢牢地镇压住了变异妖怪 因伤重 并未参加战场的 敖龙跟妖王 从头到尾都在关注着战斗 他们看到 这场战斗 已经完全是应小川 主导的局面了 足以可见 他的修为 早已经凌驾于所有修行者之上 甚至已在战神敖龙之上 但应小川自己知道 自己现在发挥出来的实力 连他真身的二分之一的水准都没有 若能回到从前的实力 那么他与敖龙妖王联手 这一场大战早就落下帷幕了 应小川双眸一鸣 脸下思绪 目光如炬地看着不远处 折磨众多修行者虎不堪言的 黑巨妖 手持扩程巨大的轮堡 飞跃而去 金轮在他的操纵之下 放出万道金光 呼得化作锋利的杀气 直扑黑巨妖 黑巨妖背对着应小川 身形庞大 既是他最大的优点 同样也是缺点 那就意味着他的背部难防 李勉勉正在正面攻击黑巨妖 他看到了凌空而来的应小川 黑巨妖感觉到了背后袭来的杀气 急忙着想要回头 李勉勉咬牙冲过去 砍向了他的眼睛 黑巨妖注意力转移 忽视掉了身后的杀气 亦或者说 他在这一刹那 无暇分身了 数万道金光劈下来 齐齐攻住了黑巨妖的体内 金光在他的体内爆炸 轰得一声巨响 腰体彻底肢解 四分五裂地散落人间 李勉松了一口气 看向召唤金轮飞在高空中的应小川 露出微笑 应小川回忆一笑 接着 二人默契的调转方向 重新加入了新的战场 应小川斩杀实力强大的黑巨妖之后 就把目光锁定在了 同样让众修行者 棘手万分的红蚁妖后身上 红蚁妖后化作巨大体作战 但他触地的双脚 源源不断地涌出密密麻麻的蚂蚁 这些蚂蚁一旦粘到人的身体上 就甩不掉了 不是焚烧就是吞噬 有许多修行者跟妖怪 正是着了此道 才惨死于红蚁妖后的手下 眼看着一大批小妖 再度要死于红蚁妖后的手下 应小川及时赶到 用金轮劈开了 小妖跟红蚁妖后之间的距离 分裂出来的小蚂蚁 一碰到金轮的光芒 就自焚成了灰烬 一股浓郁的烟熏味扑鼻而来 应小川纵身一跃 在红蚁妖后的头顶上一踩 继而翻身站在了她的面前 白衣飘飘笑容淡如清风 在庞大而气势汹汹的红蚁妖后面前 她分毫气势不输 红蚁妖后全身包裹着一股邪气 杀意浓重 被应小川护在身后的小妖 重新汇聚了过来 纷纷说道 白衣翔 这红蚁妖后十分可怕 您还是去主持打击 她就由我们来对付吧 对呀 刚才我们不少兄弟 吃了她的苦头 全都死了 可见她厉害 红蚁妖后你们对付不了 来再多人也是白白送死 她就由我来亲自对付吧 小妖仍有话要说 被应小川白手劝退 她旋即飞上高空 与红蚁妖后平视相对 红蚁妖后杀到双眼通红 并不将应小川放在眼里 邪气一笑 一口当中吐出了树骨仇叶 向着应小川袭来 这仇叶不光有毒性 还有强烈的腐蚀性 是红蚁妖后的致命法宝之一 眨眼之间 应小川身形变幻莫测 急如闪电 飞快地避开了 红蚁妖后的粘液攻击 红蚁妖后口中喷不进的毒液 应小川身形变化越来越快 跟风融合在了一起 红蚁妖后看不见她的动作 只得大面积地攻击 却殊不知 应小川神不知鬼不觉地 就站在了她的身后 她原先想用对付黑巨妖 同样的办法来结束红蚁妖后 奇料她金轮刚刚悬空而起 红蚁妖后就敏锐地感觉到了身后的危机 止住喷射毒液 触底的脚涌出了无数的小蚂蚁 袭向了身后的硬小川 原来红蚁妖后跟黑巨妖弱处大不相同 红蚁妖后体内可以生产分裂出多少的小蚂蚁 就意味着她有多少双眼睛 也就是说她全身上下都布满了眼线 应小川看着她身上若隐若现的眼睛 大吃了一惊 金轮大光芒改成小光芒 直接化作火焰焚烧了小蚂蚁 无数被焚烧的蚂蚁从天空中坠落下去 就跟下雨似的 红蚁妖后回过头 正在这电光火石之间一道金光闪过 直接切割下了红蚁妖后的头颅 原来应小方在方才暗藏了一招 她看似震惊 实则乱中有序 在改变招数的同时 也埋藏下了杀机 她笃定红蚁妖后回头的刹那 是她全身防备最低之时 就放出了那击暗招 果不其然 金轮的分身成功地切割下了 红蚁妖后的头颅 巨大的蚁头坠地而去 分身紧随而上 不等蚁头落地 就用一把地狱鬼火 将它烧了个干干净净 红蚁妖后头颅虽灭 身却未死 她愤怒地挥舞身体的肢体 向着硬小川冲过来 但受到重创的她 力量大大的削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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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